满荒记第302到374章,贵求订阅 第302章姐弟俩的敌人 一定要将少岩氏灭掉 晋宁被震撼了,即便将少岩氏当成大敌,在内心深处晋宁也有着渴望,渴望将来灭掉少岩氏,以为母亲在天之灵 母亲的姐姐,父亲等众多亲人,整个玉池是尽皆死在少岩氏之手 母亲一定很想灭掉少岩氏吧,可少岩氏太强大了,强大到玉池山从来没告诉过西岳郡主灭族仇敌是少岩氏,玉池雪也从来没告诉过纪宁 这是一个能够在整个大夏王朝排在前时的古老部族,一个贯穿了神魔时代到如今的强大部族,谁敢有把握说灭这等部族 纪宁内心渴望,可嘴上也不敢说 可是西岳郡主敢 纪宁从表姐的话中感觉到那股仇恨,那股为了达成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的意志 这是父亲的渴望,父亲死了,我会替父亲做到 西岳郡主咬牙道,即便失去性命,即便失败,我也要狠狠咬少岩氏一口 表姐 纪宁忍不住道,灭少岩氏,这是不能及 我当然知道 西岳郡主摇头,我这想法甚至连外公都没说,因为我知道,整个大夏皇族下盲是或许有灭掉少岩氏的实力,可是大夏皇族不会这么做 大夏皇族是不愿引起麾下众多部族的惶恐不安乃至造反的 纪宁点头 大夏皇族要灭一个大部族,得有足够的理由 不能随便找个借口,毕竟天下间的各大诸侯都不是傻子,必须少岩是真的做了什么超越底线的事,大夏皇族才能灭 否则大夏皇族想灭谁就灭谁,各大诸侯岂能心安 恐怕会进阶阶干而起,到时候这片大地恐怕又会进入宛如神魔时代一般的大混战 大夏皇族当初能统一天下,也是因为很多部族投靠到他麾下的 如果这些部族都反抗,大夏皇族结局恐怕都会很惨 所以我再忍,我叫玉池西岳这件事,大夏王都都没几个知道 我也让外公别说 西岳郡主道,我不想引起少岩氏的警惕,我要找机会,寻找机会,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定要叫这少岩氏灭族,即便灭不了他,也要叫他元气大伤 表姐,你打算怎么做? 晋宁很疑惑,表姐实力似乎一般,要灭少岩氏 即便天间老祖都不敢说这话吧 如果我有你的天资,我定要竭力修炼,欲要成天仙 一旦成天仙,自然有的是时间和他慢慢折腾 西岳郡主摇头,可是我没有那等天资,所以我必须借力,我要借大夏皇族的力 借力 纪宁一正 大夏皇族没有足够的理由,那我就想办法弄一个足够的理由 西岳郡主道,甚至用我的生命,我都愿意 可我知道即便我不惜生命也依旧很难,可再难,我都会努力,我也会慢慢等待,默默等待 西岳郡主就仿佛一条复仇的毒蛇,在默默等着,等着最后出击的那一刻 我这一辈子要灭少岩氏,很难很难 西岳郡主眼中闪烁着坚决,所以我会昭旭,我不会嫁出去,我会昭旭 我生的孩子会跟随我现在对外公开的姓氏池氏,我的孩子会继续的生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尽,我的子孙最大的目标就是少岩氏 我背后有外公,我是外公唯一的亲人,我即便死,我也会请外公帮我照看好池氏 西岳郡主道,外公乃是大夏皇族的天仙老祖,有他庇护,池氏定能越加强盛 等池氏自己也诞生天仙老祖的那一天,或者是少岩氏覆灭的那一天,我池氏才会真正恢复成玉池氏 晋宁深吸一口气 表姐话语中蕴含的仇恨,晋宁都不由心颤 是的 表姐和自己不一样 自己是既是子弟,所以母亲玉池雪甚至提都不提仇敌,自己对少岩氏的仇恨没有真正深入骨子里 可表姐是玉池氏子弟,舅舅玉池山也是从小就培养表姐,让表姐修炼 给表姐讲述玉池是当年的辉煌 玉池山虽然没说仇敌是谁,可玉池山自己一直在埋头修炼,一边想要重建不足,一边也渴望强大了去报仇 玉池西月一直默默看着父亲,他知道,父亲的渴望就是重建玉池氏以及复仇 只是复仇埋在心底,可女儿能感觉到父亲一直压抑的仇恨,所以她要完成父亲的愿望,重建不足,报仇 是啊 晋宁忽然心中一颤 舅舅是玉池是唯一活着的男人,她的仇恨肯定很强烈 表姐同样仇恨少严实 而我母亲呢 外公他们一个个生死,母亲不仇恨 可是她嫁给了父亲,嫁入了我济世后根本不提这事,在我面前从来不表现出来 或许在暗地里她也会为她的父亲亲人们伤心痛苦仇恨吧 晋宁忽然心中一疼,母亲从来不将这仇恨传递给自己,正是不想自己去报仇 担心自己已卵击时 母亲,你担心孩儿? 可孩儿现在还是和少严是对立上了 这就是命 母亲,孩儿如果只是一般的爵士天才恐怕都难以报仇 可是我不是 我得到了混沌神魔三寿道人的传承,先接法宝乃至纯阳法宝将来我都能轻易得到,我的神通更是三界中排名前十的可怕神通 我完全有希望成为纵横三界的强者,灭掉少严是完全可以做到,完全可以 纪宁眼中闪烁着坚决 表姐 纪宁看着表姐 弟弟 玉池西月看着自己的弟弟,低声道,这些话我从来没说过,看到你我心中压着的就全说出来了,除了外公,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纪宁点头,表姐放心,承返虚的仙对我而言根本没有丝毫阻碍,一马平川 即便是杜劫成天仙,虽然很难可我也会做到的,一定会做到的 对付少严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也是我的事 我和少严是已经视同水火,不是他灭我,就是我灭他 弟弟 玉池西月心中一暖 虽然他们俩都清楚杜劫成天仙何等之难,可是现在这姐弟俩都不会说这事 至少,他们姐弟俩有决心 我们姐弟一起联手,灭掉少严是 纪宁握着表姐的手 对一起联手,灭掉少严是 玉池西月也激动点头,我们姐弟齐心,齐力断金 姐弟齐心,齐力断金 纪宁也重重点头 在这一天,这一刻 在珍宝会还在持续的时候,在浮云仙人还在街道上等待纪宁欲要刺杀的时候 玉池西月和纪宁这对姐弟真正心连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仇敌,少严是 在两只巨大青丸的牵拉下,环绕着金色火焰的仙念也飞了起来,飞行在天宝山内,仙念一旁有着些仆丛,周围更是有着一大群金甲晋军护卫着 西月郡主,纪宁二人却共坐在仙念之上,白水则趴在一旁小青则是环绕在纪宁手臂上 之前西月郡主拉着纪宁要做仙念,那些女兵仆从还开口觉得不妥,担心纪宁行刺郡主 不过郡主一意孤行,他们自然没有办法 在王兜中拉拢一些天才,共同乘坐车面太常见了 西月郡主传音道,难道邀请一个天才,我坐在仙念上,你在下面跟着飞 这也太不尊重爵士天才了 对吧 纪宁无奈一笑 你就别住应龙卫总部了 虽然那里安全,可那里人多眼杂少严实的应龙卫们肯定会监视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发现 还是住在我颜王府上绝对没人会骚扰你 西月郡主传音道 嗯 纪宁点头 虽然之前的计划是在大夏王兜期间住在应龙卫总部应龙神山,那里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毕竟应龙神山比天盲殿都高少许,应龙神山中隐藏着的武力那也是无尽害人的,连天仙老祖都不敢去乱来的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自己遇到了表姐,去的又是大夏皇族的一座王府,自然也无比安全 这金甲禁军,有两个是仙人 纪宁传音问道 弟弟真是了德 对,这一百金甲禁军,其他九十八人都是元神道人,还有两人都是散仙 这乃是大夏皇族进军中绝对的精锐,原本是赐予外公的,外公又命令听我指挥,我这次仅仅带出来两个小队 每个小队都是由一名散仙,四十九名元神道人组成,可形成道兵大阵 两支小队联手,便是来几十个散仙也难以攻破 西岳郡主传音道 纪宁为之惊叹 大夏皇族出手果真非凡 到时候只需派出一支小队,即可灭掉你说的那雪龙山 西岳郡主眼中闪过一丝力芒,我让外公提前和安禅北山市说一声,安禅北山市绝对不会多话 一个连的仙散仙都没有的宗派,灭了也就灭了 纪宁点头,之前在楼阁内也谈到了玉池山市被雪龙山的人杀死,鱼洞,水溢自己已经杀死 还剩下一个东西市在雪龙山上 自己之前因为被少阎市追杀,绝对不敢在雪龙山厮杀逗留,一旦被包围那就完了 灭雪龙山 对纪宁而言有些麻烦 可对西岳郡主,却要容易得多 怎么还不出来 在街道上等待许久的浮云仙人皱眉,她已经在这等了好久了 搜 忽然有一名青衣仆从从天宝山总部出来,连传音道 前辈,纪宁出来了,不过是跟着西岳郡主 西岳郡主 浮云仙人错愕 几乎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只见无比美丽高贵的两只青鸽神兽拉着的环绕着金色火焰 那边的仙面上,一名绿衣女子正和纪宁一起坐着,旁边还趴着白水泽,在后方还有着散发着强大气息的一群金甲禁军 这,这,浮云仙人完全愣住了,两头神兽青鸾 一百名金甲禁军 我,我怎么刺杀? 第303章 阎王阎王 两头神兽青鸾都足以媲美顶尖散仙,而两只金甲禁军小队更是强大,便是来十个浮云仙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这,这可怎么办? 他和西岳郡主在一起,我怎么杀他? 浮云仙人一时间有些心乱,但很快他就清醒了,西岳郡主乃是女子,且之前和这纪宁素不相识。 这次仅仅是初见,拉拢纪宁这才乘坐一亮仙年,想必很快他们会分开,纪宁回自己的住处,西岳郡主也要回王府。 追! 一旦他们分开,我就杀了纪宁。 浮云仙人立即传音命令手下,让手下们跟踪,他则是远远的在后面跟着,以防被发现。 少言式的探子巧然跟踪,却发现纪宁和西岳郡主竟然一直没分开。 青鸾拉仙年,呼啸飞行,一直来到了阎王府。 走! 玉池西岳下了仙年。 纪宁也带着白水泽下了仙年,和玉池西岳一道进入了王府。 前辈,纪宁和西岳郡主都进了阎王府。 探子立即去禀报。 什么? 进王府? 纪宁进了阎王府? 浮云仙人不敢相信,再去盯着,我就不信他不出来,一出来立即来禀。 是! 探子又去盯着了。 阎王府占地广阔,却比较冷清。 因为一般的王爷都会有很多亲近的族人,可阎王的亲人就西岳郡主,一个,使得王府也冷冷清清,不过阎王毕竟刚刚成为天仙,相信过上千年,万年,这座阎王府就会变得无比热闹了。 王府很大。 西岳郡主笑道,很多地方都没人住等惠尔我陪你好好挑挑。 都说在大厦王都定居很难,一般的修仙者都住不起。 晋宁笑道,没想到我晋宁竟然能够随便挑,看来我运气真不错。 西岳郡主也笑了。 二人一路谈笑走着。 一旁跟随的两名女兵仆从却很惊讶,他们家郡主是非常孤僻的,很少有谈得来的朋友。 即便有几个谈得来的也都是女子,和一个年轻男子谈得如此开心,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 西岳,将晋宁带到我这来。 一道声音在西岳郡主脑海中响起。 走。 西岳郡主道:"我外公要见你。 阎王要见我。 晋宁感到一阵紧张明知阎王是有非敌,可毕竟对方是天仙。 晋宁可从来没见过天仙老祖呢。 或许当初在地府见到的崔府君是天仙或者是比天仙更强的存在,可当初晋宁仅仅仅是个凡人魂魄,崔府君当时也完全收敛威压,晋宁根本意识不到崔府君,是何等强大。 现在不同。 晋宁现在也是修仙者了,神魂更是媲美的仙散仙,更加能够明白天仙的强大。 走吧。 西岳郡主笑着拉着晋宁的手。 拉手。 身后的两名女兵仆从眼睛瞪得滚圆难道郡主喜欢上晋宁了? 他们俩乃是贴身女仆,虽然震惊却也不可能将看到的说出去,每一个贴身是从那都是须发出天道誓言的。 很快。 西岳郡主就带着晋宁来到了一座雅致的山峰上,阎王府占地千里,内部自然也是有着一些连绵的山峰,甚至有着河流湖泊。 这关天山是外公最喜欢来的地方。 西岳郡主说道同时也禁止仆从上山,平常也就我能上山。 哦! 晋宁点头。 小青和白叔在山下未曾上来,毕竟阎王只是要见晋宁而已。 山峰之巅,一棵弯曲的老树生长着,在旁边有着一亭子,亭子内有着一桌,一凳,一人。 这是一名高大魁梧男子穿着一身黑色长袍默默独自一人坐在那饮酒,摇看无尽景色。 这一刻,天、地、人,宛如一体。 外公! 西岳郡主喊道声音打破了瓶颈。 这男子这才起身,转身看了过来。 他身高约有八尺,眉毛乌黑甚至浓得有些过分,眉毛下的一双眼眸正看着晋宁。 晋宁也正看着这位阎王。 华! 周围一切都消失了晋宁只感觉了无尽的尽力。 晋宁的煞气,铺天盖地的煞气甚至这股强烈的煞气让晋宁都有些心计,晋宁神魂强大,道心坚定,剑魂迅速稳固自身,很快就从这种状态脱离出来。 晋宁看着眼前的男子,好一个阎王,他根本未曾刻意攻击我,仅仅是将自身修炼所蕴含的煞气显露,就让我差点迷失。 表姐说他外公资质一般,甚至都没有得到大夏皇族的重视,可是他外公却敢用邪魔之术,令心魔更加可怕来磨练自己,这是一个很疯狂的家伙,正因为他的疯狂,明明资质一般,定是能成为天仙。 晋宁很清楚,整个大夏王朝都是百万年难得出一个天仙。 阎王资质在帝仙当中算一般,却能成天仙。 定有他的可怕之处。 不谈别的,单单眼神中蕴含的煞气,晋宁就明白,眼前这个那人肯定有着很可怕的经历,否则不至于煞气如此之强。 晋宁见过阎王。 晋宁恭敬行大礼。 不错,你修炼三十年,道心却不受我煞气惑动,瞬间就摆脱了。 阎王微微点头,淡然笑道,厉害,厉害。 晋月郡主惊诧,外公,你夸他两次厉害。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夸人呢。 晋月,难道你不知道你外公我的外号? 阎王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你是说阎王。 晋月道。 晋宁则是露出疑惑之色。 是地府阎王的阎王。 晋月解释,我也不知道外公怎么会有这一外号。 正因为我从杀戮中走上天仙之位,正因为我煞气够强,否则怎么能被称为阎王。 阎王得意笑道,在唯一的外孙女面前她依旧像普通人一样该笑就笑,该得意就得意该不高兴就不高兴。 阎王看着晋宁,所以你能不受我煞气影响,很厉害了。 我知道你和晋月是表姐弟。 阎王点头,我也知道你们和少颜氏都有仇,可少颜氏根深蒂固,不是能随便搬得动的,晋月甚至都没有公开她真正的姓氏。 不过晋宁你和少颜氏算是对上了,平常你还是要小心些好。 晋宁点头,我明白。 外公。 晋月郡主连道,你不是说少颜氏的玄机老祖,非常宠溺少颜农一定会为少颜农报仇吗? 嗯,我说过。 阎王点头,那玄机老祖的确是个蛮不讲理之人,我虽然疯狂,却还讲理。 可他不讲理,所以必须得小心。 你麾下不是有金甲敬畏们,分一只给我弟弟吧。 晋月郡主连道。 晋宁一正。 表姐事先完全没说呀。 金甲敬畏。 阎王皱眉西月,金甲敬畏是我大下皇族的敬畏,一般有皇族身份才能带着敬畏的,你是郡主,所以带些敬畏就罢了,晋宁她也带敬畏着。 外公。 晋月郡主提道:"皇帝陛下将金甲敬畏赐于你,不是任你安排吗?我又不是让所有的金甲敬畏都保护弟弟,仅仅安排一只小队而已。大下皇族的法规上可没规定,金甲敬畏只能保护皇族。 阎王摇头无奈一笑。 的确。 大下法规是不可能规定金甲敬畏只能保护皇族的,毕竟皇帝陛下麾下也有一些重臣,或者需要拉拢的一些厉害的独行侠之类的。皇帝为了以示恩宠也会安排些金甲敬畏去追随的。 好吧。 阎王点头我便安排一只金甲进军小队,最多背后有人嘀咕罢了。 谢谢外公,外公你最好了。 西月郡主抱着阎王的手臂,心腻得很。 哈哈哈哈。 阎王笑了。 也就在这外孙女面前他才能感觉到温馨的亲情。 在其他人面前,他依旧是传说中的阎王。 还不谢我外公。 西月郡主连看向纪宁说道。 谢阎王。 纪宁连道。 嗯? 阎王点头笑道。 去吧,在我这你也拘谨得很。 西月给你弟弟好好安排下。 王府大得很,让他随便挑挑一个地方好好住下。 在我这王府内,绝对没谁敢闯进来的。 外公,我就先走了。 西月当即拉着纪宁,很快就下了这座观天山。 阎王看着西月郡主,纪宁下山,轻轻点头,西月明显开心多了,她被仇恨压在心头太久了,还是亲情能够让她变得开心。 阎王随即转身又坐下,独自坐着,端着酒杯,看着这片广袤的天地。 在一片湖泊前的杂草地上,纪宁点头,就这吧,我就住在这。 在这。 西月郡主惊愕,可是这里就是一片荒草地,根本没有任何住处啊。 我们王府住的地方多的是,你住在这荒草地。 你看! 纪宁一挥手。 华! 顿时一座巨大的美轮美奂的仙府出现了,亭台楼阁,凋梁化洞,宛如金玉铸就,天地元气弥漫。 好一座仙府。 西月郡主惊讶,这座仙府竟然能随身携带,价值肯定不菲呀。 嗯,这座仙府万象层次方能炼化随身携带,价值足有百万金元叶。 纪宁说道,其实这座仙府乃是黄毛大雄免费赠送给纪宁的,虽然是赠送,可纪宁却是绝对不可以卖掉的。 因为这座价值百万金元叶的仙府内部,有一片区域,藏匿着水府。 仙府中藏水府。 内部尽致重重,绝对安全无比。 百万金元叶。 厉害。 西月郡主夸赞道,也是少颜农的。 不是,是我一次奇遇得到的。 纪宁道。 我就说嘛,能杀死少颜农,元神级神魔,你肯定有过大奇遇的。 西月郡主笑着,好了,你先住下好好歇息,等到晚上在我准备晚宴,到时候你过来。 好。 纪宁点头。 好好歇息吧,你来大厦王都都没好好歇息呢。 西月郡主随即律着两名女兵仆从离去。 纪宁则是带着白叔,小青步入了自己的仙府中。 第304章 武风道来。 主人,那西月郡主是不是喜欢上你了,怎么对你那么好,还将你带到王府来。 让你住在王府。 进入仙府后,小青就忍不住咕咕瓜开始说了起来。 宁儿,这郡主对你的确是非常好,我感觉她应该是真心的。 白水则也说道。 纪宁一笑,没多说。 表姐叫玉池西月乃是大秘密,表姐也未曾泄露给仆从,灵兽,纪宁自然也不会泄露,虽然灵兽是绝对忠诚,但是有时候,并非说不想泄露就一定不会泄露的,比如玉池氏族人不一样被搜魂搜出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夏王都立足。 纪宁道,接下来就安心住在阎王府,等待那仙缘大会吧。 宁儿,你之前在天宝山总部力压其他各方,花费五百万斤原液买下孔雀羽,相信消息很快会传开,大夏王都知道你的人会越来越多,恐怕很快就会一些大部族邀请你。 白水则道。 纪宁点头,这也是之前自己的计划。 之前自己想着找一方势力,好借力抵抗少言是。 没想到自己竟然碰到了表姐。 多认识些和少言是有仇的不足,也没坏处。 纪宁道,白叔,小青,我先去静室修炼一番,没重要事情不要叫我。 随即纪宁便直接去了自己的静室。 而水斧,便隐匿在静室中。 华! 纪宁一进入静室,静室内还有一扇门,推开一扇门,便直接来到了广阔的水斧的大殿大殿内那一个个巨大蒲团摆放着。 黄毛大雄正在大殿中,笑看着静宁,这言王为人的确不错,刚才他的心石扫过整个王府,也扫过了这座仙府,发觉仙府有层层进之后却也未曾心石刻意渗透进来。 心石,乃是神石更高一层。 修仙者其实主要分两个阶段。 天劫前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苦苦煎熬,经历三灾九劫,危险重重,这个阶段的神魂一直是的。 即便是成为元神道人,神魂进入元神中,也仅仅是得到元神的孕育。 神魂依旧是的。 本神魂完全可以二分,分开的神魂可以练就出第二元神。 度过天劫天劫之后便是第二阶段,经历天劫后,神魂元神才真正合一,不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刻才是一种质变,同时也会出现心石。 一种比神石更加厉害的力量。 一种能隐隐触摸明明中命运的力量。 这王府毕竟是他的地盘,有些天仙对自己地盘内都会仔细查探甚至竭力去查看。 阎王却未曾刻意再度尝试。 黄毛大雄点头赞叹,显然对这个阎王颇为赞赏。 如果阎王硬是心石查探呢? 纪宁问道。 我可以强行隔绝。 黄毛大雄道,我也可以让他心石渗透进来,让他自以为查探到了,实际上却错的离谱。 纪宁点头。 随即盘膝坐下,一番手面前出现了五根羽毛,散发着强大波动的羽毛,波动之强烈甚至不亚于一般的先接法宝令周围的天地都隐隐开始凝固,不过和牵牛剑相比却要差些。 真可惜,一头凝聚出五行为雨的孔雀,死在了反须境界。 如果能渡过天节,恐怕会引起三界大能者出手擒拿荡座坐骑吧。 黄毛大雄凯叹,越是逆天的神兽渡过天节就越难呢。 当坐骑。 纪宁无奈,好可怜的神兽竟然是坐骑的命。 纪宁随即中出了双手,开始吸纳这五根羽毛中蕴含的五行精华。 施展的法门,纪宁双手掌心都出现了摘星神纹,神纹发出光芒,这圆形的摘星神纹旋转着,隐隐产生滔天的犀利,只见五根蕴含着五行精华的羽毛竭力抵抗着,不愿内含的五行精华流失。 可他一死误,又怎么抵挡的过法门,渐渐的一缕缕精华从五根羽毛上飞出,金色的,青色的,水蓝色的,火红色的,深黄色的,五色精华不断飞出,不断的飞入纪宁的一双手掌当中。 渐渐的纪宁全身也泛起了一阵阵的波动。 时间流逝这五色精华源源不断飞入纪宁手掌,持续了许久,纪宁终于收回了双手,停止了吸纳。 够了。 纪宁吸纳足够的五行精华后开始运转起法门,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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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双手掌进阶放出耀眼的五彩光芒,光芒无比的强烈,一双手掌已经不似凡物,就仿佛法宝,强大的波动甚至远远超过天阶法宝。 渐渐的五彩光芒旋转融入掌心,化为混沌之色,跟着纪宁掌心的圆形神文中又多了些复杂的图案,令神文越加复杂,蕴含的波动也越加让人心惊。 六转摘星第二转,成了。 纪宁露出喜色。 呼! 纪宁一握拳。 轰! 轰! 双拳都令空气炸裂,五行孔雀为雨凝聚的天地都被震得气流混乱。 我这一双手,简直比天阶法宝都强大得多,都能媲美仙阶法宝了。 纪宁感叹,从第一转到第二转,的确是大的跃升。 练就了第二转,我神魔练体才真正爆发出它应有的威能。 其实真正的摘星手,就是将手荡成兵器的。 在当初传承中,纪宁看到的一幅幅画面,都是三兽道人直接用手进行攻击。 三兽道人仅仅一只右手,却比任何法宝都可怕,他根本无需法宝,手就是最强的法宝。 而纪宁却是手握着剑的。 纪宁,练成第二转,你摘星手也达到了你现如今神体所能承受的最高层次了。 黄毛大雄点头夸赞道,加紧修炼,你现在才第十一众,你如果修炼到第十二众。 上了仙缘大会,你把握就大得多了。 前辈,我在仙缘大会上用摘星手,会不会暴露? 据说仙缘大会会引起一些三界厉害人物观看。 纪宁道。 放心吧,你只要不显露摘星神文,你用再多次,他们也看不出来。 黄毛大雄笑道,最多认为你有厉害的神通、秘书, 或者认为你的兵器北宁剑威能很强。 他们根本无法推测出你这门神通的真正威能。 纪宁点头。 没有哪个大能者看一眼,就能猜出你的神通的。 黄毛大雄道,除非像这种技巧性的,或者这种瞬间身体变得无比巨大,一眼就看能看出的。 否则其他神通大多都根本难以判定。 嗯? 黄毛大雄皱眉,有人来了。 纪宁也感应到了。 有一仆从来到了自己的仙府门口外。 我去瞧瞧。 纪宁道。 嗖。 纪宁很快就来到了仙府门口,仙府门口正有着一名仆从恭敬道,我王府门口有一个自称五丰仙人的矮子老者,要见大人。 五丰仙人? 纪宁一正,当即连道,好,我知道了。 沿王府正门外。 穿得有些邋遢的矮子老者正在沿王府外等着,这时纪宁出现在了门口,惊喜道,失足。 纪宁。 五丰仙人也笑了。 速速进来,失足。 纪宁连引领,到我那。 好。 五丰仙人点头。 浮云仙人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刺杀纪宁的良机。 前辈,纪宁到王府门口了。 要出来了吗? 浮云仙人期待激动。 不,他又进去了,好像接一个矮子邋遢老者。 给我继续盯着。 浮云仙人有些急了。 因为当初他立下天道誓言,必须三日内杀死纪宁否则就魂飞魄散,如果纪宁躲在阎王府中三日不出来,那么浮云仙人只能魂飞魄散。 纪宁带着五丰仙人直接回到自己的仙府中,准备仙酒、水果。 师祖怎么会知道我在阎王府? 纪宁笑道。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五丰仙人道。 专门找我。 纪宁惊诧。 五丰仙人点头,对,你师父殿才仙人在出去闯荡之前,曾经请我们帮你一把。 我黑白学宫无法帮你直接对抗少言是,我们能做的只有,将学宫内的一些秘籍送来给你。 我们一直要送给你,可一直找不到你。 之前才刚刚得到消息你出现在了大夏王兜天宝山,等我到了大夏王兜天宝山找了一圈,才知道你进了阎王府。 我将你修炼的炼气法门,和神魔炼体第三卷也带来了。 五丰仙人道,还有我学宫内的神通、秘术,进阶带来。 你一一观看记忆,看一本,毁掉一本。 说着的同时,周围就出现了足足三十六杆阵棋,阵棋漂浮,一阵阵光芒环绕周围。 便是天仙也休想窥视。 五丰仙人看着纪宁,你赶紧看吧。 说着先帝上。 纪宁愣愣的。 五丰仙人从安禅峻赶来就是为了宋神通,秘术。 别发呆了,你是我黑白学宫弟子,本来就该修炼。 所谓的黑白丹其实只是想要你们好好磨练,总不能天上掉馅饼,对吗? 五丰仙人感慨,我们黑白学宫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第305章邀请 纪宁眼睛一酸。 在杀死少颜农后,纪宁已经没有奢望过黑白学宫在帮自己这个弟子,对黑白学宫纪宁其实是有些亏欠的,因为自己,黑白学宫和少颜氏的关系肯定僵化,所以纪宁只想着自己独自去和少颜氏对抗。 师父,师父他出去闯荡了。 纪宁担心道。 嗯,你的事,你师父根本无法帮你,这对你师父刺激很大,而且他自认杜天杰没把握,所以要出去闯荡魔力。 五丰仙人感慨道,然而世间之事,哪能事事如人意呢? 你师父他太死心眼了。 纪宁没有吭声。 赶紧看吧。 五丰仙人将水源柱放在纪宁手中。 嗯? 纪宁点头,心中再多的心思,实力不够也无用。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要的都是将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中。 纪宁心中那强烈的渴望,也令他求道之心愈加坚定。 纪宁翻看着水源柱下卷,仔细记忆着。 进阶记忆完后。 纪宁手中出现了火焰直接焚烧掉了书籍。 接着五丰仙人又递来了赤明九天图第三卷。 水源柱全本,赤明九天图第三卷,法天相帝全本,雷电神眼全本,万毒者全本,三头六臂全本,黄心眼全本,汉神术全本,弥神术全本,灭神术全本。 这便是五丰仙人带来的,几乎将黑白学宫中适合纪宁的最重要的神通,秘术进阶带来的。 看一本焚烧一本。 有些神通的超本足足十余本,作为修仙者的记忆力自然惊人,纪宁也一直记忆到了第二天早晨凌晨才完全记忆下来。 当然中途纪宁带着师祖去参加了玉池西月准备的晚宴。 不必送了。 王府门口,纪宁送着要离去的五丰仙人。 纪宁啊! 五丰仙人看着纪宁,笑道:"昨天的晚宴看来,阎王对你非常看重。 他可是天仙老祖,都如此看重你。 你可要好好努力。 我黑白学宫能够给你的帮你的。 都给你了。 我现在也适度一次栽结算一次,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真的很想我黑白学宫的弟子中能有一个成为天仙,你师父在拼,你也得拼啊。 闻! 纪宁点头。 在大厦王都,你一个人要小心。 五丰仙人咧嘴一笑,你既然要去仙缘大会,就狠狠拼一把。 如果你能败到三界的大能者门下,到时候那少言是肯定会傻眼的。 闻,拼一把。 纪宁点头。 好了,我走了。 五丰仙人转头就走,拿着九葫芦,逍遥自在的狠,很快就消失在了纪宁的视野中。 纪宁深吸一口气,这一刻,纪宁对黑白学宫的归属感无比的强烈。 我纪宁不管世道哪一天,都是黑白学宫的弟子。 纪宁默默道。 随即纪宁转身回了阎王府。 前辈,纪宁到王府门口了。 出来了。 拂云仙人急切连道。 他又进去了。 拂云仙人脸上都难掩焦急之色,鹤道,再去盯着。 虽然他是散仙。 虽然他耐心极好,可是他在玄机老祖面前立下天道誓言的。 必须三天内杀死纪宁。 现在都过去一天半了。 拂云仙人焦急道,纪宁啊纪宁,难道你准备一直在王府? 那我就死得太冤了。 阎王府,水府大殿内。 纪宁,那个叫武风的虽然送来不少神通,秘书。 秘书就罢了,随你,可那几种神通中万读者不要修炼。 绝对不要修炼。 黄毛大雄道。 啊? 纪宁惊讶,这万读者可是我黑白学宫堪称最厉害的一门神通,和黄心眼兑换所需黑白丹都是最多的。 而且神通呢。 多多一善。 应该没事的吧。 黄毛大雄摇头,对,是多多一善。 可是修炼神通不需要分散你的心力。 耗费你的时间。 而且万读者需要超过上万种奇毒来修炼神通,寻找那么多奇毒,大家很高,而且一种种剧毒融入体内,也非常麻烦。 吃力不讨好。 且神体越加纯粹越好,将那么多毒素融入体内有个屁用,等到将来你成了天神后,恐怕还要主动驱逐毒素,废掉这门神通。 纪宁愕然。 那其他神通呢? 纪宁连问道。 法天象第三头六臂是三界中的一些神魔们几乎都修炼的神通,虽然最常见,却也很实用。 黄毛大雄道:"你肯定要修炼,至于其他的吗?你之前不是得到五雷金刚吗?这五雷金刚和雷电神眼都可以修炼,彼此倒是可以互补,令二者威能都可以更强。 而且雷电神眼实际上是一部三界中顶尖的大神通雷神眼的基础。 纪宁笑道:"家有一老,果真如有一宝啊。嗯,所以你这小娃娃对我也得多客气些。 黄毛大雄得意道:"你说的三界顶尖大神通雷神眼有多强?" 纪宁好奇问道:"在三界无数神通中能排在前一百吧,比摘星手要差一个层次。 黄毛大雄道:"可也很厉害了,能将雷神眼完全修炼成的,个个都是三界中风云人物。 纪宁点头。 之前的一年多时间,自己已经将五雷金刚一念成兵三头六臂都修炼到了一个极限了。 离仙元大会还有一年有余,我得将雷电神眼弥神术灭神术都修炼有所成。 纪宁暗暗道:"开。 纪宁站在水府大殿中一声大喝,只见他的眉心分开,出现了一束眼,一道雷电霹雳霹在远处的大殿地面上。 嗯?有人? 这天都没黑呢,晚宴还没开始呢,怎么有仆从过来。 纪宁心意一动,眉心的雷电神眼立即闭合,此刻的雷电神眼神通刚刚入门,可威力已经不可小觑了。 纪宁来到了仙府门口,白叔,小青也跟着过来了。 何事? 纪宁问道。 门口的女兵仆从笑道:"郡主请公子过去。 哦!" 纪宁点头:"白叔,小青,我去去就来。 很快纪宁来到了表姐的住处。 表姐正坐在亭子内,手中则是拿着泛着金色的兽皮卷。 都退下。 玉迟西月吩咐。 整个园子中很快只剩下纪宁和玉迟西月二人。 弟弟,你之前在天宝山置下五百万斤原液买下那孔雀羽,消息传开,大夏王都中知道你的人可多多了。 玉迟西月将手中的金色兽皮卷递过去,所以现在就有人邀请你赴宴了。 纪宁接过来一看。 砖水市。 纪宁眼睛一亮。 大夏王都内各大势力的情报纪宁也购买了,虽然知道的不够详细,可大概还是知晓的。 砖水市和少颜市乃是死敌。 而且砖水市要比少颜市更强大。 玉迟西月笑道,传说在神魔时代,砖水市也率领了大群的部族,夏芒市也率领了大群的部族。 夏芒市和砖水市也斗了很久,最终砖水市才沉浮。 纪宁惊叹,这密室自己倒是不知。 砖水市在神魔时代都称帝国。 玉迟西月感叹,即便是现在沉浮了,砖水市也是大夏王朝排名前三的部族。 纪宁这点倒是知晓。 大夏王朝排在前三的部族,分别是大夏皇族夏芒市。 这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 排在第二第三的就是砖水市,黑神市。 砖水市和少颜市有大仇,第一个邀请我的果真是他们。 纪宁笑道,对了,这里面也邀请了表姐你,要不表姐今晚也随我一起去吧。 我就不去了,虽然上面也请了我,可只是顺带着罢了,我一向不愿和他们掺和。 玉迟西月摇头,你不必勉强我。 就不为难表姐你了。 纪宁点头。 当天傍晚时分。 纪宁带着白水泽,小青来到了王府正门外,外面那五十名金甲进军已经聚集。 见过公子。 为首的进军队长承宇仙人道。 麻烦承宇道友了。 纪宁道。 算不上麻烦,我等奉言王之令,自当竭尽全力保护公子。 承宇仙人说道。 纪宁随即一挥手,顿时一艘大船出现,这是一艘古朴却微能隐隐的大船,这艘大船是居华仙人遗留的宝物中的一件,乃是一件傀儡战船,价值比少颜浓的那黑龙车面还要高尚不少。 走。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上了大船。 哗哗哗。 一众金甲禁军也进阶上了战船,这些金甲禁军们非常熟悉的迅速站在船弦旁,个个警戒着,扫视着远处。 哗。 战船当即碾压着气浪,直接朝此次砖水是邀请济宁的所在地,一处同样算得上顶尖的享乐之地水云楼飞去。 搜。 浮云仙人出现在了半空中,摇摇看着那一艘巨大的战船飞远,特别是战船上站着的那一个个金甲禁卫更是让他烦躁。 三天之期越来越近,他总算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还带着一支金甲禁军?带着金甲禁军让我怎么杀他?浮云仙人眼中有着无尽交集,他是真急了,他真的不想因为没机会动手,导致时间到了天道惩罚直接魂飞破散。 那就太冤了。 第306章 水云楼 水云楼,整个建造在一巨大的九阳湖之上,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云楼。 一艘古朴大船碾压着气浪。 飞到了水云楼下。 可是济宁宫? 水云楼外早有人专门等待了。 济宁率领一众金甲禁军下了大船,挥手收了大船后便走到了那名早就在等待的穿着白袍的一名青年模样的元神道人面前,开口道:"我就是济宁。奉我家公之命,在此等候济宁宫,济宁宫请随我来。 这白袍青年看了看济宁身后的一众金甲禁军,不由眼皮跳了跳,能够带着金甲禁军出行的,那可都不是一般人,绝对是有背景有靠山的。 像那些重臣大臣,靠山是大夏皇帝,所以才被赐予金甲禁军。而大夏皇族中一些受重视的帝,才可能被赐予金甲禁军。济宁携带金甲禁军,就是因为背后有阎王。 这水云楼当真是气势恢弘。济宁手臂上缠绕着青色小蛇,身侧跟着雪白大狗,身后则是一大群的金甲禁卫,浩浩荡荡行走在水云楼内,他们个个走时候都是遇风而行,飘忽间便是树里下去。 那带的白袍青年笑道:"这水云楼,乃是我专水士耗费无尽财富,又花费足足年多时间才打造而成。在打造成之后,又耗费漫长的岁月,不断的精心雕琢,如此,方有现如今的水云楼。不愧是专水士,厉害,厉害。济宁夸赞道:"这是一个曾经和大夏皇族下芒式争天下的一个强大部族,这一方大世界中绝对排在前的部族,底蕴之深,简直深不可测,单单看水云楼, 头上随便移动建筑上的阵法尽致之多,恐怕就能媲美一些顶尖大宗派的山门了,这水云楼作为砖水士在大夏王都最大的一座商业之地,砖水士的确耗费了无尽心力。济宁这夸赞也是发自心底。 白袍青年听济宁夸赞,也不由笑着,随即道:"我家宫就在前面,早就准备好酒宴,就等济宁宫你了。看来我来晚了。济宁笑道:"很快,沿着一条长长的悬空的长道。走在这条长道上都能俯瞰到下方烟波浩瀚的湖水,而那弥漫的无尽雾气。 沿着道就走到了一栋足有千丈高的巨大楼阁,这楼阁乃是的,和整个水云楼仅仅有一条长道相连。正门处有着两名仆丛在看守着大门,这两名仆丛进阶都是万象真人,他们一看到白袍青年便立即打开了大门,恭敬非常。 恭就在里面。白袍青年笑道:"这里也僻静些,且能够看到无边九阳湖的美景。济宁绿着一众金甲进军走了进来。跟着大门就关上了。 哈哈哈哈,济宁凶荡真是不凡,前不久刚刚花费五万金元叶买下孔雀与明传王都,现如今进了阎王府没多久,竟然就已经带着金甲进军出行了。这让我不佩服都不行,佩服得无体投地啊。 屈哥,你呢?一道略显轻挑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名穿着宽松白袍的少年,长发紧紧随意竖着,赤着脚便走了过来,他的一双眼睛也似罪非罪,朦胧得很。脸上却是满是笑容热情迎接。在他一侧却是穿着黑衣高大魁梧的青年,这高大魁梧青年点头,的确佩服。 阎王出了名的不近人情,冷酷得很,被他看中的年轻人还少得很,纪宁兄短短一两日功夫就能带着金甲进军出行。的确了得。 这二人,白袍赤脚少年显得轻挑,却也洒脱得很。另一黑衣高大魁梧青年则是有着一股凌厉气势。在这二人身后还跟随着一男一女。 两位谬赞了。 纪宁笑道,此次的邀请是砖水小楼发的,纪宁自然也知道大夏王都四公之一的砖水小楼,眼前这白袍赤脚少年就是砖水小楼,他和少颜农虽然都名列大夏王都四公,可是少颜氏和砖水氏乃是死敌,这二人自然关系也非常僵化。平常斗也也狠。可不管论手腕,论自身实力,论人脉,论不足,砖水小楼都要比少颜农强一头。 纪宁兄 白衣赤脚的砖水小楼热情拉着纪宁的手,来,我给你介绍下。 砖水小楼指着旁边这位黑衣高大青年,这位便是天农市年轻一代的真正的爵士天才,天农曲哥。 曲哥不像我,我是经常出入各种聚会,可曲哥却低调得很,一心埋头修炼,也经常闯荡魔力,甚至都很少在大夏王都。 这次也是因为大会,他才赶回大夏王都,又恰好听闻了纪宁你的事,颇为好奇,此次特地和我说,想要和你见一面。 天农曲哥 纪宁暗暗吃惊 此次大会最有希望得到第一的众多人选中,虽说夏芒子山,苍无旧,母传真人等一个个呼声高,可天农曲哥虽然相对低调得多,却毕竟乃是天农市年轻一代领头人物,也是被认为足以排在前一,甚至有可能爆发出超强实力的爵士天才,毕竟他低调了,谁也摸不准他现如今的实力。 纪宁兄 天农曲哥笑道 曲哥兄 既然人家都如此亲切的喊自己纪宁兄,纪宁自然也不会见外,如果自己傻乎乎的喊曲哥道友,只会被别人认为不给面。 来来来,我再给你介绍一位也是参加此次大会的。 砖水小楼指着身后一名男,这男穿着一身紫衣,皮肤白皙俊美无比,眼神甚至都显得有些妖艺,这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好友,萧郎,那可是绝对的一等一风流人物,在大厦王都,都有不少年轻女芳心暗许,想要嫁给萧郎呢。 他就是萧郎。 萧郎按道,这个萧郎在情报中也有记载,是个很风流,且性格甚至有些扭曲。 当然在天宝山情报的认定中,萧郎也就属于被稍微提了下的人物,还无法和天农驱哥相比。 见过萧郎道友 萧郎看着萧郎,似笑非笑。 拱手道 萧郎道友 萧郎点了下头 一旁天农驱哥也笑着道,我也有一位好友,是我在外闯荡时结识,此次随我一起来大厦王都。 也是要参加大会。 说着在他身侧的那名红衣妩媚女走上前来,波炎见过纪宁道友。 波炎道友 纪宁也道 砖水小楼,天农驱哥,萧郎,波炎,这让纪宁暗自惊叹,这四人可个个都是非凡。 萧郎此人风流 且性格扭曲 脾气怪异 波炎乃是北海中颇为有名的人物,只是他的名气,更多是燕鸣。 走,我们都到那边坐下。 砖水小楼道 金甲晋军以及小青,白叔都到一旁坐下,也有些研习专门给他们准备。 而砖水小楼,天农驱哥,萧郎,波炎,纪宁五人则是走到了一处。 五人分而坐下。 我本想纪宁兄住到我砖水府上去的,谁想这么快,纪宁兄都住到阎王府了。 砖水小楼感慨万分,随即笑道,如果纪宁兄有什么住得不愉快的,可以随时搬出来,住到我砖水府上去。 阎王待我非常好,也非常看重我,更赐予金甲晋军,我岂能辜负阎王。 纪宁笑道。 这也是他和表姐商量的措辞,对外只是说。 阎王很看重纪宁。 是啊。 砖水小楼点头,他也不认为能拉拢到纪宁,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咕。 坐在一旁的萧郎却是直接端起酒盏直接引下,这个纪宁才修炼仅仅十年,又能厉害到哪儿去。 不过是因为杀死了少颜农,得了大量宝物,而后又花费五万金元叶买了孔雀羽。 这才宁传大夏王都,他的运气倒是好。 令西岳郡主看重他,将他带到阎王府。 以阎王宠溺西岳郡主的姓,恐怕正是西岳郡主要求,阎王才令一直金甲晋军跟随这纪宁的。 萧郎狠瞧不起纪宁。 他闯荡多年,宁气可比纪宁大多了。 此次也是欲要在大会上展露光芒。 纪宁。 一个靠杀死少颜农出名的小家伙罢了。 靠一个女人才让阎王看重罢了。 其实萧郎内心中也是有着妒忌的,因为纪宁能够拿出五万金元叶,而他萧郎是远远拿不出的,纪宁能够带领一群金甲晋军是何等的威风,他虽然也住进了砖水府,可哪里集得上纪宁这般威风。 走运的小,没点实力,时间长了终究会被人发现你的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萧郎在那喝着酒,都懒得和纪宁谈。 萧郎本就孤僻性格怪异,其他人也不会见外,修仙者中脾气怪得多了去了。 纪宁,砖水小楼,天龙居哥,波炎倒是谈得挺开心。 纪宁,这次水云楼刚刚买了些一族,都是来自一个小世界的,那小世界颇为特殊,里面的生命也就千奇怪,这两个已经算是那小世界中实力颇为强大的,都有着媲美万象真人的实力。 砖水小楼指着中央那长大的场地内,此刻已经有人开始抬着巨大的铁龙进来了,只见两个铁龙内,其中一个铁龙内有着身高约有丈的金发巨人,另外一个铁龙内则是有着尸斑下半身,人的上半身的一组。 且看看这一组厮杀,算是助助性。 砖水小楼拍了拍手。 顿石滑 那中央杖的场地立即升起了封禁大阵,封禁大阵内两个铁龙咔嚓自动开启,里面的紧紧穿着兽皮裙的金发巨人和诗人都冲了出来。 第307章挑衅 砖水小楼,晋宁,天龙驱哥等人都端着酒盏边喝边看着中央场地上的进行的一场厮杀。 封禁大阵内,金发巨人,诗人冲出囚笼后都仰头发出了咆哮,虽然咆哮声经过封禁大阵的阻碍根本没传出来,却能够看到空气的炸响。 这肉身倒是挺强,应该是比较低劣的神魔炼体法门。 波炎仙子一笑,顿石百魅声,却让那金发巨人,诗人嘟愣愣看着封禁大阵外那个娇媚的女人。 波炎仙子这魅惑可是连一族都难党啊。 砖水小楼笑着。 很快金发巨人,诗人都恢复清醒。 他们俩都死死盯着对手,自从被抓到这水云楼的那一天起,水云楼的人就已经告诉了他们,每一场厮杀你们中必须死掉一个,如果连续九场都活下来,你们就可以离开这,成为我砖水士的士兵了。 金发巨人,诗人在他们的家乡那一方小世界中,也是顶尖高手,平常也是一群仆人手下。 可自从一群强大可怕的修仙者来到他们的世界后,就迅速征服了他们的世界,他们沦为了奴隶,在被迈到这个叫砖水士的部族中时,他们更震惊的发现,砖水士中几乎一个仆人都能比他们还强大。 他们绝望了,不再抱有逃脱的希望,只能顺从。 他们的渴望只有一个,活着渡过九场厮杀,而后成为砖水士的士兵。 金海族人,受死吧! 诗人咆哮着猛的四提一灯,化作狂风便直扑金发巨人。 是你死! 金发巨人也弯腰冲了过去。 砰! 二者硬碰硬,诗人的一爪在金发巨人的胸口上留下了伤口,而金发巨人的拳头也重重砸在了诗人的头颅上,鲜血飞溅。 二人伤口都迅速弥合,继续厮杀着。 的确是神魔炼体。 纪宁点头 那一方小世界的修炼法门,都是神魔炼体。 砖水小楼说道,不过是最低劣的神魔炼体法门,据说那一方小世界忠实力最强的也就是三名大概元神层次的神魔炼体,而且他们在道上的感悟太差了,在我们大夏王朝随便派出一名元神道人,使用法宝便能轻易将那一方世界最强的那三个给收拾掉。 纪宁点头 炼气流,需要在道上达到极高的境界好掌控这原理。 而神魔炼体,对道相对而言要求就差些,当然作为最顶尖的赤明九天图,对道的要求还是高得离谱的。 可是一些比较差的神魔炼体法门,甚至一些称得上低劣的神魔炼体法门,在道上几乎没什么要求,可根基那般差,自然很难达到太高深的层次,修炼到万象差不多就是极限了,能达到神魔炼体元神层次那就是走大运了。 他们俩的近身战记忆大约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 天龙驱歌笑道。 快奋出胜负了。 砖水小楼道。 只见诗人疯狂咆哮着,一次次冲击,一次次践踏,双手也欲要擒拿。 可金发巨人明显更加灵活,呼而左,呼而右,在诗人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巨大的伤口,也消耗着诗人体内的神力。 呼! 金发巨人擦着那践踏的蹄子一闪而过,同时他的右手如同刀锋直接插入了诗人的胸膛。 哗啦! 胸口撕裂,鲜血飞溅。 砰! 诗人猛地挥动双手,金发巨人连抵挡,直接被砸得倒飞开去。 哈哈哈哈,金发巨人狂笑着,继续闪电般一次次围绕着诗人,一次次在他身上留下巨大的伤口,终于诗人的神力消耗殆尽,他的伤口无法再恢复,他的速度也开始变慢。 咔嚓! 金发巨人宛如一道金色闪电,呼啸飞过,直接抱住诗人的头颅猛地一扭。 直接将头颅给扭了下来。 单手抓着头颅,金发巨人高高举着,仿佛得胜之将军。 而诗人的身体则轰然倒地,血流满地。 哗! 封进大阵撤销,水云楼的一些仆人立即上来,迅速将地面弄干净,诗人的尸体也收掉了,很快中央的场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 禀公子! 中央场地内的一名水云楼管事恭敬道,这金发巨人已经连胜九场,按照规矩,他便是我砖水士的一名士兵了。 那金发巨人规规矩矩站在那水云楼管事一旁。 哦! 高坐着的砖水小楼笑着,倒是巧,竟然刚好连胜九场,我便赐予你一壶仙酿,好好为我砖水士效力,我砖水士定不会亏待自己的士兵。 谢上仙! 金发巨人单膝跪下,声音轰隆,声音虽然别扭些,却正是人族语言。 毕竟他也是媲美万象层次的一族,智慧也极高,学艺门语言也快。 很快金发巨人退去。 在中央的场地上又出现了一群妖魅的舞女,这群舞女们翩翩起舞,旁边也是乐声响起。 在大夏王都是这些一族彼此自相残杀,当初我刚到安禅城,那一场场赌战,我和妖兽厮杀,也和其他人族厮杀,那些妖兽,人族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必须要奉命去战。 弱者,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唯有成为强者,才能拥有选择的权利。 先有选择的权利,接下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纪宁也思索着,唯有经常反省,关照本心,方能令自己的道心越加强大。 仙缘大会,便是我脱胎换骨的一次机会,借助仙缘大会,我定要将自己磨砺的更强大。 各种表演在中央场地接连进行。 纪宁他们彼此推杯幻掌观赏,本就孤僻心中不爽的硝狼,见砖水小楼,天农驱哥都那般客气的对待纪宁,不由更加不爽。 诸位! 硝狼忽然开口。 顿时纪宁等四人都看过来,这硝狼很少说话,既然开口了,大家自然都转过头来聆听。 那些厮杀表演都不得尽兴,依我看,我和纪宁道友比试切磋一番如何。 硝狼眼中有着战意,自信十足,纪宁道友听闻实力了得,甚至都能杀死少颜农,特别是他挥下那一头元神层次神魔都被纪宁道友斩杀,这让我心中痒得很,今日我和纪宁道友仅仅只是比试切磋,如果谁觉得抵挡不住,完全可以立即认输。 我们绝对不伤了和气,纪宁道友,你觉得如何? 纪宁一正。 怎么突然要和自己比试了? 神魔香柳虽然是自己所杀,可是那是元神层次神魔,拥有顶尖散仙战力。 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肯定是纪宁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能杀了那神魔。 否则单单靠真实实力,怎么可能杀得死? 砖水小楼,天龙驱歌,波炎仙子都看着,看着纪宁反应。 不必了。 纪宁摇头道。 肖狼一听,更觉得这纪宁没实力所以没底气,毕竟才修炼三十年而已。 仅仅只是切磋,又不是生死战。 肖狼不满道,纪宁道友你名声在外,连元神神魔都被你斩杀,如今连和我切磋也不敢。 杀那元神神魔也只是凑巧,非我真正实力。 纪宁道。 肖狼暗中痴笑。 谁都知道不可能是你的真正实力。 只是今日,只要笔是切磋,定要好好叫你出个大丑。 我等都是参加仙缘大会,到时候生死厮杀一场接一场,今日仅仅只是切磋,如果切磋都不敢,还参加什么仙缘大会。 肖狼故作生气不满道,难道纪宁道友是怕了? 纪宁皱眉,这肖狼怎么如此的咄咄逼人? 我不想切磋。 纪宁摇头道,如果肖狼道友真的很想和我一战,等仙缘大会开始,再交手不迟。 仙缘大会? 那还有一年多呢? 仙缘大会那是生死厮杀,你连这切磋都不敢,还,肖狼冷笑,不屑已经摆在了脸上。 好了。 砖水小楼就没开口。 肖狼点头,我不会勉强纪宁道友的,既然纪宁道友不切磋,那就罢了。 波炎道友,要不你我切磋一番,助助性如何? 波炎仙子眉头微皱,随即笑了,还请肖狼你要手下留情啊。 放心,不会伤了你的。 肖狼道,即非你的法宝我便罢手。 这让波炎仙子心中一怒。 这肖狼果真如传说中一般的性格扭曲,说话都这般张狂。 那就来吧。 波炎仙子当即飞到了中央场地。 好。 肖狼也是身影一患,来到了中央场地中。 而原本的中央场地中的一些武女们进阶都被平退。 纪宁坐在那看着中央场地内的肖狼,波炎仙子,暗暗皱眉,这个肖狼真已为自己无敌了,现在我刚来到大夏王都,少颜是肯定想尽办法对付我,我还是需要事事谨慎些,说不定这个肖狼就是少颜是安排来的,说不定就携带着一些可怕的宝物,比如类似定字卷轴这类宝物,恐怕我都要吃大亏。 虽然我有第二元神,可毕竟本尊更加重要。 在仙缘大会上,是禁止用道符等其他宝物的,必须靠真正实力,如此才能筛选出绝顶天才。 可是在水云楼的切磋,如果肖狼是少颜是暗中派来的,突然用出一些可怕的异宝,自己本尊如果完蛋,那就太冤了。 这砖水小楼竟然能将如此性格的人收到自己府邸内,既您看了一眼旁边的砖水小楼,砖水小楼依旧笑看着中央场地内。 砖水小楼何尝不知道肖狼脾气怪异性格扭曲,可就算是一条疯狗,只要听他的话,那么疯狗也是有大用途的。 有时候他做不了的事,疯狗可以去做。 第308章刺杀 中央场地内 封禁大阵笼罩了那一片区域,一身紫衣的肖狼和红衣的波炎仙子摇摇相对。 哈哈哈哈,波炎仙子,如果觉得抵挡不住还是早早认输得好。 肖狼有些病态的笑着,随着他的笑声,他的皮肤也开始变得通红,就仿佛皮肤下有着岩浆在流淌一般,他的眼睛也变得火红火红。 他手微微举起。 呼! 周围开始出现了一朵朵火焰,每一朵火焰都是血腥灼热。 同时这中央场地区域内仿佛瞬间就成为了火焰的世界,虽然仅仅只是漂浮的一朵朵火焰,却让那封禁大阵内变得无比的炽热,空气都开始扭曲。 哼! 波炎仙子愣哼一声,哗,只见一条碧绿色丝带呼啸着飞出,这碧绿色的丝带一圈圈环绕着,瞬间就将波炎仙子周围数十丈范围进阶保护得严严实实,同时也令无尽的水雾弥漫,波炎仙子的周围仿佛是水的世界。 肖狼的周围,温度齐高。 波炎仙子周围却是水雾弥漫。 水和火开始了碰撞,痴痴痴声作响。 你这魅惑之术,对我没用。 肖狼发出尖利的声音,火红如岩浆的眼睛更是疯狂,尝尝我的血焰地火吧。 伴随着尖笑,肖狼忽然张开了嘴巴。 哗! 仿佛鲜血流淌的火焰滚滚而出,瞬间就劈天盖地,在周围原本悬浮的一朵朵火焰引导下,竟然形成了一巨大的阵法。 只见半空中出现了巨大的血焰地火组成的末盘,末盘缓缓旋转,碾压了过去。 哗啦啦只见那壁绿色的丝带不断的游动着丝带一圈圈,上面符纹亮起,时而被冲击的凹陷,时而又抽打过来。 这些丝带坚韧无比,硬是抵挡住了这血焰地火。 在阵外纪宁等人也都聚精会神看着砖水小楼更是道,肖狼的血焰的火已经提升到了一品,且结合这血焰末盘秘术更是威力了得。 一般原神道人都扛不住这血焰末盘的碾压。 一旁的天农驱哥笑着道,波炎仙子却是刚好克制他,波炎仙子的天水罗网阵最是擅长防御著称,想要破这天水罗网阵,当真是难上加难。 波炎仙子的手段比较稀少。 砖水小楼摇头,波炎仙子一般都是施展开天水罗网阵自保,随即凭借神念魅惑之术,波炎仙子的魅惑之术已经达到极高地步。 可肖狼却是一个疯子,想要魅惑他太难了。 除了神念魅惑之术,波炎仙子也还擅长其他神念秘术,只要肖狼一中招,波炎仙子即可立即反手未攻。 天农驱哥道。 纪宁在一旁好奇听着。 天宝山的情报只是大概的介绍,哪有天农驱哥,砖水小楼二人对各自的好友知道的清楚。 你这疯女人,啊,肖狼捂着头猛然嘶吼着。 而波炎仙子却是冷笑,原本环绕的一圈圈丝带猛的开始扩张,同时一滴滴沉重无比的水滴每一滴都仿佛一座山,直接朝肖狼砸去。 呀呀呀。 肖狼尖力嘶吼着,跟着他忽然长出了另外四条手臂,甚至在肩部又长出了另外两个头颅。 三头六臂 肖狼的六只手上都抓着一根黑色长缩,随着肖狼的尖力咆哮,携带着无尽的血焰的火化做一道红光直接杀向波炎仙子。 手中的六根黑色长缩每一根都能引起周围天地的变色,有一种空间被洞穿的奇异感觉。 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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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狼三头六臂,疯狂攻击他周围更是形成巨大的血焰地火墨盘,继续碾压。 滚开! 波炎仙子竭力施展着神念秘术,他擅长三大神念秘术,有魅惑,有诡异偷袭,也有强弓。 他近接修炼到极高身地步仗着乃是转世仙人神魂强大以及秘术厉害,他的确闯出了偌大的威宁。 可如果敌人能够抗住他的秘术那么他的圣机就不大了。 轰! 携带着血焰的火墨盘,三头六臂的肖狼疯狂无比,硬是攻破了一层纳臂绿色丝带的阻挡。 我认输! 一道不甘的声音响起。 哈哈哈哈! 肖狼这台罢手,收回了血焰地火,也收起了三头六臂神通,张狂笑着,他的全身依旧散发着炽热的高温,波炎仙子,我说过你会输的,就你这神念秘术。 哈哈哈哈,想要撼动我的神魂,简直做梦。 风尽大阵也撤销,波炎仙子则是冷着脸飞回了自己的座位,懒得看肖狼一眼。 纪宁,可要来切磋。 肖狼看向纪宁,得意非凡。 不必了。 纪宁淡然道。 哼! 肖狼却是直接飞回自己的座处,显然畅快飞长。 一般性格扭曲的疯子,道心同样坚定的可怕,肖狼就是这样一个扭曲的疯子,他是面对死亡都不会低头,依旧会那般张狂的性子。 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可他依旧故我。 不过他也懂得什么人不能得罪,比如他从来就不顶撞砖水小楼。 水云楼,那条通往纪宁他们所在巨大楼阁的悬空长道上,出现了一名秃顶老者,正是已经改变容貌的浮云仙人。 纪宁 浮云仙人行走在悬空狼道中,心中再无杂念。 只有一个念头,杀死纪宁。 在看到纪宁之前带领一群金甲进军来到水云楼,浮云仙人就明白,他已经没有了其他机会。 纪宁在阎王府,他是不可能刺杀的。 纪宁乘坐大船飞行时则是带领一大群金甲进军,他依旧没有丝毫机会。 而现在纪宁应该和他人饮酒作乐,这时候一般的仆从护卫都会到另外一处。 这反而是浮云仙人唯一的机会。 虽说水云楼中肯定有强者坐镇,同时也是镇法尽致重重,可是对浮云仙人而言,这已经是最后且最好的机会了。 如果再迟一下去,等纪宁回了阎王府待一天不出门,那么他浮云仙人就会因为天道誓言的反噬而直接魂飞破散了。 最后的机会 纪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浮云仙人走在悬空长道上,直接走向那座千丈楼阁的正门。 正门口有着两名万象真人在看守着,是禁止他人来打扰的。 嗯? 其中一名看门的当即开口,干什么的? 水云楼的楼阁的隔音做得太好了,外面的声音,楼阁内根本听不到,静宁他们依旧在吃喝谈笑,没有丝毫警惕。 我是来见砖水公子的。 浮云仙人说道,话音还在响起,两名万象真人看守便感觉神魂一晕。 在他们神魂一晕的刹那。 浮云仙人一闪就到了正门前,直接推门而入。 轰。 正门直接开启。 哈哈,波炎仙子不是我说你,你的弱点太明显了,你的神念秘术若是无用,那么几乎就输定了。 刚刚得胜的萧郎正得一万分,还有济宁,济宁,你才修炼三十多年,我看你还是别去仙缘大会丢脸了,还是再修炼三百年吧。 够了。 砖水小楼开口。 就在砖水小楼开口的一刹那,正门已经开启。 嗯? 砖水小楼,天龙驱歌,济宁等人都不由转头看去。 因为他们摆焰的这座楼阁高千丈,一些吃食,美酒,仆人,舞女都是从另外的通道行走的,都是悄无声息的。 这么直接推开大门还是很少见的。 刷。 那推门而入的浮云仙人一迈步就已经窜到了济宁的前方,同时他手中出现了一道白骨长针,这一道白骨长针直接飞出,直刺济宁。 周围天地瞬间凝固。 一股强烈的死气弥漫开来,这一根白骨长针斜着无尽可怕的威能直接刺向济宁。 白骨灭仙真 砖水小楼,天农驱哥,济宁,波炎仙子以及正得意的萧郎,各个都是面色大变。 这一刹那。 他们各个挡寒,他们都知道白骨灭仙真的可怕,他们也看到了这一根白骨灭仙真正式朝济宁飞去。 定是少颜是派出了死士,而且还是一名散仙死士,唯有地仙散仙才能摧发这白骨灭仙真。 砖水小楼第一时间捏碎了一枚道符身上立即浮现了碧水流光,白骨灭仙真一出,静宁即便是神魔炼体,恐怕连他的神魂都会被摧毁,更别说神魔炼梯了。 死定了,死定了。 是白骨灭仙真,对散仙而言都是杀招,不分散仙兜的殉命,只有一些强大的散仙才能挡得住,可也会受伤。 这即宁死定了。 萧郎反而有些幸灾乐祸,他也猜出是少颜是派出的死士。 这一刻,砖水小楼,天农驱歌,波炎仙子,萧郎四人都明白晋宁恐怕要完了。 至于晋宁之前携带的金甲晋军们也是大惊,保护公子。 可是他们五十名金甲晋卫要组成盗兵大阵赶来救晋宁,也还需要那少许时间。 可是 白骨灭仙真飞行速度何等之快? 根本不给其他人时间。 没有人能救晋宁,一切只能靠晋宁自己。 是少颜是。 晋宁瞬间明白,顿时施展开神通。 只见晋宁瞬间神体暴涨,变得无比高大魁梧,同时身体上还有着雷电霹雳流动,就仿佛一尊巨大的金刚, 同时他还长出了另外四条手臂,肩膀上又长出了另外的两个头颅。 三头六臂 晋宁的六只手上拿着三柄北明剑,三柄天阶飞剑。 这都是居华仙人遗留下的一些极品法宝,都是他的一些战利品。 水火莲花 借助少颜农留下的宝物,晋宁的地火,寒煞都已经达到了二品。 巨大的水火莲花环绕着这一尊三头六臂的魔神。 摘星手 晋宁的六只手都爆发出了骇人的威能。 大道之欲 手持着六柄巨大仙剑的三头六臂的晋宁,全身雷电流动,气势滔天,周围莲花环绕,同时整个楼阁中也瞬间陷入了剑气的天地,无尽的剑气瞬间充斥了这一方楼阁,剑气流动穿梭,晋宁手中的六柄剑表面更是有了耀眼无比的金色剑光,那是已经显现实质的金之锐气。 党 三头六臂的晋宁,六柄仙剑同时抵挡那一根白骨灭仙真。 第309章 血盘风天大阵 说来缓慢,实则一瞬。 面对快如闪电的白骨灭仙真,晋宁根本来不及让第二元神出手抵挡,毕竟第二元神从水浮中出来的确非常快,可是第二元神还需要放出数百口天阶飞剑施展小千剑阵,这就需要时间了。 而白骨灭仙真根本不给晋宁这么多时间。 晋宁只来得及施展神通,直接抵挡。 扑。 环绕在晋宁周围的水火莲花虽然无比的坚韧,可依旧瞬间被穿透。 三头六臂的晋宁,手中的仙剑连结力施展出最强威能抵挡那白骨灭仙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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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的六次无比猛烈的碰撞,晋宁手中的六柄仙剑,其中三柄被冥剑自然威能颇大,而三柄天阶飞剑,晋宁本尊虽然无法原力摧发,可天阶飞剑至少够坚固强大。 如果拿的是地阶飞剑,恐怕会被这白骨灭仙真直接给穿透碎掉,而这居滑仙人留下的这三柄天阶飞剑至少不会碎。 至少晋宁能够尽情发挥出斋星手的威能。 每一次碰撞,都仿佛巨大的山脉在轰击向自己。 连续六次碰撞。 幸好自己的手掌经过六转斋星修炼后比天阶法宝还要强大,才能稳稳抓住剑柄。 轰! 六只手抓着六柄剑,进阶都施展斋星手,竭力抵挡白骨灭仙真的同时,晋宁整个人也被这股可怕的冲击力给撞击的宛如陨石般直接倒飞开去。 我挡,我挡,我挡。 晋宁竭力抵挡着,尽力想要抵挡更久。 虽然晋宁神魔炼体赤明九天图第十一众,仅仅媲美万象圆满层次。 可是因为之前得到孔雀语将六转斋星修炼到了第二转,令神通斋星手也足以爆发出无比可怕的威能,令晋宁的力量瞬间就越过了原神层次,冲入了反须的仙这一层次当中去。 加上现如今大道之欲挤尽完美的将雨水之道容纳其中。 剑仙又是最擅长进攻的。 哼,晋宁那威鹅神魔般的身体撞击在一根木柱上,这木柱上却有着整个水云楼遍布的静置,稳固非常,丝毫不损。 扑! 晋宁口中直接喷出鲜血。 他的肉身上甚至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伤口,鲜血渗出。 之前的冲击太强太强烈了,晋宁虽然已经施展法天象地,五雷金刚来稳固神体,可神体其他部位是远不如手掌的,直接被震的出现了无数裂痕。 我没死。 晋宁一正。 他之前竭力挡那白骨灭仙针了,白骨灭仙针也在晋宁阻挡下威能不断削减,耳后压着最后一柄仙剑,令仙剑拍击在晋宁胸口上,那冲击力令晋宁身体都差点崩溃,可也仅仅只是出现无数裂痕,没有真正湮灭。 挡住了。 晋宁反而狂喜,幸好我之前练成了六转摘星第二转,幸好我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修炼三头六臂了,令我六只手都能施展摘星手。 全身密密麻麻的伤口上都出现了流动的赤明神力,神力涌动迅速令伤口愈合,晋宁的六只手上依旧抓着仙剑,仙剑剑芒冲天,剑气遍布处处,威能滔天。 没死。 浮云仙人在晋宁被轰飞的同时,也跟着冲过去,虽然惊恶晋宁竟然挡住了,可他没有丝毫犹豫。 因为这一次的刺杀,是他立下的天道誓言,如果不是晋宁死,那他可就要魂飞破散了。 所以他的反应也非常快。 哗。 在跟着冲向晋宁的同时,浮云仙人一挥手。 顿时一金色的心脏浮现在高空,金色的心脏立即分散出千万条血管,血管弥漫开,形成了一巨大的罩子,将中央空旷之地完全笼罩了。 这巨大的无数血管弥漫形成的罩子也弥漫着血色光芒,威能弥漫。 这次浮云仙人来刺杀济宁,共准备了两件宝物。 一件是白骨灭仙针,拥有着骇人威力,浮云仙人自问自己肩下都得重伤。 济宁 一般的护身宝物会直接被贯穿,济宁恐怕必死无疑。 另一件是血盘风天大阵,一旦布下血盘风天大阵,外界不管是大下禁军,坐镇的散仙要冲进来都需要时间,而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浮云仙人就有把握一对一杀死济宁。 他乃是顶尖散仙。 济宁才一个万象真人。 即便白骨灭仙针碰到了一些古怪的宝物被抵挡住,可真正一对一,给他一定的时间,他不信济宁挡得住。 两件宝物都是一次性的,他虽然付出了不少宝物,可少言是实际上是属于伴送性质的将这两件宝物给了浮云仙人。 水云楼,乃是砖水师在大下王都最大最重要的商业之地。 这里常年驻扎着三十六名散仙。 砖水师拥有着数千名的仙散仙,在这仅仅才驻扎三十六名散仙,看似很少。 可实际上这三十六名散仙,进阶都穿着仙阶层次的盗兵甲铠,一旦他们三十六个联手,甚至可以正面击退一名天仙。 第自二号,有刺杀 三十六名散仙有的在静修,有的在喝酒玩乐,可当主持整个水云楼的原神道人神识传音给他们时,他们瞬间便迅速到了水云楼的上空。 三十六人 各个穿着黑色的盗兵甲铠,每一个都散发滔天威压,悬浮当空,三十六人直接化为了一条黑色大蛇,这一条黑色大蛇仅仅出现在半空中就已经令空间出现了水流,空间都完全凝固,同时这一条黑色大蛇直接朝寄宁他们所在的那栋千丈高的楼阁冲去。 哗 那巨大楼阁的顶部在水云楼主持者的操控下自动分开,黑色大蛇直接冲入其中。 说来慢,三十六名散仙还是很快的,可即便很快,当他们冲进去时,那血盘风天大阵已经罩住了那一片区域。 死定了。 硝狼盯着那血盘风天大阵内,这是血盘风天大阵,居百万金原液才能弄到,仅仅只能用一次。 虽然仅仅只能一次,却令他拥有着骇人的威能。 即便是大下进军杀来,也需要点时间才能冲破。 这水云楼虽然有坐镇的砖水式强者,恐怕也需要些时间才能破开大阵。 天农曲歌,砖水小楼,波炎仙子三人也都处于震撼和叹息中。 之所以震撼。 是因为之前纪宁瞬间爆发出的可怕实力,那一门门神通就罢了,可纪宁之前显现的大道之狱,特别是纪宁的大道之狱还带着水一般的韧性,之前纪宁的剑光就是连绵不绝,六柄仙剑抵挡白骨灭仙真。 显然纪宁在道上非常强大。 单单悟出大道之狱,就已经远远超过那些只掌握一条道的天才了。 萧狼,波炎仙子,都远不如这纪宁。 砖水小楼暗暗惊叹,特别是他竟然能够在白骨灭仙真下活命,显然那一瞬间他爆发的战力已经达到了散仙层次。 赶来仙缘大会的,一般万象圆满天才们,都能爆发出普通元神圆满的实力。 还有少数,能够达到的仙散仙的战力。 可是,仙人们的实力其实区别也很大,比如反须的仙,也分反须前期,中期,后期,圆满。 因为道的感悟差别,实力差距依旧会很大。 这些最最顶尖的万象真人天才们也仅仅是和正常的仙散仙一笔罢了。 可绝顶天才们依旧有区别,既您因为有斋星手,所以在反须地仙中都可以算是一般水准了,加上三头六臂,等于有了六次斋星手,再加上神魔炼体生命力强大,这才在白骨灭仙真下保住一命。 可惜了。 天农屈哥暗暗叹息。 好一个天才,他才修炼三十年。 波炎仙子暗暗铠叹。 三十年就这般强,的确比我强得多,可马上就要死了。 萧狼死死盯着大阵内。 公子。 金甲进军小队瞬间就化作了一条金色神龙,轰然冲击向那血盘风天大阵,翁大阵上遍布的千万条血管仅仅是扭曲了下,就轻易卸掉这股冲击力了。 那金色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令大阵维持,当血液消耗殆尽的那一刻,才是大阵消散的那一刻。 破! 上方三十六名散仙形成的那一条黑色大蛇,已比金色神龙墙上十倍百倍的威能,轰然冲击在大阵上。 大阵阵战,很多血管直接真的碎裂,那金色心脏疯狂输送血液,新诞生出更多的血管,疯狂维持着。 没谁就得了你。 浮云仙人在大阵之内,他身前也出现了足足三柄悬浮的飞剑,飞剑彼此隐隐形成了一阵图。 而原本撞击在柱子上的济宁却是冷然一笑。 少言是吗? 一时间整个血盘风天大阵内都弥漫开无尽的剑气。 此刻的剑气,比之前济宁本尊施展要强大十倍百倍。 第二元神 浮云仙人眼睛瞪得滚圆,他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三柄天阶飞剑,再看看远处黑色道袍济宁周围悬浮的两百多口天阶飞剑。 什么? 大阵外原本惋惜的天农居哥,砖水小楼,波炎仙子都惊恶了。 这,这不可能。 原本冷笑看着济宁死的硝狼,更是惊呼出来。 第三百一十章第二元神战散仙 黑色道袍济宁站在那,周围悬浮着足足两百多口天阶飞剑,那弥漫充斥整个血盘风天大阵的剑气简直让人心惊。 任谁都能够感觉到这个黑色道袍济宁拥有的可怕实力,而且结合之前济宁本尊突然消失,在场谁都能猜出。 这黑色道袍济宁乃是第二元神。 那是第二元神,这,这济宁才修炼三十年。 硝狼眼中都露出惊怒,难以置信之色,他才修炼三十年,怎么都有第二元神了? 他的神魂竟然也赶二分。 不怕死呢? 这第二元神好厉害,那两百多口飞剑似乎都是天阶法宝,听说这季宁在天宝山总部购买了数百口天阶上品飞剑,原来就是给这第二元神用的,这季宁财富颇大,第二元神估计已经一气呵成修炼到元神圆满了。 硝狼小楼暗暗惊叹,能够同时操控两百多口天阶法宝,绝对是散仙战力。 他的本尊也消失了,应该走进了随身携带的洞府,随身携带的洞府价值极高,这个季宁到底拥有多少财富,难道他在乌江仙府中有巨大收获? 连少颜农都没有随身携带的洞府,纪宁却有。 磕水小楼自认认为既宁可能在乌江仙府中还有收获,他却不知,这随身携带的仙府,是水府之灵黄毛大雄免费赠送的。 厉害! 天农严谨监盯着大阵内。 如此实力,刚才肖狼那般挑衅都没有理会,真能忍。 波炎仙子也惊叹。 他们都猜出,纪宁本尊应该是躲进了随身携带的洞府中了,随身携带的洞府的确可以藏人,可不管怎么样,纪宁本尊和第二元神都必须有一个在外面,如果都躲进洞府当中的话,那么随身携带的洞府就会显现出来。 随身携带的洞府一般抵抗能力都不会太强,敌人可以强行擒拿而后扔到三界外虚空中,那可就真就死定了。 像乌江仙府是无法随身携带,所以才能建造的犹如宗派山门,抵抗能力极强。 而随身携带的洞府,一般都是很弱的。 选择防御战力强,还是选择可随身携带般是二者只能选一个。 除非像水府那是开天辟地之前就诞生的混沌魔神三寿道人为了传人倾尽心力才造出来的。 达到元神层次方可携带,防御也极强。 可是这等宝物珍贵性是远远超过纯阳法宝的所以才有这般特殊。 而正常的洞府还是符合常规的。 便携性,防御力,二者不可皆有。 如果我本尊,第二元神都躲进水府,这少颜士派来的散仙狂攻之下,我的水府秘密恐怕就暴露了。 晋宁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更何况我第二元神已经达到元神圆满境界。 即便论基础也就差一个大层次。 并非不可逾越灵。 竟然是第二元神,玄机老祖你害我呀。 浮云仙人心中在哀嚎跟着眼中就满是疯狂,我已经没有退路,不是这即宁死就是我亡。 我就不信我苦修十余万年,还奈何不了这个修炼三十年的小家伙。 心中的念头快如闪电,浮云仙人实则步下血盘风天大阵看到晋宁第二元神后,紧紧愣了一下跟着就已经施展出了他最强的攻击。 天! 地! 人! 浮云仙人发出了咆哮,脸色都是瞬间通红,他已经不管不顾直接施展了尽数他体内的核心,那一株金莲元神也爆发出更强大的原力。 他身前的三柄隐隐形成一阵图的飞剑却都猛然气息强大了起来,阵图更是宛如实质,只见巨大的阵图仿佛容纳乾坤,浩瀚无比,在阵图中更是隐隐有着云雾环绕。 杀,浮云仙人直接祭出了最强杀招。 他没有时间浪费,外面免水式的三十六名散仙可是在联手疯狂攻击他的血盘风天大阵。 一旦大阵攻破,面对那三十六名都穿着仙阶层次盗兵甲凯的散仙,他恐怕一个照面就得完蛋了,自然得抓紧时间。 嗡! 天地人三柄天阶极品飞剑,周围环绕阵图,仿佛携带着天地之威,直接浩浩荡荡碾压过来。 这是以利压人。 哼! 对面远处站着的黑色道袍既宁可丝毫不比浮云仙人慢,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施展小千剑阵了,在九口屁水神杀剑引领下,两百多口天阶飞剑的威能经过小千剑阵汇聚一体,汇聚在济宁身前形成一柄环绕着金光的飞剑。 论原理我是差一个大层次。 可论道,我勿透剑道之大道之欲,雨水之道,二者更已经融合为一,剑仙又是最擅长攻击的。 论法宝大阵,我可是小千剑阵,你那天地人三才之阵显然精妙不到哪凡去,我这乃是除华仙人都一直忘不了的大敌千剑仙人的法门,连水府之灵都称赞的法门。 而你被少颜式派来当死士,恐怕在少颜式的众多散仙中地位也高不到哪儿去,远远不如千剑仙人,居华仙人。 论飞剑,屁水神杀剑更是来自水府,远超你的三口飞剑,更是足足九口。 论数量我更有两百多口飞剑。 我就不信赢不了。 黑色盗袍晋宁眼中也是寒芒闪烁,胸威滔天。 二人一白袍,一黑袍。 遥遥相对。 轰!轰! 三柄飞剑携带着巨大的阵图,碾压而来。 而那环绕着金光的飞剑,却是瞬间贯穿长空,带着让人心计的锋芒,直接和那巨大的阵图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巨大的阵战,元气炸裂,空间扭曲。 只见那三柄飞剑竟然往后倒飞竖杖,那云雾阵图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裂痕。 而济宁的飞剑剑芒则是溃散化为虚无。 再来。 黑色道袍继宁冷然一笑,周围两百多口飞剑浮动,大量剑气汇聚在胸前又再度凝聚成了一柄环绕着金光的飞剑。 怎么可能? 挡! 挡住了! 浮云仙人心中一冷,仿佛寒冬腊月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连神魂都是一片冰冷,他有一种感觉,要输了。 他在施展尽数施展出最强杀招的情况下竟然被硬碰硬给挡住了。 硬碰硬是最实在,最能看出对方实力的。 他的第二元神,有顶尖散仙战力。 浮云仙人明误了,这就是真正的天才,第二元神恐怕才元神圆满,修炼才三十年,就能误出大道之欲道之感悟便能不下于我了,而且那飞剑大阵明显玄妙莫测,实力也不下于我。 难道我浮云,要死在这? 浮云仙人仅仅绝望了一瞬间,十余万年的修炼令他不会轻易放弃。 以利压人失败了,那就靠技巧,靠速度,靠其他秘书。 浮云仙人完全疯狂了,他竭尽全力在挣扎,想要杀死寄予。 哗! 整个血盘风天大阵内瞬间就充满了白雾,雾气浓郁无比,连神石都无法贯穿,这也是浮云仙人最强的辅助秘书迷雾遮天不过在施展这门秘书,也对心力消耗很大,他的飞剑就无法达到最强状态了。 看不见了。 眼睛都泛红死死盯着看得萧郎顿时极了,怎么都是雾气,一点都看不见了。 雾气? 这雾气肯定能遮蔽神石,否则那个死是不会施展。 班水小楼思索,少严实的众多散仙中,三灾九节快撑不住要死的应该有数十个其中能够施展这等迷雾的,似乎就是浮云散仙。 天仙老祖是真正长生的,只会死在一些厮杀当中,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活得很久很久,经过漫长的岁月,使得每一个不足的天仙老祖到底活着几个都很难说。 可散仙不同。 散仙活上数百万年就很了不起了,如居华仙人。 所以每一个不足的散仙帝仙班都是可以查证到的。 至少磕水小楼就很清楚不足死敌少严室内的绝大多数散仙的仙。 那济宁好生厉害,第二元神绝对有顶尖散仙实力,且又是剑仙,正面碰撞都不弱于那散仙死士。 天农驱歌暗道,不过这迷雾一施展,济宁完全看不到,倒是有些危险了。 弓 三十六名散仙化作的黑色大蛇,绝对拥有着天仙之威,再度冲击血盘风天大阵。 他们已经足足冲击八次了,血盘风天大阵内的无数血管很多都已经碎裂,可是那金色心脏在疯狂输出血液,形成更多的血管,在竭力支撑着这血盘风天大阵,不过可以看出,金色心脏表面前隐隐出现裂痕,显然那三十六名散仙的攻击太强了。 在大阵之内。 迷泪处处。 大盗之欲。 水火莲花。 自成天的。 黑色盗袍纪宁站在那,面对着遮蔽神石的一招,终于施展出了这一年多以来在水斧当中悟出的一门护身法术须知炼气流修仙者,身体很脆弱,所以一般都钻研护身法术,不会让敌人轻易碰到自己的肉身。 纪宁自然得为第二元神考虑,在水斧之灵的指引下,纪宁在天道之欲水火莲花自成天地的基础上也创出了一门强大的护身法术,名为莲花剑界。 第311章 散仙之死 黑色盗袍纪宁周围立即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莲花,这朵莲花的花蕊则火红色的,而花蕊的更外围便是一圈圈的莲叶,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的莲叶,刚刚出现的一刹那,便足足有六层的水绿色莲叶。 水火莲花是水莲叶,火莲叶彼此交替,而后形成绞杀之力。 而莲花剑界却完全不同,只有核心的花瓣是火红色的,周围的一层层连液进阶都是水绿色,这是以雨水之道剑道为主,烈火之道空间之道为辅,结合莲花奥妙,最终形成的莲花剑界。 花花花一层层水绿色的莲叶,不断的生长着,不断往外扩展着,六层,七层,八层。 水绿色莲叶迅速的弥漫开去,疯狂占据更大的空间。 这是什么? 刚施展了迷雾的浮云仙人震惊看着那疯狂扩张的莲花剑界,不由惊恶,随即冷笑,这即宁想要靠这莲花法术,占据更大的空间。 莲花占据的地方,它便能掌握,不至于成了瞎子。 可仅仅一门法术,我就不信挡得住我的飞剑。 给我破。 浮云仙人一边维持迷雾,一边操控那三柄飞剑,三柄天阶极品飞剑环绕着云雾阵图,直接杀进了那层层叠叠的连夜中。 痴痴飞剑一次入连夜中,便感觉仿佛陷入泥沼,艰难无比,前进得非常吃力。 每一片连夜,都是无数剑芒凝聚而成,当飞剑刺入的时候,这些剑芒前赴后继不断抵挡着飞剑,令飞剑前进得极为困难。 怎么可能? 他一个元神圆满的小子,法术怎么可能这么强? 浮云仙人又焦急又不敢相信。 哗! 这时候小千剑阵凝聚成的金色飞剑再度呼啸而来,他所过之处。 那些连夜们摇曳着,让这金色飞剑轻易飞过,耳后这金色飞剑直接再度轰击在那三柄飞剑形成的巨大阵图上,砰这一次,阵图直接粉碎。 滑滑滑水绿色的连夜依旧一层层生长。 撤! 浮云仙人心中一动。 充斥血盘风天大阵的遮天迷雾进阶消散。 浮云仙人已经明白。 在这无数的连夜面前,他的飞剑速度明显受到影响,或许给他时间,他能够穿透所有的连夜。 可是济宁第二元神的那剑阵凝聚出的剑芒,却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的三柄飞剑蔓,济宁的小千剑阵自然可以轻易抵挡。 如此下去,珍贵无比的时间就会被浪费掉,他浮云仙人只有死亡意图。 所以他放弃了迷雾。 大阵内怎么回事? 砖水小楼,天农驱歌,萧郎,波炎仙子等人都惊愕看着大阵之内。 只见大阵内。 济宁站在那,无比巨大美丽的莲花绽放着。 这朵莲花已经占据了整个大阵内约八成的空间,那一层层水绿色连夜更是晶莹剔透,隐隐有着一丝丝剑芒。 莲花秘术 砖水小楼瞳孔一缩。 这济宁竟然懂得莲花法门。 天农驱歌也是吃惊。 三界中的大能者,很多的守护肉身的法门都是莲花,不管是佛家,道家的大能者,以莲花法座保护自身肉身的太多太多了,这是这些大能者保护肉身的最重要的秘书。 莲花 无比圣洁,且蕴含无尽奥妙于其中。 在大夏王朝世界,越是古老的部族。 在莲花的研究就越加深。 晋宁其实少年时参悟莲花,悟出水火莲花法门,天生他就和莲花很亲近,后来和九莲又经常交流,东延世中关于莲花的一些奥妙也传授给了晋宁。 随后乌江仙府的海量稻葬,居华仙人留下的稻藏中,也有一些关于莲花的研究。 并且水辅之灵黄毛大雄也时而指点晋宁,一年多的时间,这才有了这莲花见解。 如果说水火莲花,以地火寒煞以及天地间的水火构成,在进攻方面更强些。 那莲花见解,则是以第二元神的元力以及天地之力构成,主要就是防御,每一片连夜蕴含的无数元力剑芒都仿佛无数的牙齿,在疯狂的抵挡着敌人的进攻,消磨掉敌人的攻击威能。 轰隆隆血盘风天大阵在砖水市三十六名散仙形成的黑色大蛇的第十二次袭击下,已经摇摇欲坠,那金色心脏甚至颜色都开始变了,变得开始暗淡了,表面的裂痕更加的多。 破,破,破。 浮云仙人壮弱疯狂,白发飞舞。 三柄飞剑竭力地冲击技宁的莲花剑界。 痴痴痴一层层连夜不断抵挡,层层抵挡。 小千剑阵凝聚成的金光飞剑快如闪电,而浮云仙人的飞剑速度就慢多了,再度被袭击的溃散。 完了。 浮云仙人忽然放弃了,他的三柄飞剑没有再度攻击,他就呆滞地看着在莲花剑界中的黑色道袍寂明。 面对这莲花剑界,浮云仙人有一种面对规格的感觉,根本没法破。 至少短时间内他没有任何办法,而他能感觉到血盘风天大阵要撑不住了,他绝望了,放弃了,他明白,这一次是他败了。 浮云仙人看着纪宁,面色变得无比平静,传音道,纪宁,告诉我,你这,这是什么法术。 黑色道袍纪宁见对方竟然不攻击,也明白对方放弃了,对眼前这秃顶老者,纪宁其实没有仇恨,他反而可怜对方,因为纪宁猜得出来,对方是一个死士。 这是莲花剑界。 每一片连夜,都有我无数的原力剑芒凝聚而成。 连夜遍布的地方,就是我的世界。 这里有剑道,有雨水之道,有空间之道,有烈火之道,是我自创出的最强的一门法术。 黑色道袍纪宁传音道,这一刻,纪宁也明白对方是选择了死亡。 浮云仙人看着纪宁,眼中有着羡慕,剑道。 空间之道。 雨水之道。 烈火之道。 这么多道,且有两条大道,你竟然能完美柔和在一起,自创出一门法术。 仅仅才三十年就能如此,你这样的天才,我从未见过,你的未来我也无法想象,我输得心服口服。 济宁却很清楚为了创造这一门法术,自己耗费多少心力。 自己经常在星辰殿参悟。 自己经常在水浮静世思索。 自己风魔般一次次尝试。 水浮之灵也偶尔指贬自己,触动自己,这才创出这一门护身法术,完全以防御为目的的一门法术。 杀了我吧,让我死在你的手上。 浮云仙人眼神飘渺,在临近死亡的时刻,他隐隐中感觉,眼前这个爵士天才记宁将来前途会很惊人,甚至隐隐他感觉一场无比巨大的风暴即将起来,而眼前这爵士天才也将在那一场风暴中成为众多耀眼人物中的一个。 如你所愿。 黑色道袍纪宁点头。 咻! 一缕金色剑芒飞过。 浮云仙人没有丝毫抵挡,直接穿透了浮云仙人的身躯,刺入了他的那一株金莲元神,金莲直接被射穿,而后开始了崩溃。 虽然浮云没有灭浮云仙人的神魂,可是因为天道誓言,浮云仙人很清楚,他要魂飞魄散了,因为他感觉到那开始将临的天道波动。 玄机老祖啊! 我在此刻能冥冥中感觉到一场大的风暴将来开始,一个个耀眼存在将崛起,这浮云将是其中一个,我少颜事将因此遭到大难。 玄机老祖,你害死我便罢了,可你为我少颜事到底惹下了何等的大敌啊? 你将来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你是我少颜事的罪人,罪人啊。 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魂飞魄散的我,一切都和我无关了,无关了,浮云仙人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先完全化为虚无,露出了那一株已经破碎开始溃散的金莲元神,在降临的天道波动下,金莲元神很快完全湮灭,化为虚无。 越是强大的修仙者,对冥冥中模糊感应到的就越加相信。 浮云仙人在死亡的刹那,也感应到未来即将掀起的一场可怕的风暴,即便是从神魔时代最早期便存在,一直传承到如今的少颜事,在这样的风暴下也将遥遥欲坠。 轰 在小尖剑阵剑芒贯穿金莲元神,浮云仙人整个开始化为虚无时,伴随着一声巨响,那穴盘风天大阵也轰然碎裂,一条蜿蜒的黑色大蛇盘旋在空中,俯视着下方被巨大的莲花环绕的妓宁。 其中一朵连夜卷住了浮云仙人死后遗留的飞剑,储物法宝等遗留之物,这一片连夜直接漂浮到了黑色道袍妓宁。 黑色道袍妓宁一挥手,便将这些都收了起来。 整座楼阁一片寂静。 不管是那些浸若寒蝉的仆丛们,还是震惊的金甲禁卫,天龙驱哥,砖水小楼,波炎仙子,硝狼,亦或是已经分散开的三十六名伞仙,各个都看着下方的被巨大的莲花剑戒给层层保护的黑色道袍妓宁。 他们见证了一幕。 一名万象真人的第二元神,斩杀了一名强大的伞仙。 第312章一战成名 砖水小楼,天龙驱哥等一个个甚至都屏住了呼吸,都处于震撼中。 小楼,这位朋友是谁? 那三十六名伞仙中为首的一个虎背熊腰大胡子的男子开口道。 樊叔,他是纪宁,是我此次邀请来的,谁想遭到了伞仙死士的刺杀。 砖水小楼道。 纪宁。 那虎背熊腰的樊叔瞬间就猜到了纪宁的身份,在他身后的一众伞仙也大多猜到了,少颜农之死,虽然算不上人人皆知。 可是他们这一群伞仙毕竟坐镇水云楼,大多还是知道这是的。 立即就猜出是少颜氏派出的伞仙死士,这让砖水士的一众伞仙们顿时有些幸灾乐祸,他们砖水士和少颜氏可是亿万年的死敌了。 纪宁小友。 砖水三房看着黑色道袍纪宁,哈哈笑着,当真是乐的呀,这伞仙如果我猜的不错,应该是浮云仙人,他可是活了超过十万年的伞仙,竟然最后死在你手。 而且你这第二元神应该还是元神圆满层次吧。 元神圆满层次,就能杀死一名顶尖伞仙。 在原历上明明差上一筹,修炼更是仅仅才三十余年,厉害,厉害。 那莲花法术也让我等大开眼界。 那剑阵之术也很是了的呀。 砖水士的一群散仙们都在那笑着夸赞。 之所以夸赞,不但是因为纪宁的确让他们吃惊,更重要的是纪宁和少颜氏也是结下了大仇。 他们砖水士和少颜氏也是死仇,所以越看纪宁越加顺眼,纪宁越是乐德,对少颜氏威胁越大,他们也越是欢喜。 谬赞了。 黑色道袍纪宁摇头道,是因为诸位前辈联手威能太强,令血盘风天大阵即将崩溃,浮云仙人自知已经没时间了,所以是主动放弃,我这才能杀死他。 论实力和浮云仙人相比,自己这第二元神其实只能算是相差无几。 如果只是简单的一对一厮杀,恐怕谁都杀不死对方。 可这次不是简单的厮杀,而是一场刺杀。 是在大厦王都水云楼中的刺杀,所以必须速战速决,浮云仙人作为死士刺客,一开始就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在短短片刻内奈何不得济宁后,便只能绝望迎接死。 嗖! 嗖! 白水泽,小青这时候也冲到了黑色盗袍济宁身边,他们俩之前是跟金甲晋军一起在边上另一处吃喝的,济宁遭到刺杀时,连金甲晋军都来不及保护,更别提小青和白水泽了。 他们俩焦急,不安,甚至都快疯狂了,他们俩甚至都不敢心灵传音,唯恐令济宁分心,毕竟之前生死厮杀,一旦分心出了意外那可真是后悔莫及了。 幸好! 幸好济宁活下来了! 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 砖水三樊摇头哈哈笑道,你第二元神元神圆满,可比那浮云仙人低上整整一个大境界。 最后浮云仙人丝毫奈何你不得,他输得根本没话说,你赢的也是干脆利落。 就在这时,忽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上方弥漫开。 另在场的一众散仙,济宁,砖水小楼,天农驱哥等一群人各个抬头看去,只见楼阁上方早就打开的顶部飞下来一群人影,这群人为首的穿着黑色夹铠,身后的则都是穿着银色夹铠。 正是大夏王朝的禁军。 为首的穿着黑甲的青年嬉笑着,显得逍遥自在,身后一群银甲甲凯军士也很轻松的跟着。 小楼,你们水云楼怎么了? 这黑甲青年笑着道,之前禁军军营内监察整个王兜时,发现你们水云楼上方出现三十六名散仙,而且三十六名散仙竟然结成了砖水神蛇飞进这座楼阁,出大事了。 禁军监察整个王兜,像街道,广场乃至很多仙家府邸,一旦出现了强大的厮杀波动,禁军都会以最快速度赶去。 不过像天宝山,水云楼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堵战,厮杀,这些商业之所都是向大夏王朝申请了,得到大夏王朝同意了,才允许有条件的厮杀。 所谓有条件的厮杀,就是一些堵战之类的。 像刺杀,依旧是绝对不允许。 禁军之前一开始发现水云楼有强大的波动,还以为是比较厉害的堵战,后来发现三十六名散仙形成砖水神蛇才知道不对。 不过水云楼有强者坐镇,禁军们也不着急,于是一个副统领随便带领一些人马,很悠闲的过来了。 是刺杀。 砖水小楼笑道,刺杀的死士散仙应该是少颜士的浮云仙人,红兄,说是浮云仙人,也仅仅只是猜测。 少颜士的浮云仙人。 刺杀的是谁? 黑甲青年夏盲虹惊讶道。 砖水小楼指向济宁,诺,就是他。 夏盲虹也看向济宁。 他? 夏盲虹好奇看着济宁,少颜士派出一个死士刺杀你,你还能活着。 济宁哑然。 眼前这夏盲虹说话也太没分寸了,直接问被刺杀的人你还能活着,让济宁如何回答是好。 济宁,我给你介绍下。 砖水小楼道,这位是大厦进军中的副统领夏盲虹,也是我的好友。 济宁顿时明白了,夏盲虹。 原来是大厦皇族的,估计在皇族内也挺受重用,否则砖水小楼不会如此客气。 红兄,这济宁可是我的好友,此次遭到浮云仙人刺杀,浮云仙人可是用血盘封天大阵封进了那交战之地,令我水云楼众仙人也来不及救济宁,幸好济宁有这第二元神。 他这第二元神应该才是元神道人层次,却硬是将浮云仙人斩杀,你说厉害不厉害。 砖水小楼道。 这么厉害? 夏盲虹眼睛都亮了,济宁。 我知道你,你就是杀死少颜农的那个万象真人小子,没想到你竟然还有第二元神。 如果我没记错,你修炼才三十年吧? 仅仅才三十年你的第二元神就能越了一个大境界杀死了浮云仙人。 佩服佩服,我夏盲虹最佩服有实力的人,今天遇到刺杀这事你恐怕还心乱得很,过几日,我派人去请你,我摆宴,我们。 好好续续。 你可一定得给我面子。 夏盲统领请我,我自然道。 黑色盗袍纪宁也说道。 纪宁兄,你这次真是让我吓得一身汗哪。 砖水小楼看着纪宁,真是一波三折,我之前都已为你难逃此劫了。 纪宁兄的实力,当真了得,此次先缘大会,纪宁兄定会大放异彩。 天农屈哥也点头赞道,单单纪宁之前用本尊竟然能从白骨灭仙真下活命, 天农屈哥也认定了纪宁本尊实力也是极为强大的。 我也很是佩服纪宁兄。 波炎仙子笑着,同时看向旁边的萧狼,可刚才却有人一次又一次挑衅纪宁兄,想要和纪宁兄比试,还瞧不起纪宁兄, 说纪宁别去仙缘大会丢脸,让纪宁回家再修炼三百年,那话说的真叫一个了不起啊。 萧狼脸色顿时一会而惊一会而白。 之前就是他在挑衅纪宁,甚至后来还直接不屑的说纪宁如何如何,之前他击败波炎仙子后,的确得意非常,口出狂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现在看来的确可笑得很。 瞧不起纪宁。 让纪宁别去仙缘大会丢脸,再回家修炼三百年。 下盲红其实也看得出来,还是故作好奇的问道,谁说的这话。 还能有谁,便是这位风流翩翩家公子萧狼真人。 波炎仙子指着萧狼。 刚才萧狼不给他面子,女人可是很记仇的。 萧狼? 就你还瞧不起纪宁。 下盲红显然也是一顽裤,看着萧狼。 萧狼咬牙,脸色苍白。 哼。 一声怒哼,萧狼掉头就走,直接拉开大门,走上门外的长道离去了。 走了。 下盲红摇头,真是无趣。 砖水小楼则正看着纪宁道,纪宁兄,此次你在我水云楼遭到刺杀,我水云楼甚至都未能够快地救下你,是我水云楼的过失。 怪不得水云楼,这是我自己惹下的仇怨。 纪宁道。 我砖水室既然开了水云楼,就必须保护水云楼的客人,这点不需要多说,这次是我砖水室做的不够,这是我新尽得到一件宝物,我看纪宁兄莲花法术颇为厉害,此宝物或许对纪宁兄有所触动。 砖水小楼的手中突兀的出现了一戏长的瓶子,瓶子上还有着一朵莲花。 这莲花法瓶,含一些莲花奥妙灵,便赠与纪宁兄,算是赔礼。 砖水小楼递给纪宁,纪宁兄不必拒绝,你拒绝,便是让我难做。 纪宁迟疑了下便收下了。 这莲花法瓶,纪宁之前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凡,宝物本身算不得多么厉害的法宝,可上面的莲花却蕴含众多符文,的确值得研究一番,说不定对自己有触动,能完善提升莲花见解。 聊了片刻,纪宁便告辞了。 毕竟刚刚经历了刺杀,这酒宴自然也吃不下去了。 水云楼前 砖水小楼,天龙驱哥看着纪宁的那一艘大船碾压着气浪飞离开去,也沉没了片刻。 下芒红之前率领一群禁军过来,知晓了这一战。 想必很快整个禁军都知晓,禁军都知晓了,那整个大夏王都也就知晓了。 砖水小楼唏嘘道,此次一战,会很快传遍大夏王都,这纪宁算是真正出名了。 之前纪宁购买孔雀羽,别人最多说纪宁走大运。 而这一次才是纪宁证明实力的一战,才会真正被很多人尊重。 是啊,修炼仅仅三十年,就能练就出第二元神。 且第二元神还能斩杀顶尖散仙。 如此天才,整个大夏王都都罕见啊,少颜氏竟然有这样的仇敌,恐怕数千年数万年后,纪宁和少颜氏还会有很多争斗啊。 天农驱哥笑着道。 第313章默默的祝福 深夜时分,寒风呼啸,少颜氏府邸内。 少颜氏当代组长羽神功正坐在书房中,他已经无心翻看手中的书籍,他心中牵挂的只有一件事,刺杀纪宁成功了吗? 今晚那砖水小楼宴请纪宁,浮云仙人要趁此机会刺杀纪宁,这刺杀计划羽神功当然是知晓的,他现在正在等待着结果。 啪! 羽神功猛然看向桌案边缘放着的那一块命茧,那是浮云仙人的命茧,此时命茧已经碎裂。 浮云死了,看来已经刺杀了,只是不知到底成功了没有。 羽神功深吸一口气,不管刺杀成功还是失败,浮云都会死,如果成功那便是死了去投胎。 失败那就是魂飞魄散。 时间在流逝。 羽神功默默等待着消息来报。 许久 组长 轻衣蒲丛冲了进来,连低声道,消息来报。 说 羽神功淡然道。 浮云仙人在水云楼中刺杀济宁,甚至都成功施展血盘风天大阵,大阵内浮云仙人和济宁一对一厮杀,可是济宁的第二元神突然现身,斩杀了浮云仙人。 轻衣蒲丛说道。 羽神功脸色难看,稍微迟疑了片刻,随后才皱眉道,你说济宁的第二元神斩杀了浮云仙人? 他的本尊才万象真人,难道他的第二元神已经修炼成了反须的仙部城? 他的第二元神应该是元神层次。 轻衣蒲丛道,消息应该无误。 羽神功坐在那默默沉思着,轻衣蒲丛也不敢吭声。 沉思了许久,羽神功才冷然道,这浮云仙人乃我少言是的散仙,竟然这般乱来,没有我少言是的允许。 竟然敢善做决定去刺杀济宁。 这是违反族规之事,直接对外公开,浮云仙人违反族规,被逐出我少言是,不再是我少言是子弟。 还有,将这浮云仙人从我少言是族谱之上去除掉。 是。 轻衣蒲丛恭敬应道。 去吧。 羽神功挥手。 轻衣蒲丛迅速离去。 羽神功却是默默坐在那许久,这次的消息不是他想要的,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消息,济宁竟然凭借自身的实力就斩杀了浮云仙人,那么要杀济宁,可就真的难了。 修炼仅三十年,就如此可怕,该杀。 可在大夏王都内,要杀济宁难如登天,恐怕得等这济宁出了大夏成义,那我少言是就可以尽情施展手段对付他了,可要等到济宁离开大夏成义,不知等到哪一日。 羽神功默默思索。 只能希望他的本尊在仙缘大会上,被其他绝世天才给杀死。 本尊的潜力可比第二元神强得多,只要这本尊一死,济宁的威胁也就小多了。 虽然第二元神现在比济宁本尊更强,可毫无疑问,本尊的潜力更大,根基也要扎实得多。 去见剑玄机老祖吧。 羽神功其实也有些怨气。 一切都因为玄机老祖太宠少颜农,否则哪会有这么多破事。 此次一战消息传开,大夏王兜的各大部族恐怕都知道济宁了,我少言是也是丢了大脸。 羽神功摇头,随即便独自一人乘坐先年离开了大夏王都,去拜见玄机老祖了。 随着夏芒红和麾下进军回了进军军营后,济宁第二元神斩杀伞仙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军营。 进军,乃是大夏王都守护之重军。 各大部族都会子弟在其中担任军事,消息自然也很快传回了各大部族。 各大部族也真正认清了纪宁的实力,之前他们还认为这个修炼才三十年的小家伙纪宁,是靠着一些奇宝杀了少颜农,元神层次神魔,而后靠着巨父购买孔雀羽的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现在他们明白,不是纪宁不知道进退,而是纪宁的确是有足够的底气。 安禅郡,黑白学宫 最关心纪宁的势力中,其中第一个当属黑白学宫,在黑白学宫的长教大殿内。 长教师指,你让我们聚集到这所为何事? 师兄,什么事让我们深夜赶到这? 聚集在大殿内的一代弟子仙人们和二代弟子元神道人,都开口询问。 别急,且听我读完这份情报。 长教碧海道人正拿着天宝山送来的情报读道,就在今晚,大夏王都砖水式的水云楼中,砖水小楼设宴宴请纪宁,纪宁带领金甲进军赴宴。 在宴席举行道一半的时候,浮云仙人突然出现先用白骨灭仙真偷袭纪宁,纪宁重伤却也活了一命。 浮云仙人又立即施展血盘风天大阵封禁住了交战之地,随后浮云仙人和纪宁单独交战,纪宁的第二元神突然现身,他的第二元神达到了元神圆满层次,随后凭数百剑天阶飞剑施展剑阵之术,斩杀了浮云仙人。 大殿内一片寂静。 各个瞠目结舌,跟着就是一片哗然。 长教师直,你没看错。 你说的是真的。 纪宁第二元神斩杀了浮云仙人。 他们都没法相信,他们中很多人是看着纪宁入门的,当初那个仅仅才子府层次的小家伙,这才过去十余年罢了,斩杀散仙。 开什么玩笑。 天宝山送来的情报,这种事,会撒谎。 碧海道人看向众同门。 痛快,痛快。 五封仙人却是叫道,当真是痛快,把这消息都传开,让我们黑白学宫所有弟子都知道。 有人欢喜有人忧,纪宁此次一战的消息传遍大厦王都,同时也传到了其他很多郡城一些有心人的耳朵中。 有的欢喜,有的惊叹,有的疾恨,有的不屑。 上水郡,东沿山脉。 深夜,东沿山脉其中一座山峰上。 九莲正独自坐在山峰边缘,寒冬深夜的山峰仿佛冰刀子,可九莲任凭风吹,依旧默默坐在那。 自从当初乌江仙府和纪宁真的分道扬镳后,九莲就喜欢上了在深夜无比寂静的时刻,在一个寂静的地方默默待着,默默看着,直到朝阳升起。 小云。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九莲转头看去。 一鸣美丽走了过来,这正是九莲的母亲。 莲母看着自己的女儿,也是心疼得很,九莲和她的感情很好,之前从乌江仙府回来后,九莲很伤心,无处续说,莲母安慰女儿,九莲随即将心中的苦闷都告诉了母亲,莲母这才知道女儿竟然和那纪宁都差点完全走到一起了。 小云,你还走不出来。 莲母也坐在一旁,看着身侧的女儿。 我早就走出来了。 九莲轻轻摇头,只是觉得愧疚。 都愧疚,还说走出来了。 莲母摇头,你无需愧疚,这气宁也不值得你愧疚,她一个小土著不足出身,能有什么好的教导。 她和你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你跟她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合不到一起。 够了。 九莲轻声道。 你是要执掌整个冬延市的,冬延老祖更是无比信任你,你应该振作点,现在你忘不了这纪宁,可是等过上数百年数千年,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也就是你生命中一个很普通的过客,一个小土著而已,忘掉吧。 莲母连道。 莲母和莲父,在生出九莲之前,冬延市内虽然过的日子还行,却也只能算一般。 可是生出九莲后,九莲被冬延老祖信任宠爱,更是栽培他,直接定为下任首领。 于是莲母莲父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在冬延市当中拥有很高的地位权利。 他不是一个小土著。 九莲看向母亲,他是我曾经的道女。 更是真正的天才。 天才顶个什么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少颜氏给杀了。 莲母怒道。 好了。 九莲也生气了。 莲母强忍下怒火,毕竟九莲是下任首领,所以平常他和莲父都是比较听女儿话的。 可是对那个妓宁,莲母就是一肚子火,自己女儿何等的高贵,怎么能和那样出身的小土著在一起? 那也太丢愤了。 主人,主人! 忽然一名女仆踏着飞溅,呼啸而来落在了山顶。 闻。 九莲看向这女仆。 天宝山送来情报,是有关纪宁公子的。 女仆连道。 九莲守一招,情报卷轴立即飞向九莲。 一旁的莲母却不满道,你说你走出来了,可你怎么总是关注她的情报? 我走出来了,怎么就不能关注她的情报了? 九莲看了自己母亲一眼,随即打开了卷轴看了起来,她的脸上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给我瞧瞧,能有什么事,难道是被少颜氏杀了? 莲母拿过来看了起来。 这一看,莲母经得直接站了起来。 杀,杀了少颜氏的浮云仙人。 莲母惊恶,她才修炼三十年吧,怎么救,怎么救。 我说过,她是天才。 九莲轻声道,母亲,你回去吧,让我静一静。 莲母也被这消息给震住了,她无法理解,一个土著不足出来的小家伙比自己女儿都还小呢,怎么就能斩杀顶尖散仙了? 莲母在震撼中乖乖离开了,女仆也离开了。 九莲默默坐在那。 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晋宁,好好活着。 九莲只是在心底默默祝福,她选择了东严氏首领这一条路,就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至于对晋宁。 她只能在心底默默祝福罢了。 因为自乌将先府分别后。 便已经你是你,我是我了。 第314章何处来,何处去? 深夜寒冬,冰冷彻骨。 可言王府中西岳郡主却是满腹怒火,她怒而拍桌道,这少颜氏真是该死竟然敢在大夏王兜内进行刺杀,该死该死真是该死啊。 表姐,这少颜氏虽然派了散仙死士,可还是死在了我手。 晋宁道,表姐不必太生气。 如何不生气? 西岳郡主看着晋宁,姐姐现在都是一身冷汗,幸亏你实力强,又挡住了白骨灭仙真,又一对一对付住了那浮云仙人。 否则的话,弟弟。 除了外公,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若是唯一的弟弟在死去,西岳郡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少颜氏,真是该死。 西岳郡主气得都发抖。 这次他们派出的散仙都失败了,恐怕暂时也没什么手段,只要我在大夏王兜内,少颜氏是没办法的。 晋宁连安慰表姐。 玉池西岳深吸一口气,这才点点头,对,他们现在对你没别的办法,恐怕在一年后的仙缘大会上,会利用仙缘大会的规则来对付你。 同事万象圆满,不敢说天下无敌,可保命还是有点把握的。 晋宁忽然眼睛一亮,表姐,那身死的浮云仙人遗留下的处物法宝,我第二元神刚刚炼化。 哦! 玉池西岳眼睛一亮,看看这浮云仙人遗留下什么宝贝,不过,他既然来刺杀,又带着白骨灭仙真,血盘风天大震,恐怕身上也不会留下什么宝物了。 我仔细瞧瞧。 晋宁点头。 当即在水浮内第二元神仔细搜查一件件宝物,忽然晋宁露出震惊之色。 怎么了? 玉池西岳连问道。 其他宝物都在我预料中,不过我发现了一卷轴。 晋宁一翻手,手中出现了一金色卷轴,金色卷轴散发着古老而又奇异的波动。 这卷轴? 玉池西岳也好奇看着。 晋宁直接打开了卷轴,这金色的卷轴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和落款,正是一。 何处来何处去? 下芒笋。 一笔一画简简单单,却有着扑面而来的威压。 晋宁,玉池西岳都感到了心颤,仿佛面对着苍天,即便是晋宁当初在玉山大荒则看见那头古老神魔,也未曾如此心计。 哗! 晋宁连卷起卷轴,那可怕的威压才完全收敛。 这什么东西? 玉池西岳惊恶万分。 我也不知。 晋宁摇头。 仅仅一行字,何处来,何处去? 落款仅仅一个名字一下芒笋。 这下芒笋到底是谁? 难道是大夏皇族下芒室内的某个古老存在? 玉池西岳疑惑万分,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晋宁皱眉道,写这一行字的应该是这个叫夏芒允的,从那散发的威压来看这夏芒允是个实力非常可怕的存在。 我去问问外公。 玉池西岳连道,你等我一会儿。 现在深更半夜去问。 晋宁惊恶。 没事,我外公是天仙老祖,白天黑夜对他有多大区别吗? 而且他是独自一人居住,甚至是女仆从都禁止靠近我深夜去找外公没事的。 而且我也心骄得很我总觉得这卷轴不一般。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玉池西岳迅速离去。 紧紧斩茶功夫。 玉池西岳又飘然飞了回来他正满脸兴奋之色。 怎么样表姐? 晋宁也好奇得很,这份卷轴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这夏芒允是谁吗? 玉池西岳一脸的神秘。 谁? 晋宁问道。 自己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就是我大夏王朝的皇帝陛下。 玉池西岳低声道,也是我大夏皇朝的开辟者,一方大世界的帝皇。 是皇帝陛下。 晋宁一愣。 大夏皇帝,高高在上,是这一方大世界的帝皇拥有着滔天的权势。 甚至可以说大夏皇帝可以和天界的天地进行平等的交谈。 一个是凡间一方大世界的帝皇,一个是天界的帝皇。 从神魔时代到现如今。 大夏皇帝从来没有变过,大夏燕帝很少现身,毕竟这个存在了亿万年岁月的古老王朝早就形成了固有的规则一般琐事自有一些大臣们来做。 他,强大毕竟正是他一手断送掉神魔时代开辟了统一天下的庞大王朝。 他,神秘,无尽岁月,很少现身。 他,高贵,大夏王朝中没谁敢违逆他。 作为从神魔时代到现如今,一直站在这一方世界最巅峰位置的帝皇,却是很多散仙的仙门根本无法靠近的存在,他的名字,甚至知道者都极少。 对,是皇帝陛下,这是皇帝陛下的名字。 玉池西月激动万分,夏芒允,岂就是皇帝陛下的名字啊? 夏芒允,皇帝陛下寡妓宁忽然内心感到战力,恐惧。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眼睛,正观看着他。 之前不知道这是大夏皇帝陛下的名字,既您还没什么其他感觉。 可一知道后,便感觉到冥冥中的那一双眼眸看了过来。 你知道这卷轴是什么吗? 玉池西月却根本没一丝察觉,有的只是兴奋激动,这是转世法旨。 是我大夏皇帝亲自写的一份转世法旨,只要带着这一份转世法旨,一旦生死这份转世法旨会护送着魂魄进入地府冥界,那十殿阎网看到这份法旨,自然会给我大夏皇帝陛下面子。 所谓的何处来何处去就是说是哪个大世界哪个不足的,依旧会投胎回原有的大世界不足中去。 既宁恍然。 十殿阎网,崔府军,那都是地府中最高阶层,让一些仙人转世回原有的世界不足,也仅仅是小事一桩。 这也算和写下转世法旨的大能者结下个善缘。 对了,我外公嘱咐了,这大夏皇帝的名字你可别乱传。 玉池西月连道,按照我外公说,念出皇帝陛下的名字,皇帝陛下就会有所感应,不过我们是在阎王府内,皇帝陛下不会太在意的。 我知道,不会外传的。 纪宁连道,心中却暗暗吃惊,刚才冥冥中感应到仿佛有一双眼睛在观察自己,恐怕就是大夏皇帝吧。 时间流逝,纪宁第二元神斩杀浮云仙人的消息在传播,纪宁的名气自然也越来越大,在大夏王兜内几乎公认的认定纪宁在道的感悟上非常高,比浮云仙人都要更高,否则岂能越接对付浮云仙人。 安禅俊,黑白学功的一个静视当中。 紧紧穿着裤子,上身盘膝坐着的三代弟子第一人拉通真人身上皮肤竟然出现了一层层仿佛龟壳般的纹路,一股股澎湃古老的气息弥漫开。 华! 忽然静视当中出现了一头无比巨大的龟蛇虚影,这一头龟蛇虚影几乎占据整个静视,邋遢真人便是在龟蛇虚影的背部位置,整个龟蛇虚影开始动了起来,那龟手,蛇首都发出了一声声的吼叫。 坐在哪的邋遢真人全身都出现了一层龟壳,眼睛却仿佛蛇眼,让人惊貌。 气息无比的古老。 闻。 邋遢真人忽然眉头一皱,他冥冥中感觉到有什么在吸引自己,是。 仙缘大会 邋遢真人难难自语,怎么回事,怎么我修炼玄武大神通时,竟然对未来有了冥冥中的察觉,那仙缘大会似乎很重要。 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大的机遇。 那种强烈的吸引,让邋遢真人甚至都无法压制。 这种冥冥中的感应,邋遢真人很清楚是无需怀疑的,既然感应中对他是一个大机遇,那他就该去。 我不喜厮杀争斗,只想安然悠闲地修炼,可没想到还是要去这仙缘大会。 邋遢真人轻轻点头,随遇而安,该是我的便是我的,不该是我的何必抢求。 我便去这仙缘大会闯上一闯,会一会这一方大世界中的天才英豪们。 我这玄武大神通刚修炼完第二转,本要突破到元神层次的,现在看来,倒是不急了,等此次仙缘大会结束,再突破到元神层次吧。 邋遢真人随即不再多想,又继续修炼了起来。 巨大的龟蛇虚影,便不尽是。 邋遢真人宛如古老神魔,默默坐着,体会着。 在北明大海,有一座仙家岛屿名为金屋岛这岛屿上的主人,被称之为金屋仙人是一名实力滔天的反须地仙,虽然迈入反须仅仅才百年,却早就闯出弱大威名,他拥有着金屋血脉,虽然仅仅反须的仙层次,却已经近乎有天仙的实力。 在北明大海中另无数势力欲要拉拢,可这金屋仙人却是独自一人逍遥得很,加上作为金屋血脉,他脾气怪异,也很是兄弟,甚少有势力挡杆招惹。 金屋岛内 一身金袍的金屋仙人正升在大殿之上讲道,下方有着六名年轻的男男女女在恭敬听着。这便是金屋仙人麾下的六大徒弟。 讲道中途停歇时,六大弟子中其中的大师兄乃是人族,当即开口道,师尊,听闻大夏王朝要举行仙缘大会,弟子很想一去,不知可否。 你这实力去仙缘大会,找死不成。 金屋仙人淡然道,话刚一出口,他神情忽然一变。 第315章群雄汇聚 金屋仙人感觉到冥冥中的强烈吸引。 我怎么会突然有如此强烈的感应预兆? 金屋仙人心中震惊,作为修仙者对冥冥中的感觉都是非常信任的,似乎那仙缘大会对我很重要,似乎在吸引我过去。 师尊,弟子自认实力还算可以,如果真的赢不了我立即放弃认输就是。 那大弟子不甘心的连说道,这次仙缘大会汇聚了这一方大世界无数天才,这等机会,恐怕一辈子也就一次。 在大殿之上正在走神的金屋仙人很快反应过来。 够了。 金屋仙人皱眉喝道,就你这点实力还算可以。 天居一海岛,你的眼光也浅得很,你只是听说仙缘大会,又哪里知晓参加这仙缘大会的天才们是多么的厉害。 这是天宝山搜集的上一届仙缘大会的情报,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手中出现了一书册,直接扔了下去。 大弟子连接住。 没点实力就去仙缘大会,到时候你连认输都来不及。 金屋仙人随即起身,滑,直接化作一道红光,消失不见。 大师兄,你惹怒师尊了。 大师兄,这书册给我瞧瞧,参加仙缘大会的到底多厉害。 其他的师弟师妹们也都围了过来。 而金屋仙人却已经来到了他的仙家府邸中。 这仙家府邸,是无法随身携带的,却也有着非常强大的威能。 府内别无他人。 金屋仙人很快来到一座亭子中,亭子内正有着一黑袍男子坐在那,这黑袍男子和金屋仙人容貌近乎一模一样,只是金屋仙人的血液。 兄弟气息更加强烈。 我之所以有感应,看来就是因为我的本尊还是万象圆满。 黑袍男子站起了身,虽然我有过大机遇,不过冥冥中感应到的来看,仙缘大会却是极为重要,我或许能借这仙缘大会真正一飞冲天。 我不亦想要成为天仙。 怕是机缘就在这仙缘大会上。 黑袍男子喃喃自语。 他是一渔民的儿子,年幼时随父亲出海捕鱼,却因为飓风海浪令大船轻翻,他也昏迷过去,等他醒了,便惊恶发现进入了一座海底的洞府内了。 这洞府内是一仙被大能留下的洞府,洞府内有着大量的修炼秘法,法门,神通等等,甚至还有顶尖的观想法门。 还有着一些法宝奇物,连圆液都因为洞府无尽岁月不断的积攒,而形成一大湖泊,足有千万金之多,在众多奇物中他就发现了一个金乌卵,又粘得他在这洞府中埋头修炼。 他前世应该便是修仙者,神魂天生就很强,加上顶尖的观想之法,本尊达到万象真人时,他便神魂二分。 另外一部分神魂直接夺舍了金乌卵,随后荡壳开。 金乌生 这头金乌的血脉非常精纯,它也是修炼到反须境界才能化形的。 漫长的岁月,补义在北明大海上闯荡,经历了一次次生死冒险,因为有着幼年大机遇得到的众多宝物以及第二元神金乌之身,也是一次次逢凶化级,他的第二元神在经历三灾九劫后,才决定突破成为了反须的仙。 下一次三灾九劫还需要两百年,补义也是有足够时间的。 虽然我第二元神乃是金乌之身,实力极强。 黑袍补义摇头。 可是这毕竟是我夺舍的,我是人族,金乌是妖族。 虽然是夺舍的金乌卵,可契合也就在七八成罢了。 修炼到反须层次怕已经是极致了。 想要杜结成天仙? 一点指望都没有。 夺舍到金乌卵,是何等的机遇,当初实力还很弱小的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夺舍。 可夺舍的第二元神契合度不够高,杜结成天仙本就难,想这等拥有极精纯金乌血脉的金乌神鸟杜结就更难了。 他神魂和肉身才契合七八成,那是根本没可能度结成功,他非常清楚。 我能感应到,这是仙缘大会就是我的机缘。 我补义纵横北明大海,一直是我第二元神金乌仙人成就威名。 这次,我的本尊也要在仙缘大会上真正展露光芒了。 黑袍补义期待无比。 三天后,金乌仙人吩咐了门下弟子好好修炼,他要出去云游一番,随即便悄然离开,前往大厦王都。 云雾中一艘小船飞行,小船上有着一名盘膝坐着,身前放着一把砍刀的黑袍男子。 嗯? 黑袍男子忽然睁开眼,之前他闭眼镜丝时,一时想到了仙缘大会,顿时心中一动,冥冥中有所感悟。 拜别师尊,我前往一个个大世界进行游历修行,这大厦王朝世界是我游历的第九个大世界。 对所谓的仙缘大会,我根本没兴趣,毕竟我早拜在师尊门下,可为何我突然感应到,我该去这仙缘大会呢? 似乎不去,便错过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黑袍男子也疑惑不解。 不过他不怀疑自己冥冥中的感应。 既然如此,便去一趟这大厦王朝的王都,参加这仙缘大会。 我要看看,这大厦王朝世界的天才们有多厉害。 黑袍男子心意移动,小船周围立即荡起连衣,直接消失在了半空中。 正是施展虚空穿梭前往那大厦王都。 一座普通大厦城邑的酒楼中,一脏兮兮的少女烂醉如泥,头发上还有着杂草,还高声喊着,再来酒,快点,快点上酒。 姑娘,你的酒钱可都用光了。 酒楼的侍从连道。 脏兮兮的少女瞪眼,用光了。 周围的带把的,不带把的都听清了,我认你们踢打绝不还手,不过你们得给帮我付酒钱,不要你们多付钱,只要这一葫芦酒就行,将我这葫芦存满就行。 脏兮兮少女连喊道。 认踢打。 顿时有新来客人好奇来兴趣了。 可怜,又有家伙上当了。 那一葫芦是怎么装都装不满的呀。 一些老客人在那悄悄嘀咕,令原本想要踢打的客人感觉不对劲顿时罢手了。 脏兮兮少女拿着酒葫芦看着周围,竟然没谁要踢打他。 任由踢打。 绝不还手。 脏兮兮少女连喊道,哎,看来又得换地方了,小地方,骗也骗不到太多,要不去大地方,去最大的大厦王都。 少女忽然一正。 原本还烂醉迷糊,忽然眼睛亮了。 仙缘大会。 他感觉到了强烈的吸引。 原本按照他的修炼之道是不该去仙缘大会的,可是冥冥中感觉不会错的。 我生出一念。 要去大厦王都。 就立即感应到了仙缘大会,看来我是真的的去这仙缘大会了。 或许这仙缘大会,真能助我渡劫成仙了,我都转世九次了,这次再失败,就没指望了。 哗! 这烂醉的少女忽然消失在了酒楼中,酒楼内那些凡人们根本没有感觉,仿佛从来没有一个少女出现在这时的。 一个个隐藏在广袤的大厦王朝各处的真正的厉害人物,甚至一些都不在乎仙缘大会的真正爵士妖孽,都受到冥冥中的吸引,一个个都改变主意。 朝大厦王朝赶来。 大厦王都沿王府内,纪宁的仙府前有着一片湖泊。 湖泊上有着一艘小船,纪宁正躺在小船内。 任由小船飘荡着。 可能是因为在一蛇湖习惯了,躺在小船,让小船在湖泊上飘荡,纪宁的心灵也格外的空灵,参悟秘法也经常有所收获。 纪宁公子 一名侍女站在湖岸边喊道。 远处的牧船上呼的一个穿着瘦皮的清秀少年站了起来,一脉步,便消失在船上,出现在湖岸边。 纪宁公子 侍女连恭敬道,在王府门外有一群人要见公子。 见我。 谁? 纪宁问道。 他们说,他们是你的同门师兄弟师姐什么的? 侍女道。 纪宁眼睛一亮,当即化作一道风,呼啸着便消失了。 沿王府的正门口。 一阵风吹来,纪宁出现在了正门口。 纪宁师兄。 一白袍少年兴奋冲了过来。 说师弟。 纪宁一看到师弟,也开心一尝,师兄弟二人熊抱了下才放开。 对这穆子硕师弟纪宁早就当做了亲弟弟。 师兄,你可真厉害呀,竟然练出了第二元神,还斩杀了浮云仙人。 穆子硕兴奋异常,我在黑白学宫知道这消息都高兴坏了,哈哈哈哈,你杀了那少颜农和那一头神魔,现在少颜氏派出的死士都死在你手,嘖嘖,都不知道少颜氏气成啥样了。 气死了最好。 纪宁说道,随即也看向旁边两位,苍江师兄,于威师姐,还有大师兄,你们怎么都来了? 眼前来的几人,分别是邋遢真人,于威师姐,苍江师兄,穆子硕师弟。 于威笑道,我和大师兄也是来参加这一次的仙缘大会的,苍江师兄和穆子硕师弟则是来观战,想必等仙缘大会真正举行之时,我黑白学宫应该还有弟子过来观战。 毕竟参战的少,观战还是会有不少的。 大师兄也参加。 纪宁惊讶,当初自己和于威师姐也聊过,似乎黑白学宫当时就于威师姐一人要参加,其他人都没参加,三代弟子第一人大师兄邋遢真人原本也是不参加的。 该来,便来了。 邋遢真人笑道。 这次我黑白学宫参加仙缘大会的可是有三个了,于威师姐,纪宁师兄,还有大师兄。 我黑白学宫一定要闯出大威名。 穆子硕在一旁期待得很。 第316章 雪龙山的末日 玉池西月也得知纪宁的同门师兄弟们来了,当即专门设宴,宴请这几位黑白学宫弟子。 而就在这天,遥远的安禅郡境内,正有着一艘镶嵌金色花纹的大船碾压气浪,呼啸飞行着。 在大船之上,正有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金甲进军,在甲板上更是站着九名黑色甲铠的进军队长,他们各个气息雄浑深不可测。 前方就是雪龙山了。 一名黑色华服男子笑着道。 麻烦洛霄道友了。 九名金甲进军队长其中一人开口。 这是小事,能够有机会为阎王做些事,也是我北山洛霄的运气。 北山洛霄连吹捧道,他心中则是暗叹,雪龙山啊雪龙山,你们竟然不长眼得罪了阎王,就算阎王当年很落魄,可也不是你们小小雪龙山能得罪的呀。 这次阎王足足派了九支金甲进军小队过来,看来是真的记恨上这雪龙山了,也不知道这雪龙山当年到底做了些什么。 玉池雪,玉池山之死,东西乃是主谋。 晋宁和玉池西月当然都非常恨,阎王也清楚自己的外孙女的心思,当即下令吩咐了九支金甲进军小队前往安禅郡,先去和安禅北山市说了声, 我家王爷当年在天下间闯荡,和着雪龙山结下大院,今日命我等来灭掉雪龙山,还请北山市给个方便。 安禅北山市一听,灭掉雪龙山。 连帝仙散仙都没有的小宗派,安禅北山市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而且阎王也很会做人,在事先还亲自来说了声,安禅北山市立即安排了北山洛霄亲自带路,带着这些金甲进军前往那雪龙山。 到了。 北山洛霄指着下方。 透过云雾,隐约看到一座座连绵的山峰,其中有三座山峰格外的雄伟险峻,高度远超其他山峰。 雪龙山 九名禁军队长俯瞰着这座山门,都微微点头。 先抓东西,再灭雪龙山。 其中一名队长开口。 轰。 大船直接俯冲而下,带着无尽的威势,直接冲到了雪龙山棕门上方,顿时引起了雪龙山内的一片震惊,竟然敢将战船直接停在棕门上方。 太嚣张了。 不知是哪位道友来我雪龙山。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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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身影冲天而起,正是雪龙山的三名原神道人,雪羽道人,涵阳道人,黑龙道人。 他们一飞上来,就看到了那耀眼夺目的一群穿着金甲的军士,那可怕的威势令他们不由心一颤。 不过当看到黑色华服的北山洛霄后,三名原神道人中的黑龙道人便连道,洛霄前辈,怎么来我雪龙山了,如果有事直接吩咐声,我们过去就是了。 何必洛霄前辈亲自来呢? 洛霄前辈来我雪龙山,不知道何事。 有事尽管吩咐,我等定当竭力去办。 寒阳道人也连道。 三名原神道人都恭敬得很。 几位 北山洛霄则是看向一旁的九名禁军队长,这九名禁军队长可都是散仙。 找到了。 其中一名队长眼睛一亮。 哗 一脉步便消失在原地,直接进了雪龙山棕门之内,再一转眼,就已经拎着一名白衣青年飞回来了,这白衣青年脸色煞白,全身颤抖,畏畏缩缩。 东期 寒阳道人惊呼 爷爷,爷爷。 白衣青年惊恐万分,连喊道,我子府被毁了,子府被毁了呀。 寒阳道人顿时脸色一变,有着一丝怒涩,不过依旧强忍着愤怒道,洛霄前辈,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直接带人捉我雪龙山弟子。 如果我雪龙山有什么得罪的,尽管说,该杀该寡,我们雪龙山自然会给一个交代。 这可不是我的人。 北山落霄摇头道,你们还真没眼光,连大夏王兜中最最厉害的金甲晋军都认不出。 金甲晋军? 寒阳道人,黑龙道人,雪宇道人都是大惊。 晋军 他们在安禅郡当中都只是算是一般的宗派罢了,偏安易于,连散仙帝仙都没有。 自然对遥远的大夏王都知之甚少,虽然他们中的黑龙道人曾经去过大夏王都一趟,可是连晋军都未曾见过,更别说晋军中的精锐金甲晋军了,他们之前看这些军士穿着金色夹铠,还以为是安禅北山市的军队呢? 几位将军 黑龙道人连道,我雪龙山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尽管说。 寒阳道人,雪宇道人也是惶恐不安。 我等凤令来捉拿东七,灭你雪龙山。 其中一名队长冷然道。 捉拿东七? 灭雪龙山? 黑龙道人三人顿时赶到晴天霹雳,都蒙掉了。 灭宗门? 天,天哪! 他们也是传承了很久的宗门哪,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要被金甲晋军灭门了? 寒阳 黑龙道人看到了那被秦拿的东七,顿时明白了,盯着一旁的寒阳道人怒吼道,都是你,都是你浇灌这个东七,这东七在外祸害了不知道多少人,在宗门内都祸害了好些女弟子。 都是你一直维护。 这东七定是哪里触怒了大人物,才让我雪龙山遭受灭门之灾。 寒阳道人也是脸色煞白。 雪宇道人更是祈求道,诸位要怎么惩罚东七都行,甚至要我雪龙山如何都可以,还请给我雪龙山一条活路吗? 诸位! 秦拿着东七的那名队长冷然道,动手。 随着一声令下,顿时一支支金甲禁军飞出了大船。 守山大阵。 黑龙道人声嘶力竭咆哮着,他的声音在每一个弟子耳边响起。 风禁。 雪龙飞天阵。 整个雪龙山一带戴仙被留下的阵法尽至瞬间被激发,一道道风禁浮现,云雾显现,甚至还有着一条条雪白神龙环绕着一座座山峰飞舞着,一个宗派的底蕴进阶被激发了。 即便是一名散仙亲自到来,也难破这山门。 轰,高空中却是出现了一条条金色的神龙。 足足八条金色神龙,每一条都蜿蜒万里,威压弥漫开。 雪龙山的宗门,一般的散仙是很难破开,可是一支金甲进军小队是由一名散仙率领四十九名元神道人,且尽揭穿着道兵甲铠,耳后凝聚化成神龙。 威能之强,至少抵得上普通散仙十个。 而这里足足有九支小队。 砰金色神龙蜿蜒舞动,一个简单的神龙摆尾,便抽打得一处处封尽轰然碎裂,就仿佛肥皂泡沫破裂一般。 其中一名队长擒拿着东七,俯看下方。 另外八支小队进阶化为了金色神龙,开始朝下方的雪龙山进行了攻击,以绝对压倒性的实力,直接碾压碎裂一处处大阵禁止,至于所谓的弥阵。 须知这神龙个个都化为万里大小,一个阵洞便令大阵溃散了。 这,这,韩阳道人率领着门下弟子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雪龙。 可看到那金色神龙的威势,他吓得都不敢去抵挡。 他一个元神道人率领一群万象,子府形成的雪龙,去和一名散仙率领四十九名元神道人形成的神龙,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呀。 差距太大了。 东七呀东七,你到底得罪了谁呀? 韩阳道人又气又怒又绝望。 完了。 雪与道人率领门下弟子紧紧和对方一个碰触,门下弟子便死伤大半,雪龙便完全溃散,雪与道人顿时露出绝望之色,雪龙山完了,恨哪,恨我雪龙山宗门法规不言,一个个弟子为祸四方,终于得罪了大人物了。 砰。 雪与道人瞬间爆炸开来,引起了一片元力的震荡。 他选择了自暴,这样好歹魂魄魄还能去投胎。 雪与道人自曝,韩阳道人被杀,黑龙道人被杀。 整个雪龙山的一座座山峰进阶倒塌,在八条万里神龙的威能下,整个雪龙山有的地方路沉形成湖泊,有的地方形成了高原,总之这一带已经看不到一座真正的高山了。 这,这,东七完全萌掉了。 洛霄道友,此次麻烦你了,我等就直接回大厦王兜了。 这是小事,雪龙山得罪阎王,覆灭也是自找的,怪不得谁。 那我等就先走了。 不送了。 当即一群金甲进军带着东七乘坐大船离开了,北山洛霄这事看着原本雪龙山所在处变成湖泊,高原,不由摇头,这等小宗派,法规不够森严,弟子为祸四方,门派的气运自然不断下降,总有覆灭一日。 可笑啊可笑,连大厦皇族都弄了应龙卫,拼命缉拿追杀大罪孽者。 反而这种小门派却肆意乱来。 哗,北山洛霄随即便凭空消失,直接挪移离开了。 大厦王都,阎王府。 雪花飘飘之时,一群金甲进军则进入了王府当中。 诸位兄弟先去歇息,也看守好那东西,我速速去禀报郡主。 一名队长说了声后,便立即去见郡主了。 一宽阔的廊道上正摆下沿袭。 静宁,玉池西月正陪着木子硕等人在这,一边看雪景,一边吃着,聊着。 禀郡主 那队长出现了,恭敬道,人已捉来。 静宁,玉池西月看到这队长时,顿时都屏息了,听到人已捉来,二人都情不自禁站了起来。 诸位,我和纪宁还有事,等惠尔再过来。 玉池西月连道 第317章 大夏皇帝 这是一阴暗的密室内,密室内摆放着大量的刑具,在中央有着一行架,行架上正绑着一名神色惶恐的狼狈的白衣青年。 这,这,东西看着密室内的刑具,脸色都白了。 到底是谁,我到底得罪了谁? 东西惶恐不安,竟然都灭了我雪龙山。 他原本的骄横跋扈已经丝毫不存,有的只是害怕恐惧。 密室角落的军士则默默看守着。 忽然 轰隆,石门开启,一女子一兽皮少年走了进来,这让东西更加疑惑不安,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人。 郡主 看守的军士恭敬道 你出去吧。 玉池西月吩咐道 是 军士立即离开,石门再度关闭。 玉池西月和纪宁都盯着那绑在刑架上惶恐狼狈的男子,他们姐弟俩早就看了有关东西的情报多次,他的容貌早就深深记在二人心底。 东西 纪宁眼中寒芒闪烁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毁掉了我的家,害死了我父亲,令我母亲也郁郁而终。 玉池西月几乎瞬间就眼红了,直接拿起了旁边一勺子,摇起了正在盆内流动的银色赤热液体,直接朝东西身上洒去。 滑赤热的银色液体一洒在东西身上,东西顿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脖子都生得好长,叫声无比的凄惨,脸色煞白如纸。 呆得稍微清醒了下便连惨叫喊道,饶命,饶命啊。 纪宁的眼睛也红了。 一切,一切的源头都是眼前这个顽固子弟,这个可恶的家伙,这个自己根本瞧不上眼的可恶小角色。 可就是这个可恶的小角色却令自己的父母,还有表姐的父母都早早死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疼,疼啊,饶命啊。 东西击力叫着。 疼。 晋宁拿起了旁边的一烙铁般的法宝,走了过去,这才刚开始,东西,别急,慢慢享受吧。 不,不,不,东西赶到了心颤,七力叫了起来。 然而这刑罚密室内部有阵法禁止,外界根本无法探查。 纪宁直接将这烙铁般的法宝直接烫了上去,原力直接传入这法宝中,顿时吃吃吃直接在全身破破烂烂的东西皮肤上烫得冒烟,呆得烙铁法宝拿开,东西的皮肤上出现了一火焰的图案,只见这火焰图案隐隐引动了天地威能。 啊,啊,啊,疼,疼。 东西全身都在站立,那火焰图案仿佛将他全身都在灼烧,一次次全身烧死的痛感令他要崩溃了。 旁边玉池西月冰冷道,放心,这都是我大夏皇族的一些刑罚手段,你才尝了两种,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我会准备好灵丹,一次次治好你,我会让你尝遍大夏王朝的一万余种酷刑。 让你知道什么是痛,什么是后悔。 听得东西都崩溃了,一万多种酷刑。 刚刚才两种都让他要发疯了。 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们,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们? 你们弄错人了吧? 东西快哭了。 轰隆,尸门再度开启。 外面走来了一条雪白大狗,随后尸门关闭。 你还认识我吗? 白水泽眼中也满是凶芒,盯着东西。 白水泽? 东西医症,记忆深处,数十年前的一幕开始浮上心头,那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和一对恩爱的夫妻,那个怀着身孕的妻子长得真是美丽,气质更是罕见,怀着身孕更添加了一份奇异的魅力,令当初的东西无比的心动。 于是他下了命令,鱼动,水溢去动手了。 想起来了。 记宁冷声道,当初那一对夫妻便是我的父母。 当时被你们杀死的是我的父亲。 玉池熙月更是无比疯狂,他幼年时代对他无比宠溺的父亲啊,那宽厚如山的肩膀,那朗朗的笑声,一次次出现在梦中,那是他最爱最爱的父亲啊,还有那温柔的母亲。 记宁,玉池熙月都盯着东西。 东西心底发寒。 鱼动和水溢也是你们杀的。 东西颤声道。 对。 记宁点头,现在轮到你这个主谋了。 我师弟的手段太轻了,仅仅用坟心术折磨了那二人罢了。 玉池熙月咬牙切齿,那二人死了便死了,至于你这个主谋。 大下的一万余种刑罚手段你会尝个遍,到时候你差不多也死了,我在将你的魂魄收入千辛火炉内,我要你的魂魄日日夜夜承受折磨,让你受千年万年折磨之罪。 东西眼睛都呆滞了。 纪宁看向一侧的表姐,虽然自己也仇恨异常,欲要将其折磨死魂飞魄散,可是和表姐比起来,还是差得远。 表姐,将他魂魄折磨十天十夜便够了。 纪宁红着眼,传音道,没必要让他一个砸碎令你千年万年都沉浸在仇恨中。 折磨东七千年万年,实际上玉池熙月也将沉浸在仇恨中千年万年。 折磨别人,也是折磨自己。 我的仇恨早已身种,弟弟,你就别管我了。 玉池熙月眼神甚至疯狂且扭曲。 纪宁的成长过程中,先有父母教导十余年,随后又有殿才仙人教导,还有好兄弟穆子硕,所以纪宁的内心还未扭曲。 而玉池熙月,自他父母死后,他独自一人早就吃够了苦头,那些苦难他甚至不愿再回忆,即便被外公带回大厦王都,他依旧孤僻得很。 唯有面对表弟,他的心才能温暖些。 东七死得很惨。 在被刑罚折磨了三个多月后终于身死,他的魂魄也被收入千辛火炉中,又折磨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阎王出手,虽然玉池熙月将千辛火炉随身带着,一般人没办法透过法宝杀死其中的魂魄。 可阎王却能做到,他将东七的魂魄灭杀了。 纪宁,你经常陪陪熙月。 这近半年的发泄,他心底恨意也发泄差不多了,再任由他这般下去,只会完全入魔。 你多陪陪他,也能令他逐渐从仇恨中走出来。 阎王亲自和纪宁谈,纪宁自然也记在了心底。 深秋 在大夏王兜的上空最深处,便是蒙蒙的灰色虚无,华纳灰暗的虚无中忽然分开了一条巨大的通道,通道中都隐隐有着金光,只见大量的黑色军士一排排的破空飞来,在这群黑色军士后方,便是骑着天马的一群群黑色甲士,再往后便是一条蜿蜒盘旋的巨大黑龙。 这条黑龙的气息滔天,强大无比,他拖拉着一散发着金光的巨大仙年,仙年上挂着一盏盏金灯,在仙年上则是坐着一名黑袍男子。 这黑袍男子面容古朴,双眸犹如雷电之眼,目光所致,天地仿佛都要裂开。 他的威严,令周围的军士们为之心颤沉浮。 在仙年的后方,也跟随着一批批乘坐着战船的黑甲军士,这些战船都有百丈长,不过和仙年比起来却差远了,须知那条黑色长龙就有万丈之长,仙年和黑色神龙相比也是相差无几。 华 帝皇出巡,护卫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只见这支队伍直接朝下方飞去,直接飞向那一座天盲殿,天盲殿最顶层的云雾之上早就有大群大群的仙女,兵将们跪伏着,这些仙女兵将们最弱的都是元神层次,不过能够近身伺候大夏皇帝也是他们的莫大运气了。 拜见陛下 一鬼无的双头神魔当即跪拜下,最先高声喊道。 顿时后方的众多仙女,兵将进阶跪下,拜见陛下。 黑龙拉着仙年落下。 前后簇拥着仙年的大量黑甲军士也迅速分散开,站在各处。 嗯? 黑袍男子走下仙年,仅仅迈了两步,便走到了不远处的帝皇宝座之上,他高座宝座,俯看下方,吩咐道,传令,让齐王过来。 是。 双头神魔直接应命。 黑袍男子高座王座,他的目光扫视,便穿透了一层层云雾的阻碍,大夏王都便尽皆在他的观察之下。 他高高在上,乃是这一方大世界的帝皇,真正的绝对统治者。 不过他的目光早就放眼三界了,平常也甚少在大夏王朝世界停留。 数十年前,三界之冥界帝府突然遭到攻击,六道轮回崩溃毁灭,而后这些偷袭的敌人却又消失无踪。 黑袍帝皇轻声自语,冥界,乃三界之魂魄前网之所,何等重要,防卫也是森严,十殿阎王和那崔府君可都是纯阳真仙,各个了得,那佛门的地藏也在那镇守,冥界中还有其他一个个老家伙,实力都极为厉害,可是遭到袭击却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在极短时间就被毁掉了六道轮回。 甚至到底谁毁掉的,这些人到底是哪一方的,都无法查出来。 连狮尊娜等存在,都无法查之。 这股隐藏在暗中的力量,强得可怕呀,第一次出手就是针对六道轮回。 看来,三界,要乱了。 黑袍帝皇眼中有着深深的担忧。 三界大动荡是非常可怕的。 在无尽古老的过去,旁古开天地,那便是上古世界,后来那上古世界破碎,才出现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的。 可见这种大动荡是何等可怕? 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诞生真正的爵士英豪。 黑袍帝皇俯看下方大厦王都,所谓乱世出英雄,三界中的一个个强大存在,一般也是真正大动荡大浩劫中才会诞生。 这次,是六道轮回被破后的第一次仙缘大会,那些要诞生的英豪恐怕有些就会在这仙缘大会之中出现。 黑袍帝皇思索着。 第318章 帝皇的命令 我大夏皇族,上城上古旁古世界皇族下士,知血脉,更早早将这一方大世界统一,经营亿万载,我又败在师尊门下,师尊也曾说,论气运之强,我大夏王朝世界在师尊门下数十处大世界中也当属第一,气运汇聚,三界的一方大世界。 三界震荡,一些绝世英豪要诞生,诞生在我大夏王朝世界的可能非常大。 黑袍帝皇思索着。 师尊乃是掌握天道的存在,在三界中也是最最顶尖的大能者,连师尊也担心三界即将大动荡,如果我大意了,怕是大夏皇族就此覆灭呀。 他很清楚。 他师尊,乃是三界中真正的绝顶大能者,有数十个大世界完全受其命令,大夏王朝世界也只是其中一个。 至于天帝。 天帝也仅仅是管理三界一些秩序罢了,论权力和他这大夏皇帝相比也高不到哪儿去,更别提和他师尊相比了。 他师尊这等存在,才是真正掌控三界命运的霸主,因为过去三界中也有过一些动荡,天帝也换过好几任了,谁当天帝。 也是他师尊这等绝顶大能者们商议决定的。 师尊这等存在既然都担心,那他门下弟子,像我,便有可能深陨此劫。 务必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 黑袍帝皇乃是从上古世界活到现如今的存在,当年率领部族从上古世界转移到大夏王朝世界,随后和土著神魔们厮杀,和其他部族争斗,最后统一天下。 可不是擅长。 他很懂得,在大浩劫中,该如何度过? 必须交好更多的三界强者。 甚至最好一些三界强者,能为我效命。 如此,我气运自然大涨。 此次仙缘大会,怕就有未来的三界强者从中诞生。 黑袍帝皇目光悠悠。 忽然。 远处一道人影出现在云雾上,他穿着明黄色的长袍,袍子上还绣着一条硬龙图案,他面旁线条柔和,眼睛犹如星辰。 他便是齐王。 乃是天仙层次的存在。 拜见陛下。 齐王恭敬行礼道。 齐王,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可有什么重要事发生? 黑袍帝皇说道,平常管理天下的是帝皇的族人以及一些大臣们,只有真正的大事才会禀告帝皇。 阎王成为天仙的事,陛下是知道的。 至于其他,便没什么重要事了,大夏王朝一切都还算平静。 齐王恭敬道,少阎农之死。 别说是下任羽神宫,就是现任羽神宫死了,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值得禀报大夏皇帝陛下。 当然如果玄机老祖那等天仙生死,倒是值得一报了。 嗯? 黑袍帝皇点头,离仙缘大会,还有数月,你可知道有关仙缘大会有什么特殊消息。 仙缘大会 齐王惊恶 仙缘大会,三百年就举行一次。 对寿命相对短暂的修仙者而言,几乎是一辈子一次的机会,可是对高高在上的大夏皇帝而言,在大夏皇帝无比漫长悠久的生命中,每三百年一届的仙缘大会其实很频繁了,他一次闭关可能就是上万年,一般都是不管这仙缘大会,都是麾下的几个天仙花费点心思。 天仙们主持,已经算规格够高了。 此次仙缘大会,如果硬是说特殊,齐王思索了下,想到了一份天宝山送来的情报,当即到,也有特殊的地方,过去的仙缘大会。 一些真正很有傲气的爵士天才,有一些是不来参加的,可是此次一些名气极大的爵士天才,却一个个都来了。 此次的仙缘大会,论质量,应该算很高了。 爵士天才,并非一定会参加仙缘大会。 因为性格,脾性,修炼法门的缘故,不来的会有很多,如邋遢真人其实之前本就没想来。 哦! 黑袍帝皇轻轻点头,果然,一切都是有征兆的。 无形的气韵汇聚 此次仙缘大会就是气韵汇聚之地,那些爵士天才们本能的会想要过来,因为在其中真正要言者,就能得到更多气韵的加持,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次仙缘大会,我要亲自主持。 黑袍帝皇开口 亲自 齐王惊愕,这仙缘大会三百年一次,没什么重要的,陛下你要亲自主持。 黑袍帝皇点头,对,我要亲自主持,此次仙缘大会的奖励我也会提高十倍百倍。 十倍百倍 齐王心颤 之前的仙缘大会,也就是排名前三能被赐予一件仙接法宝。 那这次呢? 向全天下各诸侯各大宗门教派传令。 黑袍帝皇淡然道,告诉他们,此次仙缘大会,我很关注,将会亲自主持,并让各诸侯,门派,教派内的最最顶尖的弟子都需安排来,参加这仙缘大会。 命令 齐王更是惊愕。 参加不参加,一般全凭自愿的。 齐王,数十年前那阴曹帝府的巨变,你是知道的吧? 黑袍帝皇看向齐王。 知道,六道轮回崩溃我当然知道,可是这和仙缘大会。 齐王隐隐有些察觉,不过陷于眼界的缘故,他还是不太懂,可心中已经明白,恐怕之前明界帝府的巨变,是此次帝皇重视仙缘大会的原因。 既然如此,他也不能懈怠。 我会立即传令。 齐王连应道。 嗯,仙缘大会开始之日,定在正月十六。 黑袍帝皇下令。 是。 齐王应道。 很快,以大夏王都为中心,大夏皇帝陛下亲自主持仙缘大会,命各诸侯,门派,教派内的最最顶尖弟子都需要安排参加仙缘大会,的消息也迅速传遍了这一方大世界,无尽大地上的各大诸侯,乃至四方无尽海洋中的大势力者,进阶得到皇帝陛下的命令。 皇帝陛下亲自主持。 上次皇帝陛下主持仙缘大会,还是将造反的东厄士等部族灭杀,距今也已是亿万年。 再上上次皇帝陛下亲自主持,那是第一次的仙缘大会。 怎么皇帝陛下这次又要主持仙缘大会呢? 一时间各大诸侯,大宗门,大教派,都心中惶惶。 他们倒是不在乎门下万象弟子的死活,即便全部死光了,只是令数百年内有一个断层罢了,待得数百年后还会有新的天才诞生。 不过他们担心大夏皇帝,陛下的心思,那可是真正掌控整个一方大世界命运的帝皇。 他要亲自主持,还下令。 这意义非凡啊。 老祖,仙缘大会第一次举行时陛下主持过,还有东厄士造反被灭杀后的仙缘大会,陛下也主持过。 这是陛下第三次亲自主持仙缘大会,定是有些原因在其中。 好了,无须多想,陛下何等身份? 他的心思也是你能揣摩的。 即便他下令让我不足内的年轻一代天才们去送死,我们也只能遵命。 去,让我不足内年轻一代万象真人中排在前三的都需参加仙缘大会,至于其他的,随他们自愿。 召回三位圣子,准备参加仙缘大会。 是,圣主。 我其天门,十大弟子中排在前五的,都需参加这仙缘大会。 至于其他弟子,随其自愿。 是,太上。 整个大夏王朝世界中真正强大的一股股势力没有一个党敢违抗,这些得到命令的,那都是和安禅北山市一个极数的势力。 像黑白学宫。 那都是没有资格得到命令的。 又到了一年冬,积雪在阳光照耀下很亮很亮。 纪宁,玉池希月,于威,穆子硕,苍江真人,邋遢真人都正在一起,喝着鲜酿,吃着海味,肆意畅谈。 皇城内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玉池希月笑道。 这一次的仙缘大会开始之日,是定在正月十六。 离现在也就还剩下一个多月而已。 每次仙缘大会,都是正月。 我在大夏王都闲逛,在一处吃饭时,听到旁边有人议论,说他们宗门的九大弟子排名前三的都来了,还说其他宗门谁谁谁也来了,似乎这次来的天才非常非常多。 穆子硕端着兽头九斩在那兴奋说着。 我在天宝山购买的情报来看,现如今正有一批又一批的天才会聚到大夏王都来。 余威也肃容道。 玉池希月却是笑道,看来你们知道的还不够多,实际上此次仙缘大会,乃是皇帝陛下要亲自主持,各大诸侯门派教派为了讨好陛下,自然会将最优秀的天才们带来。 陛下亲自主持。 纪宁,余威,邋遢真人一个个都吃惊了。 这消息其实各大诸侯都是知道的,一些爵士天才弟子们估计也被告知了,只是他们不敢倾传。 玉池希月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乱传。 这是自然。 纪宁等人依旧处于震撼中。 大夏皇帝。 那个统领这一方大世界的存在。 那个真正站在最巅峰的存在。 纪宁等人不由欲加期待。 随着时间流逝,来到大夏王兜的天才们越来越多,甚至有些纯粹是知晓此次仙缘大会天才真的非常多,原本不想来的,也心动了,也赶来了。 转眼,便已经来到了正月十六这一天。 新的一卷开始。 第319章 阵界大阵 天才蒙蒙亮,居住在大夏王兜各处的万象真人以及三千六百郡的诸侯等人都朝皇城涌去。 人真多。 纪宁、鱼威、邋遢真人三人正并肩成云驾雾直接飞向皇城城门处。 师弟,其他人呢? 邋遢真人仿佛刚睡醒,疑惑道,怎么苍江师弟他们一个个都不见了? 纪宁笑道,说师弟,苍江师兄都去和我安禅郡大队伍汇聚了,此次乃是皇帝陛下亲自主持仙缘大会,整个大夏王朝三千六百郡都有队伍来拜见陛下,必须跟随安禅侯的队伍。 否则硕师弟他们连皇城都进不去。 哦! 邋遢真人恍然点头,我还以为想要观战,就可以进去直接观战呢。 大师兄,你埋头修炼,灯带也观看点情报。 鱼威无奈道,这仙缘大会岂是随便能看到的,皇城也是随便能进的。 一直在闭关修炼,所以,邋遢真人摸着脑袋笑了笑。 晋宁解释道,今天要进皇城,一是我们这种万象真人,因为即将去搏命厮杀,自然能直接进皇城。 一种是来自各地由诸侯们带领的队伍,也是去拜见皇帝陛下。 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天仙老祖,如阎王就能直接带着西岳郡主进去了。 至于其他? 或许还有些厉害人物有手段进皇城,不过我就不知了。 邋遢真人恍然点点头。 就在一路说话时,晋宁他们三人就已经驾悟飞行在最后的一条大道之上,遥远处甚至都已经看到了那四位身高万丈的神魔和他们看守的皇城城门了。 滑滑滑愁周围大量的一只只修仙者,三三两两,或者大群的飞过,都朝皇门飞去。 不过皇门此刻却是关闭。 很快,晋宁他们也飞到了,降落了下来。 真多呀。 邋遢真人看着周围,在皇城外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数十万人,这其中有参加仙缘大会的,更多的是观战的。 而此刻天空中还有着源源不断的修仙者们到来。 慢慢等吧,等到酒炉钟响,才会开城门。 晋宁说道。 这一等,便是近一个多时辰,金屋都已经升起,阳光普照整座大厦王都。 锁 绿 凯 烧 绿 凯 接连九声钟响,钟声悠扬,仿佛从九天之上传来,让原本在皇城外聚集的过百万人都安静了下来。 轰隆 高大的皇城城门轰然开启,那四位高万丈的神魔俯瞰那过百万的人族,其中一名敌枪喷出火焰皮肤火红的神魔开口道,欲要参加仙缘大会的万象真人们,现在可以进皇城了。 只要你进去,就必须参加仙缘大会,后退不得了。 好,进去吧。 顿时哗哗哗。 秘密麻麻的人影,一个个仿佛漫天的蜂虫,进阶都飞向皇城城门。 这得多少人? 邋遢真人眼睛瞪得滚圆。 平常立次仙缘大会,一般两三万人左右。 晋宁笑着开口,此次仙缘大会,乃是皇帝陛下亲自主持,意义非凡,据推测,应该在十万人左右。 这些讯息,很多都是表姐透露给晋宁的。 平摊下来,每个郡都有三十号人。 邋遢真人思索着,看来各郡的精英厉害人物们,九成九都来了。 此次仙缘大会,不同以往。 于威说了句。 飞入皇城后,便看到了宽阔的通道。 参加仙缘大会者,跟随我等。 声音雄魂,响彻天地,只见在最前方有着一群禁军在半空中带路。 顺着宽阔的大道,很快就出现了一无比巨大的广场,广场之大,肉眼一眼都看不到尽头,黑漆漆的石板铺就,在巨大的广场地面石板上还有着无比复杂的符文,符文遍布整个广场,令广场散发着让人挡寒的气息。 参加仙缘大会者,紧接在这区域等待。 前方众多禁军迅速引导。 来自各地的天才俊杰们一个个几乎都未曾进过皇城,都懵懵懂懂,乖乖听话,都降落在那一片区域当中。 哗! 禁军们迅速分散,一个个散开,将这一片区域完全包围,个个冷着脸站在那一动不动。 这些禁军们也知晓今天大夏皇帝陛下将亲自主持仙缘大会,他们这些禁军也是难得碰到一次大夏皇帝陛下,天能不认真。 这广场怕有万里之广。 那胖乎乎的邋遢真人低头看着符文,而且还蕴含着非常可怕的阵法,远远超过我感应的阵法。 符文 于威也神情郑重,仔细观察。 纪宁脑海中则是响起黄毛大雄的声音,看来你们大夏王朝的底蕴可真深,依我看这广场之上的符文阵法,应该是一阵图移这阵图最起码勾勇超过三件纯阳法宝,最起码超过千件先阶法宝。 只要那大夏皇帝一个念头,恐怕一个由至少三件纯阳法宝,千件先阶法宝组成的巨型阵法就会发动。 如此多宝物组成的阵法,应该是超大型的阵守老巢的大阵,也就是阵守你们这一方大世界的阵法,厉害,厉害,了不起啊。 这样的大阵要布置出,恐怕一般的纯阳真仙都做不出,布置出这个阵界大阵的,绝对是三界当中一等一的大能者,恐怕和主人相比都相差无几。 什么? 记名一经 和三寿道人相差无几 一般纯阳真仙都布置不出 阵界大阵 镇守一方大世界 晋宁却是布置,水府之灵的猜测的确是真的,虽说这古老阵界大阵并非大夏皇帝师尊布置,却也是另外一位相差无几的大能者所布置,的确是镇守一方大世界,乃是大夏王朝之根基所在。 你们大夏皇帝如果是纯阳真仙,有了此等阵法,放眼三界,能对付他的也少之又少了。 即便能对付他的大能者,一看到这等阵界大阵,也会给布置阵界大阵的背后存在面子的。 黄毛大雄感慨,厉害厉害,不愧能掌控一方大世界,你们大夏皇帝背景不小啊。 水府之灵,眼界极高,一眼就看出大夏皇帝之背景了得。 那皇帝陛下会不会发现你? 晋宁问道。 尽管放心,就是布置这阵界大阵的绝顶大能者,最多发现水府特殊,却也休想窥视。 这毕竟乃是主人倾尽心力的传承宝物。 黄毛大雄自信非常。 晋宁点头。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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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宁等所有欲要参加仙缘大会的万象真人们都转头看去,只见远处一支支队伍整齐无比的飞了进来,他们秩序井然,显然是非常懂得一些礼仪规矩的。 反而晋宁他们那些天才们是一窝蜂的进来。 三干六百郡以及四方海洋。 晋宁一眼看过去,便清晰可以分辨,一支支以郡为单位的队伍进来了,耳后都降落在广场上。 安禅郡。 鱼威指着远处。 晋宁,邋遢真人也看过去。 安禅郡的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名身材高瘦穿着黑袍的男子,他气息雄浑,气度很是不凡,正是安禅侯。 在安禅侯的身后还有着一批北山市的人,其中晋宁就看到了北山百威乖乖浑在人群中。 后面还有黑白学宫的十余人,还有猎龙士、木兰士等一个个安禅郡大部族的人物,整个安禅郡的队伍也足有数百人。 三千六百郡以及四方大洋的队伍都降落下,整齐化。 嗖!嗖!嗖! 还有这一道道身影直接冲天而起,飞向高空。 表姐! 晋宁看到了,在那些冲天而起的身影中就有阎王,阎王带着玉池夕月直接冲天而起,飞入高空云雾中。 是九连师妹。 邋遢真人惊讶道。 晋宁也看到了。 九连正跟随一名蓝衣男子冲天而起,也飞向高空,晋宁听表姐说过, 也就天仙们能够直接飞到天盲殿主殿去见大夏皇帝陛下。 其他人实际上是见不到面低。 天仙们也可以带一两个随从过去。 那蓝衣男子应该就是一名天仙老祖了。 当晋宁抬头看时,九连也正朝下搜索着看着,忽然二人眼神碰触到了一起。 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回荡在二人心间。 二人都情不自禁将眼神都移开。 天盲殿最高处的主殿 大夏皇帝一身黑袍高坐在宝座之上,下方则是分成两排,一个个站着,最靠近大夏皇帝的自然是夏盲氏的一些天仙王爷们,后面便是来自大夏王朝各地的天仙老祖,虽说没有严令要求天仙过来,可很多天仙感觉也很敏锐,他们也察觉此次大夏皇帝亲自主持仙缘大会不太对劲,于是的确有不少天仙赶来。 一眼看去,下方站着的天仙,便足足有近千之多。 拜见陛下 随着齐王带头恭敬行礼,顿时所有的天仙行礼,至于天仙后跟随的仆从都直接跪下。 同一道 天盲殿的最下方周围那广阔的广场上,不管是参加仙缘大会的十万余天才们,还是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超过百万的人们,进阶骑刷刷跪拜下来,头埋在地面上,全部齐声道,拜见陛下。 声音轰隆,响彻天帝。 平身 大夏皇帝的声音,同样响彻天帝。 第三百二十章明月山水 天盲殿最高层的主殿,黑袍帝皇当即道,齐王。 陛下 齐王立即应道 你去宣读下此次仙缘大会的规矩。 黑袍帝皇吩咐道 是 齐王当即飞出了主殿的范围,站在云雾之上,俯瞰下方声音回荡在天地间,此次仙缘大会参加者共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二人。 声音朗朗,回荡天地间。 在九千余里的下方广场上,来自大夏王朝各地乃至其他大世界的万象真人们各个仔细听着。 十万九千余人 晋宁眉眸一动,虽然神识一扫即可查清周围的人数,可是在这皇城之内,明知大夏皇帝就在上方,没有人挡敢肆意的释放神识查探的。 上方声音继续在说着,你们这十万余人每人都能得到一块幸福,并且你们将近接进入皇帝陛下所使用的法宝明月山水图中。 明月山水图,内涵乾坤,自成一世界,你们在明月山水图中可以任意厮杀,夺取他人的幸福。 如果自认实力不够,也可以抛弃信服,那么你们会迅速被挪移出明月山水图,这样虽然算是输了,可至少保住了性命。 选择放弃的 被杀死的 你们的信服,都会被胜者得到。 你们中最常需要在明月山水图中度过一年的时间,等到一年期满,你们中得到信服最多的八十人,便算度过了了明月山水图的考验。 如果在一年之内,比如仅仅才过去三个月,你们就厮杀的只剩下八十人,那么明月山水图考验便提前终止。 幸存的八十人便算度过考验。 若是一年期满,八十人度过,明月山水图中还有其他活着的万象真人,则会被集中到一处,进行最后的厮杀,厮杀到只剩下十六个人,也得到最后十六个机会。 明月山水图考验,最少八十人,最多也就九十六人可以通过。 记住,在明月山水图中,你们禁止使用任何道符,禁止使用任何傀儡奇物。 此次考验需要查看的是你们自身的实力,你们在明月山水图中的一举一动,进阶在陛下的观察中,也在众多天仙的观察中。 歇切不可胡来,违逆者,杀无赦。 杀无赦。 最后的三个字,令下方十万余人各个心一颤。 最少八十人。 最多九十六人。 晋宁、余威、邋遢真人彼此相识,各个都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血腥厮杀。 太疯狂了。 须知这十万余人几乎各个都是绝顶天才,最起码也是火胜一级的。 十万余绝世天才,恐怕很多都有希望成就地先散先,可是就因为仙缘大会,必须进行血腥厮杀,虽然说可以放弃,可厮杀的生死时刻,估计还是会有很多人死在其中。 最多九十六人,天下共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 平均几十个郡才能诞生一个。 邋遢真人唏嘘,真是疯狂。 我们三个不知道谁能度过这考验。 余威神情也郑重很多。 晋宁也感到压力。 过去的仙缘大会一般是没有这般血腥的,过去一般两三万人,会经过好几波筛选,筛选出前一百,而后前五十,逐渐的来,筛选出前十,前三。 可这次十万余人却是通过明月山水图直接筛选出至少八十,至多九十六人。 天盲殿主殿 齐王走了回来,恭敬行礼,禀陛下,已经宣读。 嗯? 黑袍帝皇轻轻点头,他的目光早就透过大殿,云雾的阻碍,落在了那广场上的十万余年轻人身上,他想要观察,观察到底谁会是将来在三界动荡中崛起的真正强者。 功德升金光的,都有过百个。 黑袍帝皇默默思存,功德高的,气韵自然高。 可是即便功德不高的,气韵同样可能很高,甚至可能高得惊人。 气韵,和功德不是一码事。 功德高,自然有气韵加持。 可比如败入一名三界大能者门下,也同样有气韵加持。 比如自己的父母是三界大能者,也同样气韵加持。 因为某一次大的奇遇,也同样气韵加持。 功德高低可以一眼看出来,可是气韵,更加的不可捉摸,难以判定。 华! 黑袍帝皇忽然手中出现了一图卷,图卷直接展开,隐隐可以看到图卷上有着一轮明月以及山水。 下方站着的一众天仙们各个眼睛一亮。 明月山水图 可是纯阳法宝,对他们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不过这些天仙们一个个也在不断思索着,今天大夏皇帝都没跟他们这些天仙说什么话,就直接进行仙缘大会的筛选。 他们可以感受到大夏皇帝对此次仙缘大会的重视程度,单单拿出明月山水图当考验之地,便可见一般了。 轰隆 晋宁等人各个抬头看向高空,三千六百郡,四方海洋的一支支队伍人们也都抬头看去。 高空中出现了一巨大的足有万里广阔的画卷,仿佛遮蔽了天空,甚至隐隐看到画卷中的世界。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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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站在那的晋宁、鱼威、邋遢真人等等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二人一个个不受控制的冲天而起,进阶被吞袭,而那广阔的万里画卷上也荡起了涟漪,每一个人碰触到画卷,便荡起一点涟漪,仿佛雨水落在湖面上一般。 仅仅眨眼功夫。 十万余人进阶消失不见了。 天芒殿主殿,黑袍帝皇这才露出笑容,淡然道,此次明月山水图的考验恐将持续一年时间,诸位便慢慢观看吧,百艳! 顿时大量的侍女们迅速上来。 摆放了条岸,送上了仙酿,送上的了仙果。 一个个天仙老祖都盘西坐下,至于这些天仙老祖们带着的随从,仆从则是盘西坐在天仙们的身后侧。 明月山水图中一切,尽可观看。 黑袍帝皇摇指大殿外的云雾上方,只见那巨大的万里画卷悬浮在那,万里画卷中的世界清清楚楚,里面有山,有水,有明月,还有大量分散在各处的超过十万的万象真人。 东炎,你说陛下怎么会如此看重仙缘大会? 和东炎老祖坐在临近的是一名赖子头老者,亲自主持,还下命令。 甚至我们这么多天仙来,他依旧关注的还是那仙缘大会。 难道这仙缘大会很特殊? 有某个很厉害的人物转世。 我记得阴曹帝府数十年前遭到突然攻击,六道轮回崩溃了吧,会不会和那有关? 这我如何知晓? 不过六道轮回崩溃乃是天大的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很惊人啊,我们还是乖乖在我们这一方大世界中,别出去乱跑。 否则说不定便什么时候陨落了。 更何况六道轮回虽然崩溃,可盗祖他老人家为我等数十方大世界重建轮回,我们有盗祖老人家庇护,却也不必惊慌。 东炎老祖传音道。 赖子头老者也点头。 当东炎老祖,梁江老祖二人担心未来的大动荡时,东炎老祖身后的九莲则是仔细盯着那万里画卷。 万里画卷实在庞大,完全能够看到里面一个个人影。 纪宁在哪? 九莲忍不住在寻找。 纪宁在哪? 玉池西月在阎王的身后盘膝坐着,也仔细盯着那巨大的画卷,弟弟啊,你一定要小心,要小心啊。 主人呢? 在下方的广场上安禅郡队伍队伍队营中,木子硕的身旁正有着一条雪白大狗和一青衣少女。 晋宁是要去厮杀的,灵兽也是禁止带入的,所以白叔和小青就暂时跟着木子硕一起来观战了。 放心吧,师兄那是逆天之姿,当初在乌江仙府面对那般绝境最后都能斩杀少颜农和那神魔。 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死去的。 木子硕眼睛放光,看着高空上方,上方也出现了巨大的一方世界的虚影。 这世界虚影,就是明月山水图内部的情景。 完全能够看清晰看到其中的山水草木乃至一个个人影。 白水则,小青,木子硕他们一个个目光都迅速掠过巨大的画阵,掠过那一方世界中的一个个人影。 看! 白叔忽然开口,盯着一触。 木子硕,小青顺着白叔的目光立即看去,果真,在那一方世界的一个角落,在其中一个山谷中正有着一兽皮少年。 师兄! 木子硕眼睛一亮。 主人! 小青兴奋看着。 一旁的五封仙人也很快发现了,眼中也满是期待。 这一刻广场上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的各个队伍人们都抬头看着,都要从中找寻到自己的人,他们很快都找到了,各个都期盼看着,默默期待自己一方的人能够成为最后活着的九十六人之一。 明月山水图的一方世界中。 纪宁只感觉自己碰触到巨大的画卷后,眼前景色一变。 便出现在了一座山谷当中。 山谷! 晋宁手中瞬间出现了两柄北冥剑,小心警惕看着四周,谨慎起见甚至都没有使用神石,因为一旦使用神石,在发现敌人的同时,一般也会被敌人发现。 毕竟参加仙缘大会的,几乎大半都已经拥有了神石。 搜! 忽然眼前光芒一闪,一块青绿色的玉符出现在了面前。 你们十万余人,每人各有一块信符。 如果不想厮杀选择放弃,只需要扔掉玉符,我便会将你们给扔出明月山河图。 大夏皇帝的声音,在十万余人的脑海中响起。 纪宁当即一伸手,抓住了这块信符。 第三百二十一章真仙,真菩萨 收了这块信符后,纪宁观看眼前这座山谷,山谷内仅仅他一人。 我和于威师姐,邋遢师兄就这么分散开了,也对,那大夏皇帝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联手的,而且按照规矩,得到信符越多的越有希望度过考验,我不杀人,人也要来杀我。 此次考验,必须得杀。 纪宁心中定计后,忽然耳朵一动。 轰! 一股波动隐隐传来。 纪宁立即搜的一声窜起,直接飞到了旁边的山顶之上,悄悄朝远处波动处看去。 只见远处的荒野上正有着八名男女分散开,彼此施展着法术、法宝,一时间水火碰撞,天地变色,他们也都是大夏王朝各地的绝顶天才,个个都有着天才的傲气,岂会轻易认输。 不过很快他们中一少女就有些不济了,顿时其他七人立即转为围攻他,那紫山少女连神石一扫,扫荡周围三百里之地,当即传音连道,诸位,我们别杀了,周围已经足足有一百零三位万象真人在暗中潜伏,我们厮杀,只会被别人算计了。 什么,一百零三位?其他七人都吓得一大跳。 他们也不知道这明月山水图内的世界到底多大,还以为厮杀仅仅片刻不会引太多人来呢,可谁想竟然引了一百零三位过来。 虽然他们自信,可也知道此次参加仙缘大会的可个个是厉害人物,绝对不可小瞧。 嗡!嗡! 随着那紫山少女神石查探后,顿时接连有多名万象真人都释放神石查探了,他们有的是转世仙人。 有的是因为在万象境界滞留太久,神魂也达到神石层次。 还有的是因为有绝顶的观想之法。 总之这一查探,顿时各个大惊。 兽皮少年! 是纪宁! 那山上就是杀死散仙的纪宁! 纪宁在那山上! 纪宁是此次仙缘大会能排在前一百的,我们先联手除掉它。 神石碰撞,一个个神石传音。 他们既然参加仙缘大会,自然会去天宝山购买一份情报。 自从纪宁第二元神斩杀浮云仙人后,顿时名气急剧上涨,连天宝山也认为第二元神仅仅元神圆满,却能斩杀顶尖散仙。 纪宁在道,密法上比那浮云散仙都要高得多。 自然纪宁成了大热门。 我们联手先除掉它。 上! 这些万象真人们很快不约而同的,都呼啸着朝纪宁所在的山头飞来。 一时间,一百多道身影或是犹如闪电霹雳,或是犹如狂风,总之各个快的惊人。 纪宁吓得大惊。 这些人好歹也是各地的俊杰,竟然丝毫不讲风度。 纪宁无奈,刚才他可看过那八人厮杀的场景,可都不好惹,同时对上八个,自己还有把握。 对上一百多个。 那是找死。 走。 纪宁一挥手,面前出现了一艘宝船。 纪宁直接跳进船内。 搜。 这舟船立即在空中留下一道黑色流光,迅速消失在远处。 这纪宁跑得真是快。 他斩杀了少颜农,又斩杀了散仙,据说还得到阎王看重。 宝物倒真的多,溜得真快。 天空中一百多名男男女女们也无奈,除非是真的被围堵困住,否则实力明显占忧的对方一心想逃,他们也很难追杀得了。 很快他们一个个彼此谨慎看着对方,开始悄然拉开距离。 谁都不想在一百多人的情况下进行大混战,七八个人混战他们还能有把握逃命,可一百多人混战, 一旦深陷困局逃都逃不掉。 走。 这次麻烦了,十万多人,个个都狡猾谨慎,要活到最后成为那九十六人之一,还真是难。 光有实力还没用,就算实力最强的那个,遭到上百个截阵围攻,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人迅速离开。 宝船逃窜了数千里飞入一座大山中,晋宁这才现身。 要度过明月山水图的考验,实力强只是一方面,更加考验的是心性头脑。 晋宁很快明白,毕竟大家都是万象真人,个个都是绝顶天才,已经将万象真人层次的战力近乎发展到极致了,每向上提高一层都更加的难。 普遍实力都能媲美一般的元神圆满道人。 假设一百人结阵,那足以和顶尖散仙匹敌了。 小心,谨慎,还有心狠手辣,抓住机会,迅速斩杀。 切切不可被包围。 晋宁暗暗点头。 广场上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的各支队伍都抬头看着,紧张万分。 之前他们还认为自家的弟子很是了德,可现在一看,发现各个都是人精,各个手段兜了德。 单单修炼到十二众的,就有过万之数。 地火寒煞达到一品的,更是多得很,哪个都不好惹。 我怎么突然觉得晋宁师兄,余威师姐还有大师兄,都很危险。 木子硕眨巴下眼。 是啊。 苍江真人摇头,据我看,恐怕其中过半都是转世仙人。 白水泽,小青更是死死盯着上方,一直注意着晋宁,晋宁跑到哪,他们就盯在哪。 天盲殿主殿的气氛倒是轻松得多。 黑袍帝皇坐在那,举着酒盏轻饮了一口,微笑着,此次仙缘大会在那明月山水途中就得持续一年,现在刚开始,精彩还在后头。 下方一众天仙们也在那彼此谈笑着。 那个小家伙不错,竟然杀了一人,又令另一人吓得抛弃信服。 这小家伙谁啊? 不认识。 没见过。 这些天仙们谈笑着,却经常发现一些名气很大的下芒子山苍无旧木传真人等一个个未曾大显神威,反而遭到围攻狼狈的很。 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从未听说过的一些角色突然展现,而且一个个实力非常可怕。 三界动荡,当真是英豪汇聚。 黑袍帝皇看得却很满意,恐怕有很多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厉害人物,展露出惊人的实力。 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下芒道有,今日我等不请自来,不知道有可否欢迎啊。 黑袍帝皇脸色微变,下方的近千天仙们也都安静下来,直接外面的云雾中出现了八道身影,一个个长相各异,有穿着青色道袍的潇洒俊男子,也有穿着黄袍的佛门中人,还有骑着老牛的老头子,还有穿着一身龙袍的金铜魁梧男子。 八人,气息进阶玄妙不可测。 令在场近千名天仙都暗暗心颤,大下皇帝更是连起身从宝座上走下。 诸位道有怎么想到来我大下了? 黑袍下皇笑着道,来来来,快入座。 他一挥手,在他宝座下方两侧便出现了共八个座位和条岸,甚至上面都出现了仙果,仙娘,却是比一般天仙的要好得多。 为什么来你大下,下盲道有难道不知。 为首的背负着一柄仙剑的青袍男子笑得洒脱,三界如今暗流汹涌,怕有大动荡,这也是正是英雄豪杰出世之时。 你大下王朝世界,乃是三千大世界中论气运也排在前列的,说不定便会有未来的绝世人物诞生,所以我吕洞宾便厚颜过来了,下盲道有不会计较吧。 他们的声音,虽然在周围回荡。 可是不远处的天仙们却是谁都听不到。 下盲师兄,之前我那一方大世界刚刚进行了仙缘大会,东华之前变据了我那,现在又拉着我过来了。 那穿着龙袍的金铜魁梧男子无奈道。 帝号,明知道这屡洞宾厚脸皮,你就更应该拖着他。 下皇无奈道。 老头子我纯粹看热闹,放心放心,不会抢你们大下世界的人的。 那骑着老牛的老者笑咪咪的。 我也是看热闹。 来逛逛而已。 一个个开口。 让大下皇帝颇为无奈,眼前这些人,那都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就比如上洞八仙之首的吕洞宾,吕洞宾本是东华帝君转世,当初还是东华帝君时就败在一位大能者门下。 等转世成了吕洞宾后又败在一位大能者门下。 一人背后,有两位大能者,且这吕洞宾结合两家之忧,融入剑道之中,实力在三界中都是很可怕的,是赫赫有名的剑仙。 在纯阳真仙中,他都是排在最前列的。 不过吕洞宾脸皮厚,脾气怪,嬉笑怒骂,喜欢戏弄人,又经常喜欢游历人间,倒也在很多世界留下了他的传承。 大师智,你一佛门中人怎么也来了。 下皇目光落在那黄袍的佛门男子身上,道门中人对佛门中人还是有所借地的。 那佛门男子面带微笑,让人心生明镜,和长笑道,只是来瞧瞧。 下皇无奈。 大师智菩萨,在佛门中也是地位极高者,长期跟随佛祖的存在,也是纯阳真仙一级数的,而且此人脾气非常好,总是带着微笑,见谁都笑咪咪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浪好人,下皇也没法撵走对方。 诸位,都坐下吧,都一个个站着,还以为我下是一脉不懂的待客呢? 下皇不客气道,不过诸位也清楚,我大下此次先缘大会,不但我,就连我师尊他老人家也很关注,所以选弟子。 也得是尊他老人家先选。 道祖要选,我们自然不会抢。 下皇,放心,等你们都选完了,剩下的如果我看谁顺眼,再选没问题吧。 吕洞宾早已经第一个一屁股坐下,拿起鲜酿就喝,顿时眼睛一瞪,呼,好酒,不错,你们下皇是不愧是上古皇族下世之血脉后裔,这好酒就是多,比天庭的要好。 这酒叫啥名? 说着,吕洞宾的眼睛却滴溜溜的一转,早就落在外面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图世界中,仔细观看那一个个年轻男女了。 第322章 明月山水 其他一个个纯阳真仙,目光也都投向了那明月山水图世界中,这让下皇无奈,暗道,当真是到了三界动荡之时,各个大能者都要开始要布置手段了。 我家师尊斥明道祖当年对这吕洞宾也有指点之恩,吕洞宾前世和我交情也深,他还好,其他几个也都还好,唯有那大势至菩萨。 下皇很清楚,三界中的绝顶大能者,也是分成很多派别。 至少金妖来着的八位纯阳真仙,背后的大能者中,几乎都和他师尊斥明道祖关系很好。 唯有大势至菩萨乃是佛门,和斥明道祖关系算不上好,倒也算不上敌对。 必须小心,如果被他看上了仙缘大会中的某个路,说不定这大势至就直接暗中将入掳走了。 下皇暗暗思考着。 明月山水图世界内 纪宁正在一座低矮的山上,草木茂盛,也遮挡了纪宁的身影。 在斩杀浮云先入之前,我在妖宝山的情报当中也很不起眼只是被随意提了下罢了。 而斩杀浮云先入之后,火明传大夏王都,连妖宝山的情报都将我大大夸赞一番,认定我有前一百的实力。 纪宁无奈。 妖宝山也是要有一些转环余地的,能被认定有前一百实力的其实一共才三十二入。 妖宝山认定这三十二入几乎铁板钉钉是前一百名,纪宁就是这三十二入之一。 由此可见,在明月山水图中,向下芒子山,仓无旧,纪宁等一个个名列这三十二入行列的只要一被发现,就会引起围攻。 其他的修仙者们都认为纪宁等一些入是最有希望的,那么尽早将纪宁等入铲除掉,他们才有希望度过明月山水图的考验。 稍微变下吧。 纪宁刚才也遭到一百余入追杀,幸好有宝船逃得快。 华 纪宁的法袍迅速从兽皮模样,变成了普通的黑袍。 黑袍少年应该很常见吧。 纪宁私存着,不至于一眼就被认出来。 走 从兽皮少年变成黑衣少年后,纪宁便悄然行进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 时不时的释放神识,查探周围实力。 查探的范围小,纪宁可以瞬间赶过去,而且查探范围小也不至于惊动太多入。 华 华 华 一次次神识查探,当纪宁第十八次神识查探时,立即发现了一名白袍少女,白袍少女也是有所察觉猛然抬头看去。 搜 纪宁仿佛一头大鹏鸟,呼啸宛如闪电,直接从上方山峰俯冲而下,一闪便已经到了白袍少女那。 找死 白袍少女脸色一冷,手中却出现了两根泛着电光的短棍。 纪宁在杀来的第一瞬间就是心意移动,顿时一朵巨大的水火莲花出现了,在误出莲花剑界之后,莲花剑界和水火莲花这两门法术彼此都有触动,特别是大夏王都这一年纪宁又仔细参悟完善后,水火莲花的法术愈加完美。 并且纪宁的地火寒煞经过一年的孕育,都已经提升到了异品之境。 以异品的火寒煞为根基,以神体的太阴太阳神纹引动腰地间的水火为辅助,结合剑道、雨水之道、烈火之道、疾风之道、空间之道,最后形成的这水火莲花,微能也同样强的离谱。 闻 白袍少女惊恶万分,这巨大的足有千丈大小的水火莲花已经将她笼罩在内了。 法术 白袍少女冷然一笑,忽然她体型猛的暴涨,变成十二丈高的巨入。 这巨大的白袍少女同时也施展了三头六臂神通,一时间她手抓着六根短棍,短棍进阶闪烁着电光,她呼啸着将手中的短棍直接砸向周围束缚她的那一层层的水火连液。 砰 砰 仿佛两座大山在碰撞,六根短棍斜着雷电之神威,以白袍少女神魔炼体之威能,砸得一层层连液碎裂,可是水火连液又不断在生长。 什么? 白袍少女大惊,按照自己的猜测,应该能催枯拉朽破掉这法术才对,可现在破得很慢,对方的法术完全可以维持这样的不断生长。 好家伙,这白袍少女比雪雨倒入恐怕都要强上一些。 纪宁也是一惊,幸好我的地火寒煞都到一品了,且这门法术也愈加完善,如果是一年前,恐怕就被踏破了。 不过既然你破不开我的水火莲花,那你就输定了。 华 纪宁周围立即出现了足足七百余口飞剑,以含名飞剑为核心,进阶都是地阶飞剑。 去! 纪宁摇摇一指,顿时胸口那一抹金色飞剑呼啸飞去,直接袭向那白袍少女,金色飞剑蕴含的可怕剑意甚至直接侵袭对方的心灵,那是剑仙才有的可怕剑意。 你是北冥真入纪宁。 那白袍少女惊呼,莲花法术较为常见,可看到七百多口飞剑,结合起来他还认不出是纪宁就奇怪了。 当 面对纪宁的小千剑阵剑芒袭击,白袍少女的六根短棍都连抵挡,砰纪宁的小千剑阵威能可比水火莲花要强得多了,水火莲花主要还是束缚绞杀,小千剑阵却是纯粹的攻击手段,纪宁的神魂几乎九成都在维持小千剑阵,白袍少女直接被阵的往后抛飞起来, 手中有两根短棍都脱手而出,他本如也被后方的火莲叶给挡住了。 花花水火莲叶的绞杀之力不断施加在白袍少女身上。 可恶!白袍少女银牙一咬,狠狠盯着纪宁,纪宁,算你狠。 他直接扔出了那块信符。 嗡!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了白袍少女,跟着便凭空被挪移走了。 真是厉害! 纪宁一挥手,将那块信符收起来,随便碰到的一路就这般强。 幸好我用水火莲花束缚住他,否则的话,即便斗不过我,他也能逃掉。 妖宝山的情报记载得很清楚,纪宁的本尊擅长近身战,其次是飞剑剑阵,飞剑阵是要比纪宁近身战差不少的。 白袍少女发现纪宁单单凭借剑阵就能完全压制他,恐怕交战十个回合就能斩杀他了。 如果纪宁近身战,说不定一两招就能斩杀他,加上有水火莲花束缚他又逃不掉,只能立即认输,好歹能保住一条命。 纪宁小心翼翼行进着,一直谨慎非常,唯恐被围攻。 他的实力被妖宝山认定能在前一百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纪宁的本尊靠着神通近身战,曾经在白骨灭先针下保住一条命。 这就让妖宝山认定纪宁本尊的近身战非常可怕,一对一,在明月山水途中,纪宁的确算是最顶尖的了。 普通对手,小千剑阵,水火莲花就能压制了。 厉害对手,就需要水火莲花,近身战同时上了。 当然前提是一对一。 那一个个颇有些名气的,都开始逐渐发威了。 厦皇一边陪旁边八位纯阳针先喝着酒,一边看着。 之前下芒子山,苍吴就等入一个个吃亏,不过很快他们就隐藏行踪,个个小心谨慎,于是也接连斩杀或者令对手主动放弃,得到的幸福也逐渐在增加,不过因为是早期,所以一般斩杀一入也就得到一两枚幸福罢了。 那个脏兮兮的少女,倒是挺厉害。 厦皇眼睛一亮。 厦皇忽然看到一旁的吕洞斌,在三界中吕洞斌也是传播众多传承,尚未入师,在纯阳针先中都是排在最顶尖,眼光自然独辣,厦皇不由笑道,吕洞斌,你看,这些年轻入中哪个气运最强? 气运最强? 吕洞斌半躺着喝着酒,撇着那明月山水图,摇头道,这如何看得出,而且气运本就飘渺不定,即便是大气运者,照样可能被斩杀。 吕洞无奈。 他当然知道大气运者的也可能被斩杀大气运,只是代表更加走运,经常犹如妖蛾。 可一样可能被其他褥斩杀。 斩杀他的褥,有可能会夺取他的气运,也可能令自身气运更低。 比如某褥,是某个大能者的独子。 杀了这褥会引起大能者的仇恨甚至亲自出手,那气运自然是大减。 又比如某褥因为得到了大的气运,身怀大宝藏,气运也强。 如果他被褥斩杀,宝藏被杀他的褥得道,杀他的褥反而气运大增。 所以,气运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从各个方面去推测,这就需要眼力了。 显然吕洞宾就是眼力极高的。 你这酒鬼,让你说说都不肯说。 夏皇无奈,我当然知道大骑运者也可能被杀,可大骑运者,成为三界强者的可能毕竟更高吗? 我告诉你,你选走了怎么办? 吕洞宾瞥了眼,自己挑,我说了,让你们到组和你肯定先挑,剩下的我再挑。 夏皇无奈,遇到这种厚脸皮又能怎么办? 明月山水途中,已经过去了五妖时间了,纪宁也正在一座山洞中歇息,山洞中还有着一汪寒潭,纪宁洗了脸清爽无比。 五妖,我供得到五十多枚信符。 纪宁暗道,不过刚开始,整个明月山水途中的万象真入数量多,经常能碰到。 越往后,入越少,碰到就越难。 而且活到后面的,也个个越加厉害,越难对付。 可也有好处,活到后面的,恐怕每个入身上的道符都不少。 纪宁忽然神情移动。 轰隐隐一股震动朝远处传递过来。 有厮杀。 而且动静似乎挺大。 纪宁当即化作流光窜出了山洞,小心翼翼逼近过去。 第323章 纪宁失地 宁月山水途中一年到头都是蒙蒙月光笼罩。 纪宁穿行在山林间,巧声西就已经来到了一座山峰的山顶, 躲在草木中朝远处摇摇看去。 远处的山谷中有着一碗如镜子般的湖泊, 湖泊旁正升着一场大战,正是三人围攻一女子。 那三人中,有一人围黑袍长男子,悬浮半空, 在他身前正凝聚出一条巨大的黑色蛟龙, 这黑色蛟龙宛如实质,气息强大,疯狂攻击着那女子。 还有一人围银女子,这银女子时而张开嘴巴, 哗哗哗顿时比可怕的风煞,仿佛树的利剑飞过,将地面都铲掉了一层, 那泛着轻光的风煞也疯狂袭击着那女子。 最后一人乃是一名银袍少年,冷酷傲立, 遥遥指着远处虚空,虚空中正有着一柄高足有百丈的巨剑, 一次次的朝下方落下,渐渐朝那女子刺去。 三人围攻的,正是一名绝色的黑衣少女, 在她周围正有着两只巨大的兵凤凰,火凤凰环绕,竭力抵抗着, 不过在三人围攻下显然非常吃力,并且在黑龙的盘卧围攻下,逃兜法逃脱。 于威师姐 晋宁眼睛一瞪 那被围攻的赫然正是师姐于威,而且那名黑袍长男子眼睛泛红, 那条黑色蛟龙竟然开始了变化。 住手 晋宁猛然一声怒喝,怒喝声乍响。 嗖 晋宁当即就施展开封一顿法,宛如一只大鹏鸟,呼啸便已经飞了过去。 于威感觉到自己真的陷入绝境了,眼前这三人各个实力非凡, 特别是那条巨大的黑色蛟龙,那条黑色蛟龙乃是一法宝大阵幻化而成, 体型比巨大,黑色蛟龙弯延盘卧的身体完全包围住了她。 而那银女子的风煞秘术也极为害人,一阵风煞袭来, 即便要逃也仿佛是逆风逃窜,肚也慢得离谱。 这才第六天我便陷入绝境了。 于威咬着牙。 昂三十六根罗侯神针构成的巨大兵凤凰,身体都仿佛一层悬兵构成, 坚硬笔,一次次挡住风煞,蛟龙,天剑的袭击。 乃是于威压相抵的防守秘术。 另外三十六根罗侯神针构成的火凤凰,火焰炽热狂暴, 火凤凰的每一次冲击都能将风煞摧毁,或者将蛟龙,或者将天剑击退。 可毕竟火凤凰一次只能击退一个。 师兄,师姐,这个女子实力了得,身上的信服肯定多,说不定就有过百块。 我压制住她,师兄和师姐一举出手灭杀了她。 那黑袍长男子传音道,他们乃是同出一宗门,看似最显老的她却是小师弟。 好。 师弟,看你的了。 银女子,银袍少年都硬道。 黑袍长男子当即一咬牙,眼睛都隐隐泛红,原力疯狂涌出,只见巨大的黑色蛟龙一声嘶吼,竟然分裂出了两个巨大头颅。 这双头黑色蛟龙的气势猛然大涨,悍然直扑那冰凤凰,只要破了冰凤凰,鱼薇没有了衣仗,那就完了。 可恶。 鱼薇银牙一咬,露出疯狂之色。 就在这时。 住手。 伴随着原力灌输的怒喝声音,瞬间就在周围乍响。 银女子,银袍少年,黑袍长男子都转头看去,看到了那宛如一头大鹏鸟呼啸而来的黑衣少年。 鱼薇也一转头,看到了远处驯飞来的黑衣少年。 看到来人的面孔,鱼薇忽然心一颤。 济宁。 鱼薇难以置信。 当陷入绝境的时刻,师弟竟然这般巧的来了。 难道这就是命运? 鱼薇心这一刻顿时有些乱了,其实在很久以前纪宁刚入黑白学宫的时候,鱼薇就查过纪宁的讯息,知道纪宁的过去,他也同样有着悲惨的过去,也是父母都进阶去世。 所以鱼薇很早就对纪宁有好感,当纪宁在论道殿一鸣惊人那义气风的模样,他更是看在眼里,而后他亲自出手,击败了纪宁,还调戏了纪宁一下。 以他对其他人较为冰冷的性子岂会随意调戏师弟。 他一直默默看着纪宁。 只是,纪宁和九连走到一起了,这让鱼薇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平,可是他只能默默祝福,将一切埋在心底。 后来知道纪宁击败了学宇道人,他也有了借口和穆子硕,苍江真人去见纪宁,并且还准备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都在一蛇湖,可谁想突然少颜农请他们去乌江仙府。 乌江仙府一行。 九连最终和纪宁分道扬镳了。 九连选择了离去,其实那一刻,于薇有一股冲动想说,我和你走。 不过他又有什么身份说这话,他又不是纪宁的道理。 加上面对即将来的劫难,他的实力根本帮不了纪宁,他能做的只能绞尽脑汁帮纪宁想应对之策。 他和纪宁分开,看着纪宁独自一人闯荡,他只能将一切强忍心底,并且默默祝福纪宁。 谁想? 纪宁比他预料的还要耀眼,竟然第二元神斩杀浮云仙人,令少颜事根本奈何不得他。 并且纪宁也参加了仙缘大会。 这让于威心中一阵喜悦,只是,进入明月山水图世界后,他们都分散开了。 明月山水图世界大得很,有着十万余人,仅仅才第六天,又恰好我身陷绝境之时,纪宁他刚好来到,难道这就是命运? 这是命运的安排。 于威又是惊喜又是心乱。 远处呼啸而来的纪宁气势如电。 令银袍少年,银女子,黑袍长男子都是大怒。 师妹,拦住他。 银袍少年传音道。 好。 银女子当即看着远处的纪宁,猛的就是一张嘴,花花花铺天盖地的泛着清光的风煞,仔细看,都能看到这实际上是树的清真构成的风煞,比寻常风煞更加具有穿透力,威能更惊人。 花花花。 一朵美丽的水火莲花绽放了,巨大的水火莲花比的坚韧,一层层连夜,直接将那风煞给挡住了。 毕竟纪宁这乃是一品的火,寒煞为根本,引动天地间水火最后以自己的秘术凝结而成。 论秘术,巨宁比对方也要高尚一丝,毕竟这乃是他自创的。 且地火寒煞乃是两种,那女子的风煞仅仅一种。 这风煞之威虽然害人,却也被水火莲花给挡下了。 滚。 呼啸而来的巨宁当即身形猛的暴涨,暴涨成十八丈黑衣少年巨人,体表更是雷电流动,同时巨宁的眉心部位更是分开了,出现了一束眼。 神通,雷电神眼。 啪。 一道雷电霹雳从晋宁的第三只眼,眉心竖眼中直接飞出,快得惊人,直接劈在了远处那名银女子手中出现的圆伞之上,五雷金刚雷电神眼相互辅助也令雷电之威远一般的神通,也令那银女子直接被雷电劈得倒飞开去,直接喷出了鲜血,同时这雷电神眼神通也蕴含神念冲击。 啊! 银女子一声惨叫。 保护好师姐。 黑长袍男子和银袍少年都是大惊,他们本以为那风煞足以暂时拖延住那少年,谁想不但被对方轻易挡住,还被对方的一道雷电霹雳给打得受伤。 去! 银袍少年顾不得愚威了,眼前这呼啸而来被水火莲花簇拥着的黑衣少年实在气势太威猛了。 嗡! 随着银袍少年的心念移动,只见那足有百丈大的天剑,上年束缚纹流动,威能不断汇聚,汇聚到了剑尖处。 只见这巨大的天剑,快如闪电,直接朝纪宁次拉过去。 挡我。 纪宁气势如红根本不闪不躲,眉心竖眼又接连放出两道雷电。 啪! 啪! 一道雷电劈向那银袍少年,一道雷电劈向那黑袍长男子。 这雷电可不能随便接的,他们俩都很清楚,所以各自施展手段去抵挡,银袍少年周围出现了一条锁链,啪! 雷电霹雳被锁链挡下,锁链被震得抛飞起来,可是雷电中蕴含的神念冲击却也传递进银袍少年体内,令银袍少年脸色一变,却也挡下了。 而那黑袍长男子在黑色蛟龙的保护下,由黑色蛟龙挡下雷电霹雳,可神魂冲击野形色进入了他体内,他却是身体都一晃,黑色蛟龙都是一阵虚幻,不过很快又凝实了。 小心,他那神通有神念攻击。 此刻抛飞着跌落在地面上的银女子才传音急切道。 主要是双方厮杀太过快了。 纪宁一来就是接连三道雷电,接连打的那三人心底大害。 一念成兵 纪宁刚施展完神通后,又施展出了真正的神念秘术,从乌江仙府中得到的法门一念成兵,这乃是比黑白学宫灭神术更厉害的法门。 纪宁虽然也兼修其他神念秘术,更主要还是这一念成兵。 呼!呼!呼! 纪宁十海中的神魂盘膝而坐,手中有着一枚悬浮的兵印。 当神念从这兵印上击后,顿时化作一柄柄形色的利剑,战刀,长枪,呼啸着朝那银袍少年,黑袍掌男子,银女子三人袭击过去。 神念攻击和等训 神念形成的利剑,锋利笔,直接刺向对方神魂。 神念形成的战刀,威猛匹,以强势狠狠批向对方神魂。 神念形成的长枪,则结合上二者的优点,又凶猛,又是聚集于一点,狠狠刺向对方。 形色的神念之兵,一柄柄利剑,大刀以及长枪,疯狂袭击三人。 呲!呼!砰! 三人的神魂当即被晋宁的神念秘术疯狂一阵袭击。 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本站。 第324章定是动了情 晋宁的神魂已能媲美很多的仙散仙,一念成兵更是比灭神术更厉害的法门,威力之大,当场就令黑袍长男子,银女子感到神魂轰鸣,整个人便陷入眩晕昏迷中。 唯有那银袍少年只是稍微一眩晕但是立即就清醒了过来。 不好! 银袍少年大惊,我都瞬间眩晕,师弟师妹怎么挡得住? 不过此刻他也顾不得师弟师妹了,因为晋宁已经直扑过来。 这人到底是谁? 实力如此之强,竟然单单凭借神念秘术就令我受挫。 银袍少年心中一紧,不敢丝毫懈怠,晋宁仅仅施展一门莲花法术却还未曾让对方辨认出来。 你神念秘术厉害,我就不信你厮杀也厉害。 银袍少年眼中立芒一闪,受死。 哐! 百丈大的天剑威能汇聚,一时间渐渐都能看到黑白二色汇聚形成的一丝金色锋芒,银袍少年已经全力以赴,神魂强有可能是天生的缘故,眼前飞扑来的黑衣少年神魂强大可到的感悟不一定高。 死吧! 冲来的晋宁没有丝毫手软,周围绽放的水火莲花一层层抵挡那天剑,天剑悍然连续破开连夜阻碍。 晋宁眼中寒芒一闪。 神通,摘星手! 当! 晋宁手中的北冥剑瞬间化作耀眼的剑芒,随着一声巨响,竟然直接将那巨型的天剑给劈的倒飞开去,而晋宁本人左手一剑劈飞天剑后,施展着锋翼盾法就已经到了那银袍少年面前。 银袍少年大惊,不敢相信自己的最强手段被一剑劈飞,自己在宗门内那也是一等一的天才了,他再也没有了和晋宁厮杀的勇气,手中立即出现了哗啦一堆数十枚道符,直接抛掉。 他要放弃信服要逃跑了。 须知明月山水图乃是纯阳法宝,自然有着法宝之灵。 晋宁他们每一个人得到多少信服,一切都瞒不过法宝之灵。 必须将所有的信服都全部扔出去,才会被挪移走。 咻! 然而晋宁的剑光已经扑面而来。 当! 银袍少年一时间又是施展的火,又是施展锁链,竭力想要拖延一刹那时间。 砰! 晋宁的剑光,就仿佛远古神魔使出一般,拥有着骇人的威能,直接杂的地火溃散,锁链抛飞,银袍少年的被轰击的各稀巴烂,血液皮肉碎骨乱飞,在半空中就被飘洒的可怕的剑气给击溃成虚了。 太快了! 虽然银袍少年已经抛出信服,可是即便抛出信服,要被挪移走也是需要短短的一点时间的。 在真正晋身战生死厮杀,这点时间都足以让晋宁批出实践了。 晋宁也是恨这三人要对付师姐,所以出手丝毫不留情,而且之前银袍少年实力的确很强,不施展翟星手,晋宁最多占据些许上风,却根本击溃不了对方,必须施展翟星手,以压倒性实力解决对方。 轰!轰! 巨大的冰凤凰,火凤凰都轰击在那陷入短暂昏迷的两人身上,虽然昏迷很短暂,可于薇毕竟也是真正的高手,自然抓住时间,立即转手围攻,冰凤凰,火凤凰分别袭击那黑袍长男子,银女子,瞬间将二人灭杀。 于薇随即转头看向那十八掌高身上雷电环绕,眉心更有竖眼的黑衣少年,又是激动又是兴奋。 师姐! 纪宁眉心竖眼立即闭合,全身雷电消失,恢复成正常人大小。 师弟! 于薇也开口道,眼睛都亮晶晶的。 天盲殿主殿! 那三个都是我天残宗的弟子,那黑衣少女快挡不住了,又将是我天残宗刀下亡魂。 一名很是干兽的天仙老祖在那得意笑着,平常在门下弟子面前天仙老祖们自有一番威严,不过遇到其他天仙老祖们,他们也是本性流露,一个个肆意畅谈,该得意就得意,该嘲笑就嘲笑。 那黑衣少女也挺厉害,你看她的两门法术,一是冰凤凰,一是火凤凰。 依我看,她绝对掌握了两条完整的道。 旁边坦胸漏乳的胖子笑咪咪道。 对,她是掌握了两条完整的道。 正因为如此,我宗派那三名弟子围攻她才能坚持片刻。 干兽的天仙老祖自信道。 你知晓这黑衣少女是哪个不足门派的? 坦胸漏乳的胖子仙人问道。 不知。 干兽天仙老祖摇头,谁知道是哪个小门小派,若是大部族大门派,去的弟子自然多,一般都是两三个,三五个同行了。 那胖子仙人眼睛一亮,有帮手。 干兽天仙老祖也是瞳孔一缩,他也看到外面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图内,他门下三名弟子围攻那黑衣少女时,一黑衣少年突然出现了。 那黑衣少年凶猛的一塌糊涂,以催枯拉朽之姿态,瞬间击溃三人。 令那三人最终都生死。 哼。 这干兽天仙老祖不由皱眉,将九斩潮条岸上一放,显得很是恼怒。 哈哈哈哈,你说那黑衣少女会死的呢? 胖子天仙也哈哈笑着。 对他们这些天仙而言,其实是不太在乎那些天才们生死的,毕竟三百年一届,死光了也只是小事。 可是他们这群天仙们聚集在一起,自然希望自家的弟子出彩些,自然有些面子。 当然,也仅仅只是面子罢了。 下方近千天仙们彼此长叹,上方的夏皇和其他八名纯阳真仙也在聊着。 你看! 吕洞宾忽然眼睛一亮,指着空中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图的一处,看那三人围攻那黑衣少女,旁边有一黑衣少年出现。 你们快看,看到那黑衣少女的眼神了吗? 他看向那黑衣少年的眼神,那一刹那的眼神,嘖嘖,一个眼神竟然都能这般复杂,压抑的感情似乎在一瞬间进阶展现,虽然仅仅就一刹那,我我敢说,那个黑衣少女定是动了情。 动了情? 夏皇,大士至菩萨,帝昊,北地仙翁等一个个都错恶比。 他们之前顺着吕洞宾所指,关注的都是那报的晋宁。 可谁想吕洞宾关注的却是余威的眼神。 那一眼神,嘖嘖,真是,这女子不但动了情,而且我敢说,她从来没告诉过那黑衣少年。 吕洞宾目光扫过周围一个个纯阳针仙,得意笑道,你们敢不敢和我打赌。 夏皇等人各个相识,很失奈。 夏芒师兄,你黑衣少年挺厉害的。 帝昊夸赞道。 夏皇笑道,这黑衣少年名叫纪宁,是此次仙缘大会中最是有名气的数十人之一,之前他的第二元神还斩杀了一名反仙。 哦!在场的真仙们都点头,对他们而言斩杀一名散仙是何等小的事,自然不会丝毫在意,他们更关注的是仙缘大会的众多天才中会不会有未来三界的强者诞生,如果有,会是其中的谁? 最有名气的数十人之一。 道也名不虚传。 大士至菩萨微笑夸赞。 他们并不觉得纪宁多么耀眼。 因为仙缘大会刚过去的五天中,那十万余人中的确有好些个绽放出惊人的实力,都是万象真人却都能爆出媲美一般散仙层次的战力。 甚至连悟出五条完整道的怪物般的万象真人都已经冒出了两个。 悟出五条完整的道。 在场的纯阳真仙们也不吃惊。 因为他们认为一些专门滞留在万象境界足足三百年,就为了一名惊人的一些爵士天才,悟出五条道,并非不可能。 他们这些纯阳真仙,个个乃是三界中的大人物,自然眼界开阔得很,放眼三界,仙缘大会中出现一个悟出五条完整道的,的确不算罕见。 那小姑娘有意思,有意思。 吕洞宾却动了兴趣,笑着嘖嘖夸赞,对那个黑衣少年的感情一直隐忍着,不知道何时他才说出口啊。 旁边夏黄等人个个当没听到。 因为谁都知道吕洞宾是最喜欢当月老红娘的,这是他的爱好之一,甚至三界中流传的一些故事中,吕洞宾当月老红娘的故事都是常有的。 他们看得出来,吕洞宾又动了念头,说不定给那黑衣少女,黑衣少年二人之间添加上一些味料了。 九连盘西坐在东炎老祖的身后,一直抬头看着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图,他主要关注东炎市派出的六名子弟以及黑白学宫的三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济宁。 不好,余威师姐危险了。 九连露出焦急之色,紧张的手紧紧抓着衣袍。 纪宁,纪宁就在不远处,纪宁,你赶紧陷哪,赶紧哪。 九连期盼着。 果真如他期盼的,纪宁感应到了远处战斗波动,迅朝那赶去,甚至展露出惊人的实力,那三人生死,纪宁和余威也碰面相聚了。 呼,度过一劫,余威师姐安全了。 九连松了口气,这下余威师姐就可以和纪宁一起行动,他们俩彼此帮助,都要安全多了。 忽然九连心中一颤。 纪宁和余威一起行动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是同门,自然彼此互助。 可是九连忽然想到,纪宁和余威孤男寡女在一起,而且恐怕足足有一年。 孤男寡女在一起,共生死,又足足近一年,九连忽然轻轻摇头,不过我有什么资格想这些呢? 感情就是这么奇怪。 明明已经分开,可看到纪宁余威在一起,还是仿佛石子砸入心湖,荡起圈圈连衣,难以平静。 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本站。 第325章 玄武大神通 明月山水图世界中 师弟 余威心情激动难以抑制。 师姐,你们之前交战动静不小,而且厮杀有了仪惠儿,现在周围肯定有其他人潜伏着,而且更多人可能正在赶来。 纪宁却是顾不得多说,当即一挥手,将那死去的银发女子,黑袍长发男子遗留下储物法宝等宝物进阶收起,幸福可就在储物法宝中,怎能不带走。 华 纪宁,余威面前出现了一艘宝船。 师姐,走。 纪宁拽着余威的手,直接一跃而入,二人立即进入了宝船中,宝船立即化作一道流光迅速逃逸。 在逃逸的时候,纪宁还释放开神石在周围扫荡了下,一切果真如纪宁预料的那般,在周围的人的确有不少。 那黑衣少年是谁,怎么这么厉害? 如此厉害,应该能名列此次仙缘大会前一百吧,似乎和天宝山情报中记载的那纪宁很像,使用双剑,晋身杖很强,又擅长莲花法术,实力又达到如此层次,应该是那纪宁。 不过这纪宁多年来一直都是穿着兽皮,刚才那少年却是黑衣,看来即便是纪宁,也不敢太招摇啊。 嗯,穿着兽皮我等一眼就能认出他,穿着黑衣,却是要细细辨认的。 仙缘大会前一百的实力,果真了不得。 如果一对一,这纪宁诸多神通爆发,晋身战之下,恐怕一个照面就能斩杀我等。 须得小心。 一个个暗中迅速退去,纪宁跑得快,而且没有足够的人手联手,他们也不敢去招惹纪宁。 呼。 宝船呼啸间便飞行了数千里躲进了一大山之内,收了宝船,纪宁和余威都松了一口气。 纪宁笑道,师姐,之前那交战之地周围十里之内有八人盯着,千里之内近两百人正在逼近,在这明月山水图世界中,即便厮杀也不能太久,否则动静太大肯定会吸引来其他人。 必须得速战速决。 我当然该速战速决。 可刚才我被他们困住,逃都没法逃。 余威无奈道,当时都要扔出道符,准备放弃了。 师姐气质容貌都是绝顶,的确称得上是绝色。 这无奈表情。 让纪宁都不由心神摇曳,随即连定住心神。 师姐之前施展的冰凤凰,火凤凰。 纪宁感慨笑道,我还没恭喜师姐又掌握了一条完整的道。 三年前,师姐掌握了寒冰之道。 仅仅一条道罢了。 你们不是称呼我火红仙子吗? 余威轻轻一笑,我本就更擅长火,寒冰之道因为机缘先雾透。 烈火之道,只是稍晚一步罢了。 纪宁点头。 自己在烈火之道上感觉也要突破了,可总差那么一丝。 到时候烈火之道。 还须师姐你多多指教。 纪宁道。 小事。 余威自然乐得叫纪宁。 对了,师姐,这是那银发女子的储物法宝,你帮忙练画下。 我练画另一件的储物法宝。 幸福可就在里面。 纪宁递了一个手镯给余威。 你慢慢练画吧。 余威看着纪宁,我如果练画,里面的信符你肯定不会要,别想骗我。 纪宁愕然。 余威师姐是非常细心聪慧的,纪宁自认也算是聪慧之人,可和师姐一比。 还是差一些。 就比如这次,自己仅仅让师姐帮忙练画储物手镯,师姐就立即意识到纪宁其实是要将里面的信符给她。 那二人也是师姐所杀,信符本该归师姐,要不? 我们一人一半。 纪宁道。 你救了我的命,而且我杀他们时,他们都处于眩晕昏迷中。 余威摇头,好了。 我们以后还要在这明月山水图世界中闯荡,以后我们谁杀的归谁好了。 不过这次你救我性命,信符确实应该都归你的。 纪宁只能点头。 见纪宁如此模样,余威心中却很是愉悦,嘴角都情不自禁上扬。 走,师姐你之前一场厮杀,先恢复下原力。 也算压压惊。 纪宁当即带着余威,迅速找到一处山洞藏身。 时间流逝,一天天过去。 纪宁和余威二人联手,的确实力大增。 余威掌握两条道,且水火结合,她的冰凤凰,火凤凰威能的确很大。 单单论防御,冰凤凰就足以媲美纪宁的水火莲花。 这也是之前那三人围攻余威,余威硬撑那么久的缘故。 论进攻,火凤凰也同样惊人。 二人彼此辅助,就算面临十几个人围攻都有胜算。 余威当真不凡,悟出两条完整的道。 五封仙人为黑白学宫这两个弟子得意的很,经常和一旁的安禅郡其他势力的人炫耀,纪宁更是厉害,那九十六个席位,定有一个是我们黑白学宫的了。 还有我们三代弟子中的大师兄,那小邋遢可还没发威呢。 纪宁是厉害,可你们黑白学宫的邋遢真人我可没瞧出他哪里厉害。 旁边猎天剑派的一白发散仙摇头冷笑,显然看不得五封仙人如此得意。 你这是眼红。 五封仙人瞪眼。 仙缘大会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 邋遢真人正悠闲躺在山洞内,一旁就是一汪潭水,又清凉又舒适。 前三个月最是混乱,先歇息三个月,到时候能活下来的个个是厉害人物,他们身上的幸福估计也多。 那时候才杀得痛快。 邋遢真人一边躺着,手中还出现了一块大骨头,当即啃了起来,啃得满嘴都是油。 忽然。 哗。 一阵风呼啸而过,只见八道身影出现在了山洞中,其中一名魁梧男子更是笑道,大师兄,我们在这山洞中先歇息歇息,将那储物法宝炼化炼化,希望里面幸福。 这魁梧男子忽然一瞪眼。 其他七人也惊愕看着里面躺着正在啃骨头的邋遢胖子。 明月山水图世界何等大,随便悬意山洞进来就碰到其他人的可能也是很低很低的,像邋遢真人一个多月虽然经常躲在山洞内,却还是第一次这般巧合人在山洞中相遇。 河边走多了,鞋子总会湿啊。 邋遢真人无奈一屁股站了起来轻声嘀咕了句后。 笑咪咪道,诸位,这是我休息之所,诸位要不出去。 或者我出去。 邋遢小子,你是装傻还是真傻? 一名三角眼青年冷声道。 乖乖交出所有的幸福。 还饶你一命。 否则休怪我等无情。 不交。 邋遢真人摇头。 别和他废话,杀。 为首的拿着雨扇的少年冷然一笑,当即一挥手,手中的雨扇瞬间飞出了一根根羽毛。 足足数百根羽毛瞬间就形成了一巨大的仙鹤,仙鹤嘶明着直接抓象邋遢真人,周围的山洞都被震动的山石崩塌。 受死。 魁梧男子怒吼一声,当即猛的暴涨,暴涨到十二丈高。 因为山洞的缘故,不得不矮着身子低着头,同时他也施展出三头六臂,六只手上都抓着一具斧。 他化作奔雷冲杀了过去。 八人各个施展手段。 有三人都是神魔炼体,其他也是炼气流,各有一些秘术。 甚至为首的雨扇少年的仙鹤九天秘术和小千剑阵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不过秘术归秘术,施展出的威力如何还是要看个人的。 现在小千剑阵在纪宁手中比在当年万象圆满阶段的千剑仙人手中更加耀眼。 那八人,乃是来自东海上的一个超级大宗派万寿门。 在整个大夏王朝的宗门中都是排在最顶尖行列的,比黑白学宫强了好几个级别,单单散仙的仙变数百个之多。 这八人实力自然也极强。 轰隆一阵厮杀,山石崩塌,这座山峰都开始轻塌。 昂! 只见崩塌的山峰中出现了一巨大的龟蛇虚影。 一股滔天气息弥漫开,只见一名身上皮肤上出现龟壳般纹路,眼睛宛如蛇眼的胖子少年赤手空拳,直接轰飞了一件血红色的大印。 耳后一巴掌变拍的一名惊恐的白衣青年化为飞灰。 跟着他的手中成鸟嘴,直接将一名神魔炼体的男子的头颅都直接凿穿。 跟着往下一画,神魔肢体直接撕拉开。 呼巨大的龟蛇虚影迅速将这碎裂的神魔肢体疯狂绞杀,很快化为飞灰。 快逃! 天哪! 怎么会这么强? 天宝山情报中记载的最强的那些人中根本没这个邋遢胖子。 万寿门的天才弟子们完全崩溃了,一个个扔出信服,可还是被狂暴下的胖子少年接连杀了六人,唯有两人才显之又显的逃掉。 呼! 邋遢真人站在已经一片废墟的山石之上,挥手将周围宝物信服进阶收起,他完全恢复了正常,不像之前那般可怕。 前三个月不想厮杀的,竟然逼得我使出大神通。 邋遢真人摇摇头,仙缘大会的确不凡,仅仅八人就逼得我使出大神通。 估计很快很多人赶来,赶紧走。 哗! 一迈步,邋遢真人就直接化作一阵风消失不见。 天盲殿主殿 夏皇和吕洞宾,北帝仙翁等九人进阶脸色一变,虽然之前个个看似没怎么在意明月山水图,可作为纯阳真仙,明月山水图中的所有场景都在他们的观察之中。 是玄武大神通 玄武大帝 竟然是玄武大帝的传人,不知道是亲传弟子,还是记名弟子。 一个个神情都很郑重。 玄武大帝,乃是三界中的大能者,非常可怕。 玄武大神通,自开天辟帝以来无数的神通中足以排在前一百。 吕洞宾速荣道,没想到在你们大下的仙缘大会上,能够看到这等三界中都顶尖的大神通。 第326章 接连突破 夏皇,帝昊等九名纯阳真仙都盯着远处高空中巨大的明月山水图,都盯着那个邋遢胖子少年,毫无疑问,像玄武大神通那绝对不是一本书册就能记载的,必须有特殊的传承手段,甚至玄武大帝亲自传授。 能被玄武大帝认同,可不简单。 北帝先翁笑呵呵的,夏王,这少年什么身份,什么来历。 其他人也都看向夏皇。 夏皇对此次仙缘大会十万余人,进阶知晓。 也不隐瞒直接道,这年轻人是我大夏王朝安禅郡黑白学宫的弟子,名叫张启,道号三胖,因为很是邋遢,外界很少称呼他三胖真人,反而多是称呼他邋遢真人。 邋遢真人? 道号三胖? 这个小家伙有趣有趣。 吕洞宾笑道,道号竟然都这般随意,看来被玄武大帝看上,这年轻人还是有些特殊的。 玄武大帝那般威严,竟然收一个如此邋遢的小家伙为弟子。 邋遢真人? 一个个都将这名字记下。 即便现在这个胖子少年只是玄武大帝记名弟子,可等这胖子少年将来成就天仙,恐怕也会成为亲传弟子了。 在实力这般弱小的时候就被传授玄武大神通,可见玄武大帝对其的喜爱,被一名大能者如此器重,将来成就定当不凡。 纯阳真仙们眼界何等之高? 那十万余天才成天仙者都寥寥无几,他们其实并不怎么看上眼,可玄武大帝的弟子这一身份就足以令他们重视邋遢真人了。 玄武大神通 东炎老祖露出震惊之色,静,这仙缘大会中竟然有玄武大帝的弟子。 是玄武大神通? 玄机老祖也露出震惊之色这个邋遢少年到底是谁? 我大下王朝世界竟然也有人能成为玄武大帝的弟子。 近千天仙,也是经常游历各方世界,甚至去天界的。 所以眼界也算开阔,玄武大神通也是极为好辨认的一门神通一看到那巨大的龟蛇虚影,再看看邋遢真人皮肤都成了龟壳纹路的模样毫无疑问就是玄武大神通了。 这近千天仙中超过八成都认出了。 个个亥然。 玄武大神通,代表是玄武大帝的弟子。 玄武大帝可是整个三界中的霸主之一从上古世界时就已经是一方霸主了,绝对的大能者。 他们这些天仙,做梦都想要败在一个大能者门下成为亲传弟子。 可惜他们大多都只是大能者门下的记名弟子罢了。 记名弟子和亲传弟子区别很大。 亲传弟子,代表大能者是要倾尽全力去培养。 记名弟子,代表只是挂个名,有资格去听大能者讲道。 想要和大能者单独说句话都难。 天仙们好歹也是跳出三界外的逍遥自在先,也能震慑一方大能者麾下也需要一些办事的,所以才施舍般的给麾下天仙一个记名弟子的身份。 可邋遢真人不同,才万象境界就被传授玄武大神通,这绝对是亲传弟子的待遇。 就算现在仅仅只是记名弟子,也只是因为邋遢真人实力太弱,等成了天仙,就会直接成为亲传弟子。 下方广场上。 老祖有令,速速查探那邋遢胖子少年的身份。 一头缩小的青色蛟龙盘卧在那,种出一爪子摇指空中一处。 我这就查。 太上有令,查清那邋遢少年身份。 速速查出,那人是谁。 天仙们眼界都太高,对仙缘大会中的天才们认识的太少太少,至少这邋遢少年他们几乎都不认识。 他们又不敢肆意释放心识,毕竟旁边就是夏皇等九名纯阳真仙,只能想尽办法传达命令下去。 一时间下方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中,大半的势力都在迅速查探。 很快查出。 此人,名叫张启,道号三胖,一般都是称呼其邋遢真人。 乃安禅黑白学功弟子。 安禅郡,黑白学功。 黑白学功。 那个小门派竟然也有弟子得到玄武大帝看重。 在天盲殿主殿上的天仙们也迅速得到消息,个个疑惑不已,不过他们已经将邋遢真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 单单邋遢真人受玄武大帝重视这一条,就足以令他们平等对待了。 黑白学功领头的五风仙人看得不由眉开眼笑,我就说小邋遢厉害得很,我早就认定他的道心,在整个黑白学功中的散仙帝仙中都没一个比得上他。 当真是厉害呀,那是什么神通,我都没看过。 不过看起来就很厉害,肯定小邋遢有过奇遇。 嘿嘿,小邋遢这么厉害,说不定这次仙缘大会,就会有三界中的厉害的天仙,乃至纯阳真仙,收小邋遢为弟子呢。 五风仙人美美的想着。 时间流逝,一跃跃过去。 明月山水途中的厮杀格外惨烈,因为他们明白,此次夺取的就是仙缘。 不过在高高在上的夏黄等九名纯阳真仙眼中,除了之前的邋遢真人让他们惊叹外,其他的人最多让他们眼睛一亮罢了。 毕竟在一方大世界的仙缘大会中,出现一个大能者的弟子已经算罕见了,他们也不认为会出现两个。 轰隆隆明月山水途世界内,瀑布如同爱恋冲击而下,溅起白花。 在瀑布冲击的湖水旁,正有着一名穿着紫衣的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青年盘膝坐着,在不远处也盘膝坐着一名披散着头发的野人般的少年,他的目光就仿佛天上的雄鹰,有着让人心计的兄弟,下芒子山,休息够了吧,我们该走了,我们的幸福可还没凑够呢。 我跟你说话呢。 披散长发的野人少年开口怒道。 话音刚落。 虎背熊腰的紫衣青年忽然周围降临下玄妙的波动,那是道的波动。 周围隐隐还有水雾环绕着他,并且这些水雾中还有着雷电闪烁。 见鬼了,这就突破了。 野人少年惊愕。 紫衣青年缓缓睁开了眼,如果说之前的野人少年就仿佛一头天上的雄鹰,那么紫衣青年就仿佛地上的远古巨兽,给人以无比霸道之感。 单单论霸道之感,甚至连北山百威的父亲北山黑虎都要岔一头。 仓无救。 紫衣青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也悟出了四条道。 赶上你了。 之前你就和我不相上下,现在你小子不就比我还强? 仓无救惊恶。 他们俩在刚进明月山水图世界后不久就碰到了,二人一场厮杀,都奈何不了对方,加上又是从小在大厦王都长大的伙伴,早就惺惺相惜。 加上初入明月山水图,他们俩都分别遭到过围攻,所以便决定联手。 你跑得快,你要一心不跟我硬碰硬,我也奈何你不得。 下芒子山眼中也有着自信,不过如果你和我厮杀,的确不是我对手。 有了四条道,融入我的雷电大道中,放眼整个明月山水图世界,恐怕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发什么疯了? 仓无救冷笑,别得意,在明月山水图中天才众多,每天都厮杀很多次,一次次厮杀魔力,进步惊人。 有所突破的人多了。 嗯,这点倒是得小心。 下芒子山点头,不得大意,我此次的目标便是仙缘大会第一。 仓无救摇头,赶紧走吧。 搜!搜! 下芒子山,仓无救二人当即呼啸而去。 邋遢真人正站在一湖泊水面上,月光照耀下,如梦如幻。 他闭着眼,丝毫不知外界的九名纯阳真仙,众多天仙们几乎都在关注他,他可是明月山水图中最大的焦点。 滑! 邋遢真人身体微微移动,周围便出现了一圈火焰朝四周弥漫。 一圈圈火焰,以邋遢真人为中心不断朝四周弥漫,一股道的波动降临。 邋遢真人睁开了眼睛,修炼多年,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每日厮杀数十场,四个月下来,我终于突破了,悟出了第三条完整的道。 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三条完整的道,融入我的太极大道中。 邋遢真人也同样步入大道的门槛。 既凝入的是剑道大道,而邋遢真人走的却是太极大道。 接连几个月下来,明月山水图中很多人放弃,也有很多天才们就此生死。 可是活下来的天才们,像这种同层次的绝世天才生死厮杀平常想要遇到一场都难,可是现在一天厮杀过数十场上百场都常见,自然突破的有很多。 很多过去陷入瓶颈的,此时便一一突破了。 在明月山水图的第六个月。 一处荒野之中,这荒野杂草中便有一黑衣少年和一黑衣少女。 纪宁盘膝而坐,不远处便是余威,余威也盘膝坐在那默默看着纪宁,之前不久纪宁对她说,师姐,之前一仗我有所恶,你且帮我护法。 随即就在周围布下简单的障眼法,纪宁便闭眼开始陷入参悟之境。 余威则看着闭着眼的纪宁,仔细看着纪宁的眼睛,鼻子,嘴巴,看得很仔细,很认真。 第三百二十七章最强二人组 余威拖着下巴,就那么看着纪宁,甚至脸上都情不自禁出现微笑。 静静的。 蒙蒙月光照耀,周围只有自己和师弟,自己可以就这么看着师弟,一切多么美好。 皇城广场之上。 怎么回事? 木子硕一瞪眼,看着高空中明月山水图中纪宁和余威,余威盘膝坐着拖着下巴就那么盯着纪宁看,余威师姐难道喜欢上纪宁师兄了? 我的天! 在木子硕手臂上的小青也眼睛盯着。 只要不是傻子,单单看余威这幅样子,就能猜出余威对纪宁应该是内存喜欢的。 余威这小丫头和纪宁? 五封仙人却露出笑容,在他看来,纪宁和余威都是他黑白学宫的绝顶天才,倒也般配。 看看,看看这个小姑娘的表情,我说吧,我说吧,我说这小姑娘一定是喜欢那个叫纪宁的。 吕洞宾连指着巨大的明月山水图,朝一旁的夏皇,帝昊等人说道,我之前要打赌,你们一个都不赌。 你可是晴盛,月老,水港和你赌。 一名黑色稻袍,稻袍上有着血色太极图的纯阳针先笑着。 真君,我可不是晴盛,我连一个道理都没有。 我更不是月老,天庭可是有专门的月老的。 吕洞宾连道。 查科打混,死皮赖脸,故作高人。 总之,有吕洞宾的地方就有欢乐。 所以吕洞宾在三界中朋友也多得很,人家脾气好,背景靠山大,实力又强,怎么可能朋友不多? 坐在东檐老祖身后的九连却是抓着衣袍,紧紧抓着,盯着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徒,咬着嘴唇,眼中有着复杂之色,余薇师姐,你也对晴盛。 之前她只是担心,甚至前面几个月晴盛和余薇一起闯荡相处较为亲近,九连也只认为是师姐弟的缘故,可看到此刻的一幕,她再无怀疑。 我选择了。 不后悔。 九连咬着嘴唇,在心中劝戒着自己。 余薇就这么看着晴宁,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都忘记了外面。 也不知过去多久,晴宁周围出现了一朵火苗,火苗化作一朵莲花,开始不断的变大,从拳头大的一朵火莲花,很快变成了足有数十丈的巨大火焰莲花,晴宁就悬浮坐在莲花的花蕊中央,道德波动也降临了。 嗯? 余薇这才清醒过来。 不好。 余薇心中一惊,在《茗玉山水图》中的场景,外界是能观战的。 说不定有人注意到了。 之前她见晴宁沉浸在参雾之境,才情感流露没有掩饰,却忘记了外面是能看到的。 这让余薇内心尴尬不已。 师姐。 晴宁此刻睁开了眼睛,开口笑道,我已经突破了瓶颈,总算雾透了这烈火之道。 余薇连清醒过来,也喜悦道,太好了,师弟你本就勿透于水之道,现在又有了烈火之道,水火结合,融入你的剑道中,你的实力定当大增。 嗯? 纪宁点头也充满期待。 两条完整的道,剑道上又达到了大道之欲境界,自己底气也更足了,虽说参加仙缘大会的十万余人中一些绝顶之辈,一般都步入了大道的门槛。 可即便都进入大道门槛,可有的才明误本心,有的才稍有感悟,想进名达到大道之欲的还是少数。 师弟,你的赤明九天图还得抓紧时间修炼。 于威廉道,现在你才十一众,此次参加仙缘大会的,修炼赤明九天图的有很多,达到十二众的也常见。 我明白。 纪宁点头。 这也是自己的短板。 在燕山,修炼赤明九天图不知道多少年才出一个。 可在安禅郡,即便黑白学宫中都有好些个了。 至于这仙缘大会中赤明九天图修炼者更是多得很。 自己赤明九天图第十一众的确稍弱了些。 不过自己神魂强,又是剑仙,更有神通摘星手,倒是不惧任何一个对手。 在纪宁雾透烈火之道仅仅半个月后的一天。 一虎背熊腰的紫衣青年和一野人少年正定肩而走,行走在山林之中,时而神石扫荡周围实礼。 仙无救,你的幸福有多少了? 下芒子山问道。 刚过一千,你呢? 仙无救问道。 你都过一千了。 我比杀的人更多,我才九百八十九块。 下芒子山一瞪眼。 那是你蠢,杀的人多就一定得到更多的幸福。 有些人带的幸福多,有些人带的幸福少,这是需要眼光的。 显然你的眼光是远远不如我的。 仙无救不懈道。 下芒子山摇头,你也比我多不了多少,看你那得意尽。 我们在明月山水图中也过去有六个月了,一年之期也过去一半了,我们该加快点速度,尽早弄到一十三百块往上。 明月山水图一共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二人。 一年之期满,幸福最多的八十人便度过这考验了,所以只要得到一千三百七十块幸福便铁板钉钉能过,加上有些人多,有些人少。 剩下的其他人手中还有幸福,所以一千三百块就有把握通过了。 得一千四百块。 这样才放心。 仙无救道。 他俩一边聊着,一边神识探查周围实力。 哗! 二人不断前进。 嗯! 仙无救,下芒子山忽然神情一动。 搜! 搜! 二人化作流光瞬间就冲到了数里之外,在数里外的一座山峰半山腰上,正有着一对黑衣男女站在那, 啊,正是纪宁和鱼威。 纪宁和鱼威也都是神魂强大之辈,对方神识一扫荡,他们俩就已经察觉了,跟着远处一闪便出现了两人。 是他们。 纪宁,鱼威都是大惊。 他们俩一眼就认出了这二人,因为这二人名气实在太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俩的衣着也没有变化。 下芒子山。 仙无救。 纪宁心中一紧。 天宝山的情报中,关于此次仙缘大会的绝世天才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下芒子山,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仓无救。 下芒子山,修炼的乃是赤明九天徒,并且也修炼着皇族下芒室内藏的不外传的诸多厉害神通。 且天赋绝顶,很受大夏皇帝喜爱,据说早就被大夏皇帝引着败在了一名三界强者门下,实力深不可测。 仙无救,乃仙无是也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和下芒子山年龄相当,从小他们俩就算是大夏王兜的两个小天才,一直成长到如今。 因为下芒子山乃是皇族,所以排在第一位,仙无救才屈居第二位。 总之。 这二人,乃是此次仙缘大会名气最大的两个。 名声在外,定有所实力。 这两个名气最大的怎么联手了? 纪宁心中忌惮,如果单独遇到一个他绝对敢一战,可是他还带着师姐,师姐乃是炼气流,虽说悟出了两条完整的道。 可实力和夏芒子山,仙无救这个级别还是差不少的。 吕洞宾,你不是很关注那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和纪宁,可真遇到对手了。 北帝仙翁笑呵呵喊道。 吕洞宾看着,烦恼着,看起来是很麻烦,那两个是叫夏芒子山,仙无救吧,他们俩的实力在十万余人中也算是第一等行列了,便是遇到那个邋遢真人,恐怕也相差无几。 谁强谁弱打过才知道。 这纪宁和这小姑娘,弱了些呀。 子山,乃是我夏芒是年轻一代最优秀的,此次有希望夺前三。 夏芒哈哈笑着,他很难得看中一个后辈,夏芒子山却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后辈。 师姐,纪宁。 九连紧张看着,他也知道夏芒子山,仙无救的可怕,他之前看到夏芒子山二人祖朝纪宁于威那边走去就很心焦了,谁想最后还是碰上了。 别出事啊。 九连担心万分。 明月山水途中。 外界的亲人朋友为他担心,可于事无补。 纪宁和于威都谨慎以待。 你是,纪宁。 仙无救那宛如雄鹰的眼眸盯着纪宁,一眼镜认出来了。 他是纪宁。 纪宁不是穿着兽皮的。 旁边的夏芒子山道。 说你蠢还不信,他的法袍不能变个模样。 仙无救摇头道,我可是专门弄了多份有关纪宁的画像。 所有的天才画像我都搜集很多,且单单看画像,一般很难辨认真人。 所以需要观看大量的画像。 我足足看了一百多份纪宁的不同画像,所以一眼能认出他来。 仙无救自信。 纪宁,于威二人彼此相识一眼。 对面那二人在气定神闲交谈显然是信心十足。 师姐,不可应拼,你施展凤凰之术对付他俩,我再拖住他们,你先逃,我跟着就来。 纪宁传音道,于威也点头,他也知道如果没有他,纪宁一人逃脱反而更容易,有了他,虽然攻击方面更强,可逃跑起来却麻烦些。 当纪宁,于威传音交谈时。 交出信服,饶你们一死。 仙无救的声音忽然尖利起来,神识传音还在纪宁,于威的尸海中回荡,仙无救本人一窜,只见半空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只足有百丈大的黑色秃鹫,这头黑色秃鹫毛发油亮,双眼更是有神,直接呼啸着扑击向过来。 第328章 纪宁站下芒子山 是幽明独救秘术 纪宁一眼认出,双无救早就成名,这幽明独救秘术乃是其招牌手段,是由法宝大阵构成的一只巨大的幽明独救,至于双无救本人其实就藏在那巨大的独救内部。 一旦那独救失败,双无救本人就会从独救体内冲出来,直接尽身厮杀。 于威也是遥遥一指。 华 72根罗侯神针瞬间出现在半空,直接原力勾动,引动天地之力直接汇聚形成一巨大的冰凤凰和一巨大的火凤凰, 两头凤凰都同时呼啸着冲向那头黑色突救。 嘎黑色独救发出刺耳的叫声,随即利爪狠狠朝下方一抓。 冰凤凰,火凤凰冲上去仅仅两次交手便表面出现了大量的裂痕,随着黑色独救的第三次冲击,冰,火两头凤凰就已经直接溃散,72根罗侯神针立即倒飞回来。 起! 纪宁站在那,周围却是出现了绽放开的水火莲花。 水火莲花一圈圈环绕,连夜随风摇摆,且不断旋转。 砰! 俯冲下的黑色独救直接冲击水火莲花,只是随着一声声巨响,水火莲花的莲叶虽然碎裂了些,可很快又继续生长。 显然坚韧无比。 这让远处悠闲观战的下盲紫山一正,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经过六个月的磨练,特别是雨水之道,烈火之道都雾透,水火莲花秘术也愈加完美平衡威能明显大涨。 且这也是一品的火含煞为根本,岂是那么容易破的? 快走! 纪宁传音道。 搜! 鱼薇化作流光便要飞走。 打黑色毒就忽然一张鸟嘴,从中直接窜出一人来,正是那苍无咎,苍无咎手中有着一柄弯刀,在飞出的刹那,体型变猛的暴涨成二十丈,特别是他的右臂更是变成了黄金色,在空中紧紧一闪就已经到了余威的前方。 吓得余威连倒退。 去! 纪宁周围已经出现了七百余口飞剑。 凝聚成的一柄金色飞剑,轰然飞出。 砰! 小千剑阵之威也令苍无咎身影一致,但是仅仅刹那,苍无咎黄金色右臂挥出的一刀就劈散了这凝聚成的飞剑。 而余威也逃回了水火莲花中。 他的速度太快,我根本逃不走。 余威传音急切道。 纪宁也明白,别说余威,就连自己都没把握在苍无咎的追杀下逃掉,这苍无咎最擅长的就是身法了。 那就困住他们。 纪宁传音道。 师姐,你和我一起先挡住那苍无咎。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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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剑阵的一缕缕金色飞剑接连飞出。 余威身前的七十二根罗喉神针再度飞出,一时间小千剑阵,冰凤凰,火凤凰都一拥而上,苍无咎看着扑面而来的一切以及那巨大的水火莲花,不由眉头一皱,传音喝道,下芒子山,还不动手。 纪宁二人联手,苍无咎单单一人还无法横扫。 这才两个人而已,我已为你一个能解决呢。 下芒子山哈哈笑道,苍无咎。 记住,别让他们俩跑掉。 你是最擅长追敌,困敌的。 放心。 苍无咎站在空中,摇摇一指。 顿时周围出现了狂风,狂风呼啸成龙卷之势,旋转的龙卷风笼罩了周围数里之地,将近凝,余威二人完全包在其中。 我用前天灵风困住他们,幽冥独救辅助,我随时准备出手。 苍无咎传音道。 三重手段下,他们根本逃不掉。 这硬碰硬的活,就交给你了。 哈哈。 哈哈。 下盲子山哈哈笑着。 轰。 他本人的步伐忽然令山地都是一阵。 整个人直接变成了二十丈大小,同时全身开始出现了紫色的雷霆,甚至连周围天地间都开始出现紫色雷霆,手中更是出现了一根巨大的黑色铁棍,他手持着黑色铁棍直接冲击在巨大的旋风中,冲向那水火莲花。 喷手中的黑色铁棍仅仅仅仅一个横扫,仿佛令江河断流一般,大量的水火莲叶直接被砸得断裂成两半。 好强。 济宁大惊。 怎么比预料的还要强大? 天宝山情报中记载的下盲子山似乎没有眼前这般可怕,自己的水火莲花在此人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济宁是吧? 来吧。 下盲子山哈哈笑着,气势如山,碾压而来,一切挡在他面前的都被摧毁。 济宁也是猛的一步迈出。 轰。 变成十八丈大小,身上也是雷电环绕,手中更是持着两柄北铭剑就冲了上去,同时眉心部位也出现了一束眼,顿时接连一道到雷电霹雳直接打在远处的下盲子山身上,下盲子山竟然躲都不躲。 他提表紫色雷霆环绕,轻易就挡下了济宁发出的雷电霹雳,至于神念冲击。 他更是丝毫不在乎。 一念成冰。 无形无色的大量神念利剑,战刀,长枪,呼啸着飞入下盲子山的尸海,疯狂的一次次劈砍刺。 下盲子山也略微一停滞,可跟着就恢复了,他眼中的疯狂更加强烈,有几分手段。 不愧是天宝山情报上排名第一的人物。 身形巨大的技宁,也手持双剑冲出,他眼中有着绝对的自信。 哈哈哈哈,下盲子山手持黑色铁棍,气势滔天,他在突破之前就是天宝山情报上排名第一的,此次突破后,下盲子山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敌手,此次仙缘大会目标就是那第一。 二人瞬间便碰撞在了一起。 耀眼的剑芒冲天而起。 雄魂的棍棒洪流更是令周围的水火莲花碎裂。 砰! 纪宁倒退三步。 下盲子山也倒退了三步,周围的山石都开始崩塌,山峰都在摇摇欲坠。 什么? 空中的苍无旧惊恶,挡住了下盲子山那个疯子。 这个技宁好可怕的近身战实力。 好家伙,能接我创出的乾坤大力棍第三式。 你再尝尝我新晋创出的第四式,这可是我将四条完整的道融入雷电大道中的仪式。 下盲子山显得更加疯狂,再度冲向纪宁,手中的长棍甚至都满是紫色雷霆流动。 一棍袭来,天地仿佛撕裂。 纪宁也是迎接而上。 手中北冥剑化作两道耀眼的剑光,迎接向那可怕的一棍。 砰! 沉重的一击。 下盲子山一步都未退,可是纪宁却是连续倒退的撞击在后方的山壁上,本就摇摇欲坠的山峰轰然就开始倒塌。 怎么可能? 纪宁脸色发白。 之前和下盲子山第一次交手就已经施展了摘星手,第一次勉强和对方相差无几,待得对方施展出更强手段,自己就完全处于劣势了。 他的棍法? 比我的剑法更强。 纪宁明白。 在道上,自己差距太大。 而且对方赤明九天图达到了第十二重,也比自己强。 对方乃是皇族下盲氏,修炼的神通虽然比不上摘星手,那也算是三界中不错的神通了,差距不是太离谱。 轰隆隆山峰轻塌,山石滚落。 而纪宁,下盲子山二人摇摇相对,根本无视那些山石,山石还未曾碰触他们就被体表的神力给震荡成碎末。 三头六臂。 纪宁猛然一晃,顿时又长出了两头颅四条手臂。 哈哈! 我也来! 下盲子山也是一晃神,也是三头六臂。 抓着供三条黑色铁棍。 来吧! 纪宁冲了上去,风意顿法也施展开来,犹如鬼魅迎接向下盲子山。 哈哈哈哈,下盲子山却依旧横冲直撞,迎接上来。 二人进阶三头六臂。 六炳剑,对三条黑色铁棍。 一时间流水般剑光美丽无比,棍棒洪流简直就仿佛天地的雷霆,纪宁此刻不再硬碰硬了。 过去仗着摘星手无往不利,可是遇到了下盲子山后,纪宁开始转而发挥剑的灵动,结合风意顿法后。 纪宁虽然每一次交手都被震得倒退,可至少不像刚才被轰飞了。 我打,我打,我打打打,下盲子山狂暴无比,三条黑色铁棍疯狂砸着。 纪宁的六炳剑就仿佛源源不断的水流,一次次的抵挡引导到一旁,并且时而还抽棱子来一剑。 纪宁口中溢出了鲜血,不能这么下去,我必须救师姐。 小千剑阵。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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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一炳炳凝聚出的金色飞剑呼啸刺向高空中的苍无咎,纪宁焦急传音,师姐,赶紧走。 砰! 下盲子山的一棍打得纪宁砸在乱石中,他怒吼道,小子,别分心。 分心你死定了。 下盲子山和纪宁这一战,早就引起了上至纯阳真仙,天仙们,下至皇城广场上几乎所有人的注意。 下盲子山和苍无咎,天宝山情报上定成第一和第二的。 那纪宁好厉害,竟然牵制住了苍无咎。 他和下盲子山打了。 下盲子山好强,这纪宁竟然能和他厮杀上百回合。 皇城广场上来自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的各大势力人们都看得揪心,他们中很多都是散仙的仙,自然能够看出下盲子山的棍法和等厉害。 那是超越了很多散仙的棍法。 而且下盲子山的神体,神通显然也极强,简直蛮横无匹。 可纪宁一个修炼三十多年的小家伙竟然挡住了,虽然是处于劣势,虽然是凭借剑法的灵活来抵挡。 可毕竟缠住了对方。 当看到纪宁分心操控小千剑阵要牵制苍无咎,反被下盲子山打得重伤倒非禁乱时钟时,顿时很多人都为纪宁揪心了。 这纪宁生死厮杀还分心。 他的对手可是下盲子山。 别为了救那个女同伴,把自己的命给葬送了。 皇城广场上很多人为之议论纷纷。 木子硕、小青、白水泽、武风仙人、北山百威、九连等一个个确早就紧张的心都提起来了,可是他们根本进不去,什么都帮不了纪宁,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第329章山洞中的笛声 看着施展出三头六臂等众多神通的纪宁拼尽全力和下盲子山厮杀,还分心操控剑阵去牵制苍无咎。 另躲藏在水火莲花中央操控兵凤凰,火凤凰只求自保的余威眼睛瞬间红了。 多久了,已经过去六个月了。 六个月,纪宁和他在明月山水途中闯荡,几乎每天都要和其他人生死厮杀上百场,有时是别人逃,有时是纪宁他们逃。 纪宁的实力比他强,又是神魔炼体,每次危险的,去拖住敌人的都是纪宁在往前冲。 和之前多次经历的危险相比,这一次遇到的人虽然仅仅才两个,却是最危险的一次了。 师姐,赶紧走。 纪宁的声音在余威脑海响起。 又让我走,又让我走,为什么我总是负担? 余威咬牙,眼中闪烁着泪花,传音道,师弟,不用管我,我实力不够,我放弃了,我要离开这明月山水途,接下来靠你自己了。 少了自己这个累赘。 纪宁师弟一定能轻松的多吧,以纪宁师弟的实力,根本无需去硬碰硬的。 华,余威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块块的信符,大量的信符飘洒在周围。 真不甘心啊。 才六个月。 真的很想和纪宁师弟一起走到这明月山水途的一年期满啊。 放出信符,饶你一命。 高空中的苍吴就露出笑容,忽然他的笑容僵住了。 因为刚扔出的信符的余威,竟然抓住了一把信符,同时一挥手将半空中的信符又收了起来。 你找死。 感觉被戏弄得苍吴就顿时怒了,甚至没有闲情在半空中了,当即化作流光朝下方俯冲而下。 抓着信符的余威眼神却幽冷而危险,他看着那俯冲来的苍吴就,指示手指轻轻指向苍吴就,顿时七十二根罗侯神针分成两部分在空中旋转浮动,其中三十六根罗侯神针勾动天地之力形成了一巨大的黑凤凰。 通体漆黑,凤凰尾巴则是弥漫着黑色火焰。 另外三十六根罗侯神针形成了巨大的白凤凰。 洁白无暇,仿佛圣洁的阳光,白凤凰的尾巴也有着光芒丝线。 嗯?仿佛就顿时感到一阵心惊,莫名的威胁感令他立即全力爆发。 滑!高二十丈的仿佛就挥动了黄金色的右臂,那一刀更是惊艳绝伦。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弧形的堪称绝美的诡计。 直接斩在了那冲在最前面的黑凤凰上,黑凤凰一声嘶鸣,虽然被劈得倒退,却丝毫未曾溃散。 啊!白凤凰更是和那头黑色凸就厮杀起来。 竟然令黑色凸就开始振战出现裂痕。 怎么会这样,他,他,苍吾就惊怒无比,这个女子明明实力要比他弱得多,那几凰就罢了。 早就名声在外。 和实力大增的下芒子山都能厮杀成那样,即便他上,恐怕也就和几凰相差无几罢了。 可是怎么对付一个没丝毫名气的女子,自然竟然都被挡住了。 我就不信了。 苍吾就爆发了,也显现出三头六臂,手中出现了三柄弯刀,化作了狂风,刀光仿佛撕裂天地,唯能让人心颤。 可是黑凤凰,白凤凰彼此辅助。 竟然挡住了狂暴下的苍吾就。 之前还紧张万分的穆子硕,白水泽,小青,五丰仙人,苍江真人,北山百威,酒连他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怎么余威师姐实力突然爆发,竟然手得滴水不漏,令那苍吾就都奈何不了丝毫。 这简直不可思议。 那可是苍吾就。 师姐他,他难道一直在藏桌? 穆子硕疑惑,可师姐比济宁师兄修炼也没长多久啊。 天盲殿主殿。 夏皇看得不由笑了,倒是跌宕起伏。 这叫柳暗花名又一村。 吕洞宾惊叹道。 谁能想到,这个小姑娘能够在关键时刻,觉醒了前世记忆。 这一觉醒,看样子她最起码雾透四条完整的道。 且在太极大道上的感悟也颇深。 她的前世也算是比较厉害的散仙了。 太极大道,四条完整的道,散仙中算是顶尖高手了。 她之前也雾透两条道。 被帝仙翁端着酒壶。 摇头晃脑,境界够高,的确有可能觉醒前世记忆。 不过转世仙人觉醒前世记忆非常难,看来刚才那一瞬间,对她的刺激很大,令她瞬间神魂爆发,激发了潜藏的前世记忆。 嗯? 对。 在场纯阳真仙们点头。 仙缘大会上十万余人,其中转世仙人非常多,突然觉醒前世记忆的确可能发生,可这非常非常罕见。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 吕洞宾看向夏皇,我还不知道她名字呢。 她叫于威,道号火红,因为是转世仙人,所以被称之为火红仙子。 夏皇道,她也是来自安禅郡黑白学宫,她旁边的那个纪宁你们是知道的,也是黑白学宫的。 黑白学宫此次一共有三名弟子,还真是个个不弱。 邋遢真仁乃是玄武大帝的弟子,实力也是合参无咎,下芒子山,纪宁他们一个层次。 这叫于威的实力本弱,却觉醒前世记忆,也算是同一层次了。 帝号感慨万分。 要我看,邋遢真仁修炼也过百年,于威是觉醒前世记忆,唯有这纪宁修炼才短短三十年,竟能也有如此实力,有些不可思议啊。 吕洞宾摸着下巴,嘀咕道,我看这纪宁,潜力很大呀。 夏皇笑道,难道吕洞宾你想收徒弟了? 不不不,我倒是更看好那个叫于威的小姑娘。 吕洞宾眼睛放光,能被刺激的觉醒前世记忆,这小姑娘有意思有意思。 其他人顿时摇头。 转世仙人一般都没什么潜力,前世都没能渡截成功,今生想渡截。 可能性太低太低了。 这纪宁道很有潜力。 夏皇则是默默思索着,此次仙缘大会,他现在已经记下了二十一个年轻人,个个都是潜力极高的,纪宁便是其中一个。 明月山水图事件。 砰! 纪宁被夏王子山压制着,自己虽然以灵活克刚猛,可还是震得受伤,不过这只是小伤, 纪宁时刻注意着师姐那边,却发现在苍无旧的攻击下,余威师姐突然爆发,竟然一对衣挡住了苍无旧。 这让纪宁又惊又喜。 师弟,过来,你赶紧收起你的剑阵。 余威传音急切道。 师姐! 纪宁也不和夏王子山纠缠了,呼得声变窜到了余威身旁,同时心意一动,小千剑阵进接收起。 我们走。 余威抓住纪宁的手臂。 只见黑凤凰,白凤凰忽然降落旋转了起来,形成了一条黑白漩涡,余威抓着纪宁就冲进了这黑白漩涡中。 搜! 在半空中留下一道耀眼的黑白流光轨迹,便已经到了千里之外。 这,这是什么秘术? 夏王子山走了过来,惊恶道,怎么逃得怎么快,参无旧,你也追不上。 你不是说在万象境界中你是最快的吗? 我追不上。 参无旧轻轻摇头,我看得出来,这是以太极大道为核心创出的一门精妙的法宝遁术,这女子在太极大道上的造诣非常高。 一山洞中,布置下简单的阵法后,纪宁便一屁股坐下。 那夏王子山真是一疯子。 纪宁也感到疲倦,之前一站太疯狂了,忽然撇到山洞深处有一潭水,连跑过去,用手捧起潭水冲起了下脸,真爽。 余威也笑着。 还可以和师弟继续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一起走下去。 他走到了潭水旁,就坐在地上,手中一番,拿出了一碧玉笛子,轻轻吹了起来。 笛声悠扬,仿佛吹到人的心田。 纪宁一愣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潭水,坐在那倾听着。 笛声飘荡。 那是一片大草原,那里有一个平静祥和的小部落,一个女童是这小部落的一份子。 祥和破碎,灾难降临。 女童走上了杀戮的道路,成为了可怕的女修罗。 一幕幕长景,前世从幼年到最后身死投胎,进阶浮现脑海。 笛声仿佛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让纪宁感觉到了喜怒哀乐,那是一种渗透到心灵深处的笛声,纪宁完全被带入了进去了,她看着黑衣少女吹着笛子的身影,这一幕长景也深深印在纪宁记忆中,即便很久很久以后也不曾忘记。 啪! 一滴泪珠滚落,落在了地面上溅起了泥土。 纪宁惊醒从笛声中脱离了出来,这才发现师姐的脸上早已经有了两行泪痕,忍不住喊道,师姐! 于威一顿,随即轻轻放下了笛子。 师姐,你,纪宁有些担心。 没事。 于威摇头看向纪宁,还是一笑,只是想到前世一些事,虽然一切都已经发生过,可是真正回忆起来,还真是让人控制不住情绪,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毕竟已经投胎转世,其实,我更情愿不知道前世。 能说说吗? 纪宁问道。 不想说。 于威摇头。 那你前世有道理吗? 纪宁忽然问道。 于威一正,仔细看了看纪宁,似乎想要从纪宁的眼神表情看出什么,随即才轻轻摇头,没有。 第三百三十张仙和神。 哦! 纪宁连道,之前一仗我神力消耗很大,先歇息了。 说着纪宁起身走到了山洞深处,手一挥,地面山石仿佛被切割一般整齐平滑,纪宁躺了上去枕着手臂上眼睛开始歇息。 看似平静,可纪宁心底却有些乱。 我怎么会问师姐有没有道理? 纪宁心思烦乱,她也是聪慧之人,早就明目本心的修仙者,很快就明白问题所在,我难道对师姐? 不,道理岂能这般随意? 我的心,做好准备了吗? 还没有。 我还没有准备好。 纪宁转过身,将一切压在心底。 回忆这半年来的朝夕相处,一次次生死与共,回忆和师姐的第一次相识到如今,纪宁承认,一开始对师姐是属于很正常的好感,因为余薇师姐和九连不同,九连的很多想法和自己相辈,不是一个世界的。 而余薇师姐和自己很多想法都一样,性格也很像。 出身 际遇 天资 师姐和自己都很像,师姐比自己还要更聪慧,这朝夕相处这半年,很舒服,师姐无声无息中那种温暖已经渗透到自己的内心。 特别是刚才余薇师姐在那吹奏笛子时,那笛声是真的渗透到自己的心灵了,纪宁甚至都感觉到师姐内心的欢乐,痛苦,伤心。 那种碰触到师姐心灵的感觉,让纪宁感觉到师姐的柔弱,她甚至想要去抱住师姐。 所以她才情不自禁问出道理的事。 道理,不可轻言。 纪宁在心底默默叹息。 余薇看着纪宁躺在山洞深处,也起身,走向了洞口,她坐在了洞口处,看着外面无尽的山林世界。 洞口有障眼阵法,外界倒也看不到里面。 月光洒在洞口处。 余薇拿着笛子,抱着膝盖默默坐着。 我能感觉到纪宁师弟的心。 我之前忍着。 想要一切就这么过去。 可是在明月山水图世界的第六天,我面临绝境,山水图世界那般大,师弟碰巧就到了。 难道命运想要告诉我,我应该和师弟在一起? 可是。 我能有道理吗? 我还能奢望有道理吗? 余薇看着高空中的明月。 默默问着,上天,我到底该怎么办? 余薇明白,她走到了一条岔路口。 如果她一心要和纪宁在一起,那么二人便是有可能的。 如果她真的不想在一起,那么离开明月山水图世界后就该离开纪宁,断得干脆。 随着一月月过去,明月山水图世界中的万象真人数量不断锐减,现在还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的几乎都是爆发起来都能媲美普通地仙战力的妖孽们。 皇城广场之上。 哈哈! 现在明月山水图内也就一千余人,可我黑白学宫就占三个。 五封仙人得意非常,安禅郡的其他势力包括安禅北山市都无法跟黑白学宫相比,黑白学宫此次派出的三个人都太惊艳了。 连安禅侯都和我攀谈那么久,连其他诸侯,乃至最顶尖的大部族,大宗门也来和我交谈。 五封仙人随即皱眉,不过奇怪了,明明这晋宁也很厉害,怎么来和我攀谈的?提到小邋遢的反而最多。 他能够感觉到那些大部族,宗派对黑白学宫释放出善意,最想结交的就是邋遢真人。 似乎晋宁与威都远没法和邋遢真人相比。 怪事怪事,晋宁也很厉害呀,修炼时间更短呢。 五封仙人疑惑。 真是怪事。 天盲殿主殿上睡了一觉又醒来的吕洞宾瞪眼道,我一睡三个月。 怎么这个叫余威的小姑娘还没跟晋宁结成道理? 道理,不可轻言。 穿着黑色道袍,道袍上有血色太极图的纯阳针仙摇头道。 情爱之事,岂能拖沓。 吕洞宾摇头道。 以我走遍三千大世界,无数小世界所观之经历,这情爱之事就应该趁最关键之时就立即给定下来。 如果拖沓下去,越往后就越加难以结成道理了。 我敢打赌。 这叫余威和晋宁的,他们俩要结成道理,也是在这明月山河图内结为道理。 如果没成为道理,等出了明月山水图,没有了彼此朝夕相处一起闯荡生死,就更没可能了。 你们敢不敢打赌。 吕洞宾看向四周。 吕洞宾,你这个大情圣,说得一条又一条的,怎么你自己没有道理? 那血色太极图的真仙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吕洞宾淡淡说了声,便不再说了。 在一僻镜山谷中,周围布置下谜阵。 晋宁正盘膝坐在草地上。 一道道水流,火焰环绕在周围,一股股太阴之力,太阳之力被晋宁吸纳进体内,虽然是在明月山水图世界,可一样能够修炼赤明九天图。 轰轰轰。 晋宁身体内发出一阵阵巨响,筋骨撞击声,皮肉在迅速蜕变产生的巨响。 到了现如今层次,晋宁的已经非常强悍了,离那头元神层次神魔相柳方差距也不算太远了,即便呼出一口气,都能形成巨峰席卷千里。 渐渐的,一切平息。 晋宁睁睁开了眼睛,露出了笑容。 师弟。 一旁护法的余微期待看着晋宁。 闻,已经突破。 晋宁唏嘘笑道,前后耗费好几年,才终于达到这次明九天图第十二重。 不过的确不一样,是明九天图第十二重,能够媲美一般神魔炼体元神前期了,我的神体甚至和魂魄都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我感觉到我的魂魄在迅速强大。 神魔炼体和炼气流是两条路。 神魔达到元神层次时,是可以直接奋出一个分身的。 达到反须层次,拔出一根头发就能化为一分身。 现在晋宁修炼到第十二重后,此时的身体其实和龟蛇元神很像,都有蕴养神魂的奇效。 并且也可以和神魂契合。 神魂能够融入在身体每一处,也就是说,晋宁此时的血肉。 已经不单单是血肉,血肉中还含着部分的神魂。 所以才能成为可以行动的分身。 魂魄再迅速强大。 于威连问道,我听说神魔们的魂魄,比一般元神道人还要更强。 对。 记宁点头,我神体对魂魄的蕴养。 比龟蛇元神的蕴养还要更惊人,以我之前修炼第二元神的感觉来推断。 我此刻神魔之体对神魂的蕴养,比龟蛇元神快到五六倍吧。 难怪神魔炼体这般强大,都说神魔炼体越往后越厉害,特别是度过天节。 成了天神之后,天神就有着媲美纯阳真仙的实力。 于威感叹。 师姐,你知道天神。 纯阳真仙。 纪宁惊诧。 别忘了我是转世仙人。 于威点头,据我所知,修仙,分子府修士,万象真人,元神道人,反须的仙。 渡劫之后就是天仙。 天仙之后是真仙,真仙又称纯阳真仙,纯阳真仙之后乃是大罗金仙,又称大罗道祖。 或者直接称道祖。 道祖便是三界中最最顶尖的大能者,绝对的霸主,比天庭的天地地位都还要更高。 纪宁眼睛一亮。 这些都是他不知道的,他才修炼三十余年,和觉醒了前世记忆的世界比,对三界的了解的确差不少。 大罗金仙。 又称大罗道祖,道祖。 纪宁喃喃自语。 掌握一条道,是成为天仙的前提之一。 掌握一条大道,是成为纯阳真仙的前提之一。 而掌握一条天道,便是成为大罗道祖的前提之一。 于威说道。 纪宁心中一颤,掌握一条天道。 当初黑白学功长教碧海道人和自己说的都没有如此详细。 看来于威师姐前世也不一般,至少知道的比碧海道人多多了。 紫旁古开天地,天地间有十条天道。 对天仙们而言这是常识,这也是一名天仙告诉我的。 于威道。 十条天道。 纪宁连锥问。 那十条? 分别是金之天道,木之天道,水之天道,火之天道,土之天道,生命之天道,毁灭之天道,阴之天道,阴之天道,阳之天道,阳之天道,混沌天道。 于威道。 纪宁立即记下。 金、木、水、火、土、阴、阳、阳、生命、毁灭、混沌。 天地万物从混沌中诞生,万物分阴阳。 三界,更是以五行为根基。 于威说道,就比如你领悟的雨水之道,其实是属于滴水大道的一种。 而滴水大道,则也归属于水之天道。 纪宁点头。 道,大道,天道。 五行乃是三界运行的根基,进阶都是天道,也在预料之中。 掌握一条大道,便已经无比艰难。 于威道,至于掌握传说中的天道,那才有资格被尊称为道祖。 毕竟天道乃一切道之源头,掌握天道者,方可称之为道祖。 济宁知晓。 三寿道人便是生而就掌握一条大道,而后领悟诸多大道,却未曾掌握一条天道。 大罗道祖,高高在上,拥有不可思议之力,乃是三界之霸主。 于威道,纯阳真仙,便是三界中的强者。 道祖们是轻易不出手的,所以三界中其实最为风光耀眼的反而是一个个纯阳真仙们。 至于天仙也是逍遥自在,长生不老了,足以坐镇一方,毕竟整个三界中的纯阳真仙也是很稀少的,天仙地位还是很高的。 纪宁点头。 到今日,他才知晓,修仙路途上的一个个关卡。 那神魔之路呢? 纪宁连问道。 神魔度过天劫,便是天神。 天神就媲美纯阳真仙了。 每一个天神,那都是三界中的强者。 于威道,天神之上,乃是真神。 真神们一般都是真正的神魔,他们领悟出属于自己的神通,占天占地,实力极为可怕,完全能媲美大罗金仙道祖。 真神,便是神魔的最高端,据传,在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中就孕育出了一些神魔,其中弱的是混沌天神。 强大的便是混沌真神。 这些属于一出生就站在三界之顶端,不用修炼就无比可怕的存在。 第三百三十一章最后一个月 于威羡慕道,这些才是天地的宠儿,炼气流以大罗金仙道祖为尊,神魔炼体流以混沌真神为尊,不管是道祖还是真神,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都是最顶尖的三界大能者。 他们才是决定三界命运的存在,连天地由谁来当,都是有这些大能者们决定。 纪宁心中却是浮现诸多念头。 三寿道人乃混沌中诞生,又生而掌握一条大道。 显然三寿道人便是混沌真神。 不过按照黄毛大雄的说法,三寿道人曾经有过一场惨败,断了一臂,甚至骄傲的三寿道人都不再恢复自己的手臂。 一直保持独臂,且不断参悟钻研,创出了一门能在三界中排名前十的可怕神通,摘星手。 纪宁 黄毛大雄的声音忽然在纪宁石海响起。 前辈 纪宁硬道 同样是天神,有的神通大,有的神通差。 同样是真神,有的神通了德,有的神通一般。 能一样吗? 黄毛大雄显然为他的主人不平,而且如果主人活到现如今,恐怕早就掌握一条天道了,只是无尽岁月,主人一直没有来找我。 黄毛大雄忽然声音低了下去,他也不知三寿道人是死是活。 这一次和于威师姐的交谈,让纪宁眼界更加开阔。 高高在上的大罗道组,混沌真神们,他们以三界为棋盘,操控一。 天帝,阎王等等也只是他们商议决定安排人担任。 不过三寿道人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甚至都没有活下来的把握。 纪宁思索着,当年三寿道人留下水斧后,便去迎接一场所谓的大浩劫了,自此音讯全无,再也没有回过水斧。 三寿道人,可是大能者,让他都没有活下来把握,该是什么样的浩劫。 三界 余威师姐恐怕也不知道三界中真正的面目吧。 纪宁总感觉一切仿佛有着一层面纱,比如自己当初在地府时,就遇到了一股可怕势力在攻击六道轮回,幸亏自己跳进六道轮回转世投胎,否则当时便死了。 谁在攻击六道轮回? 纪宁眼界越高,就越加亥然,因为六道轮回乃是三界运转的最重要的中枢,恐怕大能者们也不敢随便乱来,这样会遭到其他大能者的愤怒吗? 我一个小蚂蚁,这种是哪里轮到我操心,天塌下来也是有高个子顶着。 纪宁很快就抛到脑后。 转眼,明月山水图的考验就已经到了第十二个月,也是最后一个月。 一名紫袍青年和一名脏兮兮的少女并肩走着。 这个九死真人哪里冒出来的? 紫袍青年瞥了一眼深侧的少女,暗暗咋舌,她下芒骑在皇族下芒是年轻一代中那绝对是天之骄子,仅次于下芒子山。 而且她一直不服气,她总是渴望要压倒夏芒子。 这次夏芒骑在仙缘大会中也算展露光芒,实力了得,可是遇到这个自称九死真人的少女她就吃点了。 这少女也太强了,我怎么打,都伤不了她。 仿佛她的肉身就跟法宝一样。 紫袍青年无奈,哪里是九死真人,根本是不死真人,啊。 这脏兮兮少女当时和她说,我的幸福够了,这明月山水图世界越往后,活下来的就越厉害。 而且很多都是形成一个个小队,我看你小子挺厉害的,我们两个组成一队如何? 最后一两个月也能轻松点。 我们遇到敌人,杀了,幸福归我。 夏芒骑提出条件。 行。 脏兮兮少女点头,于是下芒骑,九死真人一起联手闯荡。 嗯? 忽然他们俩都停下,遥遥看着远处,远处出现了四道身影,有男友。 一个黑色乱发的精瘦青年,一个银发少女,一个宛如传说中月宫仙子般美丽的女子,最后一个则是光头有黑少年,这有黑少年竟然赤脚走着,手中还拿着一根黑色弯曲的手杖。 砖水旗 二弟,你怎么和丹竹真人他们在一起了? 夏芒骑笑道。 大哥! 那黑色乱发精瘦青年惊讶道。 他们俩乃是大夏王都二旗,是因为他们脾性都邪义,可他们俩却臭味相投,结拜成兄弟,夏芒骑是大哥,砖水旗是二弟。 越到后面越危险,不敢单独行动啊。 砖水旗无奈道,我也自认了得了,可怜夏芒子山,苍无旧他们俩都早早联手了,我们也不得不联手。 我们四个还和夏芒子山他们交手过一次,幸好有黑石在,吓得他们俩都溜掉了。 哦! 夏芒骑吃惊,他一旁的脏兮兮少女九死真人也露出吃惊之色。 令夏芒子山,苍无旧溜走。 给我介绍夏。 夏芒骑笑道。 东海丹竹真人你是认识的。 黑色乱发的砖水旗指着一旁的那宛如月宫仙子般的女子,丹竹真人也笑着点头。 砖水旗指着那银发少女道,这位是飞雪真人,法术极为了德。 又指向那拿着黑色弯曲手杖的赤脚有黑少年,这位便是黑石真人,黑石真人极擅长伏袭棍阵,乃是真正的阵法大宗师,有他在, 我们想走就能走,想攻就能攻。 黑石真人的晋身战也极强,仅仅出手一次便挡下夏芒子山,依我看,黑石真人完全有望得到此次仙缘大会第一。 夏芒骑,九死真人都看向那拿着手杖的有黑的光头少年。 很奇怪。 在面对这有黑光头少年时,他们有一种面对无尽浩瀚天空的感觉。 阵法大宗师。 晋身战能挡下夏芒子山。 夏芒骑暗暗惊骇。 文。 脏兮兮少女也好奇看着有黑光头少年。 光头少年也看向脏兮兮少女。 二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应,对方很可怕。 怎么样,我们一起走如何? 夏芒骑问道。 砖水骑看向有黑光头少年。 有黑光头少年却是看了眼脏兮兮少女,露出一丝浅浅的笑容,可以。 可以。 脏兮兮少女也开口。 于是。 这六个人组成了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中,黑石真人,九死真人,单竹真人得到的信服都已经超过了一千四百块,其他三人下芒骑,穿水骑,飞雪真人都还差些。 济宁和于威也行走在大山中,他们步伐如风,瞬息间就到了远处,行走的同时他们也释放开神石茶探周围千里。 虽然已经到第十二月了,济宁和于威依旧和过去一样,就仿佛正常师姐师弟。 师姐,你的信服现在有多少,还差多少? 济宁问道。 你够了吗? 于威反问。 我有一千两百多块。 济宁道,其实得到信服的数量不一,我这么多应该有九成九把握排在前八十了。 谨慎点,凑到一千三百七十块信服才能绝对通过考验。 于威道,我的信服比你少些,现在有近八百块。 济宁点头。 二人因为一直按照谁杀死的归谁,虽然济宁尽量让这点失解了,可自从赤明九天图达到第十二重后,济宁的实力更加强大。 遇到一些厉害对手的时候,济宁必须得爆发,自然就杀了对手,然后信服就到了济宁。 最后一个月,活下来的个个恐怕都藏着数百块信服,只要杀死两三个,我们就足够了。 济宁道。 可到最后要杀两三个,很难。 于威也速容道。 现在人越来越少了。 想碰到对手很难,碰到了厮杀一场,对方见识不妙就立即逃了。 想杀死对方或令对方放弃信服,太难了。 时间还足够,还有大半个月。 济宁道。 二人不断行进着,转眼便过去了千里地。 神石也不断扫荡着周围千里范围。 嗯? 济宁,于威忽然抬头看向高空。 高空中一艘舟船迅速俯冲而下。 那周团有阵法禁止,神石都无法渗透,来者不善,小心。 于威传音给济宁,不过他们俩也是一高人胆大,二人实力都强,还真不会轻易退却。 搜。 千里距离也就一瞬间而已,周团消失,眼前的杂草地面上出现了六道身影。 济宁,于威瞳孔都是一缩。 夏芒籍,皇族夏芒式的天才。 砖水旗,砖水式的天才。 还有丹竹真人。 济宁,于威目光都落在那宛如月宫仙子般美丽的丹竹真人身上,眼前六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丹竹真人。 天芒殿主殿。 济宁于威这一对,之前遇到夏芒子山苍无就二人是个结。 吕洞宾感叹道,那次是于威觉醒前世纪以才逃脱破了这一结,这次这六人可就更厉害了,那个脏兮兮的少女,都悟出五条完整的道了。 那个有黑光头赤脚少年更是阵法高手,这两人都是有实力有可能拼一拼此次仙缘大会第一的,遇到这六人小队,禁宁他们俩麻烦大了。 那明月山水图世界中,这一年来,死了多少人? 哪次不是生死磨难? 对你心疼的这对小道理而言,这次只是大典的劫难罢了。 斥吉真军淡然道。 这一战有意思了。 夏芒却笑着。 能冲击仙缘大会第一的,有约二十人。 九死真人,黑石真人,刚突破的纪宁,都是有望冲击仙缘大会第一的。 第三百三十二章绝境 纪宁和鱼威虽然警惕却也不惧,在他们俩眼中那六人中最需要小心的就是丹竹真人,而纪宁现在赤明九天图突破到第十二众,完全有信心击败丹竹真人。 他却不知道眼前这六人中丹竹真人虽然厉害,可是黑石真人,九死真人才更可怕。 哗! 有黑光头赤脚少年忽然咧嘴一笑。 顿时一道道流光快如闪电飞向四方,正是一根根古老朴素的伏袭棍。 伏袭棍? 阵法? 纪宁一惊,绝顶天才中钻研阵法的可是少数。 嗡! 道道光线连接,符纹流转,足足笼罩了十里范围的封禁大阵笼罩下来,将纪宁二人以及他们自己进阶照住。 好了! 这有黑光头少年淡然道,我已经施展了封禁,他们俩逃不出去,试杀试放,交给您们了。 他直接盘膝坐在了靠近封禁光照的边缘,那弯曲的手杖则是插在了一旁的地面上,他便这么坐着,显然不想插手。 他的信服早就够了,施展一个封禁大阵困住对方,已经算尽了队友情义了。 让他厮杀,他才懒得厮杀,骨子里他就不是一个喜欢杀戮的人。 济宁 下芒齐冷声道,乖乖将所有的信服交出来,你们俩还能活命。 否则,死路一条。 交出信服? 砖水旗也喝道。 交出来? 那银发少女飞雪真人也喝道。 他们三个的信服都还未够,自然最是热衷。 单竹真人微笑道,济宁道友,实话告诉你,在这队伍忠实力比我的强都有。 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交出信服,也算保住性命。 你修炼瞬间还短,前途无量,不必抢求此次仙缘大会。 有本事来取。 济宁站在远处,冷然道。 想要让我拱手献上,做梦。 伴随着济宁的声音。 一朵巨大的水火莲花也绽放了开来,一层层水连叶,火莲叶美丽无比, 不断旋转着。 济宁,余威二人便在巨大的水火莲花保护中。 别跟他们废话。 吟发少女冷声道,动手。 说着她手中出现了一浮尘,直接挥动浮尘,万千白丝飞到了高空中竟然形成了奇异的兽头,这雪白的兽头争鸣无比。 口中獠牙一层层,彼此交错着。 雪白兽头张开大口,朝下方济宁,余威二人咬了过去。 水火莲花却保护着济宁二人。 咔嚓雪白兽头的牙齿咬在水火莲花上,那无数的牙齿彼此交错,便轻易咬碎了一层连叶。 闻。 济宁暗惊,却也在意料中能够活到最后没有一个是擅长。 杀。 砖水旗双手结印,顿时她身体周围一道道黑色流光飞出,在半空中就化为了一条条黑色大蛇,足足有六条黑色大蛇疯狂侵袭,也同样破开一层层连叶。 袭击向济宁,余威二人。 太执着了。 单竹真人轻声叹息一声,她的眼眸忽然亮了些。 无形的神念瞬间侵袭向济宁,余威二人。 余威脸色一白。 济宁也感到仿佛坚真的神念刺向自己神魂。 不过现如今自己神魂和神体完全契合,连抵抗冲击也强了许多。 直接挡下了。 九死,杀。 下芒奇吼道,直接变成了十八丈高的巨人,她全身金光闪闪,气势滔天,手中抓着一柄战刀。 踏着那些已经碎裂的连夜冲向济宁二人。 济宁。 似乎挺厉害。 脏兮兮的少女却是笑兮兮的,一晃身也足有二十丈高,可是她全身没有丝毫气息。 仿佛普普通通,赤手空拳就冲了过去。 一瞬间,五人同时出手。 滚。 济宁忽然也暴涨成十八丈巨人,气息雄魂滔天,发出一声怒喝,只见无形的神念化为一柄柄利剑,战刀,长枪瞬间侵袭向单竹真人,飞雪真人,九死真人,砖水骑,下芒骑五人。 元神道人在成就元神的短时间内,神魂进步最大。 一个道理,神魔炼体强者达到元神层次时,进步也最大。 济宁达到第十二众,神魂得到神体的韵养,有了一个惊人的暴涨。 甚至和第二元神神魂相比都相差不远了。 这一次冲击,顿时令五人各个脸色一变。 破。 气势滔天的济宁,手持两柄巨大的仙剑,呼啸着挥动一剑,剑芒耀眼直接披在了那雪白兽头之上。 砰。 雪白兽头直接被劈的消散,化为无数的白丝又飞了回去,手持浮沉的银发少女也露出惊涩。 去。 济宁一剑劈飞那雪白兽头后,剑光纵横,当先冲击过来的六条黑色大蛇,紧接被劈的倒飞回去。 杀。 跟着济宁一步就到了那夏芒旗面前,剑光直接劈向夏芒旗。 火挡。 夏芒旗被济宁这凶猛的气势给吓住了,不敢乱来一心抵挡,当伴随着一声巨响,夏芒旗这十八丈的巨人仿佛一颗陨石搜的一声道飞开去,撞击在远处的封禁大阵中。 太强了吧。 夏芒旗,砖水旗,飞雪真人三人都惊乐万分。 这济宁对付他们三个简直是压倒性的优势啊,如果一对一,恐怕两三个回合就能要他们的命。 嗖。 这时候那脏兮兮的少女却是上前,迎接向了济宁,直接伸出了手掌,手掌如刀切向济宁,那一掌刀,简直精妙绝伦,济宁也感到玄妙不可测,论精妙是绝对超过自己的剑法的。 济宁也同样一箭呼啸而来。 砰。 剑光和手掌撞击在一起,脏兮兮的少女被震得重重连退三步,济宁则是退了一步。 什么? 济宁吃惊,自己在明月山水图世界的最后几个月出手时,一出手就都施展了摘星手,他根本不敢藏桌,毕竟个个不是擅长,像之前对付下芒棋,施展摘星手也做不到一招杀枝,显然现在还活着个个都很厉害。 可眼前这少女竟然敢斥手抵挡自己的利剑,还挡住了,也太离谱了。 你们去对付那个女的,这个济宁交给我。 脏兮兮的少女显得很是兴奋。 济宁一晃身,顿时三头六臂。 手持着六柄剑,直接杀向这脏兮兮的少女,不想死,赶紧离开。 难得遇到一个好对手啊。 脏兮兮少女却迎接上来。 杀,杀,杀。 济宁丝毫不留情,三头六臂之下,剑光如电如木,而这脏兮兮少女却是凭借着一双手掌一次次在身前挥舞,竟然挡住了大半的剑光,剩下的剑光虽然劈刺在她的身上,却紧紧勉强留下些许伤口。 她的身体怎么跟法宝一样? 我全力一见,就是地阶法宝都能劈碎。 却紧紧在她皮肤上劈出一小小伤口。 济宁惊恶,不能跟她纠缠。 济宁一闪身就冲向飞雪真人,钻水其方向。 你是我的。 脏兮兮少女也是一晃身,变成了三头六臂,同时仿佛水流一般,随着济宁而动,她的六个手掌更是一次次拍向,切向济宁。 怎么回事? 济宁急了。 眼前这少女死死贴着自己缠着自己,自己剑法虽然猛,可对方身体宛如法宝完全感应党,根本冲不开。 飞雪真人,钻水其,下芒其,丹竹真人四人见状同时都对于薇下杀手了。 黑白 太急 鱼薇站在那儿,黑凤凰和白凤凰围绕着她,仿佛同墙铁壁,同时应对四人的袭击,那巨大的雪白兽头,六条黑色大蛇以及丹竹真人施展出的秘法印术,空中巨大的半透明的大印,一次次砸向两只凤凰。 师弟 鱼薇急切传音道 师姐 纪宁明白,师姐挡不住了,师姐实力虽然大增,也擅长防守,可同时面对四人袭击还是扛不住的。 三头六臂的纪宁怒吼道,给我滚开。 就你,还不够。 脏兮兮少女也三头六臂,完全缠着纪宁。 就算和下芒子山厮杀纪宁都没有这般憋屈,眼前这少女不但身体犹如法宝,且道上感悟极高极高,她的一招仪式玄妙无比,完全缠住自己,自己根本跑不掉。 师弟 鱼薇的声音在纪宁脑海响起。 纪宁也看到了远处的那一幕。 砰 那白色凤凰终于崩溃,只见十八掌高的下芒骑手持着战刀也冲了过去。 去 纪宁急切下连施展小千剑阵,顿时七百余口飞剑悬浮当空,凝聚出的一缕剑芒迅速飞出,直接杀向那下芒骑。 纪宁近身战实力虽然大涨,可小千剑阵的威能却没多大进步。 当 下芒骑一刀便挡下了小千剑阵,虽然身体一震,可跟着依旧直扑于威。 仅仅一头黑凤凰,也竭力挡着那大印,黑色大蛇,血白兽头。 下芒骑近身杀道,于威连退避,可身在封禁大阵内遭到各方围攻怎么逃。 当 下芒骑手中战刀抵挡小千剑阵剑芒,他的左手却忽然散发出了千奇百怪的奇异色彩,甚至还隐隐有着黑气,这只让人心悸的左手直接抓向于威。 万毒者 于威脸色大变。 扑 虽然竭力抵挡,可他近身战如何比得过神魔炼体的下芒骑,顿时那散发着黑气的左手直接穿透了于威的腹部,可怕的毒素也瞬间亲袭全身,于威脸色顿时变得灰暗发黑。 第333章 三尺剑 第七事 于威也明白真的到了生死关头,全身忽然血光一闪,形成一血色太极。 羞! 余威化作一道血色红光猛的暴退百战后便倒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黑色的血液,他的腹部有着一猙獰的伤口,伤口终满是黑色血液。 纪宁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师姐被那下芒骑的手掌贯穿了腹部,吐血倒地,这令纪宁眼睛瞬间红了。 一股无法压制的恐惧和愤怒,瞬间弥漫了整个心灵。 哎呀呀,纪宁发出了嚎叫。 无尽的杀意充满了灵魂每一处。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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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尽一切! 杀尽一切阻碍! 愤怒吧,没用的。 那脏兮兮少女却依旧缠着纪宁,似乎以此为乐。 斩! 纪宁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一声怒吼从心灵最深处,从灵魂深处发出。 三头六臂的纪宁同时挥动了六柄仙剑,六道巨大的剑光瞬间剑芒耀眼无比,化作了六道丝线,剑光成丝。 没有任何阻碍能够挡住自己,将一切阻碍都展开。 前所未有的杀意,前所未有的决心。 以及这近一年上万场的生死厮杀比平常参悟十年更有用,当年北行仙人传承到纪宁灵魂深处的那三尺剑剑法再度浮现,无尽可怕的杀意,谁也无法阻挡的强烈决心,那通彻无比的剑心,以及之前的感悟,令纪宁直接施展出了三尺剑的第七式。 三尺剑第七式,一字剑斩。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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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如丝的剑光,滑过脏兮兮少女的身体,当第一剑落下时,她的脸色就变了,因为第一剑就已经将她的一只手掌给直接斩断了,她宛如法宝的肉身根本抵挡不住如此锋利的剑芒。 退!这脏兮兮少女再也没有之前的轻松,甚至都有着一丝惊恐,她疯狂的后退。 滑!她的一条手臂都抛飞了出去,胸口上也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不过她总算退回了,她的神魔之躯迅速在恢复,她惊怒看着济宁,剑光如斯。 她竟然达到了如此境界。 剑光如斯! 她才修炼三十余年吧,竟然就修炼到剑光如斯之境,当真是剑道之罕剑天才。 当真有望冲击此次仙缘大会第一了,下芒子山恐怕都不如她。 天芒殿主殿内,不管是九名纯阳真仙,还是近千天仙们都为之一惊,随即惊叹纷纷。 剑光如斯! 代表着在剑道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真正无比高深的境界,三尺剑第七式一字剑斩便是剑光如斯的境界。 其实三尺剑最后的三式,第七式,第八式,第九式,一式比一式可怕得多,以北形仙人的能耐都无法用书籍记载下来。 三尺剑前六式算是循序渐进,一直让修炼者引领到大道之欲层次。 每一式的递进都不算太大,因为这前六式重在一个循序渐进,更主要是教导后人,边转成书策的,自然每一式进步就小些,更好修炼。 可最后无法书籍记载的三式,却是威能不断暴增的三式。 第七式,已经达到三十万年散仙剑仙水准。 第八式,已经媲美普通天仙水准。 第九式,在天仙中都算是顶尖水准。 正是仗着第九式,北形仙人以散仙之身却能媲美真正的天仙。 这三式,每一式都是大的跃迁。 每一式威力都极大。 于薇躺在那,竭力操控着法宝形成黑凤凰、白凤凰。 同时手中出现一玉瓶,原力震碎玉瓶,一颗丹药直接飞进口中。 嗡他腹部伤口迅速愈合。 万毒者 于薇知道麻烦了。 万毒者,黑白学宫也有这一门神通。 不过大夏皇族内藏的神通太多了,其中万毒者,大夏皇族中便有。 那夏芒奇便修了这一门神通,万毒者其实是非常毒辣的,需要将大量的奇毒融入体内,夏芒奇作为皇族天才,自然能够得到难得的奇毒,所以他修炼出来的万毒者也格外的很辣。 一旦被他碰上,就立即中剧毒。 如果是神魔炼体强者倒也不剧了,可于薇试炼气流,身体本身抵抗力不够,只能靠丹药。 想要压制下万毒者的剧毒,于薇根本没这样珍贵的丹药。 死 远处夏芒奇狂笑着呼啸而来,可是一道金色的剑芒飞了过来,正是小千剑阵的剑芒。 这剑阵剑芒虽然威力不小,不过根本撼动不了我。 夏芒奇都已经抵挡下数次了,这一次他再度挥出手中的战刀去挡那剑芒。 哗! 剑芒如斯,威能却强的惊人,夏芒奇措手不及下手中战刀都被劈的抛飞了开去,他的虎口都已经裂开了,整个人被震的连连倒退。 可是这时速度惊人的剑宁已经冲到了近前,夏芒奇一番手两手中都出现了一柄战刀。 死吧! 三头六臂的剑宁猙獰无比,六道剑光就仿佛巨大的轮子,哗哗哗哗哗哗哗。 接连六道剑光呼啸而过。 夏芒奇瞪大眼睛,直接被斩杀成碎块。 一朵水火莲花诞生,包裹了那些碎块,直接疯狂绞杀。 不,夏芒奇的神魂在咆哮。 可惜依旧被绞杀殆尽。 什么? 丹竹真人,飞雪真人,砖水旗都是大惊,竟然一个照面杀了夏芒奇。 这也太强大了,这个晋宁怎么一下子实力暴涨这么多? 都该死。 晋宁转而直扑最近处的飞雪真人。 快逃! 丹竹真人,飞雪真人,砖水旗都见过晋宁之前的彪悍,根本不敢硬抗,都迅速往外冲。 开! 一直操控封禁大阵的有黑光头少年黑石真人却是迅速撤销封禁大阵。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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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竹真人,飞雪真人,砖水旗都冲出了风禁大阵。 他们三个刚出了风禁大阵,黑石真人又是心念一动,又开启了风禁大阵,光照再度显现。 给我开! 晋宁咆哮着,剑光如丝,六道剑光斩向风禁大阵。 砰! 大阵直接被劈的撕裂开,三头六臂的晋宁直接冲出了风禁大阵。 什么? 在风禁大阵外刚松了口气的飞雪真人惊恶万分,连要逃窜,可是他逃跑的速度如何比得上神魔炼体的晋宁? 虽然连挥动手中的浮尘,万千白丝在周围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奇异白狐,保护着他,同时他还扔出了大量的信符,连传音急切道,信符给你,饶我性命。 哗哗哗又是六道剑光,直接劈散了白狐,劈死了飞雪真人。 太快了。 纪宁的六条手臂挥舞剑光之快,那飞雪真人扔出信符,还没等贝罗移出去,就被纪宁给斩杀了。 砖水旗,丹竹真人都被纪宁的疯狂给吓住了,丹竹真人虽然实力很强,可他试炼气流的,如何敢跟纪宁拼死? 咻! 咻! 砖水旗,丹竹二人都远远飞离了开去,逃到了远处。 有黑光头少年黑石真人则是收了封禁大阵,脏兮兮少女九死真人站在他身侧,此刻九死真人的手中已经戴上了银色的手套。 走吧,现在不是和他拼杀的时候。 黑石真人传音道。 九死真人咬牙看了纪宁一眼。 走! 他们俩也是果决,他们都发现纪宁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他们的地步,如果真的拼死,他们俩也没丝毫把握。 而他们的信服早就凑够了,根本不值得现在去拼。 嗖! 嗖! 二人迅速离去。 纪宁爆发下连斩杀下芒旗,飞雪真人二人,下跑砖水旗,丹竹真人,令九死真人,黑石真人也选择暂时退去。 哼! 杀意冲天的纪宁目光扫视了周围一眼,挥手收了飞雪真人遗留下的法宝后,便迅速回奔向师姐那,到了师姐身旁后便直接恢复成正常模样。 师姐! 纪宁看着于威脸色灰暗发黑,身中剧毒的样子,不由极了。 于威也勉力坐了起来笑看着纪宁。 他刚才看到了,是下芒旗施展的神通万毒者。 这门神通,水斧之灵黄毛大雄是不准自己修炼的,虽然在实力弱时用途不小,可将来实力强大后,恐怕还得废掉这门神通。 可是,不可否认,这门神通非常可怕,被碰触就会中剧毒,实力大损。 我这有解毒丹药,或许能压制下,纪宁交集万分。 没事,我没事的。 于威坐着看着纪宁,微笑着轻轻摇头,他看到纪宁那般疯狂时,内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感。 纪宁看着师姐如此模样,不由又是后怕又是心疼。 不顾一切直接抱住了师姐。 于威被纪宁抱着,贴着纪宁的脖子,感觉到纪宁全身扑面而来的热量,滚热滚热的,这领他愣住了。 我不想再犹豫了。 纪宁在师姐的耳边喃喃道,我不想后悔,不想后悔。 我真的怕,怕你刚才死了,如果死了,我还要再犹豫吗? 于威也伸出了手,紧紧抱住了纪宁,脸上露出了笑容,眼泪流了出来。 天盲山主殿。 吕洞宾猛的一拍条案,震得鲜果鲜亮都飞了出去,他站了起来指着那巨大的明月山水图中正在抱着纪宁,于威,大笑道,就该是这样,就该是这样。 婆婆妈像什么样子,错过了这次明月山水图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要在一起就得抓住机会。 心动了,就该上。 都同生共死那么多次了,还不明白自己的本心吗? 犹豫成这样。 哈哈哈哈,不过还好啊,最后一个月了,总算报上了。 第334章绝对不伤害你。 夏皇,帝昊等人看着吕洞宾拍的条案上的鲜果鲜亮都飞了出去,不由无语。 你吕洞宾好歹也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强者,在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中不知道被多少宗门奉为吕祖的存在,有必要为一对万象真人境界小家伙的情爱之事如此兴奋吗? 最多当成一个乐子罢了,何必如此激动? 不过他们也个个明白,吕洞宾就这皮性,喜欢游戏人间,而且还乐在其中,关心一些小人物的情情爱爱,经常做些月老红娘的事。 皇城广场上的黑白学宫的一群人看着高空中巨大的明月山水图早就无比紧张了。 纪宁师兄,快,快呀。 啊,对,对,杀死他们。 木子硕焦急万分,看着那明月山水图中的已经狂暴的纪宁。 快,快。 五风仙人也焦急看着,直至最后才松了一口气,还好,那下芒奇也就一万象真人,他的万毒者再厉害凭借一些丹药是压制得住的,至少一时半会而没事。 什么? 木子硕,小青,白水泽,五风仙人,苍江真人,北山百威等一群人忽然各个目瞪口呆。 因为? 纪宁和于威竟然抱上了。 这,这,这,木子硕说话都结结巴巴。 主人他和于威姑娘,小青也惊恶非常。 北山百威却最先反应过来,笑着拍着大腿,我记宁兄弟当真了得,仙缘大会的明月山水图考验,却让他抱得美人归了。 闻? 五风仙人也很快摇头黄脑窃一万分,我黑白学宫也要有一段佳话了。 九怜却默默默看着这一幕,他却感到这一刻天地仿佛都安静了。 他还是和师姐在一起了。 也对。 我是我,他是他。 只是我该希望他们俩不离不弃永远幸福,还是希望他们也分开呢? 九怜想要祝福,可是门心自问,他在心底深处,不知为何还隐隐有着一种期盼,期盼纪宁也和于威分开。 九怜也是明雾本心的修仙者,当即变息内心,默默道,情节难过,虽然我已明雾本心,可是看着纪宁,总是令我的心弧在起波澜,如果我想要在修仙路上走得更远些,那就再也不要见他了。 对他好,对我也好。 九怜做出了决定,等此次仙缘大会结束,便回东延市,除非真的有必要,否则绝对不再相见。 一旁的东延老祖看了一眼身后侧的九怜,他也注意到九怜的眼神。 那是决绝的眼神。 东延老祖轻轻摇头,这并非他期望的结果,只是这是九怜本心的选择,他不会插手。 明月山水途中。 于威也紧紧抱着纪宁,他感觉到纪宁身体的温暖,感觉到一种满足幸福,他已经多久没有这种幸福感了,太久远了,前世今生都只有孩提时代短暂的幸福,此刻他再度拥有了这种幸福感,这让他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动了动,更紧抱着纪宁。 他的脑海中不由回忆起前世中的那个可怕存在,这让他心中站立,也令于威咬着嘴唇,嘴唇都咬出了血迹,心中默默道,我发誓,即便我于威魂飞魄散,也绝对不伤害你。 绝对不。 内心做出了决定后,于威反而轻松了,都有了魂飞魄散的准备,内心中的疙瘩也就不在了。 我的男人。 于威脸上浮现微笑。 纪宁抱着于威,闻着于威身上自然的体香,那脖梗上的绒毛也碰触着自己的脸庞,纪宁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境,很久没这么心境了,他能够感觉到眼前的女人和他的心非常的近,二人仿佛一体。 从今晚后,纪宁在于威的耳朵边轻声道,又仿佛是一种承诺,于威,你就是我的女人。 你也是我的。 于威也轻声道。 二人都感觉到对方的心意。 你,愿意为我死? 我,也愿意为你死。 以后的修仙路,你我一起走,不离不弃。 于威。 纪宁放开了于威,看着他灰暗发黑的脸色,连道,你所中的毒。 万毒者的毒素奇特。 于威轻轻摇头,我身上的灵丹也只能镇压一两个时辰,要解这奇毒或者用一些珍贵罕见的可解亿万奇毒的仙丹,或者是专门配置解这毒的灵药。 在这明月山水图世界中根本没有办法,我必须得出去。 纪宁咬牙,眼看着于威可以度过考验,可现在必须得出去,因为不解毒,一旦压制不住毒发,那可就生死了。 好了,别不甘心了。 于威笑着,看着纪宁,眼神中满是幸福。 其实能够得到你,比仙缘大会什么奖励都好。 嗯? 纪宁虽然想和于威多在一起,可还是连道,你要解毒赶紧出去,这毒素不是那么容易解的。 这里是大厦王都,且外面各方高人汇聚,解毒不难。 于威点头,这些信符给你。 哗! 顿时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信符。 于威看着纪宁。 温无形的波动降临,直接将于威给挪移了出去。 纪宁将信符收了起来,其实斩杀那夏芒奇,飞雪真人后得到的信符,都足以让自己和于威都度过考验了,可是中了万毒折的剧毒,必须得出去解毒。 搜! 纪宁当即一迈步,化作流光消失不见。 天芒殿主殿 九名纯阳真仙都看着那明月山水图。 这于威要出来了,夏芒,你直接将他挪移过来。 吕洞宾连道。 夏黄高坐黄坐上也就一笑。 滑! 身高按照地球算法也过一米七,皮肤犹如白玉般光滑的黑衣少女出现在了天芒殿主殿上,而且就在九名纯阳真仙旁。 嗯! 于威一看到周围,顿时猛了。 那高高在上坐着的夏黄,其他一名名纯阳真仙,那没有刻意收敛很自然散发开的波动,便让于威感到了惊具,他前世是见过天仙的,还不止一位。 眼前这些存在给他的感觉太强大了,绝对不是天仙。 于威朝后方看了一眼,后方那近千名天仙气息同样惊人。 黑白学宫弟子于威,拜见陛下。 于威当即跪下,恭敬万分。 道是聪慧。 夏黄笑着赞道,起来吧。 吕洞宾却是饶有兴趣看着于威,其实在场的其他八名纯阳真仙是根本瞧不上于威的,一个转世女仙罢了,也就吕洞宾对于威比较有兴趣。 小姑娘。 吕洞宾直接扔出了一酒壶,酒壶飞向于威。 于威连接下,眼中却疑惑不解得很。 喝下去。 吕洞宾直接吩咐。 于威看了手中这酒壶,虽然忐忑不安,可是他知道他没法拒绝,当即便直接拿起酒壶直接喝了,养着头咕咕咕喝着,他养头时薄梗显得非常美丽,只是有些灰暗发黑,可是渐渐的,薄梗颜色开始变了,迅速的变白。 来,紧紧片刻,于威便从灰姑娘变成了白姑娘。 我的毒。 于威惊愕,他身上的毒可不一般,竟然喝酒就解毒了。 小姑娘,你喝的这些酿可不一般,乃是夏皇之秘藏,轻易不拿出来。 一般天仙都喝不到。 这可是夏皇专门给吕洞宾的。 那北帝仙翁笑呵呵说道。 于威连要跪下感激。 不必了,一壶酒罢了。 吕洞宾满不在乎,好了,你可以走了。 走。 于威看着这巨大的天盲殿,后方更是进谦的天仙,进谦说起来不算多,可分成两排坐下,那可延伸的很远很远。 于威一时间不知道往哪里走。 你去阎王旁坐下。 夏皇吩咐道。 是。 于威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刚才目光一扫就看到了阎王身后的御池西月。 于威心思混乱的走到了阎王的身后,也盘膝坐下和御池西月靠近着。 在场的那一个个天仙们都看着这个黑衣少女,之前他们可都看到吕洞宾赠予他一壶酒。 在场的天仙们对于三界中大名鼎鼎的吕洞自然知晓,只是他们几乎都没和吕洞宾说过话。 这小姑娘是谁,竟然能和吕祖交谈。 不知。 应该是黑白学宫的吧,那晋宁就是黑白学宫的。 天仙们彼此议论。 于威在阎王的后面和御池西月靠在一起。 于威,你好厉害。 御池西月转音兴奋道,竟然能和吕祖交谈,我外公都没和吕祖说过话呢。 嗯? 于威也处于震撼中。 他前世就听说过吕洞宾,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三界强者。 对了,你和晋宁定终生了。 西月郡主眼睛都亮了,她可是晋宁的表姐,怎么能不关注弟弟的终生大师呢? 于威脸上微微有些羞红,可还是点头传音道,嗯? 不过于威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外界都传说西月郡主对晋宁非常喜欢,所以晋宁当初刚到大厦王都就被西月郡主带入了阎王府,也因为西月郡主的缘故才会被阎王那般善待。 一个天才罢了,阎王何等身份? 如果不是西月郡主岂会专门让金甲禁军保护晋宁? 定是西月郡主喜欢上晋宁了。 人人如此猜测,黑白学宫内也有很多人这么猜,于威也这么猜。 这西月郡主是不是也喜欢晋宁? 会不会不高兴? 于威担心。 太好了。 西月郡主却是传音兴奋万分,于威,你可一定要好好待晋宁,最好尽快生出儿女来。 第335章一年期满 明月山水图世界 蒙蒙月光照耀,在一河流岸边,纪宁正盘膝坐着,周围早就布下简单的弥阵。 斯拉一条条如丝的剑光正在周围呼啸来去,剑光纵横,微能惊人。 纪宁刚悟出三尺剑第七世一字剑斩达到剑光如丝的境界,又和余威定下终生,正是至得一满之时。 他的道心无比的通彻,心灵也是祥和,没有丝毫怨愤,丝毫怒火,心中空灵不沾丝毫尘埃。 一般境界刚突破都要巩固一番,纪宁如此心境参悟见到,自然思思感悟不断涌上心头。 心中当有所渴望,当有所执念。 执念越强,剑材越加锋利。 我之所求。 便是大逍遥,大自在。 纪宁默默道。 何谓大逍遥大自在,自己所爱之人自己也能庇护,也不必受他人威胁,命运进阶掌握自己之手。 这就是我的剑道。 足我道者,进阶杀之。 纪宁目光如电。 华。 剑光纵横,无可匹敌,内涵剑意之盛,早就达到纪宁前所未有之极致。 任何一个剑仙,都有着一颗剑心,剑仙中有邪恶者,有孤僻者,有肆意潇洒者,不过他们都是沿着自己的剑心不断前进,如果他们犹豫了迟疑了迷惑了,那么他们的剑意就会衰弱,就不再纯粹,剑的威能也会不断下降。 北行仙人的三尺剑,求的是一个痛快,痛快活一日,好过憋屈活百年。 我的三尺剑,求得大逍遥大自在。 痛苦仅仅是大逍遥大自在的一部分,大逍遥大自在更多的是一种超脱,超脱在三界之外,拥有着无敌的实力,如此才能大逍遥大自在。 晋宁明白自己和北行仙人不同。 北行仙人是散仙,注定了最终会因为三灾九劫而生死,所以北行仙人的剑法更像是一种明知道要死亡后的一种疯狂,不管谁,一律杀杀杀,杀尽不平之势,杀尽可杀之人,只求痛快。 管你靠山多大,一律杀了了事。 可实际上因为明知道会死亡,所以北行仙人的三尺剑太过疯狂,走向一个极端,剑法反而降低了威能。 晋宁取三尺剑中的剑道奥妙,而剑翼却是他自己的剑翼,形成属于他本人的三尺剑。 其实北行仙人也知道这点,所以他的三尺剑传承,每一代传承者都会形成各自的三尺剑。 晋宁手持北明剑,感觉着人剑合一的感觉,行走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 竟然独自一人。 上,围住他。 顿时三道身影呼啸而来,随着其中一人施展法术,一只纸乌鸦飞出,密密麻麻的乌鸦迅速将晋宁包围。 晋宁反而露出笑容。 刷。 晋宁动了,全身雷电闪烁,身影犹如大鹏鸟快如鬼魅不断闪烁,他手中的剑光更是如同丝线在空中飞舞,大量的乌鸦直接被劈散,化为了一根根尖锥法宝。 跟着更是无比鬼魅的直接杀向那三人。 这谁呀,太快了。 小心。 啊。 晋宁虽然没有施展斋新手,法天向地,三头六臂。 仅仅施展了两门神通五雷金刚封异盾法,凭借这两门神通就已经爆发出足够的速度和力量,他根本不是以力压人,而是在魔力剑法技巧。 剑光闪烁,打得三人狼狈不堪,只能全力保命开始仓皇逃窜。 他的速度太快了,剑法也太厉害了。 而且还是神魔炼体,都没施展神通法天向地,我就不信他连法天向地都不会。 晋宁一路行走。 在明月山水图最后一个月,他神识尽情释放找寻对手,一次次战。 遇到弱些的炼气流的,就不施展法天向地了。 遇到强横点的对手,就得靠法天向地。 遇到一群强横对手,就得全力以赴摘星手也得上了。 总之,晋宁速度快,剑法猛,力量强,独自一人肆意闯荡,管你是几人联手,我直接一路杀杀杀。 毕竟到了这个时候,都只是几个人的小队而已。 如果是明月山水图刚开始时那时候人多,数百人联手都有,晋宁就不敢这么嚣张了。 可现在? 人少。 不过却都是一群妖孽,晋宁就能尽情磨练自己的剑法,剑法本是杀戮之法,在厮杀中磨练进步也更快。 晋宁也将雨水之道烈火之道进阶都融入剑道中,剑法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已经杀死下芒棋,飞雪真人时要强多了。 皇城广场上为之惊叹无比,因为明月山水图中剩下的人也就两百多人而已,个个都是绝世妖孽。 可在其中还是有好几个人非常耀眼。 其中便有晋宁。 这晋宁的剑法进步太快了,可比刚进入明月山水图时强太多了。 现在放眼整个明月山水图,他应该算是最强的几个了吧。 我看这晋宁,能得仙缘大会第一。 他才修炼三十余年,怎么会这么强? 妖孽,真是妖孽。 这晋宁,天生就是剑仙啊。 三十余年剑法就到如此境界,我修炼三万年都急不上他,真是活到苟身上去了。 整个仙缘大会,论剑法,这晋宁当属第一。 来自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议论纷纷。 不过毫无疑问在仙缘大会十万余人中,晋宁乃是第一剑仙。 毕竟其他能和他媲美的如下芒子山,九死真人,黑石真人,邋遢真人等一个个都不是剑仙。 剑仙乃是最擅长攻击的,自然认为纪宁会得第一的很多。 天盲殿主殿上。 玄机老祖看得却颇不是滋味,虽然他少颜是也有名气非常大都能媲美下芒子山的少颜轩。 可是至少在明月山水途中,少颜轩是不如纪宁耀眼的。 这纪宁,玄机老祖咬牙切齿。 越是天资妖孽,就越得铲除。 哼,看你先得意,不就一个仙缘大会的天才吗? 仙缘大会三百年一次。 都不知道举行了多少次了,又有几个成天仙。 玄机老祖暗暗道,成不了天仙,终究尚不得台面。 此次仙缘大会受夏皇重视,更有其他几名纯阳真仙来观看,不过也仅仅观看罢了,纯阳真仙是何等的地位。 那是三界强者,那是绝对不会轻易收徒的,应该也不会收这纪宁为徒。 只要没纯阳真仙收他为徒,等寻了机会,定要铲除他。 玄机老祖杀鸡非常胜。 他对少颜农是真有感情的,真的很想为少颜农报仇。 而且少颜氏和纪宁的仇恨已经大了,毕竟之前都派出死士刺杀了,纪宁将来真的羽翼丰满,岂会不报仇。 看仙缘大会,纪宁天资如此妖孽,岂能任他成长? 必须铲除。 当然,如果某个纯阳真仙收了纪宁为徒,那玄机老祖只能咽下苦果了。 纯阳真仙们的弟子,一般也屈指可数,绝对不会轻易收徒。 玄机老祖默默期盼,期盼别哪个纯阳真仙插一脚收了纪宁为弟子,那可真傻眼了。 纪宁盘膝坐在一座山峰上。 忽然。 一年期满,拥有幸福最多的八十人度过此次明月山水图考验。 大夏皇帝的声音忽然在明月山水图世界每一个人时海中响起。 紧跟着翁。 一道道金光笼罩了纪宁,下芒子山,九死真人,邋遢真人等共八十人,他们或是盘膝而坐,或是正在行走,或是躺着睡觉,总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金光笼罩,显然是要让外界的人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哪八十人。 刷刷刷。 这八十人进阶被挪移出了明月山水图。 你们剩下的一百五十九人必须进行最后的厮杀,只能有十六人能够活着在明月山水图中。 大夏皇帝的声音在剩下的一百五十九人时海响起,跟着这一百五十九人就直接被挪移到了一座广阔平原上。 这平原上出现了一封禁大阵,封禁大阵紧紧笼罩百里地。 一百五十九人进阶在这封禁大阵内。 他们一个个看向其他人。 杀吧。 大夏皇帝声音响起。 顿时这封禁大阵中的一百五十九人开始了疯狂的最后拼杀,地方太小了,仅仅百里地,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窜身就能冲出百里的,加上人又多,所以厮杀的自然格外惨烈,有些人不得不主动扔出信服放弃。 天芒殿主殿外的云雾上。 晋宁等八十人凭空出现在云雾上,彼此相似。 闻。 晋宁很快看到了一个个熟人,下芒子山,仙无旧,黑石针。 大师兄。 晋宁也看到了邋遢真人。 晋宁师弟。 邋遢真人也笑了。 你等八十人都站好咯。 一带着高官的侍者站在那冷然道,马上另外十六人也会觉出,到时候你们一共九十六人随我一起去拜见皇帝陛下,此次还有三界中的一些纯阳真仙在此,你等都需要知道规矩,万万不可冲撞得罪了真仙。 这高官侍者面白无虚,气息阴冷,那无形的波动让晋宁他们立即辨认出,这侍者应该是一名天仙。 这让晋宁他们暗暗惊叹。 他们整个仙缘大会十万余人都不敢说一定会出一名天仙,可这侍者就是一名天仙,这让晋宁他们顿时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第三百三十六章仙缘大会的奖励 过了没多久,云雾上又多出了十六人,这十六人大半都狼狈得很,甚至不少都重伤。 人急了。 高官侍者一拂袖,顿时晋宁等九十六人上空降下了一些散发着采光的雨滴,雨滴落在身上就迅速融入体内,那些重伤的都迅速恢复完好无损。 甚至连晋宁等人因为厮杀太久,体内消耗的神力,原力都迅速得到补充,这也让晋宁等众人各个精神一震。 记住了,天盲殿主殿上有近千天仙,还有皇帝陛下以及三界其他处来的纯阳真仙。 你等万万不可大议,否则真仙一怒,当场要了你们的小命,那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高官侍者目光扫过这九十六人,不过他的目光在邋遢真人身上时稍微停顿了下,还向邋遢真人露出一丝微笑。 听我号令,走。 高官侍者下令。 他在前面带路。 晋宁等九十六人便跟在后面踏着云雾往前走,很快就跨过巨大的殿门,天盲殿主殿是没有屋顶的,上方便是无尽虚空。 好多天仙。 晋宁一眼看到两边的天仙,简直是一直延伸到这主殿的最深处,的确有近千名之多。 在安禅郡连一名天仙老祖都见不着,今天却是看到这么多。 恐怕整个大夏王朝世界的天仙数量,至少得有数千吧。 难怪一方大世界的帝皇,能够和天庭天地平等交谈。 晋宁感觉到周围那一阵阵波动。 天仙老祖们的波动,虽然不是刻意释放。 依旧让紧紧万象真人的晋宁感觉到压迫。 哼。 玄机老祖坐在那,看到晋宁从面前走过。 狭长的眸子闪过一丝冷芒,冷哼了一声,对晋宁的敌对,他丝毫不掩饰。 停。 高官侍者传音给晋宁等九十六人。 晋宁等人进阶停下。 此刻前方不远处便是八名纯阳真仙和大夏皇帝了,晋宁等人也看得出来,靠近大夏皇帝的那八人散发的气息明显更加可怕,而且他们面前的捉案、鲜酿、鲜果等等都和其他天仙们完全不同,自然一眼可看出。 都是纯阳真仙。 晋宁等九十六人都有一种仰视感。 跪拜。 高官侍者传音下令。 华。 晋宁等九十六人整齐的跪拜下来。 同时高声道,拜见陛下。 大夏皇帝俯瞰下方,那八名真仙目光也都落在邋遢真仙身上,对大夏皇帝等九名纯阳真仙而言,也就邋遢真人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 因为那是玄武大帝的弟子。 至于其他人。 大夏皇帝等九人不是很在意,也就是三界动荡的缘故,他们才稍微看重些。 如果是平常所谓的仙缘大会,他们看都懒得看。 大夏皇帝也不可能来主持。 主持者会将表现最好的几个战斗场景通过水印之术录下,送给一些三界强者观看,偶尔谁走运了才可能败入真仙门下。 这九十六人有三四人成天仙就不错了。 至于纯阳真仙。 此次仙缘大会如果真的会有将来的三界强者,恐怕就是那玄武大帝的弟子。 北帝仙翁等人便是如此想的,连吕洞宾都是这般想的。 九十六人中诞生两个纯阳真仙。 也太不可思议了。 平身。 大夏皇帝开口道。 纪宁等九十六人这才起身,个个拘谨谨慎。 大夏皇帝俯瞰下方。 淡然道,你等度过了明月山水图世界的考验,过了这最基本的筛选。 从今天起,你等九十六人,我会安排你们一对一进行厮杀,输者被淘汰。 迎着留下。 九十六人,经过一轮对决。 留下四十八人。 这四十八人,进阶可以得到一件仙阶法宝。 大夏皇帝的声音是响彻整个大殿的。 哗! 下方一片震惊,连那近千名天仙都震惊了,四十八人近接得仙阶法宝。 之前的一届届仙员大会也就前三名能够得到仙阶法宝罢了。 这次比过去多上十倍还要多,足足四十八件。 四十八人经过两轮对决,留下十二人。 这十二人,每人可得千万金元叶。 大夏皇帝淡然道。 一片寂静。 近千天仙各个震撼,纪宁等九十六人各个震惊眼红。 连堪称非常富裕的纪宁都的眼红,千万金元叶,自己将少盐农的宝物,乌将仙府所得权卖掉都远远不到一千万金元叶。 一千万金元叶连天仙都得眼红。 也就大夏皇帝能如此豪爽。 陛下怎么这么大方,每人千万金元叶。 十二人,都多少元叶呀? 陛下奖赏我等,都未曾如此大方过。 天仙们为之震撼。 大夏皇帝又非常淡然的继续道,十二人在一轮对战,剩下六人。 这六人在对战,剩下三人。 这三人,可以去我大夏王朝的宝库,任选一门神通或秘书。 任选。 纪宁等人各个狂热,一个大世界无尽岁月之积累,那比黑白学宫墙上不知道多少倍。 单单应龙卫分部内的神通就已经让当初的纪宁眼红了,更别说应龙卫总部了。 而大夏王朝宝库中的,可比应龙卫总部还要更多。 怎么能任选? 神通,秘书乃是不足强盛之根基。 连齐王,阎王等王爷们都震惊了,这可是我夏王氏的根基,怎么可以让他们任选,他们任选肯定会选最强的。 最强的神通秘书岂能外传。 不过夏王氏的首领大夏皇帝拥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利。 并且奉师尊之命。 大夏皇帝肃然道。 旁边大士至菩萨、吕洞宾、北帝仙翁等一个个纯阳真仙各个心中一紧。 这最后的三人中,由师尊挑选一人,可成为其记名弟子。 待北突破成为天仙后,可承师尊亲传弟子。 大夏皇帝声音朗朗,响彻大殿。 大殿中所有的天仙们都寄静一片,连纯阳真仙们都安静下来。 八名纯阳真仙一个个都震撼了,他们之前可不知道这条消息。 好气魄呀。 齿明道祖当真好气魄,竟然准备在此次先缘大会中收一弟子。 吕洞宾心中惊叹,不过算起来也对,齿明道祖麾下的数十方大世界中,这大夏世界论气运牌第一,此次三界动荡暗流汹涌。 六道轮回崩溃才数十年,六道轮回崩溃后的第一次先缘大会的确最有可能出现未来的三界英豪。 倒也值得收一个弟子。 他们终会有人成为齿明道祖的弟子。 大士至菩萨等人各个看着晋宁等一群人。 显然那个邋遢胖子是玄武大帝看上的,且早就传授了玄武大神通。 齿明道祖不可能不顾身份去抢。 那么其他九十五人,哪个会是齿明道祖的弟子? 各个在猜测。 齿明道祖弟子。 下方近千天仙们各个眼睛都红了。 他们都是大夏世界的天仙,所以自然也是齿明道祖麾下的。 齿明道祖高高在上,那是三界大能者,统领数十方大世界。 麾下天仙如云。 这些天仙们几乎都是记名弟子,甚至很多都没跟齿明道祖说过话。 他们做梦都想成为齿明道祖的亲传弟子,可惜,没机会。 至少在场这近千天仙,都不是齿明道祖的亲传弟子。 我们都成不了齿明道祖的亲传弟子,可他们中竟然有一个会成为齿明道祖的亲传弟子。 那邋遢真人是玄武大帝的亲传弟子,其他九十五人中,还会有一个是齿明道祖的亲传弟子。 真也太,太疯狂了。 在场的天仙们难以接受。 道祖 那是掌控天道的存在,他们要亲自培养的弟子,本身资质物性心性都是绝佳,再花费足够的代价一般都是能成天仙的。 所以被斥明道祖,玄武大帝收为弟子。 即便现在实力若是万象真人,仅仅是记名弟子。 可将来板上钉钉会成亲传弟子。 当八大纯阳真仙吃惊。 近千天仙们为之眼红难以置信时,既宁他们那就个个惊呆了,他们中还有不少人不清楚大夏皇帝的师尊是谁。 可是大夏皇帝都是一方大世界的帝皇,先接法宝都能随意扔出数十箭,那他的师尊该如何了得? 大夏皇帝都能和天庭天地平等交谈了,那他师尊呢? 这群人个个都推测得出,自然又震惊又心中狂热。 天上掉线饼。 你等对战之地,便在殿外云雾之上。 大夏皇帝摇摇一指殿外,划远处殿外云雾之上出现了一笼罩十里地的封禁大阵,便在那封禁大阵内交战,一方生死或者一方主动喊出认输,此战方算是结束。 第一战,苍无是苍无就对万寿门骑龙。 大夏皇帝开口,其他人且在一旁歇息。 晋宁,小邋遢,到这边来。 晋宁立即听到了喊话,转头看去正是阎王,阎王身后便是表姐玉池夕月和余威,晋宁当即连过去。 邋遢真人见状也跟着过去,毕竟都是黑白学宫的。 其他人如果有一些师门不足的天仙老祖在,便个个到了天仙老祖那。 即便没有师门的天仙老祖在,可只要能牵扯上点关系,也被一些天仙喊了过去。 宣儿 玄机老祖那狭长的眸子终满是疯狂,传阴道,此等机会你即便转世千万事都难寻,必须拼尽全力杀到前三。 如果你能成为赤明道祖的弟子,那你就是我少颜氏古往今来最大的功臣,我少颜氏的天仙老祖也将听你号令。 少颜轩忍不住传阴道,赤明道祖是谁? 是陛下的师尊。 玄机老祖道,三界中真正的大能者,一言可定我少颜氏兴衰之存在。 第337章 三寿道人和赤明道祖 如果你因此生死,我保你转世再回我少颜氏,我收你为弟子。 玄机老祖看着少颜轩,轩儿,机会难寻,必须抓住。 少颜轩感觉到玄机老祖的渴望,也明白了重担。 若是成了,你也能成为皇帝陛下那等强者。 玄机老祖期盼道。 少颜轩忍重重点头。 你转世九次也是为了渡劫成天仙,想要成天仙太难太难,你之前的路几乎是死路,丫头,你只要能成为赤明道祖的弟子,还怕成不了天仙。 就而,你绝对有实力冲此次仙缘大会前三。 我苍无事虽然能在大夏王朝排在最顶尖却已经达到了极限,大夏皇族根本不会给我苍无事机会。 除非我苍无事中出现一名纯阳真仙。 不过太难了,而你现在就有这样的机会。 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 各大部族,宗门,教派都在和几方的人说着。 如果说之前这群天仙们非常轻松悠闲,那现在知晓智明道祖要收弟子后,个个都已经不顾一切了。 他们甚至都恨,恨为何之前自己不亲自去教导? 如果亲自教导,自己一方的年轻天才实力恐怕会更强吧? 可惜他们之前根本没将所谓的天才放在眼里,毕竟天才太多了,现在后悔也晚了。 晋宁和于薇都靠近在一起,甚至都彼此握着手,眼神交流都让一旁的玉池西月,邋遢真仁有些看不下去。 师弟,师妹,你们俩。 邋遢真仁眨巴下眼睛。 你才知道。 玉池西月也于笑着。 晋宁,于薇二人相视一笑。 之前近一年的生死与共闯荡,二人早就心有灵犀。 哈哈,恭喜恭喜,我黑白学宫弟子参加此次仙缘大会,却造就出一对道理来, 这可是一段佳话呀。 邋遢真仁笑着。 邋遢真仁,晋宁,你们俩也别太轻松了。 玉池西月连道,没听到仙缘大会前三就有望被赤明道祖收为弟子吗?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赤明道祖可是三界中的真正霸主,掌握了天道的存在。 嗯? 此等机会定当争取。 邋遢真仁点头。 晋宁也点头,同时心中问道,前辈,我败在赤明道祖门下,会被他认出摘星手判断出我和三寿道人的关系吗? 会不会出现麻烦? 忽然脑海中响起声音,晋宁,不必担心,赤明道祖乃是混沌真神出身,和主人在混沌中一同诞生,曾一起生死闯荡,交情颇深。 虽然不是主人关系最好的几个,却也是关系不错。 他即便知道你和主人的关系,也不会害你。 到了赤明道祖这等身份,是不屑对付你的。 混沌真神,生死闯荡。 既您疑惑,师尊三寿道人乃是三界大能者,赤明道祖也是三界大能者,他们也需要生死闯荡。 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三界中的确有一些可怕的危险,主人等一些混沌真神们也是一起联手拼杀的,他们感情极好,有一些和主人还是可以交付彼此性命的好友。 黄毛大雄传音道,放心吧,混沌真神们还是很团结的。 而且你修炼的赤明九天图便是赤明道祖所创。 黄毛大雄传音感慨,无尽岁月过去,赤明道祖都掌握天道,成为道祖了。 如果主人还活着,或许也掌握天道了吧。 赤明道祖的脾气很好的,在一群混沌真神中有口皆碑,你如果能拜进他门下,应该能从他那知晓主人的消息吧。 黄毛大雄一直想要知道三寿道人到底是生是死。 那我便冲进前三乃至夺得第一,尽量让赤明道祖选我当弟子。 记宁传音。 嗯? 黄毛大雄也期盼着。 阎王忽然转头看向邋遢真人,传音问道,小邋遢,你也想成赤明道祖的弟子。 自然得努力拼一把。 邋遢真人疑惑,如此机会岂能错过? 错过了恐怕一辈子再无此等机会吧。 你的玄武大神通,怎么学来的? 阎王问道。 邋遢胖子少年一笑,他知道一旦施展肯定会暴露,毕竟玄武大神通太容易辨认了,他当即笑着传音道,王爷,我这玄武大神通也是走运。 我在外闯荡时进了一栋斧,于是得到了传承,学会了这门大神通。 哦! 阎王恍然。 他明白,邋遢真人恐怕还不知晓,他师尊乃是玄武大帝。 天盲殿主殿上,群仙们谈笑着,同时也关注着殿外那云朵之上封禁大阵内的一场场交战。 第一轮的交战正在进行中。 第一场仓无就对战骑龙,这一战杀得格外惨烈,二人都是神魔炼体,骑龙最终神力近乎消耗带尽才不得不认输,不过他眼中显然也满是不甘。 那万寿门的天仙老祖在主殿殿内看到这一幕也不甘心的摇头叹息,机会呀,就这么失去了。 第二场木传真人对战砖水棋,砖水棋一来就施展尽数拼命一战,不过木传真人却手下留情,在关键时刻只是重伤砖水棋,未伤其性命。 砖水棋随即无奈主动认输。 一场场显然都在拼。 盗祖弟子的诱惑,谁能阻挡? 吕洞宾摇头铠叹,仰头喝了一杯酒,只是他们谁又知道,即便成了盗祖弟子,也只是弟子罢了。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哪。 三界中的大能者,那都是个个靠自己才能成就的。 你这吕洞宾,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背后两位盗祖,甚至指点你的盗祖更多的是。 你在这长欲短叹。 北地仙翁有些不爽,老头子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是极度。 吕洞宾瞥了一眼北的仙翁。 极度个屁,老头子我也是纯阳真仙,你有本事成盗祖。 我老头子自当佩服你,甚至上门乖乖听你讲道,以师之礼待你。 北地仙翁道。 你这不知羞的老家伙,我真成了盗祖,愿不愿意给你讲道,还要看我心情。 吕洞宾话一出口,也觉得这话太大,毕竟盗祖岂是那般容易成就的,他现在可是连天道都未曾掌控的,当即指着外面,看,那玄武大帝的弟子也上台了。 第六场邋遢真人对云妞真人。 云妞真人的确人间角色,不过和邋遢真人实力差距不小,邋遢真人幸好手下留情,云妞真人才保住一条命,任疏离开。 大厦皇帝高座大殿之上,俯瞰下方,淡然道,第四十一场,黑白学宫纪宁对战红莲教竹箱。 声音不但回荡在大殿之中,连皇城广场上也回荡着皇帝陛下那威严的声音。 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各支队伍都看着上空,上空有着一巨大的水径,水径上正是那云朵上风进大阵交战的场景。 师弟,你可得小心了。 殿内,邋遢真人笑道,这红莲教竹箱可是神魔炼体。 神魔炼体是最难缠的,我刚才碰到的云幽真人试炼气流倒是轻松些。 纪宁,小心。 余威也看着纪宁。 放心吧,我可是要夺第一的。 纪宁当即起身朝外走去。 而此刻另外一名天仙老祖身后盘膝坐着的一名青年也站起来朝外走去,这青年显得放荡不羁,仿佛永远没睡醒,不过他却是超级大教派红莲教的第一圣子,实力的确非常了得,之前外界对他了解甚少, 也是此次仙缘大会他才出名的。 出来了,出来了。 木子硕抬头激动看着,快看,纪宁师兄出来了。 纪宁兄实力了得,这个红莲教的竹箱根本不是对手,纪宁兄可是要夺第一的。 北山百威也看得兴奋着,看着自己的好兄弟在修仙路上走得越来越高,他当然高兴。 好,我黑白学功,一举成名,一举成名啊。 五封仙人意气风发,激动万分。 主人! 小青也双眸放光。 白水则则是抬头看着,看得新潮起伏,大哥,如果你还活着,看到纪宁能够在整个大夏王朝的仙缘大会上如此耀眼,那该多好啊。 云朵之上,封进大阵之内。 纪宁和那红莲教竹箱都出现在了封进大阵内,竹箱穿着非常随意,他的道袍垮塌得很,甚至还裸露出大部分的胸膛,他仿佛没睡醒般看着纪宁,轻声感叹道,没想到第一站就碰到你,听说你可是此次仙缘大会最难缠的几人之一啊,在明月山水途中,我和同门一起行动,没有谁逼迫我用出绝招,可谁想现在第一站我就不得不使用绝招了,输在我的绝招之下,也是你的运气了。 竹箱 纪宁开口,你知道,你在我眼中是什么吗? 什么?竹箱轻挑笑道,一坨屎?一只蚂蚁?一条巨龙?还是? 不,你在我眼里,是一件仙阶法宝。 纪宁笑着。 轰。 话一说完纪宁便一晃身,瞬间就变成十八丈高,同时显现出三头六臂,手中更是出现了六柄仙剑,无尽可怕的气息立即弥漫了开来。 第338章 当前二十四人 看着殿外封禁大阵内的二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夏黄,吕洞宾等九名纯阳真仙不由笑了。 这个叫竹箱的也是无知者无畏。 吕洞宾摇头感叹道,其实观看此次仙缘大会的,已经对这九十六人中最强的一些人心中有底了。 反而是这九十六人本身对其他人的实力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的确。 竹箱仅仅被红莲交的天仙老祖嘱咐了句这晋宁是仙缘大会最难缠的几人之一,必须竭尽全力,不得丝毫大意。 可是竹箱本人根本没和纪宁交过手,哪里清楚纪宁的厉害。 外面人能够看到一场场厮杀。 反而明月山水途中的万象真人们是当局者迷,即便是纪宁,也仅仅和其他九十五人中十余人交过手罢了。 这第一轮悬念不大。 夏黄点头,这第一轮我将其中最为厉害的一些都分开,并没有让他们强强交手。 这纪宁的确比竹箱要强不少。 师兄,我看你还是赶紧准备先接法宝吧,前四十八人每人可都需要一件先接法宝的。 地号哈哈笑道,对了,你准备的四十八件先接法宝,是先接下品还是中品? 自然是下品。 夏黄笑道。 我就知道。 地号点头。 先接下品你也拿得出手。 我随身携带次人的先接法宝,最差也是先接上品。 吕洞宾瞥了一眼夏黄,夏黄顿时无奈,我挥下这么多人马,而且还要统领整个一方大世界,不容易啊,这先接法宝也不能乱扔吧。 每向你吕洞宾逍遥自在。 纪宁爆发下,六柄仙剑斩的那红莲教竹箱直接惨败,毫无还手之力。 我认输。 竹箱高声喊道,随即才盯了纪宁一眼,似乎要将纪宁记在心底,这次败得实在太惨。 嗯,一件先接法宝到手。 晋宁迅速恢复正常,随即潇洒的离开了封禁大阵,朝大殿内走去回到了阎王的身后,和表姐,余威他们靠近在一起。 很快,四十八场交战进阶结束。 这第一轮的交战整体都算比较轻松,毕竟夏黄是按照一强一弱进行配对,夏黄也是尽量要将最强的选拔出来。 你等四十八人赢了第一轮对决,进阶可得一件先接法宝,现在我便赐予你等。 高高坐在大殿之上的大夏黄帝一挥手,顿时一件件强大波动的法宝飞了出来,有绳索,飞剑,钟,盘,钉,长缩,细针,大锤,大印,长棍,丝带,扶尘,彩衣,沙力。 四十八件先接法宝分别飞向每一个人。 飞向晋宁的便是一柄仙剑,仙剑上剑气环绕还凝聚成了异牢者的模样,好奇看着晋宁。 这时,晋宁伸手便抓住了仙剑,略意感应。 好歹也是剑使过青丝神火斩,牵牛剑的,纪宁感觉这仙剑和青丝神火斩波动相当。 应该是仙剑下品。 纪宁暗暗道,不过却是擅长攻杀的飞剑,这夏黄看在我是剑仙,就专门赐予我仙剑。 嗯,怕是值个三五百万金元叶。 赐予的仙剑法宝是仙剑下品,也在预料中。 毕竟前十二,是被赐予千万金元叶。 这前四十八,赐予仙剑下品才算合理。 谢陛下。 纪宁等四十八人跪拜着,再次齐声道,他们中有些人脸上都有着控制不住的喜色。 仙剑下品。 他们这些万象真人,也并非个个如纪宁那般走运的。 很多散仙都是没有仙剑法宝的,他们能有一件,算很了不得了。 华夏黄微笑着点头,顿时纪宁等人上空出现了发着彩光的雨滴,雨滴落在纪宁等人身上,被消耗的元力神力进阶恢复,有伤的也立即恢复。 虽然大家都有一些灵丹,可是夏黄亲自出手,纪宁等人还是个个有些激动。 平身,都回去歇息,准备接下来的比试。 夏黄道。 纪宁等人都一一回去,纪宁和邋遢真人自然是回到了阎王的身旁。 很快,夏黄又下达了命令开始了第二轮的对战了。 下面开始第二回的对决。 夏黄淡然道,第一场向天是向天笑对砖水士砖水杆。 向天笑,乃是向天是在此次仙缘大会上的独苗了。 砖水杆,同样是砖水士在此次仙缘大会上仅剩的子弟。 两个古老部族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赢。 不过这一战仅仅厮杀了片刻便愤出了胜负,向天笑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击败了砖水杆。 这向天笑挺厉害的。 邋遢真人看着殿外夸赞道。 嗯? 纪宁点头,他走的是大道刀道,刀道,乃是可以和剑道媲美的大道,更加蛮横霸气,这向天笑倒是有一股骨子里的豪爽,他的刀法也如他本人,的确算是一个劲敌。 算是劲敌。 邋遢真人也点头。 第二场散修黑石真人对战东海丹竹真人。 夏皇开口道。 那宛如月宫仙子的丹竹真人一听顿时眉头一皱,不过还是走向大殿外的封禁大阵中。 而黑石真人依旧一如既往,赤脚光头皮肤有黑,持着弯曲的拐杖,面带着田静的微笑就这么走了出去。 夏皇竟然让丹竹真人和黑石真人交战。 按照之前第一轮看来,夏皇一般是将强的和弱的放在一起,令强的不至于早早就碰到。 纪宁摇头,看来在夏皇眼中,丹竹真人的实力应该是四十八人中排在后二十四的。 对,丹竹真人名气虽大,可他毕竟不是神魔炼体。 拉他真人也道,炼气流和神魔炼体一比还是很吃亏的,特别是此次仙缘大会进阶都是爵士妖孽,炼气流的缺点就越加明显。 纪宁点头 是啊 这还是现在,神魔炼体等渡截之后成了天神,天神那是和纯阳真仙一个层次的。 可见神魔炼体到后期的优势何等之大? 黑石真人和丹竹真人这一战,是非常诡异的一战。 黑石真人仅仅凭借伏锡棍阵就令丹竹真人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就认输了。 从头到尾黑石真人都没有近身战厮杀。 好可怕的黑石真人。 这让夏芒子山、纪宁、九死真人、苍无旧等一群天才们都暗暗计下。 一场场比试。 其中也有让纪宁他们暗暗计败的人物,甚至一些不太熟悉的,比如金屋真人,比如归原真人,比如潜意真人等等,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能杀尽前二十四的,个个都很可怕。 第二十四场,散修刀奴真人队战破天宗血魔真人。 这是第二轮的最后一场。 血魔真人,是比较耀眼的一个,他的血腥,他的疯癫,早就让观战者牢牢记住了他。 可是…… 他输得很惨。 仅仅两刀。 第一刀,血魔真人踉枪倒退,还竭力欲要继续厮杀。 可第二刀,就已经将他的身躯斩成两截。 分成两截的血魔真人立即高喊认输。 什么? 怎么可能? 浸宁,邋遢真人,下王子山,黑石真人,九死真人等一众人各个大惊,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强敌。 绝对的强敌。 没有一个人敢说有绝对把握击败这个神秘的刀奴真人。 刀奴真人乃是一抱着砍刀的黑袍男子,他冷漠不言语,站在那更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可是这一次对付血魔真人时他展露了他的锋芒。 这个散修,应该是我一位好友的弟子,之前他不声不响的,我还以为只是道号一模一样。 可刚才那两刀,加上他散修的身份,应该没有疑问了。 吕洞宾眼睛一亮,笑着夸赞,我这好友曾经和我提过他这弟子,说这弟子给自己起道号刀奴,历史要供奉刀道,要将其他一切的道都融入刀道中,他愿做刀道之奴。 哦! 有意思。 赤吉真君眼睛一亮,东华,你这朋友是。 啊,今天天气真好啊。 吕洞宾忽然抬头看着上方的无尽虚空。 赤吉真君顿时无奈。 夏皇等人各个忍俊不禁,不过他们也听出来了,吕洞宾是不想提这个朋友的身份,估计这朋友应该是和吕洞宾背后的道组乃是敌对阵营的。 吕洞宾此人交友遍布三界,连一些敌对,邪魔他都敢交友。 这次是有好几个散修。 夏皇开口道,这刀奴真人也是其中一个,这些散修有些是真正的散修,有些恐怕是其他世界来的。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既然参加这仙缘大会,自然得公平对待。 不过这个刀奴突然爆发出如此实力,倒是让我头疼了。 夏皇摇头道,对他们的实力之前我有一个认知,对第三轮的对决配对我已有了计划,可这第二轮的最后一战这刀奴的实力,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了。 我提个建议。 吕洞宾忽然道。 嗯? 其他人都看过来。 这刀奴,应该是剩下的二十四人中刀道中最强的。 吕洞宾感叹,而我喜欢的那小姑娘的道理晋宁,乃是剑道中最强的。 他们一个是剑仙,一个是刀魔。 让他们比试一场一定很精彩。 夏皇听了也笑了,这二十四人倒也个个了得,刀奴真人和谁对战都让我头疼,既然吕洞宾你开口了,那便让这晋宁和刀奴一战吧。 书和书和 第三百三十九章 纪宁和刀奴 纪宁、鱼威、邋遢真人、玉池西月四人都在巧声议论着,议论着前二十四的每一个对手。 牧传真人总是被动防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是他就这么赢了。 玉池西月感叹,此人给我感觉,都还没拿出全部实力呢。 那九死真人,身体宛如法宝,敌人根本奈何不得。 金乌真人,也凶利异常。 那刀奴真人,也同样可怕。 纪宁,夏皇不会安排你和邋遢真人交战吧? 夏皇不至于吧,除非我和大师兄都能冲进前三。 说来说去,就没有一个好惹的,毕竟能杀进前二十四的,其实几乎都是夏皇关注的对象,虽然看似济宁、九死真人、黑石真人、夏芒子山等几个最为耀眼。 可是其他人也差不了多少,说不定便藏着什么绝招,或者说临阵突破之类的。 到了这个关头一切都难说了。 你等二十四人。 夏皇忽然开口。 整个夏芒殿主殿立即安静了下来,个个仔细聆听,越加接近最后,在场的天仙们就越加小心,毕竟此次仙缘大会已经出现一个玄武大帝的弟子。 且最后的前三中必定有一个会是赤明道祖的弟子。 这第三轮一对一比试,赢得十二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千万金元叶。 夏皇淡然道,忘你等须拼尽全力,到了此刻。 别功亏一篑。 纪宁等二十四人各个秉息等待。 第三回第一场,黑白学宫纪宁对散修刀奴真人。 夏皇开口。 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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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刷刷的一片目光都落了过来。 都看向纪宁和刀奴真人二人。 玉池西月,鱼薇二人脸色都是一变,他们俩都看向纪宁,对他们俩而言纪宁都是他们最重要的人,虽然对纪宁非常相信,可是之前的刀奴真人的确是太可怕了。 而且感觉还没看到刀奴真人的极限。 纪宁,刀奴二人却都朝殿外的封禁大阵走去。 是他们俩。 皇城广场上聚集的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人们此刻各个精神十足,之前的一年有时候他们还有闲心吃吃喝喝,可是到了最后九十六人不断决胜时,却是整个仙缘大会进行到了最后精彩时刻。 特别是现在已经只剩下前二十四人。 个个都是无比经验之爵士天才。 而且这一次仙缘大会比过去的要耀眼得多,这次能排在前二十四的,在过去的仙缘大会一般都能排在前三。 像邋遢真人,刀奴,金屋真人,九死真人等等大部分,其实是没准备来的,是因为冥冥中的感应,令他们这些绝世妖孽汇聚于此。 这个刀奴真人之前杀血魔真人,就跟砍瓜切菜一样容易。 实力强得可怕。 晋宁也是明月山水图世界中最耀眼的几人之一,实力也强大得很。 这二人交手当真是,鹿死水手,还真难说了。 所有人甚至都情不自禁屏息。 此次仙缘大会终生明确起的一股势力黑白学功的散仙以及弟子,也个个紧张。 因为上年交战的就是他们的同门晋宁。 主人。 小青盯着看着。 晋宁。 北山百威也看着他的好友,当初他认识晋宁时,晋宁还只是燕山的一个少年。 现如今却已经成为整个大夏王朝的焦点了。 封进大阵内。 站在云雾上,晋宁和刀奴遥遥相对。 晋宁仔细观察着刀奴,眼前这个抱着砍刀的黑袍男子非常的平静,就仿佛止水一般,他的气息收敛到极致。 的确很容易让人忽略。 到了此时。 他都能如此心静,他的眼神都平静如海。 能够心静达到如此境界的,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则绝对可怕。 我竟然在他爆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他。 晋宁小心警惕。 刀奴真人也观察着晋宁,眼前这个穿着瘦皮的清秀少年,就仿佛无尽满荒大地上的土著少年,普普通通,没有丝毫攻击性似的。 可刀奴真人看过之前的两轮交战,自然很清楚这个清秀少年一旦爆发会何等可怕。 而且他的眼睛,深邃似无尽潭水,可隐隐的一丝锋芒却仿佛一柄剑直透人心灵。 这是很可怕的少年。 而且按照购买的情报资料来看,这个少年才修炼三十余年,当真是妖孽之极。 必须全力以赴了。 刀奴真人默默道,他经常越阶而战,原神道人都杀死过不少,却没有遇到过同是万象真人却如此可怕的对手。 全力以赴。 晋宁也暗暗道。 轰!轰! 二人几乎同时身体一晃,分别变成十八丈巨人和二十丈巨人。 显然在法天相帝上晋宁琢琢磨的时间相对短上不少,稍微欠缺一丝。 跟着他们俩同时施展出三头六臂。 法天相帝,三头六臂,这是在三界中流传非常广的两门神通,也是几乎每一个神魔炼体真正的高手都必定要学会的。 搜!搜! 二人仿佛两尊神魔瞬间冲向彼此,晋宁是持着六柄仙剑,那刀奴真人是持着六柄砍刀。 再接近的一刹那,二人也都施展出了各自的利害神通。 晋宁自然不会藏桌,摘星手已经施展。 当!当!当! 接连的急促的刀剑撞击声,一声声竟然无比的脆响,甚至都传递了出去。 一共十二次的交手。 六柄仙剑和六柄砍刀,都交手了两次。 呼! 刀奴真人整个暴退,化作一道黑光。 直接倒退到了封禁大阵边缘,他全身都隐隐有着火焰在。 他目光幽冷盯着纪宁,六只手的户口都已经裂开,血液再低落。 刀奴真人看着纪宁,瞳孔都缩了起来,这个纪宁好可怕的力量,好可怕的剑法,刀,乃当边刃,一边为后背。 更加利于发力劈砍。 在兵器较量上,即便力量相当的两个人,一边也是用砍刀的更加占便宜。 可是我竟然处于下风。 剑道修仙者被称之为剑仙,飘逸潇洒灵动自如。 刀道修仙者被称之为刀魔,凶狠蛮横音很迅猛。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可正面轰击,刀奴真人竟然屈居下风。 我赤明九天图修炼到第十二重,神魔之体强悍无匹。 更有摘星手。 单单论力量。 放眼整个仙缘大会我绝对是第一。 我知剑法和他刀法相比,也相差无几,正面硬碰硬,他哪里急得上我。 纪宁信心十足。 他虽然看似一少年,可论力量绝对是仙缘大会第一。 自己的摘星手,本身就是令手掌力量瞬间爆发的。 且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排名前十的神通。 既宁可不相信在仙缘大会上。 还会有一门三界中排在前十的神通,那也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我遇到的万象真人中最强的一个,不过生死厮杀,可不仅仅是硬碰硬。 刀奴真人低沉道。 论灵活,剑道本就比刀道更强。 纪宁淡然道。 纪宁话音刚落。 刷。 刀奴真人宛如鬼魅便已经到了纪宁身前。 六只手臂同时挥出砍刀,进阶诡异非常。 就仿佛一阵阵幻影,悄无声息。 或者劈砍,或者削刺。 纪宁也施展开封一顿法,六只手也施展出了剑法,剑光如丝,在周围飞舞飘荡,美轮美奂。 非常诡异,没有丝毫焦急的声音。 二人的剑光,刀光一次次呼啸,甚至彼此近乎碰触便又分开了。 刀奴真人的刀,诡异莫测。 纪宁的剑,灵动玄妙。 并且纪宁还占据上风。 毕竟剑道在灵活上的确比刀道更擅长些。 刀,即我命。 忽然一沙哑声音响起。 刀奴真人的眼睛都隐隐泛着火光,他的六柄砍刀忽然变得无比的快。 一刀刀,呼啸着劈向纪宁,六柄刀简直就仿佛刀构成的轮子,无尽的刀光不断的落向纪宁。 刀奴真人泛着火光的眼眸满是炽热疯狂。 他这一刻,忘却了自己,只有刀。 刀的世界。 快! 快! 更快! 当当当,纪宁也同样和其对战着,二人的身影出现在了封禁大阵的各处,刀光见光都快得骇人,刀乃是单边,本就擅长劈砍,单单论速度之快, 刀是比剑更有优势的。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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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无尽火焰块刀压制的纪宁顿时爆发了,他之前还存有魔力自身的念头,现在已经顾不得了,他的六柄仙剑顿时变得灵动莫测起来,有的仙剑狂猛凶悍无匹,有的仙剑灵活犹如仙女穿针,有的仙剑则纯粹为辅助。 你挡不住我的。 刀奴真人完全疯磨了,他的周围更是出现了一条火龙,火龙环绕着他,同时一次次去袭击纪宁干扰纪宁。 纪宁的周围则是出现了巨大的水火莲花,水火莲花绽放着,连夜彼此旋转着。 吃! 吃! 血液飞溅,二人杀得狂暴。 刀奴真人就是一个字,快! 纪宁却诠释了剑道的绚烂。 当! 一柄砍刀忽然抛飞了起来,这柄砍刀的把柄上还有着一只断手。 我认输! 一道沙哑声音响起。 二人搜得分开。 刀奴真人身上满是伤口,特别是腹部的伤口,都撕裂开大半个腹部,他的脸上更有着一道猙獰的伤口。 其中一只手都断了,砍刀都飞了。 纪宁相对好些,仅仅胸口有一条猙獰的伤口,还有几道已经近乎要完全恢复的伤口。 你还没有到绝境。 纪宁看着刀奴真人。 六把刀都被砍掉一只手,现在五把刀,恐怕都要被你斩断我身体了。 刀奴真人轻轻摇头,当即收了那抛飞的砍刀走出了封禁大阵,纪宁也走了出去。 而大殿中其他万象真人则各个面色正重。 纪宁和刀奴真人之前拼得太疯狂,二人几乎将一切手段都施展出来,将剑道,刀道这两大擅长攻击的大道展现了出来,让其他人心中都感到发紧。 如果是他们遇到刀奴真人,恐怕很多人都得败。 幸亏是纪宁,一带剑仙,才压制了那刀魔。 不过刀奴真人输了,留下的是更可怕的纪宁。 第三百四十章 纪宁的神通 纪宁赢了 安禅郡黑白学宫的纪宁赢了。 皇城广场上一片喧哗,三千六百郡,四大海洋的队伍都在激动兴奋的谈论着之前一战,这一战的确精彩。 因为之前如黑石真人,下芒子山,九死真人,邋遢真人等一个个或是靠着棍棒,或是直接靠着一双手。 打起来或许更精妙,或许更狂猛。 可是论杀伐,却远不如刀道,剑道,因为剑仙,刀魔都是极擅长攻击的,之前他们俩出手都是轻松击败对手,这一次当他们彼此碰到一起,才真正展露出剑仙,刀魔两大流派的手段。 看得心颤,看得头皮发麻呀。 那些剑光,刀光,随便一道都能斩杀元神道人吧。 纪宁走回天盲殿主殿阎王的身后,和邋遢真人,玉池夕月,余威坐在了一起。 大殿内很多人目光都落在纪宁身上。 切切不可和这纪宁对弓,应当以我之掌,克敌之短。 剑仙,拼杀起来实在是厉害。 不可硬碰硬。 在场其他一些排在前二十四的万象真人们一个个思量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他们也清楚剑仙是擅长进攻的,而他们自然也有各自的手段优势,九死真人,下芒子山,仙无旧,少延宣,黑石真人等一个个暗暗思索着。 高高在上的九名纯阳真仙却也疑惑了起来。 之前还看不清。 北帝仙翁疑惑道,可这纪宁和那刀奴二人一对一厮杀时。 完全可以看出,二人单论剑法刀法彼此境界也是相差无几。 可是他们在硬碰硬实。 纪宁却占据上风。 这刀奴也是东华好友的弟子,学的神通应该不弱,那这纪宁应该怀有一门更强的神通。 或者说他手中的剑威能更强。 赤极真君也点头,这纪宁能三十余年达到如此境界,应该有过大机遇,应该学得一门厉害神通。 只是这门神通应该是很内敛的辅助神通,从外表看不出。 应该有厉害神通。 吕洞宾哈哈笑道,不过这次仙缘大会到如今,这最后留下能留下的。 乃是这大下一方大世界钟爱之辈。 定是个个有过大奇遇,自开天辟地以来,神通不计其数,有些擅长毒,有些擅长镇压,有些擅长攻杀,有些擅长力量,不易而足。 晋宁应该是擅长一门力量的神通。 对。 他的速度倒算不得厉害。 一个个点头。 毕竟影响一个人实力的因素太多了,有些人天赋异禀,即便同样的赤明九天图第十二众,可天赋异禀者就能更高些。 并非说同一境界任何一人的力量都是绝对一样的。 连修炼同一炼气法门水原柱,所需原液都有区别呢,毕竟每个人都是天地自然孕育的个体。 只能说差别不会太离谱。 或者兵器,或者各种道德感悟,或者某些很特殊的神通,或者原力爆发的秘术,都可能令实力有些变化。 之前他们甚至都没看出纪宁怀有力汉神通,可纪宁和刀奴一战。 二人太像了,一个剑道,一个刀道。 对比起来更明显,纯阳真仙们这才确定纪宁应该有一门力汉神通。 也仅仅如此罢了。 力汉神通多了去了,连大厦皇帝国库中都藏有竹龙之眼这等三界中都排在前一百的大神通,不过大厦宝库中仅仅只是竹龙之眼上部,仅仅能让反须层次神魔修炼,至于更高层次的部分没了。 其实这等排在前一百的大神通,按理说即便是上部,也不应该随便外转。 大厦宝库中之所以有,是因为,创造竹龙之眼的三界大能者竹龙早在上古世界时就已经生死。 这即您或许学了哪个天神,或是大能者创出的奇特神通吧? 纯阳真仙们如此想到。 并非大能者创出的神通就一定最顶尖。 如玄武大帝,也就一门玄武大神通威名赫赫。 他偶尔也会创出一些奇特神通,有的偏向逃跑,有的偏向防守,有的偏向攻杀,这种随意创的神通,价值相对而言就低多了。 只有耗费无尽心血作为压箱底的绝招手段的神通才珍贵。 如玄武大神通之于玄武大帝。 如摘星手之于三寿道人。 第二场,散修九死真人对战飞仙门羽花真人。 这是两个女子的交战。 九死真人法宝般的身体,羽花真人根本奈何不了。 毕竟她在攻击上可没见仙剂凝强。 此战,九死真人赢。 第三场 第四场 一场场比试,看得皇城广场所有人秉息,看得天盲殿主殿上的天仙,纯阳真仙都仔细观看。 纯阳真仙们也是因为赤明道祖要收弟子才如此之认真。 第八场,少延轩对战向天笑。 这一战也让很多人非常重视。 因为在前二十四人中,来自大夏王朝大部族的只有四个人,分别是皇族的夏王子山,苍无氏的苍无旧,少延氏的少延轩,向天市的向天笑。 仅仅这四人了,这也说明论人才之广,单单在部落内寻找,是急不上在整个无尽大地上寻找的。 此次一战,向天笑很疯狂,完全有着向天市一族那向苍天挑战的勇气疯狂,可还是输了,他的实力的确和少延轩差不少。 更何况少延轩也怀着不足的重托,自然拼尽全力。 第八场,少延轩胜。 好好好,好啊。 玄机老祖看得都忍不住笑得咧开嘴。 他的风魔冷力性子谁都知道,恐怕万年难看到他的笑容。 可此刻他笑了,其他天仙们却也都明白玄机老祖的心情。 轩儿,好好,就这么闯下去,你已经闯到前十二了。 玄机老祖看着走到自己身后的少延轩,当即连嘱托,离前三很近很近很近了。 终于,第三轮十二场比试结束。 也绝了前十二人。 纪宁等十二人也都齐齐站在大殿中。 等待大夏皇帝赐予千万金元叶。 夏芒子山,苍无旧,纪宁,邋遢真人,少延轩,牧传真人,黑石真人。 九死真人,白龙真人,贤义真人,归原真人,金屋真人。 夏皇在大殿之上,将纪宁等十二人进阶面了便才道。 你等十二人便是此次仙缘大会的前十二位,我之前说过,能够杀到前十二,每人都能得到千万金元叶。 夏皇一挥手。 顿时半空中出现了十二个紫色玉瓶,十二个紫色玉瓶分别飞向纪宁等十二人。 这也令在场的天仙们也忍不住看着那紫色玉瓶。 千万金元叶呀,就连他们都得眼馋心疼啊。 现在却让十二个小家伙得到。 纪宁等人都伸手抓住。 神石一扫。 哇! 纪宁暗暗惊叹,这紫色玉瓶也是一储存九叶元叶的好法宝,竟然让千万金元叶都放进去,也能媲美一天接上品飞剑价值了。 有这千万金元叶,我第二元神都可以冲到返须圆满了吧。 纪宁暗暗想道,不过倒是不急,我第二元神在元神境界停留还很短,还是多停留一段时间,多细细体会。 每一个境界,对天地的感悟都是有差别的。 像转世仙人因为体悟过就罢了,纪宁不是转世仙人,还是在每一层次多停留些时间。 当然等本尊突破到元神后,第二元神倒也可以冲上返须层次了。 你等先进明月山水图。 夏皇忽然道,我会连你们所在之所时光改变,我等在外面等你们一个时辰,你们在里面大概也能静修三日。 纪宁等十二人都错愕。 去明月山水图静修三日。 怪了,之前我们十万余人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那明月山水图时间流速和外界不是一样吗? 怎么这次外面一个时辰里面却有三日? 纪宁疑惑。 纪宁。 黄毛大雄声音在纪宁脑海响起,看来你们大夏王朝的皇帝,在时光大道上也颇有感悟啊,不过时间流速改变对法力消耗极大,大夏皇帝虽是纯阳真仙,也不敢同时影响十万余人的时间流速。 你们十二人,对他的负担倒也小。 嗖嗖嗖。 纪宁等十二人直接被收进了一悬浮的画卷中,跟着那画卷就到了大夏皇帝之手。 下芒,你还让他们静修三日。 赤吉真君孝道,看来你对此次仙缘大会够看重啊。 不是看重,而是为师尊孝劳不但要尽力,还得尽心。 夏皇道,现在仙缘大会只剩下这十二人,他们之前的对战,以及无形的压力对心性的磨练,其实他们正在蜕变。 我给他们三天时间,或许他们就会有所突破。 我当然得将最好的三名天才,让师尊挑选。 对,为师尊做事,尽力只是一方面,还得尽心。 吕洞宾点头笑道,难怪夏芒你最讨斥明道祖欢喜。 晋宁他们十二人出现在了一座山峰上,山峰顶部也有百丈之地,自然足以让十二人静修了,周围还隐隐有着屏障,晋宁他们根本走不出山峰顶部的范围。 当即晋宁他们一个个都盘膝坐下,连话都不多说。 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心中有许多灵光,说不定就能有所进步,这一点进步,或许就是进前三和被淘汰的区别。 那可是成斥明道祖的弟子啊,谁不拼? 晋宁也同样渴望成为赤明道祖的弟子。 第三百四十一章 邋遢真人战九死真人 当晋宁等十二人在明月山水图世界进行闭关静修时,皇城广场之上。 那十二个名字一次次被人们议论提到,夏芒子山,苍无旧,晋宁,邋遢真人,少延轩,牧传真人,黑石真人,九死真人,白龙真人,前义真人,归缘真人,金屋真人。 前十二名已经完全定了。 我南海有牧传真人。 我北海还有金屋真人呢? 我驱昌郡有白龙真人。 你们算什么,我们安禅郡有晋宁和邋遢真人足足二人。 天下三千六百郡,一共才十二人,安禅郡独占二人,且还都是黑白学宫的。 武风仙人笑得嘴巴都歪了,拿着酒葫芦惬意的喝着酒,还时不时神识传音,哦,万寿门主。 哈哈,对,我是武风,对,晋宁和小邋遢都是我黑白学宫弟子。 说起来我们黑白学宫弟子余威也是因为中了毒,否则也进入前九十六,说不定能进前十二呢。 什么,想要和我黑白学宫弟子交流一番? 想要去观摩观摩我黑白学宫的黑白图,行啊,没问题,我们黑白学宫弟子也去你们万寿门看看那万寿如何。 向天室?你们向天室想要将弟子送到我黑白学宫? 这,这,我黑白学宫毕竟是在安禅城内,占地很小。 弟子不宜过多。 所以每次收弟子都是非常苛刻的,什么,你们向天室要派一使者队伍来我黑白学宫? 好。 我黑白学宫定会好好接待。 找武风仙人的很多。 须知象象天室,万寿门这种大下王朝顶尖大实力都从天仙老祖那知晓了邋遢真人乃是玄武大帝弟子的消息。 加上纪宁现在又如此耀眼。 这些大势力们都觉得很奇怪。 这等小门派突然冒出一个绝世妖孽就罢了,只能算是刚好落在他家。 可是这黑白学宫却一下子冒出了两个。 整个大下王朝才十二个而已。 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玄武大帝的弟子。 这黑白学宫恐怕乃是我大下王朝的其中一处气运汇聚之地啊。 定是气运汇聚之地。 很多大实力都有如此推断。 气运看不见摸不着,可有些地方气运就是大。 连大下王都选址,那也是大下皇帝请一名大能者亲自选的气运汇聚之地,且布下镇守一方大世界的大镇。 定要将部族内弟子送进去,在这气运汇聚之地,我部族弟子或许也能气运加深。 嗯,我等也得多去去这黑白学宫观摩观摩黑白图。 天盲殿主殿,一个时辰已过。 大下皇帝高座宝座。 手中一番出现了一画阵,正是那纯阳法宝明月山水图,画卷展开,跟着就是十二道流光从中飞出,落在了地面之上,正是纪宁,邋遢真人等十二人。 拜见陛下。 纪宁等人进阶贵服。 嗯? 大下皇帝看了看,满意点头。 他能够模模糊糊感觉到这十二人经过三天的静修各个都有了些许进步,其中应该有人进步还不小。 仙缘大会到如今,也到了极重要的关头。 你们十二人中将会最终决出三人,这三人中定有一人被我师尊选为弟子。 下皇开口道,事不宜迟,这第四轮第一场比试就开始吧,就由黑白学宫拉他真人对散修求死真人。 其他人都暂且歇息观看。 准备即将的比试。 纪宁,下芒子山等一个个进阶惊恶。 拉他真人对九死真人。 九死真人非常厉害,直到如今都从未全力以赴过。 而拉他真人也被天仙老祖们推崇无比,下芒子山他们一个个早就听到天仙老祖们夸赞拉他真人,让他们一个个都要小心拉他真人。 似乎拉他真人是最强的一个似的。 受天仙老祖的嘱托影响,其实他们众人都非常小心拉他真人。 拉他对九死。 这么快。 而拉他真人,九死真人二人却是遥遥彼此看了一眼。 便都朝大殿外的封禁大阵走了过去。 天芒殿主殿的九名纯阳真仙却争论了起来。 下芒,你脑袋坏了。 赤吉真君皱眉道。 这才第四轮欲要绝出前六,怎么让九死真人和拉他真人斗上了? 这九死真人可是早早就掌握五条完整的道了,而且他的神通,修炼法门也都强大无比。 此人实力非常了得。 应该能排在前几,绝对有望冲击第一。 拉他真人是玄武大帝的弟子,也是能排在前几的,同样有望冲击第一。 他们俩现在就碰上,不是必须得淘汰一个。 的确太早了,他们俩不太适合这么早就比试。 大士至菩萨也缓缓道。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九死真人厉害? 下皇摇头。 下芒也是有苦衷的。 吕洞宾摇头道,其实到这份上, 我看好的人就有八人,而这十二人必须要淘汰掉六个。 所以不管怎么配对,我喜欢的八人中至少有两个会被淘汰掉。 下皇点头,是啊,到了此刻,这十二人我很看好的有我不足的下芒子山, 纪宁,金屋真人,牧传真人,黑石真人,拉他真人,九死真人七人。 不管怎么配对,这七人中总要有两个要比试, 我思来想去,拉他真人乃是玄武大帝的弟子,师尊肯定不会抢这弟子。 而九死真人是七人中唯一的女子。 所以我也懒得多想,便让这拉他真人和九死真人对上一场,谁胜谁留下。 你倒是干脆。 让九死真人和拉他真人对上,竟然是因为他是女子。 一个个纯阳真仙不由笑了。 纪宁,余威,玉池西月三人都在阎王身后,都摇摇看着远处大殿外的封禁大阵中,大阵内有着两人,正是邋遢的胖子少年和一名同样脏兮兮的少女。 这二人都邋遢无比,倒也凑上队了。 玉池西月低声道。 不过都很厉害。 余威夸赞道。 是厉害,这九死真人戴上了那银色手套,他的实力我一直摸不清,虽然交过手,可那次他根本没有使用过法宝。 纪宁仔细盯着,大师兄也深不可测,这一战真难说了。 个个都看着外面那一战,纯阳真仙们也无比关注。 拉他真人。 玄武大帝的弟子。 九死真人。 最早被他们发现的误出五条完整道的二人中的一个,更是拥有着法宝般的身体。 动手了。 玉池西月连盯着。 纪宁却是瞬间瞳孔一缩,终于显现手断了,九死真人,真是可怕呀。 这九死真人从来没有权利以赴过,和自己交手时也主要是纠缠牵引,而这一次九死真人和拉他真人比试,却一来就主动进行了狂攻。 九死真人戴着手套,六只手就变成了最可怕的武器。 杀。 时而如刀锋,锋利无匹。 时而如水,温柔环绕。 九死真人围着拉他真人疯狂攻击,他们俩都施展出了神通,化为了两尊三头六臂的巨人。 这是什么大道? 纪宁皱眉,九死真人的攻击手段很诡异,有一种让人憋屈的难受的感觉,截然相反的攻击风格不断转换,诡异莫测,应该不是太出名的,至少我从未见过这种大道。 生死大道。 这小姑娘真够有野心的,生死大道,在众多大道中,都算是最顶尖的了,非常艰难,他竟然赶走这条大道。 吕洞宾摇头唏嘘,不过在这条大道上若是达到一定境界,杜劫成天仙也相对容易不少。 像太极,剑道,刀道之类的,都是运转技巧之道。 而生死大道,则是蕴含了无尽的生死奥妙,同时也蕴含生死转换的技巧。 世间有大量导致奥妙和施展技巧的一门大道。 非常难修炼,比剑道,刀道都还要更加难。 有意思。 这个小女子果真厉害。 九死真人疯狂攻击,时而兄弟仿佛死神召唤,时而温柔仿佛母亲触摸,生死转换,也让邋遢真人一时间被压制住了。 不过,邋遢真人真的太稳健了,他施展出玄武大神通的同时,也施展着他的太极之道。 一时间邋遢真人就仿佛低溜溜的龟壳,防守得无懈可击,玄武大神通本就有极擅长防守的一面,太极之道,更是极擅长防守。 该死。 九死真人历生怒喝,欲加疯狂。 邋遢真人却悠贱无比,六条手臂形成了巨大的轮盘一般,挡下一切攻击。 扑。 就仿佛毒蛇吐信。 一直全心防守宛如龟壳般让人无懈可击的邋遢真人,非常突兀的一只手猛地凿出。 他的手成蛇事,猛地插了出去。 狠狠地凿出,刚好是狂暴下九死真人的破绽之处,直接将九死真人的肩窝给凿穿撕裂开来,一只手臂便抛飞了起来。 哗啦一出手后,邋遢真人猛然狂暴起来,就仿佛一只压抑的一座火山瞬间冲出,他的六只手各个都仿佛毒蛇,胸利异常。 防守防得无懈可击。 攻击,则更加毒辣可怕。 来得好,就怕你一直缩着不出来。 狠死真人却不经反省,如果真的对方一只手下去,说不定能够消耗掉了他的神力,那就输得太冤枉了。 狠死真人直接与之对弓,同时他断掉的手臂也在迅速长出。 这二人的确都有着冲击第一的实力。 第342章 秘数点浪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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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 邋遢真人的六只手此刻就仿佛六条毒蛇,迅猛无匹,狠辣之极。 掀起了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朝朝进阶都是杀手,显然是想要趁机将九死真人给击溃,毕竟九死真人断掉一条手臂,只剩下五条手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九死真人却发出得意的笑声,他的手掌每一掌都仿佛包含了生死,让人看得都心中难受憋屈。 疯狂的抵挡着邋遢真人的攻击,甚至有时他主动用身体来抵挡好争取刹那时间。 邋遢真人狂攻,九死真人竭力撑着,一直撑到了他的那一手臂长了出来。 坏了。 观战的晋宁,余威,玉池西悦都是心中一紧,之前九死真人仅仅五条手臂,邋遢真人都没能一致。 一鼓作气击溃对方。 现在对方硬是撑到现在长出了一条手臂,这下邋遢真人想要击败对方就更加难了。 玄武大帝看中的弟子就这样。 连这个散修九死真人都击败不了。 天盲殿内的天心老祖们则是疑惑得很,在他们看来,玄武大帝何等身份,他的弟子自当不凡,否则也太丢玄武大帝的脸面了。 吕洞宾却是遥遥看着,微笑着,这一战有意思,这九死真人对生死大盗的参悟极深,甚至我怀疑他应该拥有好几世的记忆,他绝对是极强的一个,这个邋遢真人难道会输掉不成? 输掉也不奇怪。 赤吉真君也道。 难道将来能成天仙,现在就一定不能输? 帝号摇头。 他们这些纯阳真仙也觉得这一战危险了。 以他们的眼光来看,邋遢真人,九死真人都是将所有能耐都拿出来了,邋遢真人手也手到极致,攻也攻得疯狂,却还奈何不了对方,的确很危险了。 邋遢真人狂攻忽然停歇了,开始了另外一种节奏的战斗。 这是。 九死真人忽然脸色一变。 此时的邋遢真人非常的平静,他的六只手变幻莫测,几乎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四只手在防御,两只手在攻击。 感觉就仿佛浪潮,浪潮是一跃加汹涌,这邋遢真人的攻击也是如此,他防御时就仿佛在叙事,攻击时就仿佛爆发。 一叙事一爆发。 在一种诡异的节奏下,邋遢真人的攻击竟然逐渐越来越猛,一攻击浪潮不断叠加,让九死真人憋屈非常。 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九死真人甚至都无法理解。 一浪潮越加凶猛。 轰。 邋遢真人忽然六只手同时轰出,六只手进阶都是成拳头状,隐隐就仿佛巨大的玄规猛然撞击天柱一般。 砰抵挡的九死真人整个都被轰飞,他的身体都被震得出现了大量的裂痕,鲜血不断流出。 滑。 邋遢真人一迈步便已经到了九死真人面前,他的六只拳头再度欲要轰出。 我认输。 九死真人不甘的声音响起,他已经竭力闪躲开了。 邋遢真人这才把手停下,他身上的硅壳纹路也消失,恢复正常。 九死真人那脏兮兮的脸上满是不甘心,他看向邋遢真人,邋遢真人,你的道的境界明明就这般高,不管防守,不管进攻,我都能挡下。 可为何你最后的手段,却让我越来越吃力,最后我直接输了。 邋遢真人一笑,这乃是他参悟玄武大神通后,悟出的一种战斗之法,当初他继承这一门玄武大神通可就发下天道誓言,没有允许,绝对不传出丝毫的。 这已经牵扯到玄武大神通的些许奥秘了,自然不能传。 这种战斗方法叫什么? 九死真人连问道。 蝶浪。 邋遢真人开口说了出来。 蝶浪,浪潮意不断叠加,我身陷其中只有败王意图。 明明我不比你弱,可我还是输了,蝶浪,蝶浪,九死真人走开了,他喃喃念叨着蝶浪,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如果他悟出了蝶浪的奥秘。 他便有希望杜劫成天仙。 这是他的一次机缘。 可如果悟不透,恐怕这第九世还是会杜劫失败。 天盲殿主殿内,在场的近千名天仙老祖都皱眉,他们虽然眼界很高,可也看不懂明明二人神魔炼体,神通,道的感悟总体来说相差无几,九死真人甚至还隐隐略占优势。 可为何最后却那般输了? 仿佛九死真人跌进了一个无尽浪潮中,再挣扎也无用,最终被浪潮淹没。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不懂。 天仙老祖们都觉得其中似乎隐含某种奇妙之处,这应该算是一种战斗秘术,只是他们怎么都无法理解。 不愧是玄武大帝的弟子。 他们只能这般想。 蝶浪。 夏皇等九名纯阳真仙也露出了惊叹之色。 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 北帝先翁摇头唏嘘楷叹,这邋遢真人荡真是悟性惊人,连玄武大帝如此秘术都能悟出些许精髓来,看到他刚才那一战,我甚至想起当初在大帝门下听到知识的场景。 了不得。 吕洞宾也惊叹。 厉害。 夏皇有这一丝羡慕。 玄武大帝,不愧是大能者。 赤吉真君眼中都是佩服之色。 到了他们这一层次,其实也明白邋遢真人别浪之术的奥妙所在,这是一种源源不断叠加叙事的手段,叙事的越长,爆发起来就越加可怕。 可即便得到这一门秘术,完全明白,却也不是说能施展的,这要看心性,看悟性。 他们懂得些许奥妙,可所谓知一行难。 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这邋遢真人的叠浪之术我们能看明白,可大帝亲自施展的,可就玄妙复杂了亿万倍了。 吕洞宾凯叹,玄武大帝的玄武大神通,真正的精髓就在于这所谓的叠字一字。 既您看得也皱眉,他隐隐感觉到邋遢真人最后的战斗秘术似乎蕴含着一种通天的奥妙,甚至他隐隐感觉太极之道韵味在其中, 可是他毕竟没有走太极之道,根本参悟不透。 于威,你感觉怎样? 既您问向一旁的于威,于威也是走太极大道的。 不懂,很玄妙,深不可测。 我隐隐觉得太极大道的精髓,也仅仅是这秘术的一部分。 大师兄应该仅仅才掌握这门秘术的一点皮毛而已。 于威也完全不懂,他根本摸不透这秘术的丝毫。 在众天仙老祖的疑惑中,晋宁等人一个个完全发懵看不懂中,这一战就此落幕。 前六的第一人选已惊定下,邋遢真人。 嗡! 忽然天盲殿主殿中一股道的波动降临。 嗯! 齐刷刷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去,看向那波动降临处,只见在苍无是一名天仙老祖的身后,那盘膝坐着的苍无就周围隐隐出现了一丝丝黑风。 悟到了。 又悟透了一条完整的道。 竟然观战的悟透完整的道。 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惊恶万分,一般生死厮杀过程中突然突破的是较为常见的。 可是苍无就明明就在一旁观战,那般紧张的氛围下,竟然突然悟透了一条完整的道。 晋宁、夏芒子山、少延轩、黑石真人、木船真人、白龙真人、金乌真人等一个个同样前十二的万象真人个个都感到了威胁。 仓无就,原本实力就很强。 现在又悟出一条完整的道,立即就变成真正的大敌了。 这,这,高坐在大殿之上的大夏皇帝摇头苦笑,看向其他八名纯阳真仙,诸位,你们说我现在该如何配对是好。 他这一突破,掌握的道就达到了足足五条之多。 而且他感悟的还是五行中锋行的其中一条道,他本就擅长速度,现在肯定更加了德。 之前他都想好了配对方式。 可仓无就突然又悟出一条道,他本就实力极强,现在自然更惊人了。 我很看好这仓无就。 吕洞宾开口笑道,观战却能突破,此人恐怕气韵也不低啊,之前就狠了德,从未真正爆发过。 现在又突破,他如今实力恐怕都不亚于那九死真人了。 麻烦了。 大厦皇帝思索了下。 顿时将心中原有的配对稍微变换了下,原本在他心中苍无就在十二人中隐隐排在位的份上,现在他隐隐感觉能排在三四位了。 在天盲殿主殿内突然突破,自然惹得关注,不过苍无市的那位天仙老祖眉毛很长,此刻却是激动无比,看着自家的子弟苍无就睁开眼后,这位长眉的天仙老祖当即连道,好好好,舅儿,你突破得好啊,能在此刻在天盲殿内突破。 定是上天眷顾,此次定能冲进前。 这位天仙老祖甚至都看到苍无是未来辉煌的样子了。 为什么苍无是一定被臣服下盲氏? 有了齿明道祖在背后,他苍无是将来也能发展到和下盲氏平起平坐。 这第四轮第二场,便由神龙山白龙真人对战苍无是苍无就。 下皇的声音忽然响彻整个天盲殿主殿,同时也在下方广阔的皇城广场中回荡着。 第343章 纪宁战少延宣 第二场, 参无就战白龙真人。 仙缘大会厮杀到如今个个都是绝世妖孽,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几乎放弃了法术,神念攻击手段。 因为通过原力施展出的法宝秘术根本威胁不到对手,大家都是靠着神通在厮杀,纪宁也一样放弃了小千剑阵。 轰 哗 参无就和白龙真人便是这般疯狂的厮杀,他们俩都施展出神通法天相帝,三头六臂。 随即又施展各自的其他神通。 那白龙真人整个人都化为了一条雪白的神龙,参无就则是速度完全爆发到骇人地步,只看到狂风呼啸,狂风中还有着雷电闪烁。 雷电狂风中隐隐有着模糊的参无就身影,他一次次的闪烁,以无比惊人的速度,一时间就仿佛一群参无就在对付一条雪白神龙。 好可怕的速度。 好惊人的身法。 所有人都暗暗骇然。 晋宁、夏王子山、邋遢真人等所有人都心中一沉,论速度仓无就其实本就是仙缘大会中能排第一的。 加上他心进突破,他的速度身法更是达到不可思议之境。 在近身厮杀当中速度身法其实比力量还要更重要。 好可怕的仓无就。 一招先,吃遍天。 就凭借着绝对占据优势的身法速度,他已经是最可怕的对手了。 毫无疑问。 在两名强大神魔炼体强者的厮杀中,仙无就想要攻就攻。 想要退就退,局面完全他掌控。 白龙真人虽然强大。 可面对仙无就的身法速度根本没有丝毫对策,最终只能败北。 这仙缘大会前六人悬也决出了第二个人,仙无就。 好,好,好。 仙无市的那名长眉天仙老祖更是激动万分,双眸放光。 他乃是天仙老祖当然看得出来,仙缘大会到如今按理说彼此实力相差都不会太大,可仙无就硬是仗着身法速度,令对方无可奈何。 如此下去。 前三也是囊中之物了。 大厦皇帝又再度开口,第四轮的第三场,黑白学宫纪宁对战少颜氏少颜轩。 声音响彻处处。 坐在阎王背后的纪宁瞳孔一缩,少颜轩。 少颜氏。 自己和少颜氏的仇怨早就传开了,自己现在的对手竟然是少颜轩。 纪宁。 于威握着纪宁的手,看着纪宁,小心。 嗯。 纪宁点头。 到了此刻,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小瞧。 再另一处。 玄机老祖也是面色微变。 纪宁。 他早就想着找机会铲除掉纪宁,可是和成为赤明道祖弟子的机会比起来,铲除纪宁的重要性就低多了,他早就放在了脑后。 他现在只想让少颜轩能够冲到前三。 轩儿。 玄机老祖看着身侧的少颜轩,传音主托道,这纪宁乃是剑仙。 最善杀伐。 你不必和他硬碰硬,更何况你最擅长的也不是硬碰硬,以你之长,对他之短。 完全能赢。 少颜轩也轻轻点头。 此战。 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生死。 哗。 少颜轩当即也走了出去,朝大殿外走去。 夏芒,你让纪宁和少颜轩一战。 我怎么觉得天芒殿内的气氛不对劲。 那些天仙们看向纪宁,少颜轩的眼神似乎都奇怪。 吕洞宾疑惑道。 其他几位纯阳真仙们也都发现了这一点。 夏皇哈哈笑道,诸位你们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纪宁和少颜轩其实还有着恩怨。 说起来还有些传奇呢。 传奇。 吕洞宾等人个个开始仔细聆听。 他们这些纯阳真仙也是在仙缘大会开始后才来的,对大夏王朝内的万象真人天才们也不了解,自然不知晓纪宁和少颜轩的事。 连大夏皇帝也是搜集所有天才的情报,才知道纪宁和少颜轩的事的。 少颜轩有一弟子叫少颜农,乃是下任部族首领。 最终,那少颜轩安排的死是最后反而被这纪宁的第二元神所斩杀。 夏皇哈哈笑道,你们这下明白少颜是和纪宁的恩怨了吧。 其他八名纯阳真仙各个恍然。 夏芒,你可没安好心啊,您知道他们有这般恩怨,还故意将他们放在一起,不过他们有这般恩怨在,肯定会杀得很疯狂。 嗯,这一战定会很精彩。 前六人选已经绝出了两个。 纪宁和少颜轩二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入前六。 只要进入前六,那么离前三就真的非常近了,一步之遥。 赤明道祖的弟子,就该是我。 少颜轩眼神冰冷,他是很低调的,少颜是中年轻一代名气最大的是少颜农,他少颜轩反而是低调的一直在前修,他的目标一直是杜结成为逍遥自在长生的天心老祖。 他根本没将少颜农那等纹固放在眼里,仗着老祖的宠溺,仅仅能骄横一时罢了。 道祖弟子,这机会的确是转世千万次都难遇,我必须把握住。 少颜轩走到了封禁大阵中,看向了远处的纪宁。 三界神秘莫测,我成了赤明道祖弟子,有道祖指点,我才能走得更稳更快。 纪宁很清楚,自身努力悟性是一方面,机遇也是一方面。 就像自己如果没有观想之法女蛙图,在父亲纪一川的指点下从小努力,或许也能超越父亲,修炼个几百年也可能成为安禅郡的风云人物。 可有了女蛙图,纪宁的崛起步伐却能快上十倍都不止。 如果不是女蛙图,当初进入水浮,恐怕就是生死之局了,严格说没有女蛙图,纪宁资质不够高的话,甚至都不会被挪移进水浮。 一步快 步步快 想要走得更远更高更强,甚至成为三界大能者,那就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我定要进前三,甚至要夺第一。 纪宁看着那少延宣,这少延宣,就是我修仙道路上关键之处的一个拦路虎,必须灭杀。 二人目光遥遥相对。 仿佛目光都在碰撞,谁都能感觉到二人间那种决绝的气势。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轰! 轰! 二人同时身体一晃,进阶变成了三头六臂的巨人。 纪宁的六只手中是抓着六柄仙剑,而少延宣的六只手中却是抓着六条黑色长边。 纪宁,你剑术虽然厉害,可我却刚好克制你,你输定了。 少延宣的声音在胸腔中都有回音,他的六条手臂都挥动着,只见六条黑色长边都舞动了起来,每一条长边都扭曲着抽打着,就仿佛一条蜿蜒的黑色大蛇,长边上还有着一节节的锋利道刺,上面也遍布了符文,一股股强大波动弥漫其上。 少延宣,你一旦被我近身,那你必输无疑。 纪宁声音也雄浑无比。 二人嘴上说的都有些道理,其实也是想要令对方道心不定。 到了他们这一层次,道心稍微不定,那么实力发挥可能就差上了一些,关键时刻差上一些,恐怕就要败北了。 纪宁也在思索着,少延宣乃是用鞭的高手,一旦被他的鞭子困住,其他鞭子也会接连笼罩而来,到时候我就麻烦大了,说不定就要输掉。 所以我绝对不能给他机会,那么就不能瞒来,此战该以灵活为主。 什么样的对手,用什么样的战斗策略? 突然。 原本还在对话的二人,气息感应之下,同时朝对方冲了过去。 战斗瞬间就开始了。 刷! 刷! 纪宁周围绽放着水火莲花,他则是站在莲花中央的花蕊之上,这水火莲花能够影响对方的长边,虽然仅仅能影响一丝,可对战斗却有极大帮助。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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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黑色长边同时抽打了过来,都发出了仿佛雷鸣般的声响,就仿佛三条黑色蛟龙,气势霸道无比。 还有另外三条黑色长边却是悄无声息的仿佛毒蛇偷袭,也朝纪宁笼罩过来。 纪宁挥舞着仙剑,同时竭力迫近对方。 靠得越近,对自己优势越大。 鞭子,乃是需要空间施展的,距离越小,鞭子的威胁反而会降低。 痴痴痴剑光如丝,半空中一道道丝线在飞舞着,不断地碰触那些鞭子。 飞舞的丝线,带着无比的韧性,连绵不绝。 好强大的力量。 一交手少颜轩就感觉到了纪宁的可怕,纪宁虽然没有硬碰硬冲撞,而是凭借着那如水一般的剑法,一次次的将长边给引导开。 剑光和长边的每一次碰撞,都产生了惊人的震荡力道。 少颜轩感到自己的六只手都隐隐发麻。 鞭子施展起来一次次被震荡到一旁。 在施展摘星手之下,纪宁的力量的确是占着绝对优势。 黑白学宫五风仙人,白叔,小青他们,还有余威,玉池西月都紧张看着。 玄机老祖也无比的紧张。 纪宁和少颜轩二人一交手,似乎都很谨慎,都在熟悉着对方的手段,不给对方机会。 杀了他,杀了他。 玄机老祖狭长的眸子中寒光闪烁,默默念叨着。 忽然。 只见远处封禁大阵中的少颜轩的六条手臂同时变了,手臂表面竟然出现了大量的黑色鳞片,乍一看就仿佛一条蛇。 他的手臂一下子变得柔软无骨,之前还凶猛的鞭子,顿时变得更加的阴柔,疯狂的缠绕束缚像技宁。 第344章 前六人 这少颜轩输定了。 当看到少颜轩施展神通后,鞭子愈加的阴柔诡异时,夏皇不由摇头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啊,这少颜轩失去了平常心,竟然犯了这等错误。 吕洞宾摇头不在乎道,那纪宁刚开始非常谨慎并没有强攻乱来,所以少颜轩的鞭子才看似占据上风,而事实上纪宁乃是这十二人中论攻杀士最强的一个。 他不露出獠牙不代表他不强,而是他面对鞭子这等兵器比较谨慎而已。 谁想这少颜轩急于求成,占据上风后,竟然立即施展这一门神通,想要用鞭子束缚缠绕住纪宁,可实际上却是找死之道。 纯阳真仙们眼光何等高? 当少颜轩一施展那门不知名的神通,他们就发现这神通是令手臂柔软无骨,鞭法更加诡异阴柔而已。 在力量上反而有所下降。 纪宁和少颜轩一战。 少颜轩力量上本就屈居下风。 现在他头脑发热还施展这门神通,自降力量,不是找死吗? 纪宁刚开始很谨慎,六柄仙剑就仿佛流水一般抵挡的是滴水不漏,那少颜轩健壮还施展了神通,手臂都变得柔软无骨,他的鞭子更加的阴柔诡异,我力量虽然稍微下降,可鞭子更加阴柔莫测,只要束缚住他,我就赢定了。 这时候的少颜轩完全陷入了疯狂中,面对成为盗祖弟子的机会,他在冷静此刻也头脑发热了。 嗯?纪宁惊诧莫名。 我还没全力以赴拼杀呢,仅仅谨慎小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好仔细看看他的鞭法奥妙。 这个少颜轩怎么突然自降力量? 纪宁发现对方的鞭子更加阴柔后,当即心中惊喜莫名,他这是自寻死路啊。 自己修炼的是赤鸣九天图。 神通是摘星手。 力量上是绝对优势。 自己只是谨慎小心而已,对方竟然自降力量急于求成。 送上门来的机会。 纪宁爆发了。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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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耀眼的剑光瞬间滑过长空,每一道剑光都凶猛霸道异常。 摘星手,神魔炼体的力量都进阶爆发。 砰! 那黑色鞭子被纪宁的剑光扫过后,直接被一剑扫的抛飞了起来。 力量上差距太大了,鞭子都被震的抛飞,虽然扫炎轩还抓着鞭子,可他的手掌虎口也出现了裂口,蹦剑出了鲜血。 六道剑光,凶悍异常直接以最狂猛姿态或是扫,或是批,或是震,一个个鞭子进阶道抛了开去。 滑! 纪宁瞬间冲到了扫炎轩的身边。 扫炎轩大惊,脸色瞬间煞白,他明白自己操之过急,根本小瞧了纪宁,之前在旁边看得热闹,可是直到此刻他才知道纪宁的攻击和等狂猛,之前刚开始时他被震的手掌发麻,那还是纪宁小心翼翼谨慎慎的情况下,根本没爆发呢。 正面交战他明白了纪宁的可怕,可惜,晚了,纪宁已经到了他的身前。 我认输。 扫炎轩脸色煞白同时高声喊道,他的六只手也挥舞着鞭子,努力在面前出现一面鞭子墙壁。 吃,滑! 纪宁的六道仙剑闪烁挥舞而过,扫炎轩的声音才真正响起,他一开口,纪宁自然立即停手。 这是鄙视的规矩,谁敢违逆规矩,大夏皇帝可就出手直接击杀了。 即便纪宁停手,扫炎轩已经被切成了几节,随即身体迅速连接在一起。 我输了。 扫炎轩站了起来,眼中有着自嘲,我扫炎轩自认是很冷静之人,可没想到,这次我败就败在了我不够冷静。 盗祖弟子这一诱惑,还有纪宁你的实力,都让我压力太大,太想要赢了。 纪宁也觉得这一战赢得容易。 之前和刀奴一战时自己是拼尽了全力,反而和扫炎轩却是轻易就成了,自己之前还担心他的鞭子莫测非常小心谨慎的。 其实在前十二人中,不管是夏皇,还是吕洞斌等其他纯阳真仙,他们看好的其实是邋遢真人,纪宁,夏芒子山,黑石真人,牧传真人,仓无旧,金屋真人等一个个,至于少延轩,其实是不被看好的,可是再不被看好也是前十二人之一,按理说不至于败的这般惨。 他如果不急功近利,而是令鞭子更威猛,抵消些力量上的弱势,晋宁要赢下恐怕要熟悉鞭法的奥妙才行。 废物 玄机老祖看了严少延轩,眼中近阶都是冰冷,明知道他攻击强,还自降力量,真是废物。 少延轩默默盘膝坐下。 玄机老祖一肚子的火,他却忘了,之前他和少延轩说那般多,其实也令少延轩的心不够静。 冷静,面对大机遇也得冷静。 此次我爹得惨,玄机老祖都直接骂我废物,恐怕回到部族内其他族内高层也会愤怒不甘吧。 少延轩心中打定主意,既然在部族内要忍受风言风语,待得此次仙缘大会结束,我便离开部族出去闯荡。 他本就是极为冷静之人,此次一次头脑发热,失去了大机会。 这个亏吃得太大了。 吃一欠掌一智,他变得更加的冷静,思考着自己该走的路。 夏皇原本看好七个人,不得不艰难的做出决定让邋遢真人和九死真人厮杀一场,谁想苍无就突破了,夏皇看好的人上升到八个人。 这八个人,邋遢真人和九死真人厮杀了一场,可接下来该如何安排? 第四场,牧传真人战归原真人。 牧传真人就仿佛人形树木,太坚韧了,感觉比邋遢真人还难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防守的可怕敌人。 那归原真人就这么硬生生被他耗的神力消耗殆尽,被迫认输。 第五场,黑石真人战潜意真人。 那光头赤脚少年黑石真人的确非常强大,他施展出伏西棍阵,借助阵法,时而突袭,时而消失,潜意真人就这么被蹂躏的被迫认输。 第六场,下芒子山战金屋真人。 厮杀的最惨烈的当属第六场下芒子山对金屋真人。 他们俩都是被纯阳真仙们看好的,按照夏皇原仙的计划,是让下芒子山对白龙真人,金屋真人对苍无旧的。 可是苍无旧的突然突破,也成为了极厉害之辈。 无奈下,第二场苍无旧和白龙真人一战。 第六场下芒子山和金屋真人一战了。 那金屋真人很是厉害,也是对子山的一个磨练。 如果连金屋真人都击败不了,还成师尊弟子。 夏皇对自己的族内子弟也够狠。 这一战厮杀的也格外惨烈。 夏芒子山和当初与晋宁厮杀时相比更加强大了,他的棍法更加的内敛霸道。 金屋真人论速度深法也就仅次于苍无旧,攻击更加狂猛凶力。 二人杀的血液横流,疯狂无比。 最终金屋真人因为伤势更重,神力消耗殆尽不得不认输。 此战,夏芒子山胜。 自此,仙缘大会的前六人选终于完全出炉。 分别是邋遢真人,仓无旧,纪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夏芒子山。 前六竟然有两个是安禅郡黑白学宫的。 这,这,这,这黑白学宫到底什么地方,六大爵士妖孽竟然有两个都是他们门派的。 听说黑白学宫仅仅是安禅城内占了一小块地方的一个门派,门内弟子总共才数百人。 什么,弟子一共才数百人? 我们宗派弟子足足近百万人呢。 乃是整个大夏王朝都顶尖的大门派,连一个杀进前九十六的都没有。 他们竟然有两个都在前六。 这前六的人选。 两个是属于大部族的,分别是夏芒子山和仓无旧。 两个是散修,分别是黑石真人和木传真人。 两个是门派弟子,竟然来自同一个门派黑白学宫,便是晋宁和邋遢真人。 单单看这六人的来历,也难怪此时皇城广场上的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人们议论纷纷的都是这黑白学宫了。 哈哈,哈哈哈哈,五风仙人笑得嘴巴都歪了,他唱快非常,哈哈。 老酒鬼我竟然在生死之前还能如此风光,我就现在死都值了。 纪宁,小邋遢,好啊,好啊呀,哈哈哈哈,如果于威那丫头也杀进前六,那就更好了。 师祖,于威师姐也杀进前六,这个,是不是野心太大了? 旁边的木子硕听得眼角抽搐。 这算野心吗? 不算,我现在还在想,小邋遢和纪宁如果都能杀进前三,那就更好了。 哈哈哈哈,整个大夏王朝的仙缘大会前三,有两个人都是我黑白学宫的。 我做梦都能笑醒,去了阴曹地府我也能和地府判官吹吹牛了。 五风仙人的确开心无比。 当皇城广场上热闹无比时,在天盲殿主殿气氛却有些凝固了。 因为前六已定。 下一步,就是前三。 这前三中必定有一人会成为盗祖弟子。 前三,下芒子山目光中隐隐都有着雷电。 前三,苍无就坐在那低着头,默默念叨。 晋宁,邋遢真人,木船真人,黑石真人也个个沉默着。 甚至他们此刻都没有和旁人说话,无形的压力已经完全笼罩了他们六人,因为只需要一场战斗就能决定自己是否能进前三。 六个人,共三场决战。 三个淘汰,三个流。 谁淘汰? 谁流? 第345章 邋遢真人对木船真人 夏皇高座大殿之上,俯看下方,淡然道,先缘大会到如今,已是最关键之时,夏芒子山,仓无就,晋宁,邋遢真人,木船真人,黑石真人。 晋宁等六人都看向夏皇。 接下来的一轮,将决定你们六人中每三个有望被师遵守为弟子。 夏皇声音看似冷淡,可他的眼神也是扫过晋宁等六人,他也清楚,大夏王朝世界在三界动荡时诞生绝世英豪的话,很可能就在这六人中。 且其中注定有一个会被赤明道祖收为弟子,还有一个已经是玄武大帝的弟子。 你们先静心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开始这最关键之战。 夏皇淡然道。 晋宁等六人顿时一愣。 静心一个时辰。 冲进前三的无形压力早就让他们六个呼吸都困难了,他们都准备着要开始一对一厮杀了,谁想夏皇让他们先静心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的对战,将是你们命运转折之战。 夏皇淡淡道,随即不再多说。 夏芒,你还挺会折磨人的。 吕洞宾也于笑道,都说死亡不可怕,死亡前的恐惧才最可怕。 如果让他们马上比试也就罢了,你硬是拖上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那无形的压力恐怕会折磨着他们每一个人。 成盗祖弟子的机会,岂是那么容易到手的? 夏芒淡然道,我们九个可都是经历无尽生死劫难才有今日。 而他们才仅仅只是万象真人,不魔力一番怎么行,盗祖弟子的机会对他们无形的压力,正是最好的魔力。 诸位猜猜,这六人中,盗祖会选谁? 北帝仙翁道。 拉他真人进前三没问题,不过他是玄武大帝弟子,盗祖不可能选他,嗯,说不定是夏芒子山,这夏芒子山的霸气已经深入骨子里,估计野兽夏芒是气韵加持,只要能成为盗祖弟子,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我看好那个光头赤脚少年,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神农式的影子。 人族,乃是三界中无数种族中最强大的,在当年盘古开天地的上古世界中,女娲娘娘造人后,人族不断繁衍,学习,强大,一个个踏上修仙路,在上古世界中,人族就诞生了数个绝顶大能者。 人皇神农士,便是其中一位。 大势志,你脑袋坏掉了。 那个光头赤脚少年用的是伏羲棍阵,跟伏羲士道也能牵扯上点关联。 我看好纪宁,这纪宁才修炼三十余年,就如此妖孽,潜力不可限量。 盗祖或许会选这纪宁? 我觉得纳穆传真人不错。 我看好苍无旧。 夏皇等一共才九名纯阳真仙,除了邋遢真人没人选外,其他五人都有人看好。 纪宁,虞威,玉池希月,邋遢真人四人正坐在一起,虞威和玉池希月彼此相识也不敢开口,而纪宁,邋遢真人都沉默在那镜撕着。 虞威,他们俩现在这样,玉池希月担心传音道。 不用担心,他们俩虽然道心都厉害,可道祖弟子的诱惑太大太大,而且即将关键一战,让他们静静也好,也能魔力道心。 虞威道,他的修炼经验相对而言就要高多了,毕竟他拥有着前世记忆。 纪宁虽然也有前世记忆,可相对而言纪宁前世活得短,却只是凡人。 时间流逝,转眼一个时辰过去。 第四轮,也是最关键的一轮。 夏皇的声音突然响起。 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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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宁,邋遢真人,夏芒子山,黑石真人,苍无旧,沐传真人这六人的目光都非常炽热,同时看向了夏皇。 我经过仔细考虑,你们六人分三场。 第一场,邋遢真人对沐传真人。 第二场,黑石真人对苍无旧。 第三场,纪宁对夏芒子山。 声音雄魂,响彻大殿。 纪宁他们六人瞬间将目光投向了彼此的对手。 邋遢真人,沐传真人都是看起来朴素憨厚之人,这两个看起来憨厚的人却都是直接杀到了前六,此刻他们俩只能有一个进前三。 他们俩的目光彼此相对时,却都很平静,可是平静的背后是无可动摇的决心。 黑石真人,苍无旧都是特立独行的,黑石真人一直光头赤脚持着拐杖,苍无旧总是跟个老鹰似的,眼神都要吃人了。 二人摇摇看了眼,目光仿佛都要冒出火光了。 纪宁,夏芒子山是最凶猛的二人。 夏芒子山骨子里就霸道,他的棍法也是霸道。 纪宁乃是此次仙缘大会第一剑仙,看起来他一个清秀少年,可论力量他反而是最强大的一个。 憨厚对憨厚。 特立独行对特立独行。 凶猛对凶猛。 第一场,邋遢真人和目传真人你们俩去封进大阵内,可以开始了。 夏皇吩咐道。 是。 邋遢真人和目传真人都恭敬应道,随即都朝殿外走去。 夏芒,你这样安排还真是针尖对卖芒。 吕洞宾摇头,我都不敢说他们谁能进前三了,看不出了,看不出了。 正是因为看不准,才更期待。 夏皇虽然在和吕洞宾说话,可他的目光却是在大殿外的封进大阵中,即将开始的三场对战,每一场他都必须无比认真的观看,毕竟现场观看,和观看水印之术是完全不同的。 水印之术,仅仅只有印象。 而现场观看是能够感觉到道得波动的。 纪宁,他们俩谁会赢? 玉池西月也紧张万分。 不知道。 纪宁摇头,随即瞥了眼不远处的夏芒子山。 夏芒子山有所感应也看了过来。 二人对视了一眼,随即转移开都看向外面开始的一战,邋遢真人和牧传真人中,将有一人进入前三。 会是谁? 封进大阵内。 邋遢真人,牧传真人遥遥相识。 你是我此次仙缘大会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牧传真人平常总是憨厚模样,可此刻眼神却锐利如刀,他正中道,我看过你之前击败九死真人的那一战,不过,你会败在我手上。 哦,嘴巴说可没用,有厉害招数尽管使出来。 邋遢真人笑咪咪的。 轰!轰! 二人几乎同时变成巍峨巨人,进阶三头六臂。 牧传真人的六只手中进阶都抓着大锤,而邋遢真人则是赤手空拳,不过拥有玄武大神通的他根本不需要武器。 其实纪宁也一样不需要武器,他的摘星手令手掌都能媲美仙接法宝,可是摘星手牵扯太大,纪宁不敢随意暴露。 如果在赤明道祖面前暴露也就罢了,可是仙缘大会上人多演杂,自己一旦暴露恐怕会立即传播开,三界中恐怕知道者都很多,说不定会有和三寿道人有仇的大能者,直接铲除掉自己决掉三寿道人传承。 晋宁不敢赌,所以他从未用手掌去抵挡法宝。 虽说他的手掌比北冥剑还要更强。 吼! 巨大的龟蛇出现了。 隐隐还有着咆哮,在龟蛇中央的邋遢真人有着绝对的霸道,直接碾压般杀向牧传真人。 这是我的世界,木传真人瞇着眼面带陶醉之色,顿时周围整个封禁大阵中开始出现了一棵棵树苗,树苗迅速生长着,变成参天大树,参天大树枯死后化为灰烬,又有新的树苗长出。 大量的树苗在生长,三头六臂的木传真人也仿佛一人形树木似的,六只手臂都伸着仿佛树木的枝叉。 手中抓着的大锤就好似果子。 砰! 邋遢真人已经杀到,拳头宛如奔雷,轰隆碾压来。 木传真人却是挥动了大锤。 砰! 大锤撞拳头,木传真人只是重重的一步步行走来卸去冲击力,依旧宛如人形树木挥舞着六个大锤。 弓不破! 邋遢真人一惊,不愧是三百年前就成名的绝世天才,硬是憋了三百年到如今。 邋遢真人的攻势变了。 他直接施展了叠浪秘术,只见邋遢真人的攻击开始如同浪潮一般,一波比一波汹涌,不断的叠加递增。 以防守著称的木传真人也愈加吃力。 树木生长,必须有水。 木传真人面色微变,忽然低沉开口。 哗哗哗。 原本封禁大阵内处处生长的树木中出现了大量的水流,无数的水流环绕着这些树木,木传真人给人的感觉也变了。 之前的木传真人就仿佛人形树木,可是此刻的他却多了一股灵动,更加的灵活圆满。 两条大道 竟然同时走两条大道。 吕洞斌、夏皇等九名纯阳真仙顿时大惊,之前的一场场比试甚至明月山水途中,木传真人一直使用的都是青木大道的一些奥妙。 而眼前展露出来的远水大道木传真人之前从未施展过。 青木大道、远水大道,乃是相辅相成的两条大道。 一名万象真人同时在两条大道上有极为精深的境界,至少达到大道预境,整个仙缘大会中也就木传真人一人罢了。 这个看似憨厚的木传真人不展露则已,一展露,顿时震惊八方。 第346章 纪宁上场 谁输谁赢,还真难说了。 吕洞宾观看着,轻声道,他们俩还真是像,战斗风格同样浩浩荡荡,都是以绝对实力碾压对手。 嗯?夏黄等人都点头。 木传真人,邋遢真人非常的相似。 都是极为擅长防守。 进攻呢? 邋遢真人是直接赤手空拳,木传真人稍微好点用了六柄大锤。 可大锤实际上就是大号的拳头。 只是木传真人没有玄武大神通,自然不敢赤手空拳厮杀。 邋遢真人的赤手空拳是绝对不亚于那大锤法宝的。 砰砰砰。 二人正面碰撞。 邋遢真人就仿佛浪潮,一越加汹涌,越加可怕。 木传真人则是任性十足,六只手挥舞着六柄大锤,也一次次反攻。 大锤和拳头,砰砰砰的交击。 真相。 在阎王身后的纪宁都忍不住难难道,大师兄和这木传真人进攻手段都是这般浩浩荡荡,可越是这种浩浩荡荡,反而越难抵抗。 二人防守都绝对强,之后正面碰撞。 其他的爵士天才遇到他们,恐怕神力会被消耗殆尽,不得不认输。 大师兄像是一头玄武神兽。 木传真人像是一栋的参天大树。 正当技宁从中汲取经验,不断思索时,忽然。 原本气势越来越狂暴的邋遢真人突兀的停顿了下,那一叠浪般的攻势瞬间停滞。 木传真人立即发现这一破绽,一柄大锤顺势直接砸在了邋遢真人的胸口上。 砰,这一锤。 沉重无比。 邋遢真人体表的硅壳纹路都出现了裂痕,他的口中也喷出了鲜血。 砰砰砰。 木传真人接连挥动大锤,得势不饶人,邋遢真人几乎一瞬间就被砸中了树锤,当即中创,他竭力抵挡着同时也喊出了一句话,我认输。 哗。 木传真人当即退回,手中的大锤也消失了。 他也恢复了正常大小。 邋遢真人也变回了正常大小,他看着木传真人,有着一丝无奈,我输了,不过心服口服。 你刚才明明攻击的我都处于下风,怎么突然停下了? 木传真人疑惑道,你之前的攻势越来越狂暴,如果继续下去,恐怕我就得输了。 这叠浪秘术,如果能够永恒的不断叠加爆发下去,岂不是无敌了? 邋遢真人摇头道。 木传真人恍然。 是啊。 这是一门宛如浪潮般叠加的秘术,持续叠加下去,那还得了。 能够施展这门秘术如此之久,也是我这么多年施展最久的一次了。 邋遢真人摇头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此次仙缘大会对我魔力甚大。 蝶浪秘术进步也极大。 木传真人顿时对这邋遢真人起了敬佩之心。 前三,那可是有望被盗祖收为弟子的,这种绝顶大机会的错过,对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这邋遢真人竟然能够在瞬间就恢复过来,还能笑得出来。 单单这份道心,就足以让木传真人钦佩不已了。 而且之前交手。 木传真人也发现他们俩的心性,走的路线都很酷似。 修仙之路何等艰难,发现一个和自己都很相似的厉害人物。 简直就是知己,木传真人也是惺惺相惜。 恭喜木传道友了。 邋遢真人笑道。 此次和邋遢道友一战当真开心,修仙路上难寓意知己,邋遢道友就仿佛我知知己,如果有时邋遢道友定要去南海,我有时也会去安禅郡黑白学宫。 木传真人道。 一定。 邋遢真人点头,这一站下来,他也对这木传真人好感大增。 有些人,即便过去从未见过。 仅仅第一次接触,就能成为知己。 邋遢真人,木传真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道心,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想法,都那般的像。 知己难寻啊。 夏皇,吕洞遢等一众纯阳针仙都默默点头,之前木传真人突然施展出了又一门大道,他们就已经难以判断输赢了。 木传真人赢,也在情理之中。 迭浪秘数,本就有极限,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控制不住。 吕洞遢真人,即便是玄武大帝亲自施展,虽然不至于崩溃,可达到极限后也无法再提升了。 这邋遢真人能够施展如此久的蝶浪秘数,很难得。 这木传真人也很难得,竟然能够将玄武大帝的弟子击败。 大势至菩萨开口,他目光落在木传真人身上,显然颇有好感。 邋遢真人被击败也正常。 夏皇则是道,这邋遢真人当年进入安禅郡黑白学宫时,就是黑白学宫内普通一弟子,只是后来他越来越厉害,他就属于修炼到越往后,就越加耀眼的。 后劲极为凶猛的一种。 论修炼岁月,邋遢真人可比木传真人要短得多,其差一招也不奇怪。 我猜测,如果再给他们一百年修炼时间,恐怕邋遢真人就能击败木传真人了。 嗯? 后劲大。 一个个点头。 在修仙的最早期无比耀眼夺目,三界中太常见了。 真正罕见的是,不但修仙早期能夺目,甚至能够一路修炼到元神,反须的仙乃至天仙,真仙。 属于越往后那种后劲就越强,这种人物才算是真正的朴玉,越经过雕刻,他们就越加耀眼。 显然邋遢真人就是这种人。 他在少年时,很不起眼。 后来进入黑白学宫,也仅仅是普通弟子。 再后来,他成了三代弟子第一人。 现如今在仙缘大会上他都如此耀眼。 这种飙升,显然是很可怕的。 最重要的是,心性。 吕洞宾凯叹,我看得出这邋遢真人并不知道玄武大帝看中他了,他一直很竭力的想要冲进前三败在赤明道祖门下。 可是刚才那一战输了,按理说打击非常大,可是他竟然转瞬就能恢复平常心,还能笑起来。 如此心性,了不得呀。 嗯? 各个点头。 他们这群纯阳真仙越是观察,越是发现邋遢真人的一些优点,难怪被玄武大帝收为弟子。 第一战决出了前三的第一个人选,牧传真人。 这让黑白学宫五风仙人,牧子硕,苍江真人等等一大群人都遗憾无比,纪宁也是摇头叹息,没办法,这一战输得根本无话可说。 那二人完全是正面的碰撞,最终邋遢真人败了。 第二战开始了。 黑石真人站苍无旧 邋遢 玉池熙越和邋遢真人聊着,你眼光高,看得出这黑石真人和苍无旧谁能赢呢? 此刻外面的封禁大阵中那二人已经厮杀了起来。 让我先看看。 邋遢真人看似随意,可一直仔细盯着看,仅仅看了一个呼吸的时间,便轻轻点头,黑石真人的优势大,赢得把握更大。 哦! 玉池熙越疑惑,那苍无旧似乎非常凶利,速度快得惊人,你怎么说黑石真人赢的把握更大? 玉池熙越其实也很想问纪宁。 只是这已经是第二战了,下一战就是纪宁上场了,他当然不敢打扰纪宁。 邋遢真人笑道,黑石真人擅长伏西棍阵,凭借阵法,其实已经令苍无旧的速度几乎没有发挥余地了,黑石真人可以躲在阵法中,苍无旧根本无处寻他。 整个战斗局势完全被黑石真人操控。 他想打就打,想退就退。 按照你这般说的,凭借阵法,黑石真人不是无敌了。 玉池熙越疑惑。 不。 拉他真人摇头,这交战是必须奋出胜负的,苍无旧虽然深陷阵法当中,可是如果黑石真人不主动进攻,那么苍无旧完全可以悠闲地在阵法中慢慢等。 他的神力原力没有一丝消耗,而黑石真人需要维持那厉害的阵法,对原力消耗自然大,而且时间拖久了,恐怕皇帝陛下也会严令黑石真人必须出手。 否则这般拖下去要到何时? 玉池熙越轻轻点头。 所以最终决出胜负的,还是抗黑石真人的进身战。 当然他可以利用阵法的优势。 之前他们俩进身厮杀来看,黑石真人进身战完全不亚于苍无旧。 进身战相当,又有阵法掌握局势。 苍无旧的速度又无法利用,此战,苍无旧被完全克制,应该会输。 邋遢真人的话音刚落。 现在阵法中的苍无旧就仿佛现在囚龙中的雄鹰,一次次受伤,终于被黑石真人抓住机会,猛然中创了苍无旧,令苍无旧喊出了最不甘的一句话,我认输。 于是,前三的第二个人选也决出来了,黑石真人。 夏芒,你是不是不想这仓无就近前三? 他遇到纪宁,夏芒紫山,邋遢真人,牧传真人都还好,都能发挥他的速度身法来。 唯有遇到擅长伏袭棍阵的黑石真人最吃亏。 吕洞宾也遇到。 仓无旧的野心,大了些。 夏皇淡然道。 他就是打压。 那些大部族一个个底蕴深厚无比,只要有一个机会,就能一飞冲天。 他让纪宁战少延宣,让黑石真人战仓无就,其实都是算计压制。 至于纪宁,牧传真人等人,都不是大部族出身。 第三战也要开始了。 纪宁,小心点。 于威握着纪宁的手,轻声道。 纪宁轻轻点头,随即起身,朝大殿外的封禁大阵走去。 第347章 御收图 纪宁,夏芒紫山二人都朝大殿外走去。 这一刻天芒殿主殿内,九名纯阳真仙,近千天仙进皆看着这两名年轻人,前三的名额已经定下了两个,分别是牧传真人和黑石真人。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 他们俩谁会赢? 吕洞宾轻声道。 夏皇等一个个都沉默。 片刻后世集真君才缓缓道,二人实力相当,且都是近身战级擅长。 这一战杀到最后,结局恐怕是其中一方的神力消耗殆尽认输。 吕洞宾也轻轻点头。 紫山把握更大点。 夏皇开口。 于威默默看着纪宁,他很清楚纪宁想要借此机会败入道祖门下一飞冲天,他期待纪宁能成功,可也更希望纪宁能安全。 纪宁,小心。 于威忐忑看着。 只差一步就进前三了。 九连坐在东檐老祖的身后,他这一刻也默默希望着,纪宁,希望你能成功。 虽然已经分手,可在他心底纪宁永远是那一绝世天才,他不想看到纪宁落寞失败。 主人。 小青抬头看着高空中巨大的水墓中的场景。 宁儿,白水则更是忐忑不安。 师兄,一定要赢。 木子硕高声叫了起来。 云雾上,封进大阵内。 纪宁和夏芒子山遥遥相逝,他们俩都看似平静地站着。 可是这平静的背后是汹涌的信念,一定要赢。 他们俩都无比渴望进入前三。 而要进入前三必须击败眼前的对手。 他们俩一个紫衣青年,一个兽皮少年。 气质也完全不同。 紫衣青年有着天生的霸气以及皇族中自然培养出的贵气。 纪宁却因为前世和今生的遭遇,就像最朴素的土著少年,不过因为前世和平世界的影响,他也不卑不亢。 我们又碰面了。 下芒子山声音雄魂,上次你可是败在我手,这次你还是会败。 我修炼至今仅仅三十余年。 纪宁淡然道,真正成为子府修士至今更是十余年而已,十余年便达到如此境界。 而在明月山水途中的一年中的无数厮杀,足以抵得上之前十年的苦修。 上次你和我一战至今都过去半年了,半年时间,我的实力早就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下芒子山瞳孔一缩。 的确。 纪宁修炼的短暂岁月的确让人心计。 你半年来进步了,我也一样。 下芒子山天生的傲气令他发出了怒笑声,有什么手段尽管失出来,否则败了别不服气。 来吧。 纪宁平静看着下芒子山。 这种平静,背后却是更加疯狂的战役。 下芒子山当即身体一晃。 化为二十丈高的巨人,也升出了三头六臂。 纪宁也是如此,化为十八丈巨人,也是三头六臂。 在法天象的上纪宁的确参悟的比下芒子山这种修炼数百年的要少些,不过法天象的在修炼的早期阶段,对实力的增加其实远不如其他神通。 比如万读者等神通。 在早期是比法天象的更好的。 不过法天象的到了后期,特别成了天神往后,那才真正厉害可怕。 至于现在。 纪宁施展二转摘星手时,法天象的神通对他的双手力量根本没有丝毫增加。 吃我一棍。 下芒子山咆哮着,疯狂无比。 三条黑色铁棍同时划过长空。 以无可匹敌的气势直接劈向纪宁。 棍,本就是一众兵器。 必须真正力量极大者才能发挥出棍的优势。 棍和刀剑比,灵活方面要差。 棍和长枪比,长枪也是长兵器,且还有锋利的毛间。 在穿透性上棍比长枪差些。 可是棍有一巨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尽情的砸。 在三界中,特别是一些以力量著称的天神存在,用长棍的极多。 一棍之威,戳可穿透天穷。 砸,更是可砸碎大地。 两个力量,境界,神通都一样的人。 用棍的,自然要比用剑的要威猛霸道的多。 这就是兵器类别的特殊处。 选择适合自己的兵器的最好的。 显然下芒子山是最适合用棍的。 轰。 棍棒劈来,天地变色。 纪宁手持六柄仙剑,虽然用仙剑蛮横的硬碰硬不太适合,可纪宁仗着神通却要尝试一番,直接硬碰硬去抵挡。 三道棍棒洪流。 六道耀眼见光。 直接碰撞了起来,一时间周围震荡,威能大的可怕。 硬碰硬下,二人竟然不相上下。 竟然相差无几。 纪宁一惊,上次我还处于绝对劣势,我连连突破。 不过这下芒子山也突破了些,正面碰撞看来要剩他是没希望了。 而且我的摘星手神通消耗神力非常惊人,根本不能持久厮杀。 纪宁很清楚自己的弱点。 自己在剑道上很强,不过在普通的道上,仅仅才掌握两条。 像下芒子山雷电大道上和自己剑道相比略微弱些,可普通道却是掌握整整四条。 且半年来不断融入,他的棍法也愈加微能大。 自己神通更强,弥补了弱点。 可神通厉害,消耗神力也更大,论持久厮杀下去,恐怕自己会先神力消耗殆尽。 我本是剑仙,何必和他硬碰硬。 纪宁剑法一变。 原本还是直来直去的六道耀眼剑光,瞬间就变了,纪宁的剑光就仿佛连绵不绝的水流,不断的一次次扑击向下芒子山。 下芒子山则依旧是他的风格。 他的棍法大开大合,时而狂劈。 时而抽打,时而猛的戳过去。 纪宁剑法如水,连绵不绝,下芒子山的棍法进阶无功而返,可纪宁也没有在下芒子山身上留下一道伤痕。 一点机会都没有,看来得施展那不成熟的剑法了。 纪宁暗暗想道。 哗! 纪宁的剑法又变了。 只见纪宁的六柄仙剑,有的仙剑狂暴如火,也蕴含着剑道的锋利。 有的仙剑缠绵如水,一次次影响对方缠住对方。 有的仙剑飘渺不定。 迅捷快速。 不同风格的剑法,纪宁却同时施展出来,这对心神负担很大。 而这种战斗方式是纪宁看邋遢真人实战蝶浪秘术后的一个想法,蝶浪秘术,便是四只手防守,两只手进攻。 而后形成一种叠加循环,纪宁虽然没弄懂,可是邋遢真人的战斗方式也触动了他。 剑,可当长枪。 却不如长枪穿透墙。 可当战刀,却不如战刀凶悍。 可当棍子,却不如棍子重,剑有双刃,灵活无比。 战斗风格多样。 我施展出三头六臂神通后,如果六条手臂施展出不同的风格,或许会彼此影响令实力降低,可也可能如邋遢真人一般。 反而彼此辅助实力大增。 纪宁之前就在脑海中不断推演。 之前观战时他一直沉默,也是分心在想,因为他在黑白学宫中曾经修炼过小五行剑路,其中就有五行的一些联合手段,纪宁仔细思索后。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雏形,此刻便施展了开来。 哗哗哗,有的剑光如水,有的剑光如火,有的飘渺不定。 纪宁整个人飘然无比,时进时退,剑法也同样变换不定,大量的剑光呼啸。 一时间纪宁战斗起来的不同的剑光,就仿佛是一曲乐曲,时而轻生,时而高亢,时而连绵不绝流淌,时而浩浩荡荡爆发。 水、火、风、空间,以及剑道。 自己的一切感悟都融入剑道中,一切随手拈来,纪宁有一种很美妙的感觉,仿佛诸多剑法彼此配合,相辅相成,一切都自然而然,自己根本不用刻意想到底该出什么样的剑法。 一切都顺着这种美妙感觉。 不要打破这种感觉,顺着这种感觉尽情施展。 漂亮! 真漂亮! 剑法竟然也能施展的这般漂亮! 天盲殿主殿内的近千天仙老祖们看得都心旷神仪,纪宁三头六臂施展出的不同剑法,简直就像是一幅美丽的水墨画,水墨泼洒,却有着动人心魄的美丽。 此刻纪宁身影如风,六柄仙剑飘渺,完全将剑法的精髓施展出来了。 剑,本就复杂无比。 单单基本剑式就分成十三种,要比棍、枪、刀之类的都要复杂得多。 这复杂了,如果真是高手,就仿佛材料多了,就能做出绝顶的美味。 如果是弱手,太复杂反而什么都做不好。 天才! 天盲殿主殿吕洞斌忍不住惊叹,竟然在如此关键之战,进入了如此深层之境。 如果我看得不错,他现在处于无私无想境界,一切境界随心,这种境界下他施展出的剑法,自然超常发挥。 而超常发挥的剑法,他也会牢牢记住,等到这一战过后,他到的境界以及剑法都能大增。 的确是剑道难得一出的天才。 大士智菩萨忍不住道,我佛门愿纳此等天才。 他其他的道,才悟出了两条。 可剑道之高,却是仙缘大会中绝对的第一剑仙。 吕洞宾忍不住道,他的确是天生的剑仙,在剑道上的天赋简直不可思议。 下芒,这几宁,如果你们不收,我收他为弟子如何? 东华,你也新养了。 佛门都新养了,我就不能新养。 吕洞宾则是看向下皇。 下皇摇头,此次仙缘大会前六,都得先紧着我师尊麾下的众多师兄弟们挑选。 如果这几宁没人选,再让吕洞宾你当他师父如何? 屁话,这么一个天生的绝世剑仙胚子,你们会不选。 吕洞宾顿时摇头。 第348章 闭关 下皇一笑不再多说,纪宁等人本就是大夏王朝世界的,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将来可能会成为三界强者的人物自然是笼络在自己这一边,岂能放出去。 你这老家伙。 吕洞宾撇嘴,看你笑得美滋滋的,你难道没发现现在纪宁现在实力在提升,他的对手下芒子山处于劣势了? 他可是你下芒是子弟。 的确,此战紫山要输了。 下皇很平静,他败给纪宁我没话说,而且紫山的性子,太过狂傲,所谓过刚一蛇,以师尊的性子,就算在他和纪宁中选,恐怕师尊也会选纪宁。 这下芒。 其他纯阳真仙们都摇头。 不过下皇都说这话了,他们也只能放弃对纪宁的心思了。 其实如今三界中暗流汹涌,大下王朝世界又是气韵极强盛的一大世界,未来诞生的三界强者,这大下王朝世界的确是非常有希望诞生的。 只是他们也不清楚即将的动荡劫难多大。 这动荡越大,就越可能诞生大人物,甚至道祖籍存在都可能诞生数位。 不过分散在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中,大下王朝世界到底能诞生什么样的强者也是很难说的事。 邋遢真人为玄武大帝弟子,便是大骑运者。 前三中还有一人会被赤明道祖选中,也是大骑运者。 这一次仙缘大会将来有两三个大人物算了不得了。 正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们对纪宁的渴求并不是很大,毕竟纪宁现在才万象真人,谁都不敢说将来能走到哪一步。 封进大阵内。 下芒子山是越战越心惊,眼前的纪宁的六柄仙剑简直就仿佛动听的乐曲,美丽的舞蹈, 看纪宁的剑术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 可这种享受,下芒子山承受不起,他只感觉到越来越憋屈。 任凭他怎么反抗,都是处于下风。 纪宁的剑,太不可思议了。 或狂暴,或温柔,或迅捷,或缓慢,下芒子山都手忙脚乱,身上一次次出现伤口,鲜血飞溅。 他的神体也在一次次恢复。 不!我不甘心,我要赢,我一定要赢。 下芒子山眼中都有着雷电霹雳,郁佳疯狂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的霸道,是一种豪爽让人心服的话。 此刻下芒子山的疯狂,却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处于绝望中的疯狂。 他在竭力撑着。 幸亏他在称,纪宁也能更久的沉浸在这种美妙的境界之中,这种无私无想境界,并非是真的完全不想。 而是一切寻着本能,寻着天道的一种无形的引导,简单说简直就是有如神柱。 一种难得的巅峰状态。 有些诗人,突然能有如神柱写出流传千古之诗。 可一辈子也就那么一两手罢了。 纪宁此刻就是陷入在此等美妙之境。 我认输。 忽然一道不甘的声音响起。 纪宁这才惊醒。 搜。 纪宁停下,只见周围满是鲜血,下芒子山的半截身体都在远处,他的身体正迅速飞到一起开始愈合,只是满是血迹的他眼眸中满是不甘。 可惜这么快就结束了。 纪宁明白刚才那等境界是何等的难求,如果下芒子山再坚持更久一点就好了。 不过自己体内的神力也已经消耗过半了,这次厮杀时间也算够久了。 紧跟着纪宁心中便涌出了狂喜,赢了。 我赢了。 赢了。 前三,我战斗的场景。 夏皇便会送给赤明道祖。 赤明道祖或许便会选我当弟子。 晋宁期待着渴望着,不过最好我能夺得此次先缘大会的第一,这样一来,被赤明道祖选中的机会就更大了些。 赢了。 皇城广场上三千六百郡的队伍中,其中的安禅郡队伍很多人都欢呼了起来,虽然他们来自安禅郡的各个势力。 可是这一刻他们都是安禅郡人。 之前邋遢真人失败他们就很遗憾了,现在纪宁成功杀尽前三,他们个个也感到无比自豪。 师兄,师兄,我就知道你行的。 哈哈,那下芒子山天宝山还将他定在第一呢,一样被我师兄击败。 木子硕激动无比,高声喊道,第一,第一,夺先缘大会第一。 夺第一。 小青也口吐人声,发出兴奋叫声。 白水则也笑了起来。 一片笑声欢呼声。 于威摇摇看着走出封禁大阵的纪宁,这一刻天芒殿内所有的天仙老祖们都在看着纪宁,纪宁是最耀眼夺目的存在。 于威也感到一阵激动。 为纪宁激动。 嗯? 于威激动万分,近前三了,或许纪宁能成为道祖的弟子。 九连也摇摇看着,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这一刻他的心灵忽然很平静,对纪宁和于威他还有嫉妒。 可是对单独的纪宁,他有的只是祝福。 自此先缘大会最重要的前三已经决出来了,这三人也都并肩站在了天芒殿主殿上,等待着大夏皇帝的命令。 那些天仙老祖的目光中都有着一丝羡慕。 他们三个中,定有一个会成道祖弟子。 如此机遇,我们却是根本都碰不到。 说不定将来他们中的一个,会让我们也得尊敬万分。 天仙老祖们一个个唏嘘楷叹。 不过, 三个人中,也就一个会成为赤明道祖弟子罢了。 其他两个人相对而言就差得多了,运气好,或许能被纯阳真仙收为弟子。 可成为纯阳真仙弟子,和成为道祖弟子的区别太大了。 一旦成为道祖弟子,几乎板上钉钉成天仙。 而纯阳真仙弟子,杜杰失败的太多太多了,只能说和普通修仙者而言,杜杰成功的可能性高很多而已。 普通修仙者,便是十万计的返虚帝仙中恐怕都没一个能成天仙。 成纯阳真仙弟子,得真仙倾心教导,恐怕十个中或许有一个能成天仙吧。 这也看人的。 有的人擅长叫弟子,有的不擅长。 就比如论叫弟子,吕洞宾显然要比夏皇等人要强多了,吕洞宾的弟子中,甚至都有一名纯阳真仙。 这也是三界中的一段佳话。 夏皇俯看下方的三名年轻人,露出微笑道,我必须恭喜你们,这是大喜,你们将来很久以后也会明白此次仙缘大会对你们的特殊。 这是你们命运的关键转折,显然你们三人都将一飞冲天,只是谁飞得更高,就很难说了。 晋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三人都乖乖听着。 你们三人中必定有一人会成为盗祖弟子。 夏皇开口,至于其他两人,我可以承诺你们,你们也会败在纯阳真仙门下。 哗! 下方的近千天仙一片震惊。 什么? 盗祖收弟子就罢了,前三的另外两个也会败在纯阳真仙门下。 纯阳真仙们也不会轻易收弟子的,怎么这次一下子就收两个? 看来此次仙缘大会当真不一般,先是盗祖选弟子,竟然纯阳真仙也选。 这些天仙们也意识到了特殊,其实也因为地位不够高,他们后知后绝罢了。 在三界中的大能者,强者们,早就意识到一场动荡即将到来。 这场三界动荡,恐怕还不会小。 他们自然早早就布局。 盗祖弟子 纪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都想着要成盗祖弟子。 纯阳真仙 盗祖弟子和纯阳真仙弟子,可是相差百倍千倍。 特别是纪宁,早就有三寿道人传承,星辰殿内也有一条条道乃至大道引导,纯阳真仙。 对纪宁的吸引力真的不大。 他还是很渴望成盗祖的弟子。 当然你们都会很想成为盗祖的弟子,那么最后的交战就很重要。 夏皇道,一个时辰之后,你们三人彼此将进行最后的对决,分成三场比试。 纪宁占黑石真人 木传真人占纪宁 黑石真人占木传真人 三场,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人分别比试。 这三场比试,我会用水印之术记下,送给师尊。 由师尊观看你们的这三场比试,最后决定选谁当弟子。 夏皇道,这三场比试,你们更重要的将自己的本领进阶施展出来,毕竟即便得到先缘大会第一,也并非一定会成为盗祖弟子。 这要看盗祖的选择。 当然,得到第一,成为盗祖弟子的可能会更高些。 纪宁三人都默默等待着。 现在你们三人进入明月山水图,外界一个时辰,里面在里面可闭关静修一个月。 夏皇道,这一个月,你们好好吸纳此次先缘大会的经验,准备最后的比试。 是。 纪宁三人都应道。 夏皇挥出了卷轴,明月山水图悬浮着,直接将纪宁,木传真人,黑石真人都嗖嗖嗖收了进去。 明月山水图中,月光照耀,山顶之上,纪宁盘膝而坐,在另外两个角落也分别盘膝坐着黑石真人,木传真人。 他们三人此刻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们中,只有一个能成盗祖弟子。 文。 纪宁盘膝坐着,开始回忆起了之前和夏芒子山一战的收获,大量感悟涌上心头。 第三百四十九章第一 论外貌,纪宁他们三人乍一看都是少年模样,不过即便是年龄最小的纪宁今生都过去三十多年了,其他二人更是修炼早就过百年了。 这是。 黑石真人,木传真人同时转头,看向纪宁方向。 只见纪宁盘膝坐在那,周围却忽然有一阵阵风环绕着纪宁,同时到的波动降临。 什么,突破了。 黑石真人,木传真人心中都是一惊。 他们当然看得出纪宁应该是悟出了一条风类的完整的道。 竟然在这关键时刻又悟出了一条道,这纪宁本就厉害,论晋身战,那刀奴真人,夏芒子山都很强,可都败在纪宁之手。 现在又突破,他的晋身战恐怕比我还要高。 黑石真人略意推算不由有些焦急。 在明月山水图中,他比较占便宜。 因为在明月山水图重要的是能活命,幸福足够就行了。 他在阵法上的造诣自然能够大大施展。 可是此时的一对一决战必须要奋出胜负,他就吃亏了。 他的阵法造诣对他的帮助就没那般大了。 不过道祖选弟子,并非一定选第一。 黑石真人暗暗道,到时候比事时,我将我在阵法上的感悟进阶施展出来,让道祖看到我的阵法实力,相信道祖会选我。 他近身战也很强,近乎下芒子山一个级数。 可他更自信的是阵法。 他在阵法上耗费了太多太多的心力了。 静宁感觉着周围道的波动,睁开了眼。 露出了一丝笑容。 疾风之道,终于误了。 其实早在当初将雨水之道误透的时候。 烈火之道,疾风之道都已经近乎圆满了,只是这两条道都欠缺些,不过这一年来的一次次厮杀魔力对自己的帮助特别大,终于接连将这烈火之道疾风之道都掌握了。 三条道,雨水,烈火,疾风,都掌握了。 静宁也明白。 自己的感悟中主要就是这三条道,这三条道属于齐头并进的,能够在仙缘大会中接连掌握倒也不算意外。 我的剑道,进步也颇大。 静宁欢喜。 之前和下芒子山一战,在剑道感悟上的确进步很多。 只是三尺剑第七室,第八室,第九室,是大幅度的提升。 毕竟第八室就媲美普通天仙水准。 第九室更是能让北行仙人以散仙之身,发挥出天仙战力。 静宁现在剑道的感悟,在第七室和第八室之间,还远没有到施展出第八室的程度,可进步其实很高了。 至少战力飙升了一大截。 皇帝陛下给了我们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时间,我要将雨水、烈火、疾风这三条道,尽量融入剑道中。 令我剑术威能更强。 静宁暗暗想到,随即便静下心参悟了起来。 天盲殿主殿。 大家都在等一个时辰后的那三场对决,那三场对决可是会被水印术记载下让赤明道祖观看的。 静宁之前和下芒子山一战,陷入无私无想之境。 想必进步不小。 等到他们闭关出来,静宁的实力肯定又提升了一截。 论攻杀,他恐怕是此次仙缘大会绝对的第一。 而牧传真人应该是仙缘队防守中绝对的第一。 黑石真人,则比较吃亏一些,如果是外界自由厮杀。 他一阵法宗失别人很难杀他。 可是这是仙缘大会一比一,必须得彼此厮杀。 斥即真君淡然道。 算来,仙缘大会第一,应该是静宁或者牧传真人。 嗯? 对。 黑石真人是吃亏了些。 吕洞宾等人也都点头赞同。 夏皇更是点头,静宁在明月山水图世界中闭关时又悟出了一条道, 这应该就是之前和紫山一战的收获触动。 无思无想之境后,实力提升。 是在预料中的。 纯阳真仙们都很淡定。 相对而言,这最后的三场比试,胜负的重要性相对要弱些。 因为排在第一,也并非一定会被赤明道祖选中。 不过毫无疑问。 得第一,肯定被选中的可能更大些。 毕竟古往今来,更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转眼一个时辰过去。 唰唰唰。 三道身影从画卷中飞出落在了大殿之上。 陛下! 纪宁三人恭敬道。 这三场厮杀,第一场,纪宁你和黑石真人。 大厦皇帝吩咐道,三场厮杀结束后我会安排你们去我大厦王朝宝库,任选一门神通的。 不过和成为道祖弟子相比,选神通也只是小事了。 纪宁三人都默默听着。 开始吧。 大厦皇帝吩咐。 是。 纪宁和黑石真人相视一眼,随即都朝大殿外走去。 战斗到如今这一步,纪宁他们三人都已经没什么底牌了,一切都早已都施展出了,所以吕洞宾等一众纯阳真仙们看得非常准。 黑石真人明明擅长众多阵法,可纪宁就站在那一动不动,仅仅在周围施展出了一水火莲花保护自身。 你黑石真人如果现身,我们就打一场。 如果你不现身,那我也不乱跑。 于是。 黑石真人开始了尽情的表演,将他阵法宗师的能耐一一展现,那看似简简单单的伏羲棍阵却是施展出了一个又一个大阵,或是幻阵,或是杀阵,或是封禁阵法。 甚至阵法重叠,迷幻杀击无穷。 可纪宁根本无需破阵,他只需要等待黑石真人和他一战就可以了。 表演了一些厉害阵法后,黑石真人才和纪宁厮杀了起来。 果真。 在晋身战中,如今实力又大尽的纪宁,最终还是击败了黑石真人。 第一场,纪宁胜。 而第二场木传真人和黑石真人又站上一场,木传真人比纪宁还要无耻。 纪宁虽然站着一动不动,可好歹和黑石真人疯狂厮杀一场。 木传真人根本就是将他的不动如山人形参天大树完全全是了一遍,无论黑石真人如何攻击,木传真人都能抗下。 并且还顺着反攻一番。 就这么的,黑石真人活活神力消耗殆尽,最后不得不认输。 第二场,木传真人胜。 而第三场便是纪宁和木传真人交手了。 这一战明显要比前两场精彩多了,前两场纪宁,木传真人在黑石真人的阵法中根本不敢乱跑。 而纪宁和木传真人,那却是正面的碰撞。 纪宁,乃是仙缘大会中攻杀最强者。 赤鸣九天图十二重,剑道极高,三条完整的道,更有神通摘星手。 木传真人,乃是防守最强者。 神魔炼体丝毫不差,更有青木大道远水大道两条大道相辅相成。 这一战。 纪宁尽情地施展着剑术,疯狂倾泻着一切攻击手段。 木传真人刚开始还想要反攻,可很快就被纪宁逼得几乎九成都在防守,偶尔再能还手一次。 因为纪宁和邋遢真人不同,邋遢真人是浩浩荡荡的碾压流,可纪宁的手段太灵活了,剑术也或是狂猛,或是凶利,或是迅捷,或是揉水。 所谓九手必师。 在厮杀中,一边总是防守,肯定要吃亏。 拉遢真人的叠浪秘术还会崩溃。 可纪宁的剑术却不可能出现崩溃的,他连绵不绝的剑术,令木传真人开始受伤,随着受伤,就每况愈下。 最终,木传真人不得不认输。 我神力消耗了七成,狂功如此之久,他才输掉。 晋宁也是一阵冷汗,自己施展债新手消耗神力太快,如果木传真人再坚持一段时间,自己恐怕神力就要消耗殆尽了。 三场比试。 晋宁胜两场。 木传真人胜一场。 黑石真人败。 赢了。 哈哈哈哈,赢了赢了赢了,皇城广场上安禅郡的队伍中发出了无比兴奋的喧哗声,各种叫声欢呼声,哈哈大笑声简直都传开了。 聚集在皇城广场上的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过百万人,知道到祖收弟子室的屈指可数,对于他们而言,千元大会夺得第一才是最荣耀的。 第一,第一了。 木子硕激动得满脸通红,激动无比,我晋宁师兄第一。 苍江真人更是唏嘘楷叹,当初看激宁师弟斩杀少颜农,一切游在眼前。 没想到激宁师弟修炼如此短岁月,竟然能够在此次仙缘大会上夺得第一。 真是,真是神奇,神奇。 第一。 五蜂仙人激动得将手中的九葫芦都猛地砸到了地上,仿佛疯子一般,激动若狂,哈哈哈哈,我黑白学宫的弟子,夺得了仙缘大会的第一。 我黑白学宫从古至今从未有过,从未有过呀。 哈哈,仙缘大会第一,是我黑白学宫的弟子。 哈哈,痛快,痛快,痛快呀。 激宁真是了不起。 北山百威呼吸都有些急促,太激动了,竟然夺得仙缘大会第一,我想都不敢想激宁能夺第一,真是不可思议。 主人好厉害。 小青眼睛放光。 大哥,白水则却回忆起了记忆川,御迟雪夫妇指点激宁炼剑的场景,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当初教他身法,教他剑法,他现在便是仗着手中剑,成为整个大夏王朝无尽大地上仙缘大会第一。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白水则泪水流着,激动无比。 第三百五十章玄武大地 三界的虚空深处,有一片世界从混沌中开辟而出,内涵无尽浩浩荡荡的海水。 无尽海水,岛屿座座,修仙者乃至仙人更是常见。 在这一片的世界的中央,海水环绕的岛屿之上,正有着美轮美奂的一座座宫殿,上面仙子,神兵,神江遍布处处,在那最高的一座宫殿的上方,正有着一巨大的太极图高高悬挂, 这悬浮的太极图正不断地释放着无尽黑光白光。 一名黑发老者正盘膝坐在云床之上,那巨大的太极图就是在他的正上方。 闻? 黑发老者睁开了眼。 童儿? 黑发老者淡然开口。 下方一直乖乖后命的一对志同男女,其中那穿着金衣男童帘乖乖英道,祖师。 去,将你赴海师叔叫来。 黑发老者吩咐道。 是。 金衣童子恭敬英明,一迈布面前便挡开连衣,直接穿梭虚空消失不见。 在这一方世界的海洋深处,有着一座水宫。 金衣童子便直接穿梭虚空来到海底深处,所过之处,海水分开,直接来到了那通体泛着碧绿色的水宫之前。 水宫前有着大量兵将守卫,看到来人当即要阻拦。 赴海师叔。 金衣童子喊道。 声音一响起。 水宫内部,一名穿着深绿色甲楷的高瘦男子,眼神泛着忧虑光芒,被他盯着都让人心中发颤。 而在他对面则是一名白袍秀士。 二人正在畅快的喝酒聊着。 不是卫兄不帮你,可你也知道,我现在被师尊尽足,卫兄也是爱莫能助啊。 来来来,别谈这些扫兴的事,我们喝酒。 深绿色甲楷高瘦男子端着大碗,畅快喝着,那一碗酒好歹也有一两斤,却是被直接仰头喝下。 闻。 这深绿色甲楷高瘦男子忽然面色一变,当即心中一动。 哗。 原本在水宫外的金衣童子直接被挪移了进来,出现在了面前。 富海师叔。 金衣童子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师侄怎么会来我这? 深绿色甲楷高瘦男子连道,眼前这金衣童子虽然仅仅只是一天仙,可却是长期跟随在玄武大帝身边听命的,他也是客客气气,不敢怠慢了。 旁边白衣秀士也连站起,连道,见过仙童。 金衣童子瞥了眼白衣秀士后,只是略微点头,随即道,富海师叔,我奉祖师之命前来寻你。 哦。 富海一听顿时连道,那这就走。 富海也和一旁白衣秀士连道,师尊有命,我不得不。 兄长尽管忙自己的事,我也不在这逗留了,再去天界走上一趟,看能不能找人帮我那可怜孩儿。 白衣秀士连道,随即便飘然离去。 师尊。 身绿色甲楷高瘦男子恭敬道。 上方坐在云床上的黑发老者轻轻点头,面带微笑,富海,我有一事需要你去做。 师尊尽管吩咐。 富海恭敬道。 百年前,我在三千大世界之大厦世界收了一弟子。 黑发老者淡然笑道,也是你的小师弟。 小师弟。 富海惊愕。 百年前。 师尊收徒是何等大的事,他之前却是丝毫不知。 他本名张起,是在大厦世界一个叫黑白学宫的小门派中学道,现在仅仅才是万象真人,被他人称之为邋遢真人。 黑发老者笑道,此次大厦世界中举行了仙缘大会,你这小师弟便参加了这仙缘大会,现在仙缘大会已结束,你便去一趟那大厦世界王兜,将你小师弟接来我这,此次前去,你万万不可惹祸,只需将你小师弟接来便可。 是。 富海恭敬应道。 去吧。 黑发老者点头。 富海当即恭敬退下,随即便离开了这一方世界,前往大厦世界。 大厦王朝世界,王都,天盲殿主殿。 纪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都恭敬站着,等候大厦皇帝的命令。 这纪宁当真厉害。 修炼三十余年就夺得此次仙缘大会第一,看来极为有希望被盗族选为弟子。 快了,马上陛下就要将记载战斗场景的水印送往盗族那了。 下方的近千天仙们也都议论纷纷。 仙缘大会已经结束,纪宁第一,牧传真人第二,黑石真人第三。 只是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齿明道祖会选谁为弟子。 仙缘大会第一那只是一个虚名罢了,齿明道祖弟子,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你等三人。 大下皇帝声音忽然响起。 纪宁三人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之前三场交战的场景,我一一用水印之术记载下。 现在我便前往师尊啊,将这水印献给师尊,由师尊定夺。 大下帝皇的声音还在响着,只见一道白衣夏皇出现在了一侧,这白衣夏皇和夏皇本尊容貌一模一样,只是衣着有所区别。 搜。 白衣夏皇当即一迈步,便已经到了上方虚空之处,接着就撕裂虚空,离开了这一方大世界。 纪宁三人都紧张万分。 那白衣夏皇显然是第二元神或者是分身,显然是去见赤明道祖了,现在就等赤明道祖的选择了。 到底选谁? 我的阵法,比我的晋身杖更强。 道祖的眼力自然极高,肯定能够看出我在阵法上的造诣。 黑石真人排在第三,心中思绪更是复杂,以我的阵法造诣,道祖应该会选我。 我夺得第一,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只能等赤明道祖选择了。 晋宁默默道。 就看有没有那个命了。 牧传真人也暗暗想着。 上方又传来大夏皇帝的声音。 我第二元神已经前往师尊啊,不过师尊何时见我,何时选定弟子却是难说。 大夏皇帝看着下方在忐忑等待的三人,显然对晋宁三人而言,此刻每一秒都难嘛难挨,你们三人作为此次先缘大会前三,可去我大夏宝库任选一门神通。 齐王。 大夏皇帝开口。 陛下。 齐王当即起身硬道。 你带他们三人前往我大夏宝库,让他们去选一门神通吧。 大夏皇帝道。 晋宁三人此刻哪有心情选什么神通,如果是平时,大夏王朝宝库的神通任由选择,他们会激动弱狂,无比兴奋。 可是现在等待赤明道祖的选择,让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选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到底会被会被选中,赤明道祖会选谁? 选我,选我,选我。 去吧,待得我第二元神归来,我自然会将师尊最后的选择通知你等。 大夏皇帝说道。 是。 晋宁、牧船、黑石都恭敬硬道。 随即跟随着那齐王一道沿着侧面的路道离去了。 大殿内的晋千天仙还有那些被淘汰的万象真人天才们,都羡慕看着晋宁三人离去。 之前大夏皇帝都已经说了,这三人中必定有一个被盗族选为弟子。 其他两人也会被淳阳真仙选为弟子。 也就是说晋宁三人不管怎样身份地位都已经有了一个月前,他们这些被淘汰的怎么能不羡慕? 于威,邋遢,你们俩说晋宁会不会被盗族选为弟子。 玉池西月又激动又紧张,他最重要的亲人啊,他当然渴望晋宁能够一步登天。 如果那样,晋宁将来对付少颜事恐怕都要容易得多吧。 会,盗族会选的。 于威也握着玉池西月的手。 邋遢。 玉池西月看向邋遢真人。 邋遢真人摇头道,不知道赤明道祖的性子,也很难说。 不过晋宁师弟是此次先缘大会第一,又是修炼时间如此之短。 的确是最耀眼的,赤明道祖选晋宁师弟为弟子的可能非常大。 只是这种事没谁有绝对把握的。 关心则乱。 于威,玉池西月就是太关心晋宁了。 就是拜不了赤明道祖为师,也能拜入纯阳针迁门下。 不必太过紧张。 邋遢真人唏嘘感叹,也不知我有没有运气,拜在纯阳针迁门下。 大师兄你此次在先缘大会也很是耀眼,应该也会有纯阳针迁收你为徒的。 于威道。 哪有这么简单,纯阳针迁是不会轻易收弟子的。 邋遢真人虽然有着一丝希望,却也抱着平常心。 忽然一道雄魂可怕气息从大殿外弥漫而来,同时一道声音响起,夏芒,好久不见了。 哗! 近千天仙,还有一群被淘汰的万象真人们都朝外看去,各个震惊疑惑。 气息如此强大,说话也如此张扬,定是了不得的人物。 哈哈哈哈,夏芒主动起身。 其他八名纯阳针仙也都起身。 只见外面一名深绿色甲铠的高兽男子大步走入,气息雄魂,甚至让周围的天仙们一个个赶到心迹。 是富海大圣。 富海天神。 富海魔王。 近千名天仙们各个心中暗道。 夏芒站起来笑着道,富海,的确好久不见,现在三界中还在流传你的壮举呢。 富海,你来这是来接你的师弟的。 吕洞宾悠闲悠哉笑着道。 对。 这富海霸道无比,那忧虑的眸子扫视周围,直接喊道,哪个叫张起,哪个叫邋遢真人。 在阎王身后的邋遢胖子吓得一颤,怎么回事。 第351章大神通 富海,在三界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乃是妖族修炼成天神,一般客气的会称呼他天神大圣之类的。 可实际上富海天神有些无法无天,同时也霸道兄弟,暗地里一般人都称呼奇魔王。 邋遢胖子少年的确是被吓一跳,毕竟富海天神兄弟气息,在整个天盲殿主殿内都是最可怕的,连那些天仙们都未知心惊。 别说他一个万象真人。 我,我是。 邋遢真人站了起来。 哦! 富海转头一看,满意点头露出一丝笑容,果真够邋遢。 说着便走过去,一把便抓住了邋遢真人的手臂,直接拖着朝大夏皇帝身侧的位置走了过去,那里已经心放了一条岸,上面还有着鲜酿鲜果。 邋遢真人有些心慌,不过眼前这富海天神实力太强,抓着他的手臂,他也根本没法反抗。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个穿着深绿色蛟龙甲铠的兄弟男子一来天盲殿就找我。 如此人物,连大夏皇帝都刻刻气气,我根本不认识如此厉害人物啊。 邋遢真人满心慌乱,却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 同时邋遢真人也发现了,那近千天仙们看向自己的目光,盖着羡慕。 甚至这些天仙们都是笑脸相迎。 我一个被淘汰的,天仙老祖们怎么会对我如此客气? 还有,他们是在羡慕我。 邋遢真人心中也有诸多念头。 小师弟,来,坐。 傅海当先坐下,随即拉着邋遢真人坐在他身侧。 小师弟。 邋遢真人猛了。 傅海,看来你这小师弟还不知道情况。 夏皇笑道。 傅海转头看向一旁有些发懵的邋遢真人,非常直接的说道,小师弟,师尊命我来三千大世界中的大夏世界,前来接你。 这位前辈,你没弄错。 邋遢真人有些忐忑不安。 自己不认识眼前人。 小邋遢。 吕洞宾笑道。 你眼前的这位可是玄武大帝的弟子傅海天神。 傅海天神不单单是天神,他炼气流也是修炼到纯阳真仙层次。 在三界中,那也是大名鼎鼎,在不久之前,他还砸了一次天庭。 天神。 纯阳真仙。 砸天庭。 邋遢真人看着眼前这个气息凶利的男子,吃惊万分。 哈哈哈哈,傅海大笑了起来,拍了拍邋遢真人的肩膀,小师弟,我奉师尊之命来接你。 师尊可是说了,说你参加了这仙缘大会,还说小师弟来自黑白学宫,叫张启,邋遢真人。 整个仙缘大会中黑白学宫弟子,应该没有第二个叫张启,邋遢真人的吧? 邋遢真人点头。 此次黑白学宫来参加仙缘大会的一共才三人,叫邋遢真人的当然就他一个。 小邋遢。 夏黄也笑着道,别怀疑了,你之前施展的神通叫玄武大神通,你可知晓。 知晓。 邋遢真人点头。 玄武大神通,乃是玄武大帝所创。 没有玄武大帝允许,你根本学不了这门大神通。 夏黄笑道。 你或许不知,可是玄武大帝早就将你当作他弟子了,玄武大帝可是三界中的大能者,和我师尊一样都是道祖班存在。 之前仙缘大会中你施展这门神通,我们早就猜到你是玄武大帝弟子了。 邋遢真人回忆起当初的奇遇。 原来,是玄武大帝,邋遢真人发懵。 原来。 自己根本不需要拼死拼活去成赤明道祖弟子,自己竟然早早就已经是玄武大帝弟子了。 不过此次仙缘大会对自己帮助也很大。 自己道的感悟,特别是蝶浪秘书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小师弟,你学了玄武大神通。 那就肯定没错了。 没师尊允许,你根本学不到。 傅海很清楚,能够在万象真人阶段乃至更早期就被师尊选为弟子,显然这个邋遢真人非常受师尊喜爱,还是要交好的好。 他惹祸比较多,将来小师弟实力强大了,也能帮帮他。 一个好汉三个帮,身边厉害人物多了,自然在三界中底气更足。 见过师兄。 邋遢真人当即行礼道。 哈哈哈哈,客气了。 傅海开心万分,师兄上次砸了天庭,被师尊尽足,难得出来,又碰到东华,北地老头他们一个个,我就先喝喝酒,等惠尔我们回去见师尊。 一切听师兄的。 邋遢真人自然顺从得很。 傅海拍着邋遢真人肩膀,师弟脾气挺好。 东华,这大厦世界举行一个仙缘大会,你们怎么一群人都来了? 傅海目光一扫,随即问道,他也觉得奇怪,纯阳真仙在三界中那也是强者了,九个纯阳真仙聚集在一起已经算非常罕见的事了。 此次仙缘大会可不一样,这大会的前三,赤明道祖将会从中选一个当弟子。 吕洞宾笑道,算上这小邋遢,此次仙缘大会可就有两人成道祖弟子了。 什么,赤明道祖收徒? 傅海看向夏皇,选的谁啊,让我瞧瞧。 此次仙缘大会前三,乃是晋宁,黑石,牧传三人。 夏皇道,至于师尊选谁,我第二缘神正前往师尊洞府所在,再等些时间,怕便有结果了。 傅海连点头,眼睛都放光。 赤明道祖收徒。 这可是新鲜事,他这些年被晋族早就问得不行了。 来,边喝边等。 夏芒,你可是上古皇族,多准备点好酒啊。 傅海当即仰头咕咕咕的喝着,看得夏皇眼角抽搐,其他仙人们喝酒都算优雅,可这傅海大圣本是一条蛟龙,一口气喝掉一条江河都是小事,喝仙酒也是凶残无比。 大夏皇族宝库,在天盲殿内的第六层。 这里便摆放着我大夏皇族所有的道藏之简本。 齐王笑着指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无数书册,你们可任选一门神通,或者任选一门秘术也行。 只能选一门。 晋宁,黑石真人,牧传真人都点头。 虽然心中牵挂着赤明道组选弟子的事,可此刻还是暂时放到了一边,晋宁三人都开始查看起了道藏。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最显眼的巨大的黑玉条岸前。 这巨大的黑玉条岸上,摆放的进阶都是神通简本。 另外一处的白玉条岸上,进阶都是些珍贵秘术简本。 移山到海 乾坤剑 万毒者 幻影无形 一门门神通看得晋宁等三人连拿起来一一翻看,这些书册上面都有着一些条件。 必须达到什么条件才能修炼这门神通,这些条件都是针对大夏皇族族人的。 晋宁三人却是可以任意选择。 翻看了许久。 也看了秘术,最后晋宁三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门神通,竹龙之眼。 你们确定选择这竹龙之眼? 齐王问道。 嗯? 晋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齐齐点头。 好。 齐王露出笑容,那你们随我来。 对这三人都选择竹龙之眼,齐王还是挺开心的,因为竹龙之眼这门神通,在三界中一些强者当中流传还是比较广的。 不过,这门竹龙之眼确的确是大夏皇族宝库中最强的一门神通。 虽然仅仅只有上部,可毕竟是三界中足以排在前一百的神通。 轰隆石门开启。 齐王带领晋宁进入了石室当中,这石室内悬浮着一个个卷起来的竹简,这些竹简都散发着萌萌的光芒,同时表面都附加着进制。 这是竹龙之眼的竹简。 齐王指着其中一个竹简,上面的进制已经解除,其他的竹简进阶有着进制,你们无法碰触。 你们只需要手碰触在竹简上,竹简中蕴含的大量讯息便会直接传入你们的神魂中。 齐王道,还好。 这仅仅只是竹龙之眼上部,所以接受传承耗费的时间不会太长。 每个人最多斩查功夫。 济宁也了解。 这神通,是越往上越复杂的。 天神层次修炼的部分,比反须层次修炼的部分恐怕要复杂千倍往上。 而真神层次修炼的部分,又比天神层次要复杂千倍往上。 所以济宁当初单单接受完整的摘星手传承,就耗费了数月时间。 济宁,你先来。 齐王道。 济宁点头,伸出手掌放在了那悬浮的竹简上。 一碰触。 轰。 顿时大量的讯息疯狂涌入自己的神魂中。 虽然传递没有当初自己接受摘星手时高效。 可现如今自己的神魂要强大得多,接受的速度也更快,的确一小会儿。 整个竹笼之眼上部进阶传递进济宁的神魂中。 原来如此。 济宁暗暗惊喜。 竹笼之眼。 乃是三界大能者竹笼创出的一门神通,这一门神通名声非常大。 传说中经常流传竹笼之眼后翼射日等名字,现在看到内部修炼的真正方法以及威能,济宁也暗暗惊叹。 这竹笼之眼简单说就是采集九天极光与眼睛,而后修炼出本命烛光。 虽然仅仅只是上部,神魔炼体反须层次都能修炼,也够了。 毕竟在网上,就是杜杰成天神了。 一旦成为天神,和夏皇相比也是一个层次的人物了。 完全可以自己去找这竹笼之眼下部。 济宁兴奋异常。 除了摘星手,自己总算有另外一门真正的大神通了。 济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都在参悟着竹笼之眼的内容,各个内心都很是欢喜,毕竟是媲美玄武大神通的,如果不是竹笼生死,哪里轮到他们学? 好了。 齐王忽然喊道。 济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都抬头看过去。 陛下已经给我传音,赤明道祖已经选定弟子,你们三人赶紧随我去主殿见陛下。 齐王道。 第352章 道祖弟子 济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都是心中一紧,得到竹笼之眼上部的喜悦进阶抛之脑后,他们三人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道祖选的是谁? 是我吗? 走吧。 齐王道。 文。 济宁三人都乖乖跟随,只是个个心中情绪澎湃激荡。 天盲殿主殿。 夏皇神情一变,露出吃惊之色。 怎么了,夏盲。 吕洞宾,傅海等九人都看向夏皇。 夏盲,难道道祖已经选定了弟子? 吕洞宾更是笑着道,他们这些纯阳真仙哪个都不是善茶,夏皇仅仅是表情的变化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令他们做出了猜测。 毕竟夏皇此等身份,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吃惊。 哈哈哈哈,夏皇点头笑道,真是瞒不过你们,的确,我第二元神拜见了师尊,师尊刚刚已经选定。 谁? 道祖选的是谁? 眼前这些佛门、天庭、道门的一众真仙天神们进阶都好奇问道。 不急不急,我已经传音给齐王,让齐王将那三个小家伙带来。 夏皇笑道,等那三个小家伙到来,我便直接公开。 还卖关子。 傅海撇嘴,随即他看了眼神侧的邋遢真人,小师弟,此次你们这大下世界的仙缘大会说来还真特殊,小师弟你是师尊门下。 那是明道祖又收了一弟子,这一次仙缘大会,却是有了两名道祖弟子,恐怕要不了多久,也会传遍三界吧。 邋遢真人在一旁笑着,在这群真仙天神面前,他还是极少开口的。 道祖选的是谁? 邋遢真人心中也疑惑,是晋宁师弟们。 在心中他也自然希望自己的师弟能够败在道祖门下,如果这样,那黑白学宫这次可真是圆满了。 片刻。 齐王率领着晋宁三人进入主殿中,顿时引起近千天仙们都将目光转过来。 他们三人怎么都来了? 难道道祖已经选定了弟子? 天仙们瞬间就猜到了原因。 各个心中也紧张起来。 陛下! 三人已带道。 齐王恭敬道,祭宁,牧传真人,黑石真人则乖乖站在他身后。 嗯? 夏皇微微点头。 齐王当即退到了一旁原先自己的座位盘膝坐下,这时候晋宁三人完全成了整个天盲殿主殿的焦点,晋宁三人的眼中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一丝紧张忐忑不安,虽然他们三个都是妖孽般的天才,可此刻依旧紧张忐忑。 大殿之上的夏皇难得的面带微笑,朗声道,师尊在你们三人中已经选定弟子。 这弟子便是。 话音一出,所有人秉析。 一定是晋宁,一定是晋宁。 玉池西月和一旁的余薇紧紧握着手。 晋宁,晋宁。 余薇也默默期待。 九连也抬头看着。 千万别是晋宁,千万别是。 玄机老祖狭长的眸子中却有着焦虑担忧,如果晋宁成了盗祖弟子。 恐怕将来真的会成为少言是大的祸患了。 很多人都在默默期盼。 有些人希望是晋宁,有些人希望是木船真人,黑石真人,各自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大夏王朝世界新诞生一名盗祖弟子,完全会令将来的大夏王朝的势力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夏王目光扫过下方,故意掉足了胃口,发现一旁的傅海怒而瞪眼,吕洞宾也在摸着鼻子时,夏王这才道,师尊所选弟子便是,木船真人。 木船真人。 夏王的声音在整个主殿中回荡着,一时间主殿前所未有的安静。 木船真人。 道祖弟子,木船真人。 木船真人。 齐刷刷的。 主殿中天仙们,被淘汰的万象真人们都转头看去。 目光都落在了那看似憨厚的朴素少年木船真人身上。 一时间这些天仙们心中都忍不住有着极度羡慕渴望种种情绪,他们都清楚眼前这个憨厚少年真的要一飞冲天了。 道祖弟子。 木船真人。 这一刻。 木船真人成为天盲殿中最耀眼的存在。 竟然是木船真人。 玉池西月、鱼威、邋遢真人等一个个都转而看向了纪宁,他们都为纪宁感到不甘。 已经很努力了。 修炼岁月是三人中最短的一个,更是此次仙缘大会的第一,为什么没被选中。 不过他们都没法反抗,因为这乃是赤明道祖选弟子。 入了赤明道祖的眼,才会被选中,并非说第一就一定会被选中。 师尊所选弟子便是,木船真人。 声音入耳,纪宁感到一蒙。 大概有极为短暂的一刹那,纪宁头脑一片空白,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清醒。 虽然恢复清醒,可内心中还是浮现了万千情绪。 怎么会是他? 道祖为何选了他? 纪宁内心中有焦急、不甘、愤怒以及、无奈。 无奈,真的无奈。 因为这选弟子是要看道祖的,任凭他纪宁展露的再耀眼,如果道祖看不上,那也是白忙活。 如果我将斋星手完全显露出来,或许是明道祖就会选我吧。 纪宁脑海中甚至浮现了这一念头,不过这仅仅是一种不甘心罢了,纪宁也清楚,仙缘大会上人多眼砸,一旦斋星手显露出来暴露了,根本无法预料后果。 三界暗流汹涌,太神秘了。 三寿道人生死未知,纪宁不敢冒险。 恭喜牧传兄。 纪宁当即转身向一旁的牧传真人表示了恭喜。 另外一侧的黑石真人眼中情绪还复杂万分,听到纪宁这一声恭喜牧传兄才惊醒过来,他暗暗惭愧,面临如此打击,他的情绪恢复还不如修炼仅三十余年的纪宁,不管怎样,没被选中就没被选中,毕竟三人中注定了有两个人不会被选中。 恭喜牧传兄。 黑石真人也恭喜道。 牧传真人眼神中都满是喜悦,当即连道,纪宁兄,黑石兄,我也只是运气。 两位并不疏于我。 在大殿之上的夏皇看了这一幕。 微微点头。 这纪宁和黑石真人道心还算了得,道祖弟子的机会到了眼前又突然没了,这种打击,甚至可能会让一些人的道心崩塌,直接走火入魔。 纪宁和黑石真人都能迅速从打击中恢复清醒理智。 不愧是此次仙缘大会前三。 纪宁,黑石。 夏皇在上方开口,你等二人也不必丧气。 我说过,你们二人都能败在纯阳真仙门下。 我会帮你们选最适合你们的师父,如果别人不收你们二人,我下盲勋便亲自收你们二人为徒。 不过我一步走剑道,二步走阵道。 并非是最适合你二人的师父。 你们先在大夏王都待上三日,三日内,我会派人去见你们。 谢陛下。 纪宁和黑石真人都恭敬道。 你等二人先退下吧。 夏皇道。 他对纪宁和黑石真人也是很看重的,不管是之前地府六道轮回遭到攻击而崩溃,还是此次仙缘大会诞生两名道祖弟子,夏皇越来越觉得,此次仙缘大会应该会诞生三界英豪。 这纪宁和黑石真人也有如此前置。 牧传师弟,你便暂且坐在帝昊师弟边上。 夏皇道。 牧传真人秉析。 师弟。 夏皇喊他师弟。 牧传真人明白,从今天起,他牧传真人命运的确有了一个大的转折,真正的要一飞冲天了。 是。 牧传真人也乖乖走上前去,被帝昊直接抓着坐到了他身侧。 闻。 牧传真人看到了对面的富海天神。 也看到了富海天神身侧的邋遢真人。 这邋遢真人怎么会坐在这? 此处可都是真仙天神聚集处,连天仙都不能靠近。 邋遢真人怎么会靠近? 而且那穿着深绿色蛟龙甲铠的男子又是谁? 纪宁坐回了阎王的身后,阎王更是安慰道,纪宁,不必泄气。 毕竟你此次也是能败在一名纯阳真仙门下。 即便没其他好的纯阳真仙,最起码也能败在皇帝陛下门下。 皇帝陛下成了你的师尊,在大夏王朝世界你可真是后顾无忧了,无须担心那少严实了。 纪宁轻轻点头。 败不了道祖,那就暂且退而求其次吧。 纯阳真仙也已经是三界中的厉害人物了,对三寿道人的生死或许有可能知道。 且纯阳真仙当师尊,也算有了后台靠山。 纪宁。 玉池西月担心看着纪宁。 纪宁。 于威也看着纪宁。 他们俩都很担心。 纪宁坐下后,轻轻一笑,道祖选不选我,我根本无法左右。 不管怎样,我已经竭尽全力。 嗯? 于威,玉池西月都松了一口气,纪宁的道心比他们预料得还要强大坚定。 纪宁则是看向远处真仙天神聚集处,当即低声问道,大师兄怎么坐到那边去了,在大师兄身前的那个穿着深绿色蛟龙甲铠的男子又是谁? 于威,玉池西月相视一眼。 玉池西月开口道,你们之前去选神通时,那位富海天神便来了,富海天神乃是玄武大帝弟子,此次来先援大会这是专门带拉他真人走的。 带大师兄走。 纪宁疑惑。 于威道,刚才纪宁你没看到,整个主殿都是议论纷纷,大师兄他施展的那么神通叫玄武大神通,乃是大能者玄武大帝所创。 其实大师兄,早就被玄武大带中,此次便是被带走去到玄武大帝门下真正学到修仙的。 什么? 纪宁震惊。 牧传是大能者弟子,大师兄也成了大能者弟子。 第353章 吕洞宾收图 纪宁、黑石真人、牧传真人很快都了解了,牧传真人还好,纪宁和黑石真人都是忍不住有些羡慕。 道祖弟子啊! 除了自身努力外,还要看机缘。 下忙。 富海疑惑问道,刚才听你们说的,似乎这三人中纪宁年龄最小,且还得了先援大会第一。 那黑石也是阵法宗师,怎么道祖反而选了牧传真人? 这我哪里知晓? 夏皇摇头。 不过夏皇心中却回忆起了第二元神拜剑赤明道祖的一幕。 在三界外的无尽虚空中,却有着一座山峰在虚空漂浮着。 山峰有百万里之大,上面更有宫殿作作,乃是大能者赤明道祖的洞府所在。 师尊,这是此次先援大会排名前三的年轻人的交战场景。 白衣夏皇恭敬站在一旁,同时将一卷轴递了上去。 在远处一石头上正盘膝坐着一名青色长发老者,他坐在那,周围的无尽虚空便无比的稳固。 这轻发老者轻轻一点。 卷轴立即在半空中展开,上面引有三次交战的场景。 华第一个交战场景忽然被激发,顿时卷轴上浮现了当初纪宁和黑石真人的一战。 嗯? 青发老者露出一丝微笑,轻轻点头,这施展阵法的小家伙,在阵法造诣上真是不错,他若是全心钻研下去,恐怕将来会成为真正的阵道大家。 凭借阵道,都有望渡劫成天仙。 值得栽培。 另一个用剑的小子也不错。 剑翼真够强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剑仙胚子。 青发老者夸赞道。 一旁白衣夏皇宫敬道,师尊。 此次仙缘大会三人,夥得第一的就是这用剑的,宁为晋宁,修炼到如今才仅仅三十余年。 而这用阵法的名叫黑石,是此次仙缘大会的第三,修炼也耗费了一百余年。 还有最后一人名为牧传真人,乃是此次仙缘大会的第二,修炼三百余年。 三十余年。 赤明道祖惊讶。 轻轻点头,眼中更是露出了喜悦之色,看来在剑道上天赋很惊人啊,值得好好栽培。 白衣夏皇轻轻点头。 开玩笑。 连吕洞宾都早早眼馋了,吕洞宾还是很擅长教导弟子,且眼光毒辣。 他看上纪宁,且早夸过纪宁在剑道上的天赋了。 哗!赤明道祖又点开了第二场。 赤木传真人和黑石真人交战的场景。 一看,赤明道祖眼睛就是一亮。 连又点开了第三场,是济宁和木传真人交战的场景。 好,好,好。 赤明道祖夸赞了三声好字。 白衣夏皇顿时惊诧莫名。 赤明道祖在夸谁? 夸济宁吗? 师尊,此次仙缘大会还有一人叫拉他真人,他乃是玄武大帝所收弟子。 至今修炼了一百余年。 那拉他真人之前还懵懵懂懂不知道玄武大帝。 还是富海亲自过来,要接那拉他真人去见玄武大帝。 白衣夏皇又补充道。 龟蛇的弟子。 赤明道祖好奇道,可有水印记载下。 有。 白衣夏皇既然提到拉他真人,自然早有准备,当即又献上了一卷轴。 那卷轴内便记载了数场战斗,其中就有穆传真人和拉他真人一战的场景。 最终拉他真人败。 赤明道祖观看了交战场景后,不由笑了,哈哈哈哈,龟蛇那老家伙性格和我相近,眼光也一样。 他选的这个拉他真人,倒也低调踏实,根基扎实雄魂,圆满无缺。 虽然看少年时代时,修炼得比较慢。 可越往后,那雄魂的根基会令他在修仙路上走得越加稳健。 这个牧床和这邋遢,倒是修仙路线几乎一样。 赤明道祖感叹点头,都是根基无比圆满扎实,且道心极为强大者。 白衣夏皇一惊。 听道祖的意思,似乎很看好木传真人。 道祖,难道选木传真人? 白衣夏皇忍不住道,可是前三中修炼最久的一个。 记住。 赤明道祖淡然笑道,切勿以一时之耀眼与否来看人优劣,修仙路漫长无尽,他们现在才仅仅刚刚踏上路罢了,选弟子,要透过他们现在,看他们无尽的未来。 三十余年。 一百余年。 三百余年。 最漫长的修仙路,又算得了什么? 赤明道祖道,邋遢真人和木传真人都是不心疾不焦躁,都是悠闲淡定的性子。 而且看他们战斗风格变知晓,他们根本不分心在一些小手段上。 白衣夏皇点头。 对,邋遢真人和木传真人的确酷似。 如此性子,才是修仙者最佳的心性。 赤明道祖笑道,至少符合我和龟蛇的眼光。 赤明道祖乃是老好人,有口皆碑。 所谓王八对绿豆,看上眼了。 赤明道祖就看上了木传的心性了,赤明道祖很清楚,修仙之路对天资悟性虽然有要求,可如果修炼到后期,对心性道心的要求更高。 就这木传。 赤明道祖点头,至于其他二人也是可造之才,你去找你的师兄弟们,看看谁愿意收这二人为徒。 如今正是三界动荡之时,说不定我也看走了眼,或许这几名,黑石二人将来成就很适了得。 所以还是将他们收入我赤明一脉。 是。 白衣夏黄点头,既您乃是剑仙,我去找找长青师弟。 长青师弟乃是剑仙,倒是这个黑石,我的众多同门中,在镇道上真正绝顶的,似乎还真没有。 如果找不到适合的,你叫受这黑石也可以,你的阵法造诣在三界中虽然算不上顶尖,可叫这黑石。 却是绰绰有余了。 赤明道祖道。 白衣夏黄点头硬道。 天盲殿主殿。 在一众真仙天神中,吕洞宾却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在三界的纯阳真仙中他都是排在最顶尖的,且有望成为大罗道祖的绝世剑仙。 他身后的两名道祖,更是道门之领袖。 受两位道祖器重,甚至自己都叫导出一名纯阳真仙来,吕洞宾眼光自然很毒辣,在座其他人都没有发掘纪宁的特殊,可吕洞宾却隐隐察觉到一些。 下忙。 吕洞宾笑道,既然赤明道祖未曾收这纪宁为弟子,我就厚颜再提一次。 这纪宁的确是顶尖的剑仙胚子,我很是喜爱,不知下忙能否给个面子,将这纪宁让给我,我还真的很想收这弟子。 吕洞宾,夏黄摇头道,纪宁虽然没被师尊选中,可师尊也夸赞了纪宁多次,所以。 吕洞宾你就别强人所难了。 下忙,不就一个万象真人吗? 赴海天神撇嘴道,东华都跟你开口了,东华的面子,难道还不值一个万象真人小子? 而且你们赤明一脉似乎也就一个纯阳剑仙长青仙人吧? 那长青仙人可不是叫弟子的料,这么多年我就没听说他交出一个天仙来。 夏黄眼角抽搐了下。 东华既然开口,夏忙便给个面子。 北帝仙翁也开口道。 最早先的时候。 吕洞宾就已经开玩笑一样的提了一下,只是被拒绝了。 此次却是很认真的提。 吕洞宾的人员的确好,背景也大,靠山也够硬。 一时间在场其他真仙天神,除了赤明道祖弟子弟号外。 其他人都在帮腔说着。 夏忙,你知道我脾气。 我说话一向直截。 这济宾我还真动心了,想收他为徒。 夏忙你帮忙,这人情,我便记下了,如何? 吕洞宾认真道。 夏黄一惊。 吕洞宾的人情? 价值可不低啊。 不过赤明道祖的话可犹在耳边,虽然没收济宾,黑石二人为弟子。 可还是颇为看好的,说不定济宾,黑石二人将来成就或许会很惊人,得收在赤明一脉内。 吕洞宾,并非我不允,只是师尊有命。 夏黄摇头,我也没办法。 吕洞宾眉头一皱。 夏黄也看出吕洞宾不高兴了,可没办法,该拒绝就必须拒绝。 吕洞宾摇头叹息一声,看来当真是和纪宁无缘了。 他可不敢直接去掳走了纪宁,毕竟那样是直接打赤明道祖的脸。 一名从混沌中到如今的道祖,那是绝对不能随便得罪的。 那纪宁的道理余威,我也挺喜欢那小姑娘,我收她为徒,下忙你不会阻拦吧? 吕洞宾开口道。 哈哈,这是小事,这没有进前九十六的,吕洞宾你随便挑,全部挑走都没事。 夏黄豪爽道,他也知道之前吕洞宾不开心,自然这时候说话也更痛快了。 吕洞宾点点头。 随即他目光转而投向了远处在阎王身后,正和纪宁牵着手低声交谈的余威。 小姑娘,过来。 吕洞宾朝余威笑着开口。 声音也直接在余威耳边响起。 闻。 余威一正,抬头看去,顿时发现了远处夏黄等人一个个都看着这边。 余威,过来。 夏黄也开口。 余威这才有些茫然疑惑不解的起身,朝那边走了过去,这一幕也引起了在场的天仙们,万象真人们的注意。 小姑娘。 吕洞宾笑着看着余威,我吕洞宾欲要收你为徒,不知你可愿意。 第354章 长青剑仙 吕洞宾没有丝毫掩饰,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天盲殿主殿,一时间在场近千名天仙,众多万象真人们都不由吃惊万分。 东华上仙要收那黑白学宫的小姑娘。 吕洞宾怎么会收那么一个小姑娘? 吕洞宾眼光何等之高,连我们想要拜他为师,他都理都不理。 可怎么今日? 在场天仙,不少都有些嫉妒了。 拜到祖门下得要大机缘。 他们根本没法奢求,所以一般退而求其次都是拜在真仙天神门下。 吕洞宾在真仙天神中也是排在最顶尖,且背景大,而且他还善于调教弟子。 且吕洞宾乃是性情中人,一旦被他选中当为弟子,他就会尽心尽力。 而其他有些真仙天神一心在修道上,对弟子并不在乎的。 吕洞宾 那是传说中的吕洞宾。 那些万象真人们,像九死真人,苍无旧,像天啸,少延宣等一个个都眼红了。 他们可是杀尽前九十六,有些甚至尽前十二,前六的呀。 吕洞宾的大名,即便是凡夫俗子,恐怕很多都听说过,因为在一些传说当中,像后裔,夸父,上洞八仙等一些传说的确太多了,吕洞宾那便是上洞八仙之首。 虽然眼红极度,可天仙们也清楚吕洞宾就这性子。 你可愿意。 吕洞宾又多问了一句。 于威愣愣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有些弄猛了,他当然愿意。 败在吕洞宾门下,谁不愿意? 这恐怕是仅次于败在道祖门下的选择了。 可自己和纪宁刚刚结成道理,难道就要分开? 于威转头看向远处的纪宁。 纪宁明白于威的想法,虽然不舍,不过也知道于威也是一心向道的,便轻轻点头。 别不舍你的小情郎。 吕洞宾见于威转头朝纪宁看去,便道,你那小情郎是必定会败在真仙天神门下。 肯定会被真仙天神带在身边指点一段时间。 所以你即便不败我为师。 要步了多久,纪宁也会离开这大厦世界。 于威明白了,他看了眼远处的纪宁,纪宁连一次次的眼神示意,同时连点头。 能问问多久呢? 于威忐忑道。 短则数十年,长则百年吧。 吕洞宾笑道,你也不必担心。 一旦我得知纪宁回到大厦世界,我也会很快放你回来,和你的小情郎团聚的。 于威渴望道,那能让纪宁也拜前辈为师吗? 他知道吕洞宾乃是一带剑仙,很适合叫纪宁。 我也想。 吕洞宾摇头楷叹,可惜啊,你们大夏皇帝死活不肯。 说着他还看了眼夏皇。 夏皇在一旁坐着。 只是微笑着,却不说一句话。 显然,此事根本没得商量。 于威点点头,当即不再迟疑,直接跪下恭敬道,徒儿拜见师父。 哈哈哈哈,吕洞宾哈哈笑道,好好好,能收你这好徒弟,我来这仙缘大会也值了。 于威,你去和你的小情郎再聚聚。 等惠尔这仙缘大会散了。 我们就要离开这大厦世界了。 是,师父。 于威当即又回到了纪宁身侧。 于威。 恭喜了。 玉池西月为于威开心,自己表弟的道理能败在吕洞宾门下,乃是大喜事。 纪宁,等这仙缘大会一散,众真仙天神离开,师父也要带我离开这大厦世界了。 于威眼中都是不舍。 纪宁轻轻握着于威的手,你我二人都是一心向道,此等机遇何等难求,怎能错过。 更何况我也会败在真仙天神门下,到时候也会长期跟随师尊身边,一样会离开大厦世界。 虽然无法败道祖。 可败一名真仙天神,也算有一靠山。 且对三界大事也能了解的更多。 纪宁还是决定,会跟随真仙天神潜心休息一段时间的。 于威点头,师父也说了,估计会带我离开短则数十年,长则百年。 一旦纪宁你回到大厦世界,师父一知道,就会很快放我回来的。 一起努力。 纪宁轻声道,我们可要都杜绝成天仙,一起真正长生相伴。 长生相伴。 于威也点头,眼睛都有些红。 能和所爱之人长生相伴,何等美好? 可我真的能和纪宁长生相伴吗? 于威一回忆其前世,内心中便有着一阵恐惧,不管怎样,我宁可魂飞魄散也不会伤害纪宁丝毫。 在我死前,至少一切是美好的。 三界中亿万小世界其中之一。 这是一鸟语花香的美丽世界,民风淳朴,虽然是三国歌剧,却也是口水仗居多,偶尔修仙者们鄙视一番决定各自国家的利益,甚少真正大规模战争。 华。 空间直接被撕裂。 白衣夏皇从虚空中来,来到了这一方小世界,很快就来到了一座山上,山上有着一座道观,名为常青观。 这常青观普普通通,在这一方小世界中名气很小,也就道观周围的几个阵对此有所知晓罢了。 这一方小世界的人,哪里知道这常青观有着一位真正高高在上的绝世剑仙? 常青师弟,你就带着三五个道童,在这破道观中修道。 白衣夏皇来到道观的后面,道观的后面有着几块田地,一名年轻男子正在浇水。 你要掌管你的一方大世界,我无牵无挂,何须烦恼。 年轻男子淡然道。 你的那些徒弟呢? 白衣夏皇摇头,你在这道观,为何不将你那些徒弟带着身边好好教导?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指点他们十年,该教都教了,便足够了。 至于他们能修炼成什么样,能不能成天仙,我就爱莫能助了。 年轻男子随意一屁股坐下,拿起水瓢将水桶里面的水摇起,喝了口,嘖嘖感叹,水真甜。 白衣夏皇无奈。 能成真仙天神者? 那都是三界强者。 连天帝都得客气相待的。 脾气也是各异,他劝说不了这个师弟。 我此次来,乃是奉师尊之令。 白衣夏皇开口。 师尊。 年轻男子当即认真了起来。 白衣夏皇点头,你也知道三十多年前,六道轮回遭到攻击而崩溃,如今三界中暗流汹涌,一场大动荡恐怕是无法避免了。 而越是动荡混乱之时,三界中更容易诞生一些英豪。 年轻男子点头。 我大下世界,气运鼎盛。 此次举行先缘大会。 连师尊都在前三中选了一个弟子,名叫牧传真人。 甚至还有一个玄武大帝的弟子,也在此次先缘大会中。 白衣夏皇道。 哦! 年轻男子吃惊道,一次先缘大会,两名道祖弟子。 按照师尊吩咐,此次先缘大会前三,都要收入我赤鸣一脉。 师尊选了那木传真人。 还有两人,分别是黑石真人和纪宁。 那纪宁乃是绝世剑仙的胚子,修炼仅仅三十余年,连吕洞宾都想要收图,我都没允许他收,而且他出生之日和六道轮回崩溃之时相差不大。 或许真乃大气韵加深之人。 白衣夏皇在一旁蛊惑着。 你不必蛊惑。 年轻男子摇头,吕洞宾是否收图和我无关,他那性子,连凡人都能直接收图。 至于这个纪宁修炼三十余年,和六道轮回崩溃之时相差不大更是笑话。 这三界动荡,之所以产生绝世英豪。 是因为三界动荡时,会有大厮杀。 甚至有其他强者陨落,气韵破散,气韵汇聚在其他人之身,年轻男子道,每次三界动荡,有旧强者陨落,又新强者诞生。 甚至有盗祖生死,新盗祖出现。 总体来说,三界的强者也就那么多。 是否能成为强者,就看能不能抓住三界动荡之时的机遇。 至于出生,你就哄哄别人吧。 年轻男子丝毫不受蛊惑。 白衣下黄只能陪笑。 连盗祖都能建造轮回。 谁都清楚轮回的奥妙所在,人的命运都并非出生时就能定的,要看以后的机遇。 没谁说一出生,就注定是盗祖的。 没这样的好事。 最多因为前世的福分,导致投胎到好人家罢了。 而且师兄,不是师弟说你。 年轻男子道,三界动荡又怎么样? 收不收徒弟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身。 我们能相信的能把握的,只有自身。 徒弟会背叛,手下会背叛,连朋友都会给你一刀,唯有自身强大才是最根本的。 年轻男子道,对我而言,三界动荡乃是我长青突破到大罗盗祖之机遇,至于徒弟。 徒弟就算修炼成盗祖又干我屁事。 白衣夏皇不再多说,他和长青剑仙本就是走不同的路的,他乃是上古皇族出身,自然想法也不同,当即拿出卷轴,你看看吧,这其中有纪宁比试的场景。 卷轴展开。 一幅幅交战场景显现。 剑仙 年轻男子点头,递给了白衣夏皇一柄青色小剑,这小子的确添资了德,既然师尊吩咐了,我便收这纪宁为徒。 这是我的信物,你安排人交给纪宁。 如果这纪宁愿意拜我为师,便让他十日之内捏碎信物,我自会去找他。 过了十日,这信物可就自动消散了。 师父愿意收徒,也要看徒弟愿不愿意拜在门下。 吕洞宾也需要问于威愿意与否。 这长青剑仙也一样,如果纪宁不愿,以纯阳真仙之傲气,自然不会去求着纪宁拜。 好。 白衣夏皇拿了青色小剑,笑道,师弟,那我就不打扰你这道官之主的悠闲日子了。 说完便消失不见。 第355章有朋自远方来 仙缘大会结束了。 天芒殿上,一个个真仙天神也开始离去。 难得出来一趟,又得回去了。 赴海天神一张嘴巴,眼前条岸上的一盘盘美食直接飞入他口中,随即才摸了摸肚子,畅快满意道,夏芒,东华,诸位,我就带着小师弟先走一步了。 随即便拉着拉他真人的手。 华 直接驾着云雾朝虚空深处飞去,消失不见。 徒儿,该走了。 吕洞宾看向远处正和纪宁在一起的余威。 余威正和纪宁彼此说着话,听到吕洞宾的催促,不由越加不舍,当即紧紧抱住纪宁。 纪宁也拥着余威。 他能够感觉到余威的内心,这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女子,当结成道理后,他能够感觉到余威内心的炽热。 等我。 余威轻声道。 纪宁贴着余威的脸庞,感觉到他的肌肤和温度,也轻声道,必定等你,我发誓。 不用发誓。 余威放开纪宁,眼中隐隐有着泪花,我信你。 随即余威转身朝吕洞宾跑去。 让师傅久等了。 余威连道。 嗤儿,嗤儿。 吕洞宾摇头一探,当即二人脚下出现了云雾,也乘着云雾迅速地朝上方的虚空飞去。 纪宁抬头看着。 云雾上的余威也低头看着。 二人相试着,可很快,那云雾就已经消失得看不见了。 此次一分离,将来再相见,却不知会是什么样。 余威师姐和纪宁,才是最合适的。 久连看到纪宁,余威二人分离时的眼神,那是一种蕴含着浓浓不舍的眼神,他们之间的感情,比我当初和纪宁的要深。 我和纪宁的心,从未有如此贴近过。 走吧。 我等也走吧。 大势至菩萨,北地仙翁等一个个也接连飘然离开了。 牧传师弟,随我去见师尊。 夏皇则是带着牧传真人也离开了。 顿时在场的近千天先带着各自的随从都开始一一离开,纪宁也和玉池西月,阎王离开了,九连也随着东炎老祖离开了。 随着齐王的下令,皇城广场上的三千六百郡,四海之地的队伍也开始有序离开。 纪宁还专门飞回了安禅郡的队伍中去。 纪宁 纪宁 仙元大会第一人 北明真人 安禅郡的队伍发现纪宁从高空飞来,顿时一片欢呼。 他们可不知道道祖收弟子的事,他们只知道纪宁是此次仙元大会的第一。 这是无上的荣耀,是整个安禅郡的骄傲。 主人 小青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飞向纪宁,耳后缠绕在纪宁手臂上。 宁儿 白水则也飞到了纪宁身旁。 小青,白叔 纪宁因为和余薇的暂时分别有些难受的心,顿时温暖了许多,至少小青和白叔一直在陪着自己。 纪宁师兄,你太牛了。 木子硕激动叫着,仙元大会第一,第一啊。 整个大厦世界可是足足三千六百郡,还有四海中的无数岛屿,你修炼才三十多年就夺得第一,你太厉害了,我现在最佩服的就是师兄你了。 恭喜纪宁师弟。 苍江真人等人也过来。 纪宁 北山百威也走了过来,满脸喜色,在纪宁胸前砸了一拳,好家伙,当初你要参加仙元大会,我还阻止你,看来我也小瞧了你。 你不但厉害,而且还能夺得仙元大会第一。 你现在是我安禅郡真正的大名人,甚至绝对名传整个大厦王朝了。 纪宁只是笑着。 如果此次仙元大会只是普通的大会,那么自己的确值得欢喜。 可此次大会,最重要的是道祖收弟子。 至于仙元大会第一的虚名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可惜,自己没能败在道祖门下。 纪宁啊,我黑白学宫此次可是大大长脸了。 五风仙人欣慰道,你和小邋遢都进了前六,甚至你都成了第一,哈哈,我黑白学宫可要好好记载下这事,即便百万年后,乃至亿万年后,我黑白学宫只要存在一天,都会让后辈子弟知晓这事。 这可是我黑白学宫之骄傲。 大师兄呢? 邋遢师兄呢? 还有余威师姐,余威师姐在哪? 个个问道。 纪宁则是传音给五风仙人,大师兄被道祖玄武大帝收为弟子,余威也被纯阳真仙吕洞宾收为弟子。 都被带走离开这一方大世界了。 什么? 五风仙人大惊。 玄武大帝? 吕洞宾? 他好歹也是黑白学宫现如今活得最久的一个散仙,也接触过天仙,对三界也算有一些模糊的了解。 清楚道祖弟子意味着什么,吕洞宾收于威为徒,对黑白学宫而言也是一件天大的事。 我知道了,你妾妾不可传出去。 五风仙人道。 嗯? 纪宁点头。 那你呢? 五风仙人传音问道。 我应该会败在一名纯阳真仙门下。 纪宁道,夏皇让我这三日在大夏王都内静等消息。 当仙缘大会结束,一鸣鸣真仙天神都离开后,过了许久。 华大夏王都上空,虚空深处。 直接撕裂出了一条通道。 一鸣披散着长发的白袍青年悠闲的漫步走出了这条通道,俯看向下方,他的目光透过空间,看到了广阔的大夏王都。 大夏。 白袍青年轻轻点头,很快他就穿越了虚空,降临到了这大夏王都中。 他悠闲的行走着。 没多久,就走到了阎王府外。 师弟。 阎王府正门外,纪宁正和穆子硕拥抱了下,随即放开,郑重道,我和你于威师姐都会败在纯阳真仙门下,一旦夏皇来通知我,相信很快我就要跟随纯阳真仙离开大夏世界,这一去怕是数十年百年。 你我兄弟,也要多年后再见了。 在同门师兄弟中,纪宁和穆子硕感情最深。 是真正的生死好兄弟。 师兄,你跟随纯阳真仙,乃是为了追求杜绝成天仙。 这是好事。 穆子硕眼睛有些泛红,不过,真是舍不得师兄你呀。 哈哈哈哈,我们兄弟还会再见的。 纪宁道。 你虽然跟随纯阳真仙,可也别太骄傲,我穆子硕也会认真修炼的,别等到将来,你这仙缘大会第一人,反而不如我穆子硕。 哈哈哈哈,那可就会成大笑话了。 穆子硕笑道。 纪宁也笑了。 好了,不送了。 等你什么时候再回大夏世界,一定来找我。 穆子硕道。 一定,一定会去找你。 纪宁点头。 嗯? 穆子硕当即转头,直接驾驭着一条青龙破空而去。 其他的黑白学宫同门在皇城外时就和纪宁已经告别了,唯有感情最深的穆子硕,一直送纪宁到阎王府门口。 看着师弟驾驭青龙离去,纪宁看了许久,随即才转身带着小青,白水则进了阎王府。 呜? 一直在远处默默看着的白袍长发青年摇头黄脑,似乎这个纪宁,还是重情义之辈,不错不错。 说着,便晃悠着朝颜王府走去。 阎王正门处,有着守卫盯着,可是白袍长发青年悠闲走入王府,他们却仿佛根本没看到。 这个王府的阵法禁止还有些小门道,这个刚成为天仙的阎王,实力还不赖吗? 白袍长发青年走着,一路上碰到过侍女,因为,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她。 仿佛她是虚无,她是不存在的。 王府内戒备森严。 更是内涵阵法禁止,不亚于一些大宗门,按理说其他人一进去,这王府主人阎王就能立即发现。 可是白袍长发青年就这么直接走进去,却没有一个发现她。 哗哗哗河水旁,有着一座仙府。 这便是纪宁的居所。 这纪宁仅仅一万象真人,浑得还真不赖。 白袍长发青年走到了仙府门前,随即进入了仙府当中,仙府内的一切尽致都没有丝毫激发。 仙府内,刚回王府的纪宁正默默坐在亭子内,于威跟随师傅吕洞离去,让纪宁心中还是有着诸多牵挂的。 纪宁,有人来了,进入你这仙府了。 黄毛大雄的声音在纪宁脑海响起。 进仙府了? 我是仙府主人怎么不知道? 纪宁脸色一变。 很强大,我都只是隐隐感应,根本不敢真正去查探他。 黄毛大雄连道,此人实力很强,应该是真仙天神一个级数。 你这仙府仅仅是普通洞府法宝,且仙府之门又大开着,哪里能发现如此存在? 纪宁一惊。 真仙天神。 那可是媲美大夏皇帝的存在,在三界中数量也很是稀少,乃是三界强者。 得了仙缘大会第一,你不呼彭患有庆贺,反而独自在这喝闷酒。 倒是奇怪,奇怪呀。 一轻挑声音响起,一白衣长发青年便已经走进了这广阔的院子中。 在亭子内的纪宁当即起身。 有彭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白衣长发青年微笑着,纪宁小友,我来你这,可也是辛辛苦苦跑了很远,你也不请我喝杯水酒。 前辈,请。 纪宁一挥手,面前桌案上又出现了鲜酿,灵果。 虽然这酒酿灵果都差了些,不过倒也勉强可入口。 白衣长发青年一迈步,就已经到了亭子内坐在了纪宁对面,拿起酒壶便直接喝了两口。 前辈来见晚辈,不知何事。 纪宁忐忑 第356章 最神秘的道祖 白衣长发青年哈哈笑道,纪宁小友,你未免太紧张了。 都还不知道我是谁,就问我来干什么,是不是太急了。 纪宁心中笔固。 紧张。 一个纯阳真仙直接坐在面前,能不紧张吗? 经过仙缘大会纪宁也清楚,真仙天神们除非真的看中了,否则是不会在乎所谓的天才的。 毕竟天才再多,又有几个能镀结成天仙。 更别提成纯阳真仙的了。 敢问前辈是? 纪宁问道。 我乃三界中一逍遥之人,生自上古世界,也得道于上古,名为将军。 白衣长发青年感叹道,我甚少在外闯荡,即便闯荡 也很少用本名。 所以知道我的很少很少。 随即他朝纪宁眨了下眼,我可是将我本名告诉你了。 纪宁心中一松,看起来眼前这人对他也没恶意。 还有你也别称我前辈前辈的,直接称呼我将兄即可。 白衣将军说道。 纪宁一惊。 将兄? 一名纯阳真仙让自己喊他将兄纪宁不是傻子,自然明白这其中的意味。 看来我不说青木帝,你小子就静不下心啊。 白衣将军瞥了一眼一旁的小青,白水泽,且让你这两头灵兽退下。 好。 纪宁当即应道,让白叔,小青先离开,以纯阳真仙实力完全能够轻易捏死自己,纪宁自然也乖乖听话。 亭子内唯有纪宁和白衣将军相对而坐。 想必你也猜到了,今日我来,便是奉我师尊之命,前来接你。 白衣将军笑道,也就是说,我师尊要收你为徒,你也要成为我的小师弟了。 纪宁秉息,忍不住道,那将兄的师尊是。 自然是三界中最顶尖的大能者,盗祖一等的存在。 白衣将军说道。 纪宁眼睛一亮。 果真,之前对方让自己称呼江兄就有些预料了。 可是当真的面临这一切,依旧感到不可思议。 盗祖啊! 自己拼死拼活夺得千元大会第一,最终那次明盗祖也未曾选自己为弟子。 邋遢真人也是被玄武大帝选为弟子。 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都已经做好了退而求其次当一名纯阳真仙弟子的准备了。 现在突然出现一个纯阳真仙将军,说是带师尊而来。 纪宁。 黄毛大雄声音忽然在纪宁脑海响起。 浙将军说他从上古时出生,上古时的道。 可我从未听说过他,而且他说他师尊是盗祖,必须弄清楚是哪一位盗祖。 这三界中的盗祖,有些和主人三寿道人乃是好友,可有些乃是死敌。 你可别败入三寿道人死敌的门下,以盗祖的眼力,你在他门下学道,时间久了肯定会露出马脚,暴露出你和三寿道人的关联。 你若是败在三寿道人死敌门下,可真是自投罗网了。 纪宁顿时惊醒。 就仿佛突然被浇了一头冷水。 敢问是哪位盗祖? 纪宁问道。 白衣将军眼中有着崇拜之色,道。 师尊他自混沌中来,与盘古女娲乃是好友。 成名于上古之时,曾斩杀数名神魔盗祖。 三界中有他之名,却甚少有人见过他。 佛门道门进阶精通,三界之士一梦便知。 他的弟子不少,只是世人进阶不知。 若论三界谁最神秘,便是我这位师尊了。 白衣将军摇头黄脑说着。 纪宁听得一正,到底是谁? 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菩提道祖是也。 白衣将军眼睛都亮了,笑盈盈看着纪宁。 是他,是他,斜月三星洞,最神秘的道祖,最神秘的道祖。 纪宁,你走大运了,我哈哈哥,你真是走大运了。 菩提道祖竟然知道你,他竟然会知道你的存在,他怎么知道的? 纪宁脑海中黄毛大雄的声音在响着,显然激动无比。 有必要怎么激动吗? 纪宁心中问道。 当然该激动。 你是根本不知道他的威名啊,纪宁,我怎么跟你说,论教导弟子,菩提道祖在三界当中绝对是最最顶尖的,之前那个将军说的没错,菩提道祖的确交了好些厉害的弟子,只是菩提道祖有个规矩,他交弟子,弟子出师后,没有他允许,都是禁止在外说是他菩提道祖弟子的。 所以上古知识很多厉害的散修强者,有好些就是菩提道祖的门下。 一些普通人不太清楚。 可是主人三寿道人却了解,知晓这菩提道祖的厉害。 黄毛大雄兴奋道。 哦。 纪宁英道,为何他又最神秘? 对,他的确是最神秘的道祖。 黄毛大雄肯定道,三界中,便是盘古女娲,都没有他神秘一骑细细斤都没人知道,他的洞府到底在哪? 除非他允许,否则别人根本找不到他的洞府。 三界中其他的大能者的洞府都能找得到,毕竟大能者总要和外界接触,甚至请其他好友到自己的洞府中。 这菩提道祖收了很多弟子,甚至也请好友去他的洞府中。 可是不管是他的弟子,还是他的好友,只要离开了那洞府,便再也找不到那座洞府了。 须知他的好友,也是真神道祖一级数,亲自进入过那洞府,出去后就找不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神秘不神秘? 这么神秘? 既宁惊恶? 道祖,那可是三界的大能者,掌握天道的存在。 亲自去过某个地方,一出来后就找不到了。 怪呀! 没人知道他的洞府在哪,即便是他的一众弟子,即便这些弟子在那洞府中修到多年。 依旧找不到那洞府。 除非菩提道祖点头,他的弟子才能回得去。 黄毛大雄感慨,当年主人三寿道人曾说过,整个上古世界,众多大能,若论活命保命能力,这最强的女娲娘娘排第一,紧跟着就是这位以神秘著称的菩提老祖了。 菩提老祖,神秘无比,其他大能者连他的洞府都找不到,你说他的保命能力多么强大。 黄毛大雄感慨,如果主人也有菩提老祖这等保命之能,定能活到现如今。 既宁听的目瞪口呆。 这简直就是三界大能者中的一个奇葩,谁都找不到他的洞府,论保命更是仅次于女娲娘娘。 菩提老祖佛道兼修,一梦可知三界,实力深不可测。 浙江军熙,菩提老祖曾斩杀神魔道祖,我虽然不太清楚,不过应该没错,应该有真神,道祖一个极数的存在死在他手上,且不止一个。 黄毛大雄道。 好厉害的存在。 济宁心中震撼。 最重要的是,你是尊三寿道人和菩提道祖乃是生死好友。 黄毛大雄激动道,真正的生死好友,主人三寿道人和他的关系。 比和齿明道祖都要亲近得多。 当初主人炼制出这水斧来,甚至还请过菩提老祖帮忙过。 啊! 济宁明白三寿道人和菩提老祖关系是多么好了。 以菩提老祖的地位,必定不会加害你,且也不懈加害你。 黄毛大雄道。 济宁内心中和黄毛大雄交谈,脸上也忍不住露出震惊之色。 对面的白衣将军笑道,我师尊一梦可知三界,你们大下的仙缘大儒,师尊一梦便已经发现,便如同亲临观看。 这仙缘大会上,师尊别的人都没瞧得上,仅仅瞧上你一人。 如同亲临。 济宁顿时明白了。 真间天神或许难以发现摘星手。 可大能者是能发现的,特别是这大能者和三寿道人还是生死好友。 而且师尊让我带一句话,说,黄毛小雄,近来可好。 白衣将军说道,说只要我带这一句话,你就会跟我走的。 济宁心跳很快。 黄毛小雄。 说的可不就是水府之灵吗? 济宁,这菩提老祖一梦知三界,肯定发现你的摘星手,猜出了你是三寿道人的传人。 所以亲自命人带你走。 黄毛大雄的声音满是兴奋,赶紧走赶紧走吧,只要去了菩提老祖,便能知晓主人现在如何了。 水府之灵,很渴望知晓主人是死是活。 就在济宁和白衣将军交谈时,齐王已经来到了阎王府。 这仙缘大会刚结束,你怎么就来我这了? 阎王笑道。 当然是因为济宁的事。 齐王笑道,陛下亲自去见长青师叔,你也知道长青师叔的脾气,他不喜叫弟子,更是孤僻得很。 不过此次是道祖之儒,所以长青师叔还是点头了,决定收纪宁入门。 哦,长青师叔乃是剑仙,纪宁也是天生的剑仙胚子,的确适合叫纪宁。 只是我担心长青师叔你,阎王担心道。 这就不是你我烦恼的事了。 齐王摇头,我奉陛下之命,将长青师叔的信物送给济宁。 看来,济宁要败在长青师叔门下了。 阎王道。 阎王因为外孙女的关系,其实也希望济宁能够败在一个好老师门下,只是赤明道祖一脉的纯阳真仙吉树的剑仙仅仅长青剑仙一人罢了。 二人谈笑间,就已经走到了济宁的那座仙府门外。 济宁。 阎王开口喊道。 第357章飘然而去。 仙府门口。 济宁来到门口相迎,看见门口二人,连恭敬道,见过阎王,齐王。 济宁,你的好事来了。 阎王哈哈笑道。 哦。 济宁一正,好事。 难道是大厦皇帝给自己找了纯阳真仙当师傅? 一旁的齐王笑道,陛下去找了他的师弟长青剑仙,长青剑仙乃是纯阳真仙,实力极强,完全误透了见到这一条大道。 乃是三界中颇有威名的剑仙,很是适合教导你。 济宁轻轻点头。 长青剑仙吗? 济宁。 阎王压低声音道,这长青剑仙孤僻了些,你与其相处,也得小心谨慎,尊敬师长。 济宁心中一动,尊敬师长这是应该的,根本无需多说。 不过阎王身为天仙,却说纯阳真仙长青剑仙孤僻,还说要尊敬师长,恐怕这长青剑仙不仅仅是一般的孤僻,幸好,我根本无需拜他为师。 少说点。 一旁的齐王皱眉。 阎王一笑,没再多说。 济宁。 齐王一翻手,手中出现了一青色小剑,这是长青剑仙的信物,现在我交于你。 你只需要捏碎了这信物,长青剑仙便会来找你,将你带走。 记住,必须在十日内捏碎,过了十日,这信物可就要化为虚无了,到时候以长青剑仙的脾气,恐怕就不会收尾你徒了。 济宁当即接过信物,济宁明白。 信物交于你手,那我便走了。 齐王朝济宁笑了下,便转身离开。 长青剑仙脾气不太好,切记切记。 阎王低声嘱托了句,还有,你随你师父离开之前,和熙悦说一声。 就不必再和我多说了,我便祝你此去能够真正学到本事,将来杜劫成功,成那逍遥自在先。 济宁感觉到阎王的关心,谢阎王,济宁记住了。 嗯? 阎王当即也离开了。 仅仅片刻。 玉池熙悦便来到济宁先府这。 表姐。 济宁也不舍。 自己的确是要离开,虽然不是根长青剑仙。 可也是去见三界中最神秘的大能者菩提老祖,此次一去,怕也是数十年乃至百年之久。 弟弟。 玉池熙悦坐下后,握着济宁的手。 双眸隐含泪,却是喜悦之泪,我们姐弟相聚两三年,现在又要分开了。 不过弟弟你也别难过,这是你的机会,你一飞冲天的机会。 虽然没能败在道祖门下,可败在纯阳真仙门下也是不错的。 济宁很想告诉表姐自己是拜菩提老祖为师。 可是。 之前出来迎接阎王,齐王时,那将军就嘱托过记住,切切不可说出去,一旦那夏盲勋知道后来阻拦。 甚至牵扯出背后的赤鸣道祖。 那可就麻烦了。 表姐,我离开大厦世界后,你也要小心照顾自己。 纪宁主托道,切勿因为仇恨少颜氏,而让自己受罪。 弟弟我将来杜劫成了天仙。 再来对付少颜氏可就轻松多了。 嗯嗯。 玉池熙悦点头,明白,我明白。 姐弟二人说了许久,天都已经完全黑了。 玉池熙悦这才离去。 仙府内。 将兄,这长青剑仙的信物该如何是好? 纪宁拿着这青色小剑,只要捏碎,长青剑仙就会来带我走。 若是不捏碎过了十天,就会消散。 交给我。 白衣将军一笑,一伸手,青色小剑就飞到了他的手中。 这大厦世界毕竟是赤鸣道祖的地盘。 白衣将军笑道,所以我们也不能应来,幸好这纯阳针仙收徒也要看徒弟意愿。 你如果十天内没有捏碎,那长青剑仙只当你不愿意拜他为师,而且你拜菩提老祖为师,他们也不知晓,他们恐怕还以为你在外面闯荡呢,即便很久以后,你实力强大,泄露出马脚,被人知晓你是菩提老祖的弟子。 可知晓了又如何? 三界中,我师尊还是有些面子的。 纪宁点头,那我的两头灵兽。 你的灵兽,你也可以一起带到协越三星洞。 白衣将军道,只是他们却不得师尊为师了。 能带去就好。 纪宁惊喜连点头。 如果没别的事,我们可以出发了。 白衣将军道。 嗯? 纪宁点头,当即连喊道,白叔,小青。 远处小青搜的飞了过来,缠绕在纪宁手臂上,白叔也来到了纪宁身旁。 白叔,小青,我们准备离开大厦世界了。 纪宁道。 离开大厦世界。 小青,白叔都惊恶。 离开一方大世界。 去哪? 小青问道。 纪宁转头问道,江兄,这协越三星洞在哪? 协越三星洞,一协勾,三星点,你说这是什么字? 白衣将军笑道。 一协勾三星点。 心字。 纪宁瞬间明白过来。 对,就是一个心字。 协越三星洞,乃师尊之洞府,三界茫茫,却谁也找不到师尊的洞府所在,此处,只能心中去想,心中去寻罢了。 白衣将军道。 纪宁顿时觉得神秘无比。 协越三星。 的确是一个心字,这菩提老祖给自己洞府起名字倒也有趣。 菩提老祖,协越三星洞,纪宁却回忆起了前世所看的一部古人所记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那《西游记》是古人记载的一部小说,其中也有盘古,女娲,菩提祖师什么的,不过却没有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之说。 纪宁是去过阴曹地府,投胎过的。 现如今对三界也是了解一些。 纪宁明白。 每个世界都会有一些传说,如一些厉害人物,盘古,女娲,后裔,夸妇等等,早就在三界中被无数人人议论。 像《西游记》这部小说,也同样是受到一些更早期的神话故事影响,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也并非西游记所原创。 其实在大厦世界中,同样有一些神仙小说,甚至连一些神通法天相帝竹龙之眼等都有记载,也编撰成各种故事。 有些故事是真,有些是假。 有些名字都是错的。 地球上古代或许有修仙者。 甚至可能有转世仙人觉醒记忆,耳后给后人留下一些传说。 三界中有无数传说,甚至有无数编撰的小说。 只是,三界真正的神秘,即便我已经能斩杀散仙。 更得到大能者三寿道人的传承。 对三界依旧觉得模模糊糊。 纪宁暗暗感叹,之前的上古世界,为何破碎,化为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到底是什么在攻击六道轮回。 神秘。 邪悦三星洞,乃三界大能者的洞府中,最神秘的一个。 我虽然一直居住在邪悦三星洞,却也不知邪悦三星洞到底在哪。 必须师尊引领,我才回得去。 白衣将军感慨,走吧,收了你的仙府吧。 闻。 纪宁心意一动。 滑。 顿时仙府收起。 纪宁站在河流旁的草地上。 手臂上缠绕着小青,白水则也跟在一旁。 白衣将军则是道,此次一去,殿是数十年之久,你可还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 纪宁轻轻摇头。 没有了。 之前离开安禅郡,本就是因为少严市的缘故。 被迫逃离。 当时就已经和秋叶,纪室族长等人都说了会离开很久。 余威则是随吕洞宾去穴道了,表姐玉池西悦自己也说过了,黑白学宫的同门之前也都告别了。 那便走吧。 白衣将军当即心意一动,二人脚下都出现了云雾。 云雾拖着白衣将军,晋宁,白水则。 迅速冲天而起,没有引起丝毫阵法禁止,就已经飞到了高空深处。 很快便到了最上方的虚空中。 猎。 白衣将军一挥手。 上方灰暗扭曲的虚空直接被撕裂,撕裂出了一条通道来,通道内隐隐还有着扭曲的彩光。 走。 白衣将军随手一扔,那青色小剑直接从数万里的高空掉落,朝下方跌落飞下去。 随即白衣将军带着晋宁,小青,白水则,直接进入了那条通道中。 哗。 很快虚空通道又弥合了,恢复了正常。 大厦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晋宁了。 仙缘大会过去了十二天。 夏皇正在天盲殿的一侧殿中,盘膝坐着,立幕静修着。 闻。 夏皇忽然睁开眼,露出疑惑之色,长青师弟来干什么? 很快,一名年轻男子走入了这侧殿中,那些仆从侍卫仿佛根本没看到似的。 师兄。 长青剑仙道。 师弟,你怎么来我这了? 夏皇疑惑道。 这都十二天了,我当初交给你的信物早就化为了虚无。 长青剑仙摇头,本来我是懒得来的,毕竟那晋宁没有捏碎信物,我也懒得收他为徒。 可毕竟这是师尊吩咐,所以我还是来这大厦世界一趟。 如果这晋宁愿意,我便再给他一个机会,收他为徒。 你说什么? 夏皇震惊道,纪宁没捏碎信物。 对,没有捏碎。 长青剑仙点头。 可这纪宁早就离开阎王府了,我还以为是被你带走的,以为师弟你这脾气公傲,所以没有来和我说罢了。 夏皇惊愿道,我甚至之前还查探过一次,他已经不在大厦王都。 吕洞宾,大师智,他们不至于为一个小家伙得罪盗祖吧,难道是这纪宁太年轻,又夺得仙缘大会第一,没能拜盗祖为师。 所以一怒下也不想拜纯阳真仙为师独自离开了。 长青剑仙冷哼一声,哦! 你说他早就离开大厦王都了? 既然如此,师兄,我已经仁至义尽,这事可就跟我无关了。 说完,长青剑仙转头便走,很快便离开了大厦世界。 他可不在乎什么纪宁,只是因为是师尊吩咐,所以才跑来一趟罢了。 第358章 老祖门下大师兄 华 撕裂开的虚空通道内隐隐有着扭曲的彩光,白衣将军带着纪宁,白水泽,小青便穿行在这条虚空通道中。 闻! 纪宁忽然露出吃惊之色,一旁白水泽,小青都有些目瞪口呆。 因为这虚空通道周围的色彩,时而变成火红色,仿佛火焰通道。 时而变成水蓝色,仿佛海水通道,在这条虚空通道中足足飞行了斩查时间,竟然还在飞着。 江兄! 纪宁连问道,我们怎么在虚空通道中如此之久? 难道平常撕裂虚空,抵达另外一处都要这么久呢? 不! 白衣将军笑着摇头,平常离开大下世界,只需撕裂空间便能轻易离开到大世界之外的无尽虚空中,随即施展大挪移,便可轻易抵达某处。 可是我们现在要去的乃是师尊的邪悦三星洞,乃是三界最神秘之处,平常的法子,根本去不了师尊啊。 哦! 纪宁微微点头。 现在并非是我维持这虚空通道,而是师尊在引领我们。 白衣将军道,我们沿着这虚空通道可以直接抵达邪悦三星洞。 还有多久? 纪宁看着周围的虚空通道,又变成完全的漆黑之色。 黑色通道,扭曲向前,让纪宁也隐隐有些挡寒。 他有一种感觉,一旦被卷入那扭曲空间中恐怕会被绞死。 快了,快了! 白衣将军笑着说道。 话音刚落。 哗! 虚空通道的前方便出现了一片蒙蒙世界,白衣将军。 纪宁等一个个直接飞入了其中。 到了! 白衣将军站在半空中,面带的色,笑着扫视周围蒙蒙世界。 这,这是邪悦三星洞。 纪宁俯看下方,只见下方是无尽的世界。 有一座座城邑,单单肉眼俯看,便是一很广阔的世界。 白衣将军道,这是师尊开辟的洞府世界,论大小,比之那大厦世界也是相差无几。 媲美大厦。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暗暗点头。 纪宁问道,这是老祖亲自开辟的世界。 传说中三界中厉害人物能够开辟出一些小世界,比如方圆数万里的世界。 像媲美大厦世界那般广阔的世界,也能开辟出。 哈哈,那上古世界,乃是盘古开天辟地而成。 比那一个个大世界,大了不知道多少。 白衣将军摇头笑道,虽然师尊无法像盘古那样。 可要开辟出媲美大厦的洞府世界,还是能做到的。 这洞府世界,与外界完全隔离。 洞府世界内自成轮回。 这世界内也有小型的阴曹地府,死后的鬼魂也能继续投胎在这一世界中。 白衣将军笑道,这洞府世界,其实就是小型的上古盘古世界,完全不受三界管束。 便是其他大能者都根本进不来。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暗暗震撼。 不受三界管束。 自成轮回。 大能者。 果真是大能者呀。 方寸山就在这洞府世界的中央。 白衣将军指着远处上方,就在那。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抬头看去。 果真在远处隐约有着一座山峰正悬浮着。 走。 白衣将军当即带着纪宁他们飞了过去,那座悬浮的山峰越来越近,甚至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些仙鹤,走兽在其中。 华。 白衣将军,纪宁他们飞入了山峰中,落在了一山路上。 沿着这条山路,走到最上方。 便是师尊修道教徒之处。 白衣将军说着,纪宁也跟着一起往上走。 山路崎岖,还好有着一层层石阶。 刚走了一小惠儿。 白衣将军便转而沿着旁边一条被踩踏的明显的小径往山林内走,纪宁,先随我去见大师兄。 大师兄。 纪宁心中懵懂疑惑,随着白衣将军往山林深处走。 大师兄乃是最早跟随师尊的,切切不可施理。 白衣将军说着。 闻。 纪宁点头。 纪宁耳朵一动隐约听到声音。 一下,两下。 三四下。 五下六下,七八下。 九下十下,你给我倒下。 伴随着嘹亮的声音,同时咔的一声,跟着轰隆白衣将军和纪宁的步伐也快,听着声音就已经走到了近处,便能看到一棵大树轰然倒下,纪宁透过树影,隐约看到那有着一穿着草鞋不衣戴着草帽的侨夫,这侨夫皮肤又黑,朴素得很。 白衣将军却是走了过来,大师兄。 大师兄。 纪宁惊恶。 乔夫。 大师兄。 眼前这侨夫普普通通,穿着普通,既宁现在眼光也算毒辣,可是他怎么看,这已经磨得有些破烂的草鞋不衣应该都是很普通的草鞋不衣,并非法宝。 而且,怎么看,眼前这侨夫都没有丝毫威压,丝毫气息,甚至既宁都感觉不到丝毫威胁。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侨夫都是一个凡人。 呼! 乔夫将斧头抗在肩上,直挤了腰,转头看来,笑道,哈哈,是将军啊,你怎么到我这了? 我奉施尊之命前去大厦世界接小师弟,回来了,便先带小师弟见见大师兄。 白衣将军道。 小师弟。 乔夫看向纪宁,仔细看着,目光普普通通,没有丝毫穿透力。 他就是小师弟,宁叫纪宁,现如今才万象真人。 白衣将军道,纪宁,还不见过大师兄。 拜见大师兄。 纪宁恭敬行礼。 乔夫笑着,我也就一砍柴的,不过你小小年纪能被师父派人接来,看来师父很重视你。 师父脾气很好,不过,你也得努力别让师父失望。 闻。 纪宁点头。 好了,去吧,将军。 你带这纪宁去见师父吧。 乔夫道。 好。 白衣将军当即带着纪宁离开。 回到了那山路上。 纪宁疑惑,大师兄。 应该不是凡人吧。 自己看吕洞宾,夏皇等人,都能明显发现他们的不凡。 当然也可能是吕洞宾等人并没有收敛气息。 可这乔夫,自己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察觉不出他丝毫修炼的痕迹,甚至这乔夫手上都有老茧,头发上还有着少许白发。 当然不是凡人。 白衣将军道,师尊门下,从上古到如今,弟子众多,真仙天神也有不少。 可论实力。 大师兄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比我等都强得多。 毫无争议的第一。 纪宁震惊。 对,只是大师兄自上古世界破碎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些月三星洞洞府世界了。 白衣将军道。 所以三界中,知道大师兄的少之又少。 晋宁不由震撼。 上古世界破碎,随后才是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诞生。 从三千大世界诞生到如今,时间何等之漫长,这个大师兄竟然有耐心一直不到三界中闯荡。 一般实力越强者,越是喜欢去三界许多地方逛逛。 毕竟亿万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精彩。 像吕洞宾,游戏人间,在无数世界留下了自己的传承。 像很多厉害人物,都是名传三界。 大师兄自上古破碎竟然都没有出去过。 大师兄叫什么? 纪宁问道。 乔夫。 将军道。 我说的是本名或者道号。 纪宁追问道。 不管是本名还是道号。 我就知道大师兄叫乔夫。 将军摇头道,其他一概不知,你平常在山上学道。 道是可以在山林中修炼,或许大师兄看到你,能指点你一番。 纪宁点头。 菩提老祖门下大师兄,竟然是如此神秘,纪宁也生出好奇心。 很快。 将军就带着纪宁,来到了山门处。 山门旁有着一大石。 大石上有着五个大字,斜月三星洞。 而山门口则是有着两名青袍道童,这两道童能来到这方寸山,也是绝世妖孽般人物,可在方寸山上却只能算是普普通通,能够来看门,他们俩就已经很是开心了。 师祖。 师祖。 这两名道童都恭敬向将军行礼,将军可是纯阳真仙,地位何等之高。 嗯? 将军点头,便带着纪宁,白水泽,小青直接往里走,两名道童自然不会阻拦。 一路行走。 这斜月三星洞内景色优美,各种仙秦,走兽随处可见,各个气息收敛,只是在收敛依旧让纪宁感到强大的威胁感,显然非常强大。 斜月三星洞内的气氛非常祥和,那些仙秦走兽大妖们都没有一个露出凶利之气,仿佛乖巧异常。 老祖叫弟子,不在乎出身,所以除了人族外,妖族,乃至神魔在此学到的也颇多。 将军孝道,老祖还有一条规矩,但凡在这方寸山,是禁止任何一名弟子厮杀的。 一旦有弟子党敢动手,老祖会立即出手镇压,直接令其魂飞魄散。 不管是谁,即便是我,面对那些徒子徒孙,也不能出手,我一旦出手,师尊也会直接杀了我。 将军道,这是铁律,谁都不能违背。 纪宁点头。 难怪气氛祥和,原来是禁止任何厮杀的,老祖就在山上,谁敢乱来。 一路行走。 路上经常听到师祖师叔师伯师祖各种称呼,显然将军身份地位很高。 师尊就在里面。 将军指着前方一座普通的道观,道观门口有着两名道童。 师叔,师祖早就吩咐了,无须通禀,带着纪宁直接进入。 其中一名道童笑道。 第359章 三寿道人之生死 这两头灵兽暂且在外等待。 那道童又说道。 纪宁点头,小青和白叔也都乖巧的在一旁默默等待,他们俩也清楚,在那道观中的乃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最顶尖的大能者菩提老祖,他们岂敢造次。 走。 白衣将军带着纪宁,便入了道观中。 白叔,主人要见道祖了,一切简直跟做梦一样。 小青眼睛终满是兴奋。 白水则也轻轻点头,直到现在他都处于震撼中,当初那个炼剑连弓箭的小娃娃,竟然也能去拜见大能者菩提老祖,人生之际遇,当真不可思议。 道观类。 一片空地上有着很多蒲团,而在空地的前方便是台阶,台阶之上也有着一蒲团,蒲团上正坐着一名须发揭白的销兽老者,这销兽老者穿着宽松道袍,盘膝而坐,散发着让人不由自主心神宁静的气息。 他就是菩提老祖。 一看到那须发揭白的老者,纪宁不由暗暗紧张,这可是真正的大能者,甚至都斩杀过其他的神魔道祖,甚至被称之为三界最神秘的道祖。 如此存在,纪宁怎能不紧张。 师尊,纪宁带道。 白衣将军也恭敬万分。 拜见道祖。 纪宁也恭敬道。 菩提老祖睁开眼,看了看纪宁,脸上浮现一丝微笑,轻轻点头,嘱托将军道, 你先退下,纪宁留下即可。 是。 白衣将军恭敬退去。 周围只剩下纪宁和菩提老祖二人。 菩提老祖淡笑道,不必紧张,随便选一蒲团先坐下。 是。 纪宁选择了身旁一蒲团,盘膝坐下。 大厦世界的先缘大会,我也看了,其中当属你,牧传,拉他三人最是优秀。 菩提老祖点评道,赤明最终选了牧传,也在我意料中。 这赤明选弟子守众心性,那牧传的性子倒是最是符合他的喜好。 纪宁暗暗感叹。 水斧之灵曾说过菩提老祖很擅长叫弟子,相对而言赤明道祖,玄武大帝叫弟子的能力就差不少了。 连菩提老祖都认为牧传拉他二人都不错,看来的确是很有潜力。 不过在我看来,你比他们二人更有潜力。 菩提老祖道,纪宁心中一喜。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比拉他,牧传更有潜力,且说这话的是菩提老祖。 修仙之路,坎坷艰难,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必须要走得稳。 这是对的。 菩提老祖道,从这一方面来说,牧传,拉他都是很好的弟子。 他们俩的根基是仙缘大会上堪称最扎实的,心性也是最沉得下的。 不过,这天地分阴阳。 菩提老祖道,沉稳踏实固然重要,可锋芒也一样重要。 须沉稳,也须有锋芒。 沉稳为阴,锋芒为阳。 阴阳交替,方能走得更远。 菩提老祖笑道。 晋宁,你的锋芒便比那二人强得多,而且根基也很是扎实。 只是,你这样的弟子,教导起来更加难。 像拉他,牧传这种弟子叫起来非常容易,让他们慢慢修炼,慢慢闯荡。 他们自会逐渐提升。 而你,你的进步会比他们更快,不过也更危险。 你将来的成就可能比他们高。 也可能中途就陨落。 菩提老祖看着晋宁,今日我便赠与你几句话,你须记在心底。 修仙之路,目标当远大,应将盘古女娲当作目标。 修仙之路 居低头看路,切记必须跟机扎实。 别好高骛远,鸡飞蛋打,生死盗销。 修仙之路,刚谨慎,小心使得万年传。 修仙之路,刚锋芒,心有冲天进才能走得更远。 菩提老祖说的简单,却是修仙心性的根本。 能够被菩提老祖照到面前的,资质悟性都不会差,这时候决定将来成就的,更重要的是心性。 晋宁定当谨记。 晋宁认真道。 如何目标远大又不好高骛远,如何小心谨慎却心有冲天进,这需你自己把握,天地阴阳,阴阳之间,便存乎一心了。 菩提老祖道。 晋宁点头。 第一次见自己,就嘱托这几句,晋宁也明白重要性。 他也懂得老祖所说道理,不过知意行难,在修仙路上当时时自省,防止走错了路。 老祖这四条劝告,就是修仙路上的四条鞭子,一次次鞭持自己。 菩提老祖又道,我关仙缘大会,你应该学会了神通斋星手。 是。 晋宁承认。 老祖都说出摘星手名字了,哪里还能隐瞒。 三寿道友,终于有真正传人了,这门神通终于又要再现三界了。 菩提老祖唏嘘感叹,小熊,还不出来。 华。 晋宁身侧凭空出现了一道身影,正是黄毛大雄。 文。 晋宁吃惊的发现,一旁的黄毛大雄更加真实,仿佛生命,不像水斧之灵中虚幻凝聚。 小熊拜见道祖。 黄毛大雄跪幅下来,直接磕头。 看来,晋宁你的确是进了摘星府才能学的这门神通。 菩提老祖点头。 晋宁露出疑惑之色,老祖,这摘星府。 一旁的黄毛大雄道,摘星府,乃是水斧的真正本名,这府邸虽然是主人留下来传给弟子,但是同样也是主人当年的洞府,主人当年在摘星府中,经常接待一些好友,甚至还有一些神魔来听主人讲道。 晋宁顿时想起了水斧主殿中大量的仆团,的确曾经很多人在那听着讲道。 菩提老祖道,摘星府之余三寿,就好比这些月三星洞之余我。 当年三寿也是自知浩劫难度,所以才细心准备,将当初自己的洞府又添加了大量的宝物,甚至将数件先天灵宝都融化取材,请了数位大能者帮忙,最终才打造出来。 耳后抛枝,让这小熊自己去寻传人。 请到组织点。 黄毛大雄重重磕头,甚至眼中都有着泪花,告诉小熊,主人他现在到底在哪,是生是死。 他磕头发出喷喷的声响,显然极切渴望得很,他等这一天等了无尽岁月了。 呼! 菩提老祖一听,神情也是复杂,先是沉吟了下,才道,三寿乃是我至交好友,生死好友。 我俩在混沌中变相识,一起闯荡。 我较为木那些,三寿兄则更为锋芒碧露。 我喜感悟天地,悟天道玄妙,不掺和当时上古世界中的势力纷争。 而三寿兄则是战役滔天,极为好战,甚至大量的神魔跟随在他的麾下,在上古世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被称为神主。 他因早期断壁,苦苦参悟,琢磨出一门惊天动地的大神通斋新手。 混沌真神本就极为善战,一些炼气流的大罗道祖都不愿和混沌真神进行生死厮杀,而三寿兄悟出这一门斋新手,特别是第六转后的斋新手,威能不可思议。 在上古世界,也是赫赫威名,真神道祖中也排在前列。 菩提老祖目光飘渺,缓缓说着,只是他未曾悟透天道,对危险之欲感就相对弱了些,当初那一场大浩劫,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三寿他硬是要去, 我阻拦他,可他天生战役滔天,不愿退缩。 明知无比危险,可好战的热血令他决定去,在去之前,他不愿他的斋新手失传,所以请了数位好友帮忙,才他原有的洞府基础上加了众多宝物炼化,才弄出了这用于传承的新斋新斧。 弄了新斋新斧后,呆得浩劫降临,他便义无反顾去迎战了。 那一战,我退缩了。 菩提老祖目光飘渺。 寄宁听的心颤。 菩提老祖退缩了。 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大的浩劫。 那一场浩劫,从混沌到如今最大的一场浩劫,在一开始就打得上古世界破碎,无数强者陨落,神魔生死。 比之三寿更强的存在,都一一生死。 菩提老祖唏嘘摇头,惨烈,惨烈呀,三寿乃极好战之辈,自然在其中,他的神通摘星手不愧是最最顶尖的大神通,被女娲都称赞的大神通, 三寿风魔之下,也有数位神魔道祖死在他手。 我也只是凭借一梦三界观战而已,未曾参战。 这门神通,乃三寿天生之战役,又从盘古,女娲那学习些,最终悟出的一门大神通。 悟出神通是需要天赋的,我悟出的神通比三寿要多得多,却未曾有一门比得上这摘星手。 菩提老祖看着纪宁,如此神通传承你手,你切切不可让他蒙尘。 纪宁重重点头。 三寿道人,原来也凭借摘星手斩杀了数位神魔道祖,听菩提老祖的意思,这门神通显然是非常恐怖的。 黄毛大雄却听得心颤,道祖,我主人他。 纪宁也看着菩提老祖。 到底三寿道人是生是死? 这也让自己渴望知晓许久了。 小熊。 菩提老祖看着黄毛大雄,轻轻叹气。 黄毛大雄顿时心一颤,脸色一变,重重磕头,磕得喷喷响,还请道祖告知,主人到底是生是死。 小熊,其实你心中早就知道了,又何必多问? 菩提老祖摇头。 第三百六十章 老祖收图 我,黄毛大雄看着老祖。 死了,他早就死了,那一场浩劫中他就死了。 老祖摇头,三寿的性子,如果还活着岂会不去找你。 让你在外飘荡亿万载岁月,你这小熊明明猜到了,却不愿相信。 啪!啪! 一滴滴泪珠滴落在地面上,跪在那黄毛大雄全身颤抖着,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嗷! 哀嚎声让季宁也不由心酸。 主人,主人,主人,黄毛大雄仰头疯狂叫着,三寿道人对他而言就仿佛父母。 许久,黄毛大雄跪扶着道,小熊之前放肆了。 好了。 老祖吩咐道,你回摘星府中吧,你现在还不能脱离摘星府。 是。 黄毛大雄恭敬道,随即滑遍凭空消失,又再度回到水府中。 纪宁在一旁心中虽然感慨水府之灵和三寿道人的情感,不过也发现了些疑惑之处,黄毛大雄既然是水府之灵,怎么自己感觉他仿佛生灵? 还能流泪。 甚至连老祖都说现在还不能脱离摘星府,难道将来能脱离水府? 不过水府之灵已经在水府中亿万载岁月了,都未曾脱离。 即便能脱离,估计也很久很久以后。 纪宁 老祖看向纪宁,三寿已死,我便替他教你学道,你可愿拜我为师。 纪宁当即贵符,弟子拜见师父。 文 老祖露出一丝笑容,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门下一纪名弟子。 当你渡劫成天仙之时,便成为我亲传弟子。 是。 纪宁恭敬硬道。 在我门下规矩甚少,就两条。 一,不得忤逆。 二,没有我允许,你不得在外说我是你师父。 老祖道,若是违逆,轻则我将你击杀,令你既以蒙蔽转世轮回。 众则直接令你魂飞魄散,再众则,让你的魂魄勇是受真火灼烧之苦。 纪宁恭敬道,弟子明白。 那弟子何时才能说是老祖弟子? 纪宁问道。 机会到了。 自然可以。 老祖一笑,如果你能集得上你大师兄的本事,也可以在外随意说。 纪宁暗自嘀咕。 大师兄? 那可是众多师兄弟中第一人,连白衣将军等师兄都是自叹不如的。 要达到大师兄的实力,谈何容易? 至于你将来为上为恶,我也不会多管,只要你一切遵循本心即可。 老祖道。 是。 纪宁硬道。 你上前来,到我面前来。 老祖吩咐道。 纪宁一正,随即连上前,沿着台阶走上,直接走到了老祖身旁。 很突然的。 老祖忽然一指头就点在了纪宁的眉心上,简单的一点,可纪宁却根本反应不过来。 指头就已经点在眉心上。 嗡。 纪宁整个人便是一软。 便坐在了台阶上,闭上了眼睛就那么坐着。 老祖笑看着纪宁,随即也闭上眼睛不再多管。 这是一条空气的走廊,走廊的两侧墙壁上满是各种剑法图案,那些剑法还动了起来。 施展着剑法的玄妙。 纪宁行走在这条走廊上,看着两侧正在不断动的剑法。 剑法层次一般,还不到三尺剑第一式的层次。 纪宁行走着。 他忘记了为何来到这。 忘记了过去。 他只知道沿着这条走廊不断往深处走。 两层狼臂上不断变换的剑法,甚至脱离了狼臂。 在纪宁周围环绕,让纪宁感觉到无尽玄妙。 此处,已有三尺剑第二式的威能了。 纪宁继续走。 走了不知多久,这条狼臂仿佛将剑道中存在的一切剑法都无比细致的展现在纪宁面前似的,原本纪宁自认对剑法感悟够高了,可现在却发现还不够细致。 不管是邪义的、霸道的、高傲的、孤僻的、凶狠的、各种各样的剑法,进阶展现。 此处,已是三尺剑第三式的层次。 不知道走了多久。 此处,已是三尺剑第七式的层次。 纪宁继续往前走,大量的剑法玄妙不断被纪宁汲取,纪宁的根基越加扎实,虽然它早就达到了第七式的层次,可是现如今纪宁对剑道的感悟已经明显高了很多。 又过去许久。 已经是三尺剑第八式层次了。 纪宁感觉到了艰难,感觉到了吃力,周围无数的剑法不断将各种玄妙传递给纪宁。 纪宁不断汲取着。 它走在狼道中的步伐也更加慢。 三尺剑第九式的层次 剑法越加深不可测,周围每一种剑法拿出来都能媲美三尺剑第九式,且周围有着无数种剑法,纪宁虽然悟不透,可是这些剑法的根本玄妙却深深印刻在纪宁的神魂中。 继续往后走,那已经远远超越三尺剑了。 如果三尺剑还有后续,后面的剑法完全能媲美三尺剑第十式,第十一式。 纪宁沉浸在剑的海洋中,行走在狼道中,心灵完全被无数剑法充斥,越加深奥的剑法玄妙从心中掠过。 虽然不懂,可无数剑法的洗礼,却让纪宁非常熟悉这些玄妙。 好久好久。 仿佛过了千年万年,纪宁终于看到了这条通道的尽头, 那是茫茫一片的巨大的剑光。 纪宁不知道为什么走过去,也不知道是否该停下,就这么的,走进了狼道的尽头。 身体进入了那一片巨大的剑光中。 轰! 浩瀚的无尽玄妙涌上心头。 剑道的好广,一切玄妙进阶让纪宁完全触摸道。 之前在狼道中无数的剑法也掠过心头,让纪宁的心越加贴近剑道。 闻! 纪宁一个机灵,睁开了眼。 这才看到自己正坐在台阶上,台阶之上的蒲团上正是穿着宽松道袍的老祖,老祖睁开了眼,笑看着纪宁。 这,这,纪宁看向周围,一切感到不真实。 过了好一会儿,脑海深处那数十年的记忆才完全恢复。 那无数剑法的玄妙才被纪宁压到神魂深处。 师傅,我,我,纪宁忐忑看向老祖,自己感觉好像度过千年万年一般。 连自己数十年的记忆都是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你怎么了? 不就是打了个瞌睡吗? 老祖笑道。 师傅,我睡多久? 纪宁问道。 不就一炷香的时间? 老祖道。 可是我,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度过了千年万年之久。 纪宁忍不住道。 老祖道,我不过是用了一梦千年的法术,让你真正感受一次完整的剑道,从剑道出入门,到剑道大成。 对,一梦千年。 那种感觉的确像做梦,自己似乎连思考能力都没有了,只知道傻傻的不断在狼道里面拟走。 也仅仅只是让你感受一次完全掌握剑道的感觉罢了,你的剑道境界依旧没多大提升。 老祖道。 纪宁却清楚这次一梦千年对自己帮助是很大的。 虽然自己依旧只能施展出三尺剑第七式,可自己对剑法的理解明显扎实了许多。 而且对剑道往后的路,也有了一个懵懂的认知。 甚至连完全掌握剑道都有了一个模糊的感知。 修仙之路,本就是摸着石子过河。 自己却对这条路有了大概的感知,那么走的时候,自然会更快。 谢师傅。 纪宁连跪下道。 我仅仅是帮了你一把,你能有何等成就? 还是要看你自己。 老祖轻轻一指,一道流光直接飞入了纪宁的脑海中。 纪宁赶到大量的讯息涌入脑海中。 好半天时间,纪宁这才清醒。 北明经 赤明九天图四卷 纪宁赶到神魂中蕴含的修炼法门。 赤明九天图第一卷,后天,先天,子府。 赤明九天图第二卷。 万象,元神,反须。 第三卷,天神卷。 第四卷,真神卷。 赤明九天图乃是赤明所创,这套法门也被女娲夸赞过,的确是难得的法门,可以一直修炼到真神层次。 老祖说道,而北明经则是水行的炼气法门,乃是逍遥道祖所创,可以一直修炼到大罗道祖。 二者,一炼体,一炼气,以后便为你基础法门。 老祖道。 是。 济宁惊喜万分。 北明经 逍遥道祖所创。 一听就知道是三界中最最顶尖的炼气法门。 炼体法门,炼气法门在三界中倒也算不得珍贵。 老祖淡然道,而神通,秘术则要珍贵得多。 北明经这等法门,便是大下皇帝也没有,也就菩提老祖这层次敢说不珍贵。 我方寸山有两座道宫,那包括万象、阵法、傀儡、剑道、刀道、太极、雷法、莲花、众多法门无一不包,种种神通秘术,就看你有没有能耐学道。 老祖淡然道,道,不可倾传。 你要学,就得有学的本事。 弟子明白。 浸宁恭敬道。 去吧,在我方寸山安心学道,当你有一天实力够了,才能下山回你大下世界。 老祖道,等你出师下山之日,我会送你两样大好处。 师父,什么层次叫实力够了? 浸宁追问道。 道了自会告诉你。 老祖道。 浸宁顿时无语。 让自己埋头学道呢,连啥时候能出师下山都不说。 去吧。 老祖淡然闭眼道,不得我允许,不得进来骚扰。 是。 浸宁当即乖乖离去。 呆得浸宁离开后,老祖才睁开眼,轻声摇头, 多久了,我还是第一次在弟子面前这么唠叨,想起三寿,想起当初那一场大浩劫,我还是心乱了。 第361章 神仙宫 三界宫 浸宁走出了道观,道观外正有着白衣将军,小青,白叔他们都在外面等着。 主人。 小青已经化作青衣少女,欢喜连喊道。 白衣将军也笑看着浸宁,现在该称呼师弟了。 师兄。 浸宁也道。 而道观的两名道童却露出吃惊之色,白衣将军笑道,青水、白河,师尊刚刚收了浸宁师弟为徒,你们俩可得记住了。 见过师叔。 两名道童连向浸宁道。 浸宁师弟。 白衣将军笑道,青水和白河,乃是两件先天灵宝所化,一直伺候着师尊,连我平常要见师尊都必须通秉得道师尊允许,他们俩却是随身伺候,比我们这些弟子见师尊都要多得多。 浸宁,白水泽,小青都是大吃一惊。 先天灵宝。 两位师侄。 浸宁自然不敢有架子。 师叔不必客气,我们也只是先天灵宝,想要修炼都无比艰难。 哪能和两位师叔比,师叔修炼速度那是远超我等。 那清水道童笑道。 先天神魔,乃是盘古开天地后,天地孕育而生的神魔。 先天灵宝,便是盘古开天地,天地孕育而生的法宝。 修仙者们炼制,一般是人皆法宝,地皆法宝,天皆法宝,先皆法宝乃至纯阳法宝。 即便是大能者,也就能炼制出纯阳法宝罢罢了,这是刻意炼制法宝的一个极限。 不过纯阳法宝有灵,完全可能自己吸收天地之力,感悟天地奥妙,又极小的可能晋升到先天灵宝的层次。 师弟,此处景色优美,又很是僻静。 可为师弟在方寸山上的居所,师弟直接将随身携带洞府放在这即可。 白衣将军带着纪宁,来到了一处僻静处,不远处还能看到山西流淌,还有红通通的灵果挂在枝头,偶尔还能看到有一些仙秦飞过。 纪宁点头,好,就这。 来斜月三星洞学道,这住的地方不必苛求,更何况将军师兄帮忙找的地方,的确称得上是仙境。 哗! 仙府直接降临。 落在那一片草地上。 这方寸山有灵果,有泉水。 想吃便吃。 白衣将军道,山上妖兽众多。 切记不可打杀了。 那些紧紧后天的普通野兽倒是可以打杀烧烤吃了。 嗯? 纪宁点头。 只能吃普通野兽。 一旁小青嘀咕着。 师兄,师父之前对我说,方寸山上有两座道宫,包括万象。 纪宁开口道。 对。 白衣将军点头,我带你们过去。 斜月三星洞聚集的神魔妖怪最多的地方便是神仙宫。 那就是神仙宫。 两座道宫之一。 白衣将军指着远处高足有九层的宫殿,神仙宫分九层,每一层都是包括万象、阵法、傀儡、剑道、盾术、雷法、磁光、种种法门神通秘术进阶都有。 越往上越加玄妙。 这第九层自然是最玄妙的。 神仙宫,来者不惧,只要是方寸山上的生灵。 进阶可以进去学习。 不过倒不可清传,学每一门法门秘术都有简单的考验,度过考验才能学得法门。 白衣将军道。 晋宁点头连道,那我这两灵兽也能学。 这是自然。 白衣将军点头。 神仙宫中的法门秘术,虽然并非我斜跃三星洞最高深玄妙的,却也远超你们大厦世界的秘藏了。 你们有乾坤大道的法门秘术。 小青惊喜期待。 你们阵法可多。 白水则也激动。 比你们大厦世界全部加起来都多得多。 白衣将军自信道,便是赤明道祖门下,单论这些法门之多。 也是不如我师尊。 你们要学炼器,炼体法门,要学阵法。 要学乾坤大道。 太极大道,进阶可以,只要你们度过那简单的考验。 小青,白水则顿时明白,他们的机遇来了。 其实能够进入方寸山,都能和菩提道祖扯上点关系。 或者是菩提道祖的徒子徒孙,或者是道祖某个弟子的仆从,灵兽等等。 总之,一般都是属于菩提老祖麾下的,所以允许一切方寸山生灵进去学习也就很正常了。 人真多,妖怪神魔也多。 纪宁一眼看去,神仙宫外的空地上有着大量的人影,甚至还有飞禽,走兽等一些大妖,已经一些长相奇异的神魔。 师兄,另外一座道宫呢? 纪宁问道。 两座道宫,一座神仙宫,另一座便是三界宫。 神仙宫是方寸山所有生灵都可以进去,而三界宫却必须是老祖亲传弟子或者得到老祖允许的,才能进入。 将军道,师弟你因为实力弱才是纪宁弟子罢了,实际上师尊待你,却是如同对待亲传弟子的,所以你也能进那三界宫,至于你的两头灵兽却是不能进了。 纪宁点头明白。 三界宫中,藏有三界中真正的顶尖的大神通和一些可怕秘术,不可轻易学得。 即便亲传弟子,学得树门后,师尊都会禁止再学。 将军说道,能够学的树门已经是大机遇了,毕竟平常天仙神魔能够学得一门手段,便足以仗之纵横三界了。 这让纪宁听的心中滚热。 都是足以纵横三界的大本领啊。 而且一般出师时,师尊都会赐予最符合你的神通秘术。 将军笑道。 纪宁也想起来了。 师父是说过,出师时会给自己两样大好处。 神仙宫,三界宫。 将军感叹道,师弟,切记,神仙宫分九层,必须能够得到神仙宫第九层的一法门秘术,才能去三界宫。 如果连第九层的法门都弄不到手,你自然没资格去学三界宫中的手段。 将军道,至于方寸山上的其他生灵,他们一般学得神仙宫第九层的本领后,就会被赶下山了。 纪宁点头。 这就是新传弟子的特殊。 自己虽是纪宁弟子,可待遇全部是新传弟子的待遇。 三界宫。 纪宁心中痒痒。 师弟你慢慢看。 有事可以去找我,我就在山上,随意问些人便知晓了。 将军道。 谢师兄了。 纪宁感谢道。 小事。 将军随即便飘然离去,他早就过了学艺的阶段,更是达到纯阳真仙层次。 继续留在方寸山,一是喜欢方寸山的宁静祥和,二也是能够偶尔听菩提老祖讲道。 毕竟到了他这一层次,渴望的便是成为道祖了。 道祖,才是三界中最最顶尖的存在。 三界宫真小。 小青嘀咕道,真不起眼。 好歹也是藏着三界中最顶尖的一门门大神通和可怕的秘书,这道宫也该建造的不求多霸气,好歹多点仙气呀。 纪宁也眨巴下眼。 远处的三界宫就是一座普通的楼阁。 高紧紧数丈,在楼阁外正有着一名精兽老者躺在那睡着觉,胸口上还放着一扇子,他睡觉时那呼噜声都很是响亮,纪宁隔着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 神仙宫。 纪宁,小青,白水则都来到了神仙宫。 在神仙宫外的空地上大量的人族,大妖神魔们都好奇看着纪宁他们三个。 这三个是谁呀? 怎么从来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可能是刚刚上山的吧? 我之前看到江师祖带领他们三个,可能那兽皮少年是江师祖收的弟子吧? 气息很弱,他们三个似乎都是万象层次吧。 闻,很弱。 这群人族,妖族,神魔们彼此议论着,显然根本不知晓纪宁他们三个。 而在神仙宫的正门门口正有着一名穿着白袍。 手持白色雨扇的俊美男子,这俊美男子淡然喝道,肃静。 顿时一片寂静,空地上所有人族,大妖,神魔们都安静下来。 眼前这俊美男子可是神仙宫的管理者,他们岂感不尽。 而且这俊美男子乃是一头非常可怕的远古神兽,实力强横无比,远超他们每一个。 纪宁师弟 俊美男子笑着向纪宁点头,我叫银月。 你叫我银月师兄即可,你的事我已知晓。 纪宁见过师兄。 纪宁在这俊美男子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无比可怕的气息。 那是和富海天神相似的气息。 哗! 那些人族,大妖,神魔们各个呆滞。 师弟 银月老魔头竟然喊这个兽皮小子师弟。 也就是说,这兽皮小子是菩提老祖的弟子。 仅仅万象层次就能被菩提老祖收为弟子,毫无疑问如此看重,只要成天仙,肯定也会成为亲传弟子。 嗯? 拿着羽扇的白袍俊美男子看向不远处的大量的人族,大妖,神魔们,淡然道,你等听清了,这纪宁乃是老祖新收弟子。 你们一个个要恭恭敬敬的,该称师叔的称师叔,该喊师祖的,也个个给我喊。 拜见师叔! 拜见师祖! 一个个实力强大的人族,妖怪,神魔们都恭敬喊道。 晋宁看着眼前这些存在,都是元神乃至反须层次,连反须的神魔,神兽都有好些个。 这些反须神魔,可都是玉山大荒泽当初那头神魔的层次啊。 却乖乖喊自己师叔,师祖。 晋宁也感觉玄妙异常。 师弟,进来吧。 白袍俊美男子说道。 晋宁当即转头,看到了神仙宫第一层,一眼看去,最近处正有着一排高高的书架,书架上有着无数的书籍,其中书架上还有着一行大字,打扫方寸山山路一次,可任选一门。 第362章考验 学这些法门秘书,条件就这个。 晋宁惊愕看着书架上那一行大字。 之前老祖也说,必须经过简单的考验,才能学的法门秘书,晋宁脑海中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认为考验会比较容易。 可是这也太容易了,打扫方寸山山路一次。 须知能进神仙宫的可都不是凡人,怕是斩查时间就能打扫一遍那条山路了。 晋宁随手拿起一本剑术书籍,一翻看,便暗暗吃惊,绝对是小五行剑路层次的。 哇,这是仙阶炼气法门。 小青惊呼。 这阵法书籍,不亚于阵法九卷。 白水泽也看得激动。 晋宁目光一扫,一个个摆放着无数书籍的巨大书架上,都有着一行大字打扫方寸山山路一次,可任选一门。 显然这神仙宫第一层的任何一门书籍选择的条件考验都是一样的。 一旁的白袍俊美男子摇头笑道,在我方寸山有一句老话,神仙宫中法门秘书,学知可成天仙可成天神。 三界宫中的神通秘书,学知却能仗之纵横三界。 师父他一梦之三界,搜集神通秘书自然也厉害。 这神仙宫,搜集了上古世界到如今,大量的法门神通秘书,不计其数。 即便是这层次最低的神仙宫第一层,放到凡间,也算是不错的了。 白袍银月师兄说道。 纪宁轻轻点头。 对,师父一梦之三界,搜集各种法门的确会很惊人。 师兄,这第一层学习的考验就这。 纪宁指着那一行字。 对,打扫山路必须亲手拿着扫帚,一层层的扫,即便是修仙者。 恐怕也要半日。 银月说道。 纪宁点头,如果使用法术便能快得多了,如果拿扫帚的确要慢不少。 这第一层都太简单,师弟,随我上去。 银月道。 好。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跟随着神仙宫管理者银月沿着楼梯往上走。 来到了神仙宫第二层。 神仙宫第二层的书架上也同样雕刻着一行字,内容是,将神仙宫所有桌案进阶擦拭一遍,可任选一门。 真简单。 晋宁眨巴下眼,低头看看剑术秘籍,已经能媲美黑白学宫的一些顶尖秘籍了。 宝地。 白水泽震撼无比。 这才第二层。 我还没看过这么高深的法门呢。 小青完全眼红了。 哈哈哈哈,走。 去第三层看看。 银月笑着道。 来到第三层。 书架上依旧有着一行字,除百里内杂草,可任选一门。 银月在一旁道,这除杂草必须亲手去拔掉一株株杂草,百里内的杂草。 这一株株的拔,也需要一个月之久。 难了。 纪宁点头。 他也发现了,这一层比一层要难些,虽然都是些苦力活,可都耗费时间。 一种法门就要拔百里内杂草,那学十种,百种法门。 又得多久。 小青嘀咕。 再去看看第四层。 晋宁又接着往上走。 第四层。 书架上的一行字变成了,亲手种植果树万株,可任选一门。 似乎比除草要容易些。 小青疑惑道。 晋宁也点头。 除草可是除掉百里内的杂草的,数量肯定大得很。 这你们就不知了,这果树,不是凡间的果树,乃是仙果灵果的果树,自然种植起来要非常小心。 即便是修仙者手段高超,可亲手小心翼翼种植一棵棵果树,种植万株果树也需要半年之久。 银月道。 半年。 辛劳半年才学一种法门。 这才第四层吧。 小青瞪眼。 晋宁却很平静。 继续朝第五层走去。 一层层往上。 第一层的考验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搞定。 第二层的杂活则需要三天时间。 第三层的杂活则需要一个月。 第四层的杂活却需要半年之久。 第五层,便需要三年之久。 第六层,却需要整整二十年。 第七层,需要百年。 这是第八层。 晋宁虽然满腹疑惑,可表面上还是保持平静的来到了神仙宫的第八层。 第八层中的书籍明显少得很多。 这里的炼器法门。 已经超越了纯阳级数,达到了大罗级数。 这里的神通秘数。 拿出一种,便足以当大夏皇族的镇足法门了。 晋宁,白水则,小青的目光同时落在书架上,书架上有着一行子, 当斜月三星动手门到同千年,可任选一门。 第七层要耗费百年才能学得一门,现在却需要千年了。 小青忍不住道,这要在斜月三星动待多久,才能下山啊。 不过这里的法门秘数,恐怕少言是,北山市的镇足法门都没有这么高深。 晋宁却很平静,走,去第九层看看。 第九层,也是神仙宫的最后一层。 这一层的书架一共才三个书架,上面的书籍也不算多,可已然是真正的精品了。 随便拿出一样,仗之,在三界中也能算是一个厉害高手了。 完全能当压箱底的手段。 这里也是方寸山一脉正常弟子学的法门秘数的一个极限。 唯有亲传弟子以及菩提老祖特别允许的,才能去三界宫。 咦? 晋宁惊讶发现,书架黑漆漆的,没有任何文字。 怎么没字了,难道这第九层的法门不允许学吗? 小青疑惑。 晋宁则是转头看向一旁的银月师兄,师兄,这神仙宫的前八层是越晚后,那杂活耗费时间就越长。 可这第九层难道就没考验了? 而且,要学神仙宫的法门,难道就必须要做杂活? 那第八层,学一门要当到同千年,难道学十门,就要万年? 自己当初的心理准备是学各数十年百年? 就回大厦世界的。 自己可是和于薇约定好的。 在方寸山上学到万年? 黄花菜都凉了。 哈哈,师弟当真是聪慧。 银月摇动雨扇,悠悠道,这神仙宫的考验分两种,一种自然是做这没有任何难度的杂活,只需要耗费时间九点罢了。 那些悟性差些的愚笨些的,一般也就选这种方法了,当个到同千年,就能学的第八层的厉害法门,也是值了。 纪宁点头。 成了元神后,寿命便无限了。 只是需要度三灾九节而已。 耗费千年得到一厉害法门的确是值了。 这也是师父对我方寸山一脉的恩赐,所谓道不可清传,师父也仅仅设下一简单的考验罢了。 银月道。 当然如果悟性高的真正爵士之天才,自然无需做杂活,自然有其他的考验。 什么考验? 纪宁问道。 银月笑道,师弟之前可曾注意到神仙宫旁的空地上,也就是那些人族、妖族、神魔们聚集的那一片空地,乃是蕴含一些阵法禁制的。 纪宁一回忆。 顿时点头,对,那空地上是有些阵法禁制符文。 那一片空地,便是交战之地。 银月道,师父设下九尊傀儡,分别是一阶傀儡,二阶傀儡,三阶傀儡,乃至八阶傀儡,九阶傀儡。 不管是谁,只要击败了一阶傀儡一次,便可选神仙宫第一层的任意一门法门。 击败二阶傀儡一次,可任选神仙宫第二层的任意一法门。 击败两次,任选两门。 击败三次。 任选三门,一次下去。 击败三阶傀儡,便能选那第三层的法门。 道理都一样,如果击败了九阶傀儡,自然就能选第九层的法门了。 银月笑看着纪宁。 师弟可明白了。 这考验倒是简单明白。 纪宁点头,随即疑惑道。 击败一次选一门,击败两次选两门,难道说交战次数越多,他实力越强? 你真的去比试了,自然知道。 银月却不多说,不过切记,这比试,乃是比得你对道的感悟。 所以禁止使用任何神通,使用任何法阵,乃至禁术秘术等等。 听说你是剑仙,那么,你只能持着剑,施展着剑法,尽情展现你剑法之厉害便够了。 纪宁点头。 做杂活,可以学到神仙宫第八层的法门。 而击败傀儡,才能学到第九层的法门。 银月看着纪宁,师弟,当你击败九阶傀儡,学的第九层的法门,便可以去那三界宫了。 嗯? 纪宁点头,随即问道,师兄,我现在该和哪一阶的傀儡比试? 那些差的剑术秘术对你用途不大,还是从高点的开始。 师父能收师弟为徒,师弟怕也是难得一见的爵士天才,这样吧,便从这六阶傀儡试试看。 银月提议道,他对纪宁的实力也是一无所知。 不过他猜测,纪宁应该有爵士之才。 六阶 第六层 纪宁想起来了,那第六层中的剑术书籍,就已经比三尺剑全九式还要高深了。 任意拿出一门剑术,都远超黑白学功了。 我才万象境界。 纪宁开口担心道,会不会? 别担心,师尊所留的这九大傀儡可不一般,会根据对手的实力层次发挥不同的力量。 你是万象境界,这傀儡体内的原力迸发也会是万象层次。 如果你是反须的仙层次,傀儡原力迸发也会达到反须层次。 所以这比试,考验的是道的感悟。 和你是万象真人,原神道人,反须地仙,根本无关。 银月道。 纪宁顿时放心,好,我便和这六阶傀儡比试一番。 走,去那比试之地。 银月当即带着纪宁,又走下了这九层神仙宫,到了神仙宫外的空地上。 第363章 弱小 神仙宫外的空地上 全都退下。 银月吩咐道,方寸山一脉的众弟子们连都退出了这片空地。 银月一挥手,只见空地上凭空出现了一尊约有杖许高的傀儡,傀儡通体好似钢铁铸铸臼,手臂上还有着六道圆环。 师弟,这便是六阶傀儡。 银月说道。 谢师兄了。 纪宁也充满期待。 当即银月,白水泽,小青都走出了交战之地,而方寸山一脉的其他弟子们则是惊讶好奇的很。 师叔要和傀儡比试了。 师祖要出手了。 这小师祖刚上山,就要和六阶傀儡比试,想必也是有些把握的,这才万象真人吧,竟然敢和六阶傀儡比试,小师祖道得感悟得达到何等境界呀,难怪被祖师收为弟子,当真是绝世妖孽。 我上山都已经数千年了,都还没能击败六阶傀儡呢,还是靠变作一道童才学得神仙宫那第八层的法门。 一头反须老妖低沉道。 刚上山就敢和六阶傀儡比试,厉害厉害,在我家乡的那一大世界,那也是无尽岁月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呀。 这些人族、妖族、神魔们都夸赞着。 在他们心中济宁能被菩提老祖收为弟子,肯定是很不凡的。 而且神仙宫管理者银月那老魔头也是老祖亲传弟子,挑选个六阶傀儡,估摸着也是有把握的。 厉害! 绝世妖孽! 了不得! 这些各方寸山一脉弟子都期待看着。 鄙视之地! 纪宁和那六阶傀儡摇摇相对,在远处小青还在连喊着,主人,主人,击败那个傀儡疙瘩。 万象小子,要击败我,拿出足够实力来。 这仗许高的傀儡低沉道。 同时一翻手,他的手中竟然出现了一柄长剑。 好! 纪宁双手都出现了一柄北冥剑。 杀! 纪宁瞬间动了。 在鄙视之地外的方寸山一脉众弟子们,包括那银月老魔头都仔细看着。 雾透了疾风之道,纪宁速度也快得很,仿佛一阵风瞬间变到了那六阶傀儡的身前,手中的两柄北冥剑也是一瞬间化作两道耀眼的剑光。 在经过一梦千年后,纪宁的剑术明显更加扎实,剑法也更加纯粹。 轰! 这仗许高的傀儡挥动了手中的长剑,一时间仿佛地脉涌动,那一柄长剑竟然仿佛一座大山直接砸来。 甚至纪宁肉眼都能看到那萌萌的一座座大山的虚影。 这一剑的威势一出,便让纪宁完全骇然。 不好,差距太大了。 纪宁看到那傀儡那一剑劈开所形成的一座座萌萌大山虚影。 那无形的道之玄妙,便让纪宁感到了无法抵抗。 原本批出的两道剑光瞬间就转而化为丝线,变得无比的柔韧。 砰! 傀儡的长剑砸在纪宁的北冥双剑上,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压迫而来,纪宁整个人仿佛陨石直接破空飞去。 当飞到比试之地的边缘时,半空中隐隐浮现了一层进制,这才挡住了道飞开的纪宁。 同时那两柄北冥剑更是高高的抛飞了起来,也砸在了遥远处的进制上,随即跌落在地。 我认输。 纪宁连喊道,他的一双手掌已经完全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仅仅只是一次交手。 自己的剑就飞出去了,这差距太大了。 呃! 这! 在比试之地外方寸山一脉的众弟子们,不管人族,妖族还是神魔们,近接惊恶看着眼前这一幕,都眨了眨眼。 在他们心中,既应可是被菩提老祖收为弟子的,肯定有其不凡之处。 即便是他们刚上山的时候,一般也是能够击败二阶三阶傀儡的,一些厉害的甚至能击败四阶乃至五阶傀儡。 不过他们中还没有一个刚上山就击败六阶傀儡。 可方寸山无尽岁月中还是有刚上山就击败六阶傀儡的。 他们论身份地位,比纪宁差得多。 纪宁可是老祖的弟子。 这一众弟子也认为纪宁应该能创造奇迹。 可惜在他们眼里应该很不凡的纪宁。 竟然一招就败了,毫无反抗之力。 主人。 小青看着纪宁,心中一阵阵发酸,主人好歹也是仙缘大会第一,刚上方寸山,他也认定主人应该大展神威。 可是竟然输得这般惨,主人一定很不好受吧。 周围还有那么多方寸山一脉的弟子看着,那个可恶的叫银月的老家伙,是他让主人和六阶傀儡比试的。 宁儿,白水则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一幕。 啊! 那持着与善的银月师兄连一挥手,那六阶傀儡直接被他收了,他连走过去,师弟,这,这我也没,我也不太清楚师弟的实力,我只是知道师父收了新弟子,我。 银月也是无意的。 他很清楚菩提老祖收弟子和等苛刻,没成天仙天神就被收入门下的,那个个都是非常妖孽的。 妖孽的让人恐惧的,所以他才猜测这纪宁小师弟应该能够和六阶傀儡一战,即便败,也应该是厮杀许久遗憾的失败,没想到是这种毫无反抗之力的一招被击败。 不怪师兄。 纪宁摇头,他也注意到那些围观的人族,妖族,神魔们眼神中的惊诧,疑惑和隐隐的不在乎,显然修仙者之间,还是更看实力的。 即便地位高,可实力不行,别人心中还是瞧不起的。 是师弟我实力不够。 纪宁道,六阶傀儡,的确远超我所能承受之极限。 是师兄的错。 银月连道,这小师弟刚上山第一次比试就吃个大亏,且对手还是他选的,他自然觉得惭愧,连又道。 以师弟刚才展露的剑法,击败三阶傀儡绝对没问题,四阶傀儡,也有些希望。 不知道师弟要选哪一个? 四阶傀儡。 纪宁道。 要不师弟歇息下再战? 银月问道。 纪宁摇头一笑,刚刚一战我瞬间便被击败,神力消耗几乎可以忽略,无需歇息。 银月看纪宁的笑容,不由暗暗点头,这个师弟的心性倒是了得,第一次上山比试被人围观着,失败了竟然如此平静。 好。 银月点头,当即一挥手。 那交战之地中又出现了一伙红色的傀儡,傀儡又壁上有着四道圆环。 这位纪宁师书实力似乎很一般啊,竟然面对六阶傀儡如此毫无反抗之力。 嗯? 是很弱。 弱什么弱,你刚上山,和六阶傀儡比试恐怕也是一招而败。 我仅仅是我家主人的一灵兽,而这纪宁可是老祖收的弟子,我可得喊他一声师祖呢。 我们能一样吗? 我刚上山。 也还击败了四阶傀儡呢? 快看,开始了。 师祖和四阶傀儡开始比试了。 这方寸山一脉的弟子原本对纪宁还存着仰视之心,可实际一看却发现纪宁也不过如此。 甚至和他们刚上山时后比,纪宁也只能仅仅算是中等水准罢了,普通,不起眼。 其实这些弟子。 有些是真仙天神收的亲传弟子。 也是真仙天神们在三界中选出的一等一的绝世天才。 即便是黑石真人,九死真人那等实力也不一定会被真仙天神选中。 他们的资质物性可想而知。 有些是天仙的弟子。 有些则是灵兽。 有些则是神魔仆从。 他们刚上山时,有的仅仅万象层次,有的已经是元神层次。 有的甚至是反须层次。 一些反须神魔活的岁月久,本就境界高,击败个五阶傀儡六阶傀儡也是正常的。 像被天仙选中的弟子,那同样资质不凡,完全可能达到苍无旧,黑石真人的水准。 所以这些喊静宁师叔师祖的方寸山一脉弟子,绝大多数都能算是一方大世界中的绝世天才。 甚至有些更加妖孽。 这位师祖的剑法倒是不错,看样子应该能击败这四阶傀儡。 嗯? 估摸着是能击败四阶傀儡,不过很勉强。 是啊,很勉强。 方寸山一脉弟子们都做出评价,对这位地位极高的老祖弟子静宁,他们心中却没有多大尊敬了。 吃! 一道剑光刺入了傀儡的胸膛,没入了一寸身,随即便无法再深入丝毫。 那傀儡也停下了,一动不动,看着尽宁,低沉道,你赢了。 这些傀儡本就是不死之身,连反虚神魔和他们厮杀,都伤不了他们,所以只要能够刺入傀儡的身体最外层,便代表赢了。 师弟现在可去那神仙宫第四层,任选一法门了。 手持与善的银月师兄笑着走了过来,一挥手便收了四阶傀儡。 静宁一笑。 幸亏之前自己一梦千年,剑法的基础更加扎实,施展剑法也更加玄妙难测,如此才能击败四阶傀儡。 否则的话,自己恐怕也就能击败三阶傀儡罢了。 这也在预料中,毕竟自己被禁止使用任何神通秘术,自己最大的依仗摘星手没法施展,自然实力相对就弱得多了。 仙缘大会能夺第一,其实到的境界,自己合参无就,下芒子山他们比其实都要弱一些,仗着摘星手才能夺得第一的。 师兄,方寸山一脉普通弟子刚上山时,能击败几阶傀儡。 纪宁问道。 刚上山,普通弟子有些弱些有些强些,整体和师弟相当吧,不过他们一般刚上山时都修炼了数百年,有些更是数千年数万年。 银月师兄说道,二人说话时周围声音自然屏蔽。 纪宁笑道,这些普通弟子都上山多年,肯定实力不同以往了,我在方寸山,看来算是最弱的。 不过纪宁依旧信心十足,自己修炼才仅仅三十余年,且刚刚上山而已,给自己百年时间,完全能超过他们。 且自己还有神通摘星手。 毕竟和傀儡比试尽只使用神通,自己最大的优势被抹去了。 不过再怎么说,自己和这些方寸山一脉普通弟子比,还是属于垫底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自己还需努力啊。 第364章方寸山上的三十年 师弟到如今修炼多久了? 银月问道 三十余年 纪宁开口 银月顿时笑了,难怪,我说呢,原来师弟才修炼三十余年,如此短修炼时间便能击败这四阶傀儡,相信以后再方寸山,师弟的进步定会很是惊人的。 纪宁一笑,成师兄极言了。 在一众人族,妖族,神魔们的目光下,纪宁和银月一起进入了神仙宫第四层,这神仙宫第四层的剑术书籍之高深。 随便拿出一本都不亚于三尺剑全九世。 当真是学道的圣地。 纪宁翻看着这些剑术的简本,简本上已经有一些最前面的部分了,看得他眉飞色舞,如此多剑术,蕴含三界不知道多少剑仙们的领悟,我汲取无数剑仙的领悟,定能令我剑法大增。 纪宁也开始了在方寸山学道的日子。 因为要出师,最起码也得击败九阶傀儡得到神仙宫第九层的法门,这样才能去三界宫,这是出师的前提。 被荡成新传弟子培养,进入三界宫当中学的真正的大神通大秘术,这是菩提老祖对纪宁这个徒弟最基本的要求,纪宁自己也很清楚。 加上和余威有过约定,要回大厦二人团聚。 所以,必须尽早进入三界宫。 纪宁不想在方寸山上拖个数百年数千年,如果真的在方寸山上数千年,根本无法想象大厦中自己关心的人余威秋叶木子朔玉池西月等一个个会是什么样。 我必须尽快的击败九阶傀儡,最好在数十年中做到。 纪宁给自己定下要求,可他也清楚这个要求是何等的难,在方寸山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不能有丝毫分心。 莲花法术,神魂秘术等等一律放在一边。 在神仙宫中我只选剑术秘籍。 专攻剑术。 这就是纪宁的决定。 时间流逝。 纪宁,白水泽,小青都在方寸山上潜心修炼。 白水泽和小青其实比纪宁还要激动。 怎么办? 三界傀儡轻而易举就将我们击败了。 小青无奈。 现在看来,即便和二界傀儡交手,我们都没有把握。 白水泽也无奈。 方寸山一脉弟子,多得三界中绝世妖孽。 或者是天仙们的灵兽,都是修炼很久的,白水泽,小青相对而言就修炼得短多了。 没办法,做杂活吧。 白水泽道。 只能做杂活了。 小青点头。 于是,他们俩都去接了杂活,耗费近一个月时间亲手辛辛苦苦拔了百里内的杂草,这才能够选神仙宫第三层的法门。 这神仙宫第三层的法门? 放在黑白学宫都算是镇宫之宝了。 哈哈哈哈,我竟然也能得到这样的法门。 小青拿着一本乾坤剑点,激动万分。 我总算能够真正参悟乾坤大道了。 这是天仙的镇法随笔。 白水泽也拿着一本镇法书册,无比兴奋。 白叔和小青其实天赋都很高。 白叔乃是白水泽,虽然是神兽,可其他方面都一般,唯有一点,天生聪慧。 小青更是在乾坤大道上天赋惊人。 先天生灵时就能进行虚空穿梭空间挪移了,虽然那时候小青根本没悟透空间挪移的奥妙,可作为神兽,这乃是天赋,他仅仅稍微感应到一丝就能施展了。 无需悟透,只需要稍微触摸一丝。 即可施展。 只是他们一直没有遇到真正的好的师傅。 纪宁还有水浮星辰殿的帮助指引,也还有殿才仙人的指点,可是白叔和小青都是在埋头自学。 可来到方寸山就不同了。 他们俩可以和那些人族、妖族、神魔们交流。 特别是那些反虚神魔们,寿命悠久,见识不亚于殿才仙人。 这些弟子们看在纪宁的脸面上,也会经常指点小青和白水泽。 他们俩偶尔还能得到银月老魔头白衣将军等人的指点。 最重要的是。 菩提老祖讲道了。 菩提老祖很少讲道,有时候万年都难得讲道一次。 不过自从收了纪宁为徒后,菩提老祖讲道的次数立即多了起来,几乎每个月都讲道一次。 这也是菩提老祖的习惯。 一般收了徒弟,他才会比较经常性的讲道,如果没收徒弟。 他偶尔有了心情才会讲道。 毕竟只有亲传弟子才会受老祖重视。 至于其他弟子,一般连和老祖交谈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整个方寸山一脉的弟子们都为之激动,连山上的几名真仙天神都偶尔来听道。 不愧是道祖。 白水则激动万分,听道祖一次讲道,远超我埋头修炼百年。 我心中诸多疑惑一一解开,我也掌握一条道了。 道祖对乾坤大道肯定掌握了,随意一说,我就领悟很多了。 现在就是封禁空间,我也一样能空间挪移了。 小青也兴奋。 一年年过去。 他们俩做了半年杂活,又得到了神仙宫第四层的法门。 杂活只是体力活,他们只需要奋出一点心思即可,他们完全可以在做杂活的时候继续悟道修炼。 接着又做了三年的杂活,得到了神仙宫第五层的法门。 又做了二十年的杂活,终于得到神仙宫第六层的法门。 这第六层的法门,在大夏王朝当中都算是一等一的了。 几乎都是天仙所著,有些乃是纯阳真仙所写的。 在方寸山的第二十六年。 哈哈哈哈,我无敌了,无敌了。 在磅礴大雨中,小青兴奋无比的在纪宁的仙府周围奔跑着,一次次闪烁着,他的身影模糊,这空间挪移施展的无比迅速。 小青!小青! 纪宁站在仙府门口,他站在那,就仿佛一柄天剑,让人不自禁地生出沉浮的冲动。 你怎么就无敌了? 而且这大雨下着,你还乱跑? 纪宁笑着。 小青! 白水则也口吐人言道,你到底怎么了,怎么激动? 哈哈哈哈,伴随着笑声,小青刷得就出现在了纪宁面前。 主人,主人! 小青眼中满是兴奋,我已经能够施展大挪移了。 我终于能够施展大挪移了。 什么? 大挪移? 纪宁露出吃惊之色。 当初自己斩杀少颜农时曾经得到一份大挪移道府。 自己当初在水浮中得到的保命之物其中就有一份大挪移道府。 平常的虚空穿梭,空间挪移,那都是小挪移,都只是在一个空间中进行挪移,最多距离远近罢了。 随着对空间的不断感悟。 挪移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连空间封禁都压制不住。 可是当乾坤大道完全雾透时,掌握这一条大道时,就能施展大挪移。 这大挪移,可以从一个世界,直接挪移到另外一个世界。 比如明明在阴曹地府。 一个大挪移,就可以直接回到大厦世界一蛇湖。 像少延农即便是困在乌江仙府中时也是自信十足,因为他知道,即便在危险,他只要施展了大挪移道府就能逃回到大厦世界部族老巢当中。 可惜他当时没将纪宁放在眼里,不认为纪宁有威胁。 等纪宁释放出那黑色圆环,少延农想要逃也来不及了。 我再达到乾坤大道的大道预警。 小青激动道,我已经能施展大挪移了。 哈哈哈哈,现在我无敌了,谁能杀我? 谁能杀我? 哈哈哈哈,就是再厉害的大阵,我都能逃掉。 浸宁,白水则都笑了。 空青蛇,对空间一道有着惊人的天赋。 达到大道预警,和大道可为一体时。 便能施展大挪移了,这是极度也极度不来的。 主人,你指点我剑法,我现在对乾坤大道的感应更强,剑法也会更高的。 小青连道,他因为想要纪宁指点,所以干脆学了剑法,将乾坤之道进阶融入剑法中。 好。 纪宁点头。 小青再进步,可他的进步更惊人。 毕竟纪宁在大厦世界从踏入子府境界开始到进入方寸山,实际上也就近二十年罢了。 来到方寸山后,自己又有师父菩提老祖指点,又时常在水浮星辰殿中感悟,更会一次次和那些傀儡比试琢磨剑法奥妙。 更有无数剑术供自己钻研。 进步怎么可能慢? 击败一次傀儡,就能选一门法门。 比如和四阶傀儡比试,第一次比试,四阶傀儡是用蛮横的剑术,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时,傀儡的战斗都会有所变化,一开始是变化剑术,到后来甚至用刀,长枪,长棍,乃至驾驭飞剑,驾驭法宝,操控阵法辅助等等,使得四阶傀儡越来越难击败。 不过纪宁的实力进步也很快。 他足足钻研了百余本神仙宫第四层的剑术,都是能媲美三尺剑的。 后来,纪宁又击败了五阶傀儡,又是连续击败三十余次,钻研了三十余本剑术书籍。 后来,又击败多次六阶傀儡,得到第六层的二十余本剑术书籍。 再多次击败七阶傀儡,得了十八本剑术书籍。 虽然观看钻研的剑术书籍很多,甚至很多都是天神真仙所写,有些是道祖们的随笔,可纪宁还是以自己耗费最多心力的三尺剑为核心,而后汲取其他剑术的精华融入三尺剑中,令这三尺剑不断的完善改变,和当初北行仙人的剑法区别越来越大,已经完全变成属于纪宁的一种更加厉害的剑术。 在这种修炼中,纪宁转眼在方寸山便已过去了三十年。 第365章三尺剑之第九是 斜月三星洞的其中一处草地上,纪宁的仙府便在这。 仙府内的一庭院中。 纪宁正盘膝坐在地面上,闭着眼,一动不动。 旁边还有一雪白大狗趴在那。 华 一青衣少女凭空出现,正是小青。 别出声。 白水则睁开眼,连传音道。 怎么了,白叔。 小青疑惑看着那盘膝闭眼坐着的纪宁,传音道,主人在修炼。 可是平常主人参悟修炼不都是在静室中吗,怎么坐在地上了? 纪宁平常修炼实际上是进入水斧中的静室,那是三寿道人建造的静室,在那参悟的确速度极快。 当然水斧的存在非常秘密,连菩提老祖也嘱托过纪宁,切切不可泄露。 所以至今小青和白叔都不知晓。 宁儿是在庭院中散步,突然有所顿悟,便直接盘膝坐下参悟了。 白水则传音道,这顿悟时灵光一闪,自然容不得浪费时间再去密室中。 哦! 小青点头。 顿悟就是如此,灵光一闪,就得立即抓住。 主人这三十年,剑法进步极惊人,连八街傀儡都被主人击败了九次。 现在主人又顿悟,实力定能大尽。 小青兴奋道,说不定能击败九街傀儡呢? 九街傀儡,很多反须大妖,反须神魔们都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晋宁这三十年进步何等惊人。 宁儿天资极高,特别是剑之一道上更是了德。 白水则道,在大下世界时,宁儿还需分心其他,钻研其他法术等等,而且还有各种纷争厮杀。 而在这方寸山上,却没有任何纷争。 且宁儿完全钻心于剑术,超过三十年时间,宁儿之剑术,已经超凡入胜不可思议了。 嗯,是不可思议了。 小青也点头。 这三十年,小青进步很大,掌握了大挪移。 白水则比小青要聪慧,悟性更高,也成了真正的阵法宗师。 可晋宁的进步,远超他们俩。 一开始方寸山一脉那些普通弟子们还嘀咕议论。 对晋宁不怎么尊重。 可是后来晋宁埋头钻研剑术,剑术不断提升,接连击败五阶傀儡,六阶傀儡,七阶傀儡,八阶傀儡,让方寸山一脉弟子们都为之称目皆舍。 连神仙宫管理者银月魔头也感慨道,晋宁师弟。 当真是爵士剑仙胚子,在剑术上进步真快的吓人。 虽说有菩提老祖讲道,可师父领进门,修行还是要看个人的。 师父最多在关键的时候指点,主要修炼参悟是看晋宁的,显然在剑道上晋宁是极为卓越的。 连当初的爵士剑仙吕洞宾都为之心动。 连续数次要收晋宁为徒。 奈何大厦皇帝坚决不准。 不过错有错着,晋宁倒是来了这方寸山,败在了菩提老祖门下。 快看! 晋宁盘息顿悟的第十二天,庭院中晋宁周围凭空诞生了剑气。 唰!唰! 小青和白水泽连退了开去,退到了远处的狼道上摇摇看着。 只见晋宁的周围的一缕缕剑气越来越多,同时晋宁也睁开了眼。 这! 就是北行前辈当初的境界。 晋宁轻声道,他周围无数的剑气汇聚了起来,无比的凝实。 形成的一柄耀眼的散发着白芒的仙剑。 斩! 晋宁开口道。 斯拉! 这剑气锁宁的白芒仙剑划过长空,在划过长空时,这白芒仙剑上竟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黑龙虚影。 这条黑龙虚影环绕着白芒飞剑,甚至黑龙的眼神中也有着一种四翼张扬,白芒飞剑划过长空。 令周围一片炸响。 三尺剑第九是。 晋宁自语道,剑油三剑。 北行前辈最强的一剑。 我终于掌握了。 不过我感觉,北行前辈这一剑剑油三剑太过肆意张扬,不够内敛,这一招稍微内敛些,所谓抗龙有悔,恐怕威能还能提升。 晋宁如金眼界何等之高。 须知神仙宫第四层的剑术密集,就是三尺剑层次了。 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第八层,一些重合类似的晋宁没有重复选,即使这样晋宁也钻研过数百本剑术书籍。 特别是神仙宫第八层即宁可是足足选了九本,这九本都是三剑中的大能者所书写,虽然只是些随笔,却已经高深莫测。 晋宁在如此多的剑法熏陶下,眼界怎能不高。 北行仙人当初是自己闯荡天下苦修。 而晋宁却是败在菩提老祖门下,三剑中的无数剑术书籍可供钻研,加上本身就是绝世剑仙胚子,如何境界不高。 如今,三尺剑全九世,火尽皆雾透。 晋宁暗暗点头,不过前八世,都经过我的修改,变成最适合我的剑法。 这第九世,也还需修改下。 有那么多绝世剑点参考,晋宁剑到基础之扎实,的确是不可思议。 主人,主人! 小青飞奔过来,刚才那一招剑法,看起来玄妙莫测,你是不是突破了? 嗯,三尺剑第九世已雾透。 晋宁点头 三尺剑全九世,分别是剑心通明,荆棘密布,剑芒乍线,如日中天,月光藏剑,大盗玉镜,一字剑斩,一仙一魔,剑游三剑。 旁边的白水则更是震惊激动道,宁儿,听说北行仙人凭借这三尺剑都能媲美天仙,天仙当中,有些剑法境界都没有三尺剑高呢,宁儿你的剑法境界已经比一些天仙高了。 北行前辈媲美天仙,只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 晋宁和方寸山上的几位师兄聊过,自然懂得就更多了,这渡劫成天仙,是非常难的事。 有的反须地仙渡劫时比较容易,有的反须地仙渡劫则难上百倍千倍。 甚至听闻有的反须地仙,天结甚至直接消散不降下。 而且天仙们修炼岁月不同,有的是散修,有的是败在大能者门下,这实力自然也不一。 所谓的北行前辈媲美天仙,也就和那些最普通的天仙一比罢了。 就像历史上的居华散仙活了数百万年,也被说成媲美天仙。 北行前辈活了百万年,也是媲美天仙。 纪宁笑道,这天仙和天仙,差距也会很大,一切难说。 弱的天仙,一些活了数百万年千万年的逆天散仙都可能将其斩杀。 而最强大的天仙,听说天仙中就有完全掌握剑道大道,只差一步就成纯阳真仙的存在。 那才是天仙中的妖孽,甚至能和纯阳真仙们一比。 所以同样是天仙,实力差距也会大。 这媲美天仙一说,哈哈哈哈,都是夸赞之词。 纪宁道。 的确。 现如今的他,单单神魔炼体就已经达到赤明九天图第十五众,媲美普通神魔炼体反须前期。 一旦施展摘星手,再靠可怕的剑法,完全不亚于当年的北行仙人。 当初纪宁出入黑白学宫,无比崇拜北行仙人,自然对北行仙人媲美天仙一说没有丝毫意义。 可现在自己也达到了北行仙人这一层次,再听到媲美天仙一说,就觉得有些惭愧了。 毕竟纪宁很清楚,自己现在也就和最普通的天仙一比,且仅仅是相当罢了。 遇到一个厉害点的天仙,恐怕就能击败自己,甚至可能击杀自己。 小青却兴奋道,主人,你就别谦虚了。 不管怎样,至少你的剑法境界之高,绝对是天仙层次的。 甚至凌驾在普通天仙之上,对吧? 纪宁一正,随即无奈笑道,对。 不过小青,我这实力在三界中,还是个小人物,还须低调些。 主人,你这实力几乎能说是天仙之下无敌手了。 小青却丝毫不懂得谦虚。 纪宁一笑。 天仙之下无敌手。 就算遇到数百万年的逆天散仙,恐怕比自己也强不了多少。 自己的确算是天仙之下最顶尖的了。 不过三界中散仙毕竟都是小角色,天仙才能算是真正有点身份的,自己乃是老祖弟子,自然眼光得高点。 神仙宫第九层以及三界宫,我都没进去过。 纪宁暗暗想着,等去了第九层,再去三界宫,特别是三界宫,师兄们可都说了,三界宫中只要得到一法门,就足以仗之纵横三界。 到时候我的实力恐怕比现在更强,不再是北行仙人这一层次,恐怕是居华仙人那一层次了吧。 即便是厉害些的天仙,恐怕我也有保命把握。 纪宁对三界宫很期待。 小青,白叔。 纪宁主托道,我欲要闭关,将我这三尺剑再修改完善一番,你们就忙自己的事情吧,无须管我。 好。 白水则点头。 主人,你这刚突破又闭关,我和你的距离越来越大了。 小青无奈道,随即黑黑笑道,还好,我的大挪移,主人恐怕要很久很久才能做到吧。 纪宁摇头。 很久。 自己毕竟是人族,必须要完全掌握乾坤大道才能施展大挪移。 自己这剑道离完全大城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至于乾坤大道那更是无尽遥远了。 轰隆。 石门关闭,纪宁进入密室。 跟着密室中荡起涟漪,纪宁直接走入其中,来到了水府当中。 纪宁,你这三尺剑全九是终于完全掌握了。 水府大殿中,黄毛大雄正在这,面带微笑。 前辈,我现在可有把握闯那战神殿第八层。 纪宁问道,早在十年前,战神殿第七层就闯过了,当时选了一仙接宝物。 第366章两件仙接宝物 黄毛大雄轻轻点头,把握极大,可以一试。 纪宁一笑,便朝一侧狼道走去。 神魔炼体每达到一个大的境界也仅仅只有两次闯战神殿的机会。 所以纪宁一般都会问问这黄毛大雄的意见,每一次机会可就代表着绝顶宝物,即宁可不敢大意。 特别到了现在,代表的可是先接宝物了。 过了片刻。 哗! 纪宁便已经从战神殿出来了。 赢了! 纪宁轻轻呼出一口气,这战神殿第八层内自己遇到的是一头反须层次的古老神魔。 自己赤明九天图才第十五众,和普通神魔炼体比也才反须前期,如果和真正的神魔比,恐怕也就相当于元神圆满的神魔。 而这反须神魔,比自己高了一个大境界。 且也有神通在身,实力滔天。 这一战的确酣畅淋漓。 那反须神魔甚至都分出了三大分身,变成三头神魔围攻纪宁一个。 纪宁施展出三头六臂,摘星手,剑光纵横,硬是打得那头反须神魔处于下风,最终那反须神魔不得不连认输。 痛快,痛快,方寸山上修道三十年,我终于将反须神魔给击败。 纪宁回忆起当年在玉山大荒泽,自己在那头古老反须神魔眼中就仿佛一只蝼蚁。 而现如今, 自己已经是反须神魔层次了。 丝毫不亚于对方,甚至刚刚都击败了一头反须神魔。 奇怪了,这水斧当中,怎么会出现一头反须神魔? 纪宁心中也疑惑,也曾经问过水斧之灵黄毛大雄,可那水斧之灵根本不说。 纪宁,恭喜了。 闯过了战神殿第八层。 黄毛大雄凭空出现,当年居华仙人也仅仅闯过第七层罢了。 居华仙人成了散仙石,才闯过第七层。 很久很久以后,居华仙人有闯第八层的实力,可惜,已经没有闯第八层的机会了。 前辈,我要选宝物。 纪宁笑道,上次我闯过第七层,前辈你拿出的那书册上的法宝。 进阶都是先阶上品,连一件先阶级品都没有。 这次肯定有。 黄毛大雄道,而且等到你第三次选,宝物还会更多。 纪宁也无奈。 这就是珍宝殿的规矩。 理论上先阶宝物,可以得到三次。 分别是闯过战神殿第七层,第八层。 以及赤明九天图达到第十六重跨入一个新的大境界。 第一次得到的先阶宝物,可选的范围最少。 第二次,就多些。 第三次,三寿道人留下的所有的先阶宝物都会列出,自然会多了很多奇珍。 你管理珍宝殿,将那些宝物都拿出来给我选,也只是小事吧。 寄您无奈。 没办法。 黄毛大雄摇头。 主人定下的规矩,我也没法改。 当初你是万象真人阶段,是最容易生死的一个阶段,主人也是魄力让你万象阶段可以得到一些保命宝物。 至于现在。 你实力强多了。 就必须按照规矩来了。 济宁点头。 进入珍宝殿。 斩查功夫。 离开珍宝殿。 又以先阶宝物到手。 哈哈哈哈,济宁是笑着走出珍宝殿的,这第二次选仙街宝物,的确比第一次要开心多了。 前辈,我去静视闭关一段时间。 济宁说了声。 便前往水府的静视。 轰。 静视的门开启,跟着又关闭。 那一块巨大的幽冥水浴浴床上。 济宁直接盘膝坐了上去,这墨色浴床散发着惊人的冰寒,神魂都是一阵清凉。 记得第一次坐在这幽冥水浴床上只感觉神魂都被冻僵了,可现在济宁实力可强大多了。 道的感悟高,道心更定,神魂也更强。 即便是幽冥水浴床,也只是令济宁感到无比的清凉冰爽罢了。 温菩提静心大震也散发着一阵阵波动。 济宁的心完全静了下来。 一翻手,面前便悬浮着两样宝物。 一样宝物是金色圈子。 另外一样宝物则是悬浮着若隐若现仿佛要化为虚无的九柄黑色仙剑。 这金色圈子,便是济宁闯过战神殿第七层选的宝物,名为三才所仙圈,这是一用来困敌乃至收敌的仙接上品法宝,敌人一旦被罩住很难逃脱,甚至弱些的会被直接收了进去,三才所仙圈内自成空间,能收生灵死物。 一旦被收进去,即便是纯阳真仙也出不来。 当然纯阳真仙也不至于傻乎乎的被收进去。 另外九柄黑色仙剑,是刚刚闯过战神殿第八层后去选的仙接宝物,名为离天剑阵。 离天剑阵,九柄都是仙接极品飞剑,一套九柄,虽说当个算起来是不如千牛剑,千牛剑已经到了仙接极品之极致,近乎纯阳仙剑之威能了。 不过离天仙剑毕竟有九柄,九柄结合起来,丝毫不亚于千牛剑。 最重要的是纪宁曾经在神仙宫第九层上看到过有一本剑术典籍名为离天。 纪宁之前就问过黄毛大雄,前辈,我在神仙宫第九层看到过一本剑术书籍名为离天,简本上记载,乃是三界中的大能者离天道祖所创剑术。 不知道这一套仙剑离天剑术和离天老祖可有关系。 哈哈哈哈,这一套离天剑术,正是专门用来配合施展离天剑术的,这离天剑术,在上古旁古世界时期就赫赫有名,乃三界中名气极大的一门剑术。 黄毛大雄笑道。 于是,纪宁就立即选了这一套剑术。 纪宁坐在幽冥水域床上,看着眼前这两大仙街宝物,轻轻点头,等我击败了那九街傀儡,就立即去神仙宫第九层选取那一套剑术离天。 三指剑我今后需汲取各方精华,慢慢创造完善。 而离天,如果不出意外,也将是我一门御敌的手段。 北行仙人创造的剑术,和神仙宫中一些厉害剑术相比,就差得有些远了。 前八式,自己完全进行了修改完善。 第九式,也要进行修改完善。 至于将来的第十式,第十一式,更是需要自己去创。 自己创造的剑术,施展起来才最适适合自己,威能也最强。 不过在未创出来之前,离天倒是可以用来赞用。 这三才所掀圈,等白叔达到了反须的先阶段,便给白叔用吧。 晋宁暗暗想道。 三才所掀圈,对自己帮助甚小。 自己选的时候就是想到了白叔,白叔乃是阵法宗师,可却缺乏进攻手段,这三才所掀圈可幻化天地人三才,施展起来颇为复杂,却是最适合白叔这样的阵法宗师。 又不需要白叔近身去拼,的确适合。 这一闭关便过去了一个多月,晋宁将三尺剑第九式剑游三界进行了一些改变,更加的内敛,同时也更加迅猛更加的快。 对北行前辈而言,这第九式剑游三界是一个极致,可对自己而言,这第九式也只是中途的一式,自己是肯定要创造第十式,第十一式的。 都夏天了。 晋宁走出了自己的仙府,便感觉太阳高悬,炽热无比。 任何一个世界,都在太阳星,太阴星的照射下。 即便是斜月三星洞的这洞府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世界都会有太阳星太阴星的一个影子,比如在大夏世界当中就有一颗太阳和一颗月亮。 因为太阳星离大夏世界更近,所以大夏世界中的太阳要大些,月亮要小些。 虽然只是太阳星,太极星的影子,可威能依旧很惊人。 显然作为诸天星辰之首的太阳星,太阴星的威能是不可思议的。 师叔 师祖 师祖 在神仙宫外的空地上,方寸山一脉弟子们正聚集着,有的静修参悟,有的论道,悠闲自在。 看到晋宁来了,他们一个个都连起身恭敬喊道。 三十年的时间,方寸山一脉弟子对晋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佩服尊重了。 嗯? 晋宁只是轻轻点头,随即便走进了神仙宫,从第一层找了起来,一直找到了第九层。 在神仙宫第九层的栏杆旁,那一身白袍的银月师兄坐在地上依靠着栏杆,旁边还有这些鲜酒,烧鸡等烧烤食物,他的雨扇也是放在肚子上,就那么熟睡着。 晋宁没有急,而是先走到一旁的书架中,拿起了那本剑术书籍天。 这第九层的典籍,可不一般。 晋宁翻开这本剑本,轻轻点头,露出一丝笑容,这离天的确乃是三界中的离天老祖所创,需要用九柄先剑施展,最好先剑上还需有三十六种离天阵法融入其中。 这离天,以水形,土形为奥妙,融入乾坤大道奥妙,最后透过剑道施展。 晋宁点头,水形,乾坤,剑道自己都颇为擅长,至于土形,这离天剑法也多,那离天老祖显然也是为门下弟子准备了一些基础些的剑法。 即便对土形参悟甚少,可完全能施展那些不含土形的剑术。 且等到将来,相信在土形上也能有所敬意。 师兄,师兄! 晋宁放下简本,走到了银月师兄旁,连喊了起来,甚至动手推了下,师兄。 啊!银月师兄这才睁开眼,怎么了,怎么了。 师兄,我要挑战那九阶傀儡。 晋宁开口道。 第367章 师兄师姐 九阶傀儡。 银月连战了起来,拿着雨扇惊诧笑道,师弟,有把握。 未曾交手过,不敢说。 晋宁道。 小师弟,你就是谦虚。 走走走,赶紧的,让师兄见识见识。 银月当即带领着晋宁,走下了神仙宫,来到了那一片空地上。 在空地之外聚集了方寸山一脉众多弟子,连小青,白叔也都赶到了,因为之前晋宁给他们俩心灵传音,告诉他们自己要挑战九阶傀儡。 小青和白叔都从修炼中暂时停下赶来观战。 晋宁师祖难道又要挑战八阶傀儡? 之前都击败过九次八阶傀儡了吧? 说不定挑战九阶傀儡呢? 九阶傀儡哪是那么好挑战的? 我们这么多弟子,这里有些妖怪都在这数万年了,都没能击败九阶傀儡呢? 那些弟子们悄然议论着。 甚至有弟子问小青和白叔,空青蛇,白水泽,这晋宁师祖要挑战哪一阶傀儡? 小青妹妹,他们别说,告诉我一个。 毕竟在这三十年了,小青和白水泽和这些弟子们也非常熟悉了。 白水泽笑笑。 小青确是昂首道,看着就知道了。 而远处晋宁和银月都在交谈着,他们俩地位高,一般方寸山一卖弟子都不敢和他们多说话。 哗! 银月一挥手,凭空出现了一头傀儡。 这头傀儡,通体白玉色,在右臂上还有着足足九道圆环,那无形的气息也很是强烈。 九阶傀儡! 是九阶! 晋宁师叔要挑战九阶傀儡! 顿时一片惊呼,一片激动。 在方寸山的日子太悠闲了。 各个潜心修道,所以有人去挑战九阶傀儡就足以让众多弟子为之关注了。 特别是这个挑战的,还是刚刚败在菩提老祖门下才三十年,且是内定心传弟子的晋宁。 这自然更让大家兴奋。 交战之地内 晋宁和九阶傀儡遥遥相对。 你是第一次挑战我,神魔之体也就元神圆满层次。 九阶傀儡的眼睛隐隐有着豪芒,仔细看着晋宁。 晋宁却知晓,这九阶傀儡是师父菩提老祖炼制的,足以媲美纯阳法宝,都生出了灵性,有了智慧。 晋宁的左右双手中都出现了一柄北冥剑,废话少说。 拿出你最强的剑法吧。 哼。 九阶傀儡冷然一笑,手中出现了一宽大的重剑,那就陪你玩玩。 话音一落,这九阶傀儡一迈步便令地面一震,就已经到了晋宁身前。 速度之快,让晋宁眉毛都移动,脚下只是略微移动,手中双剑便同时迎了上去。 哗哗哗。 铺天盖地的涛浪虚影凭空显现,晋宁的剑法已经高深的足以引动大量的天地之力加持,方才显现这些异象。 涛浪虚影席卷而上,晋宁的剑光也在其中。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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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阶傀儡的重剑无比的凶猛霸道。 每一剑都巨浪拍击。 晋宁的剑法韧性更强,连绵不绝。 九阶傀儡的剑法更加凶猛。 可就在晋宁连绵的剑法下,九阶傀儡有些抵挡不住了。 还真有两下子,不拿出点针本石还败不了你。 九阶傀儡的另外一只手也出现了一柄重剑。 轰轰。 只见两柄重剑都挥舞了起来。 一时间就仿佛巨大的风轮,甚至在这九阶傀儡的上空出现了巨大的海浪漩涡虚影。 巨大的漩涡虚影显然代表了极为强大的天地之力,这九阶傀儡的剑法威能明显更加猛烈霸道。 且带着一股绞杀之力。 完全压制住了晋宁。 剑游三界。 晋宁被压制下,顿时剑法一变。 之前闭关修改完善的剑游三界顿时施展了出来。 只见两道耀眼的剑光下,有着两条黑色的游龙。 两条黑龙游动着,彼此缠绕着,直扑对方。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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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光的三次交错。 顿时一切停滞下来。 九阶傀儡和晋宁交错而过,彼此背对背站着,九阶傀儡一动不动,而晋宁则是将手中的北宁剑收了起来。 在九阶傀儡的胸口上正有着一道猙獰的伤口。 在之前的三次交错中,显然晋宁的剑法更快一撕,虽仅仅就这么一撕,却已经决定了胜负。 九阶傀儡低头看了看胸口,胸口的伤口眨眼功夫就消失了。 你赢了。 九阶傀儡转头看了眼晋宁,第一次交手就赢了我,神仙宫第九层你也可以进去了。 玉心,这可是我师弟,赢你是应该的。 银月走了过来。 师弟! 老祖收的弟子! 九阶傀儡吃惊看了看晋宁。 击败你的弟子越多,你离自由就越近,你该高兴才是。 好了,你该回你去的地方了。 银月一挥手,便将那九阶傀儡收了起来。 师弟,恭喜了! 银月看向晋宁笑道:"走吧,我们进神仙宫。 嗯?" 晋宁点头。 当即跟随银月一道进了神仙宫。 方寸山一脉的弟子们都呆着看着这一幕,看着晋宁和银月一道进入神仙宫内。 赢了! 竟然赢了! 晋宁师祖击败那九阶傀儡了。 好霸道的剑法,好可怕的剑法。 师叔,当真是绝世剑仙。 一个个惊叹不已。 这才三十年吧。 师祖败入祖师门下,才仅仅三十年吧,三十年前师祖才勉强击败四阶傀儡而已,仅仅三十年就已经击败九阶傀儡了,我都上山近百万年了。 一头隐隐有着火焰环绕的六臂神魔低沉说着,摇头凯叹。 你们人族的悟性当真高的离谱。 我就是人族,我都上山千年了,也没击败九阶傀儡。 九阶傀儡,便是天仙都不一定能击败,三十年,难怪被老祖收为弟子。 老祖的亲传弟子,就是了不得。 小青妹妹,啥时候让师祖也给我讲道如何? 白兄,你家主人剑术当真了得,我剑术上有着疑惑。 何时让你家主人也指点指点我们? 各种议论纷纷。 小青和白叔也为之满心欢喜。 三十年就击败九阶傀儡,这让方寸山一脉普通弟子为之惊叹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对银月老魔头这种亲传弟子而言,却在意料之内。 纪宁,银月二人行走在神仙宫的楼梯上,沿着木制台阶,往上走着。 师弟能够三十年就击败九阶傀儡。 当真了得。 银月笑着,现在下面那些普通弟子们都在为之震惊激动呢。 还好。 纪宁却没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 自己有师父菩提老祖指点,又有水府星辰殿的引导,经常在水府净室坐在那幽名水域床上,在菩提静心大振的环境下参悟,三十年。 自己当初的目标就是要数十年内击败九阶傀儡的。 不知道其他师兄师姐们如何。 当年又耗费多久击败了九阶傀儡。 纪宁好奇问道。 在师父的众多亲传弟子中,你算是正常吧? 银月师兄笑道,众多亲传弟子。 那些拜师时实力就极强的不算。 拜师时还很弱小的,包括你,共有十二位。 其中最短的一年多,最长的耗费了一万三千多年。 纪宁惊恶,最短才一年多。 最长怎么一万多年。 好歹也是被老祖收位亲传弟子,耗费一万多年。 也太离谱了些。 而一年多的,也太夸张了。 师父门下共十九位弟子,拜师时实力就极强的有七位,其他实力弱的有十二位。 银月道。 其中九师弟悟性极高,当初师父的化身云游上古世界。 便碰到这九师弟,九师弟当时还是个普通的幼童,最喜欢画画,师父当时仅仅指点了一句,九师弟一个从未修炼过的幼童一夜悟道,悟了一条完整的道水墨之道。 随即师父将他带到了方寸山,一年多时间,九师弟便击败了九阶傀儡。 纪宁眨巴下眼。 从未修炼过的画画的幼童。 一夜悟一条完整的道。 一年多就击败九阶傀儡。 接着就是三师兄和六师弟了。 银月道,他们俩都仅仅耗费数年,当初拜入门下时也都没怎么修炼过。 不过他们俩出身不凡,三师兄乃是天生大气运者,乃是太阳星上孕育而生的一头金屋。 六师弟也是了德,乃是女娲娘娘遗留的补天时孕育而生的灵猴。 纪宁一惊。 补天时孕育的灵猴,这让纪宁想到了小世界地球上的一本小说所记载故事,不知道这所谓的灵猴,和那小说故事中记载的有几分相似。 再往后,就是修炼数十年的了。 银月道,总之,人族的悟性极高,还有三师兄,六师弟这等天地孕育出身不凡的生灵,悟性也极高。 师父门下弟子,在百年内就击败九阶傀儡的,都是人族和出身不凡的。 像我妖族,师父门下也有好几位,比如我就是修炼了三千多年才击败九阶傀儡。 还有比我更晚的,妖族的悟性,整体比人族要差很多。 纪宁点头。 妖族悟性是差,神魔们悟性更差。 不过上天也有弥补,人族子府阶段寿命五百年,万象阶段寿命八百年。 可是妖族不同,一些先天生灵的大妖都能活上千年,万象阶段的大妖甚至能活上过万年。 至于神魔的寿命更离谱了,神魔根本就是长生不老,连三灾九节都没有,可恶性也差得可怜,甚至可能亿万年都进步不了一丝。 师父门下众师兄师姐们当真个个不凡,有的出身就很惊人,或者机遇惊人,我也是因为得了三寿道人之传承才能败在师父门下。 既您明白,自己在师父门下算是普通。 不过自己和他们的区别就是,自己算是菩提老祖,三寿道人这两位的弟子。 自己的神通摘星手更是三寿道人当初纵横上古世界的依仗,连菩提老祖都拿不出此等层次的神通。 第九层到了。 银月走到了第九层,笑道,这第九层的法门,师弟选了后,就可以去三界宫了。 三界宫中的神通秘书,只要学了一样,将一样修炼到极致,绝对能纵横三界,成为三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第368章 后遗剑术 纪宁走到专门摆放剑术的书架前,仔细翻看了其他的剑术典籍,心中有数,随即拿起了那本离天减本。 师兄,我便选这本离天。 纪宁道。 有离天剑朕在手,当然选离天。 好。 银月点头,一翻手,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本厚厚的书籍,正是离天老祖所写的剑术离天全本,纪宁眼睛一亮连接过来,翻开来一看,不由整个人便沉浸在了其中,纪宁也懒得跑,直接一屁股坐在了这神仙宫第九层,钻研起这剑术来。 下去东来,转眼便已是一年过去。 这一年中纪宁并没有急着去三界宫,三界宫毕竟就放在那跑不掉,纪宁在这一年击败了九阶傀儡三次,也共得到了包括离天在内的三本剑术典籍。 进阶都是道祖所著,都是三界中义等一的剑术。 纪宁仔细钻研,也有所得,连离天也连悟出了十三式剑法。 该去三界宫了。 天已黑,纪宁却走出了仙府。 一年时间他自觉对三尺剑的完善创造,以及对离天的领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短时间难以提升,便决定前往三界宫。 三界宫仅仅是一高数丈的普通楼阁,却是整个方寸山上堪称最神秘的地方。 对方寸山一脉普通弟子而言,他们能时常进入菩提老祖的道观去听道,可一生却都没有资格进入这三界宫,能够进入三界宫的,几乎个个都能在三界中拥有着赫赫威名。 呼! 响亮的呼噜声一会耳高一会耳低,那座楼阁外那名精兽老者正躺在那,擅自也放在胸口就那么睡着。 纪宁刚上方寸山时。 这精兽老者就在睡,到如今都过三十年了,纪宁就从来没见这老者醒来过。 所谓一觉睡万年,指的就是这老者。 二师兄! 纪宁走过去,恭敬道。 上山这么久了,纪宁也知晓了这位二师兄的情况。 那将师兄曾说,师父门下众弟子,真正传了师父一波的便是这二师兄。 二师兄佛道兼修,无疑不通,连师父的一梦三界这等大神通也仅仅只有二师兄学会。 我曾经想要向师父学的这门神通。 可是师父却说,我学不了那门神通。 他门下只有二师兄能学得了这门神通。 别看二师兄在那睡觉,可实际上他的化身,在三界中一直闯荡着,留下了无数传承。 三界中多少秘密都隐瞒不过二师兄。 依我看,在师父门下,论实力大师兄第一,这二师兄便是第二。 银月也这般说过。 你二师兄做了无数善事,立下无尽功德,他是真心为善,且从上古世界到如今一直如此。 气韵之圣已经不可思议。 佛门和道门都数次想要请你二师兄过去入他们门下。 菩提老祖也说道,说到这二师兄,连菩提老祖都很是自得。 显然他非常满意这个弟子。 纪宁了解二师兄的底细后,也非常钦佩。 二师兄因为一梦三界。 他的化身几乎去过三界中任何一个小世界,在无数世界中留下他的传说,所以他的名气格外的大。 二师兄的名气,即便是在地球那样的小世界也是如雷贯耳。 二师兄? 几颠师兄? 纪宁喊道。 谁在喊我? 这躺着的精兽老者摸了摸鼻子。 睁开惺忪的眼睛,似睡飞睡。 笑咪咪道,你就是师父刚收下的弟子,那大厦世界的纪宁。 正是。 纪宁连道。 老祖门下,大师兄身不可测,毫无争议的第一人。 二师兄明传三界,功德之大,气韵之盛,让佛门,道门都眼馋。 可这二师兄逍遥三界,行上无数,却真的不归佛祖管,也不归道祖管。 师父早就告诉我了,没想到你倒是快,入门三十又一年,便已经来我这三界功了。 几颠拿着破扇子微微点头,进去吧,三界功中的神通秘术点击你进阶可以任选,不过道不可清传,须得通过简单的考验才能学得。 师弟明白。 纪宁点头。 神仙宫中的每一本剑术点击自己也是经过简单考验才得到的。 目送着晋宁走入了楼阁中,几颠那似睡飞睡的眼眸中却有着一丝光芒,这个小师弟,倒也是赤子之心,功德在身。 而且他的那一颗剑心,嘖嘖,真是了不得哦。 不过师父怎么会收他为弟子呢? 几颠是最了解菩提老祖的,菩提老祖的本事,他也是学得最多的。 菩提老祖选弟子,进阶都是有原因的,不会随便乱选。 或者有大气韵。 或者出身不凡。 或者悟性逆天。 这小师弟似乎那样都不靠,难道他身上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几颠随即一笑,便起身走进去,开始看晋宁到底选什么。 晋宁进入这座楼阁中,楼阁中有着分散开的三个条案,条案上都随意放着一本本简本书籍,全部加起来也才十九本。 有神通,有法阵,有秘术。 竹龙只眼全本。 晋宁当即拿起,之前在大夏王朝自己紧紧学了上部,在这三界宫中倒是得了全本。 一方开简本。 简本的第一页上边写着考验,将方寸山的山路打扫一遍,可学之。 这这,晋宁惊恶,这也算考验,而且这和神仙宫第一层的考验似乎一模一样。 足以排在三界前一百的绝世大神通,学习的条件竟然能如此简单。 打扫山路而已,半天便足够了。 三界宫中的神通秘术,本就是师父搜集而来。 那济甸师兄却走了进来,笑咪咪道,就是为了传授弟子,自然考验不会太难。 可这也太简单了,神仙宫第七层第八层的考验都比他难。 济宁无奈道。 这竹笼之眼的考验是简单了些。 几颠道,不过那竹笼毕竟早早就已经生死,他一死,他这门大神通竹笼之眼在三界当中,也是有好些个道祖都是有的。 这是其一,其二便是这竹笼之眼最好是竹笼那等神魔最擅长修炼,若是其他生灵,至今还未听说有谁能够将这一门神通修炼到竹笼当初那般境界。 济宁明白了。 一是修炼难,二是道祖中知道的比较多,所以考验就简单了。 这是考验最简单的。 几颠道,师弟再仔细看看,这里面可是有一些是真正绝顶的,甚至是三界中独一无二的。 济宁连仔细看下去。 很快。 一门书籍出现在了济宁的眼前,那上面的四个字让济宁瞳孔都是一缩,那四个字便是后翼剑术。 后翼。 济宁当然听说过这位大能,当即拿起了这本后翼剑术翻看了起来。 您自己的普普通通,但是后翼剑术的确是一门大神通。 并且还是比竹龙之眼更加强的大神通。 紫盘古开天辟地,这门大神通足以排在前十。 几颠道,这乃是后翼真神所创,乃后翼当初纵横上古世界的依仗。 不过这上面的考验也是整个三界宫中最难的。 师父这竟然有后翼的大神通。 济宁惊恶。 排在前十啊。 这不就是和摘星手一个层次。 师父菩提老祖本人都创不出这等神通。 考验真难。 济宁翻看了下顿时一皱眉,考验的确可能是三界宫中十九种法门中最难的一个,济宁又继续翻看这简本中的内容,后翼剑术,竟然是这样的。 济宁一看就明白了。 后翼剑术和摘星手,都称得上现如今三界宗排在前十的大神通。 不过二者却截然不同。 摘星手是纯粹将手掌链的比法宝更加可怕,第二转的时候就能媲美仙阶法宝,第三转就已经能媲美纯阳法宝。 这摘星手的威能大的惊人。 力量爆发也惊人。 可后翼剑术却是走技术流的。 就像风翼顿法试走技术流一样,需要感悟,需要琢磨,虽然也有神力的一些精妙运用,但是的确是技术流。 即便是炼气流的仙人们也同样能够施展后翼剑术,只要能够悟出这剑术的奥妙即可。 摘星手倒是容易,只需要炼化五行精华,我这一双手就可以越加可怕,甚至到了将来,之手摘星辰也是等闲。 纪宁暗道,而这后翼剑术就需要悟了。 截然不同的流派。 导致后翼剑术非常难悟,至今也就后翼这位大能仗之纵横上古世界,可其他生灵却没听说有谁能学好这门神通的。 别看了。 几颠在一旁摇头,师父门下众弟子,倒是有好几个都得了这门剑术,可最多只能算是粗通。 谁也达不到上古后翼的境界。 你先看看其他法门,将来有时间,再将这门后翼剑术学去吧。 闻。 纪宁点头。 不管怎样,单单这门剑术能够排在盘古开天地以来的前十。 自己就必须学。 当然倒也不急。 纪宁当即又开始看其他的一本本法门,忽然又一本法门让他看得眼睛一亮,这本书籍上有着四个大字玄弓。 第369章三界宫中的选择 玄弓,乃是真神以下三界第一神通。 简本上的这句话让纪宁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三界第一。 至今纪宁还从来没听谁敢说是三界第一,连摘新手,后翼剑术都不敢说。 可是玄弓却敢号称真神以下三界第一神通。 玄弓,又称九转玄弓,七十二变。 这一门神通乃是将神魔肢体修炼的可完美操控,单单基础炼成,便可变化成万物,所以这本神通又被称之为七十二般变化。 纪宁明白。 七十二变,并非说真的就七十二种变化。 而是指的之数。 是虚数。 这门神通可令神体如同法宝一般,甚至可达到金刚不坏之境,修炼到极致,即便是站在那任凭纯阳法宝乃至先天灵宝批砍,最多剑出点火星,依旧不伤分毫。 既您看得眼睛发热。 纯阳法宝,先天灵宝批砍都只是剑出点火星。 太离谱了。 此门神通对身体负担很大,所以必须神魔肢体才能修炼,且必须神魔炼体达到元神层次才可以开始修炼第一转。 元神神魔层次,可修炼第一转,第二转,第三转。 反须神魔层次,可修炼第四转,第五转,第六转。 天神层次,可修炼第七转,第八转,第九转。 这第三转一旦炼成,身体就足以媲美仙阶法宝。即便是一般的天仙也难伤。 这第六转一旦炼成,身体就足以媲美纯阳法宝。 仗之,便足以在三界中创出威名了。 这第九转一旦炼成,身体就宛如纯阳法宝之极致,宛如先天中品灵宝。 真的算得上是金刚不坏,真正能纵横三界。 非大能者不能伤,即便是大能者也需要特殊手段才能破了这金刚不坏之身。 这上面的描述看得尽您惊叹不已。 厉害厉害! 人为炼制法宝,有人阶,帝阶,天阶,仙阶,纯阳这五个层次。 其中纯阳法宝是人为可以炼制的一个极限。 纯阳法宝之上就是先天灵宝。 先天灵宝,乃是天地孕育而生。 不过并不代表,先天灵宝就渐渐都比纯阳法宝强。 毕竟人为炼制出的纯阳法宝中,有些也是威力大的离谱的。 甚至有些是专门融化了好几件先天灵宝来取材炼制纯阳法宝,比如摘星斧就是融了好几件先天灵宝。 所以先天灵宝也分了层次。 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 纯阳法宝的极致,一般能够媲美先天重品灵宝。 这可是法宝。 纪宝感叹。 将身体修炼得犹如先天灵宝。 难怪称得上是金刚不坏,连三界中的大能者也得需特殊手段才能破这神通。 哗! 纪宝继续翻看着。 这本神通,乃是佛门道门领袖协力共创。 欲要创出一门能够神体达到盘古大神的层次。 按照佛门道门的众领袖之预想,这门玄弓应该分十二转。 原神神魔层次为前三转,反须神魔层次是第四到第六转。 天神层次是第七到第九转,真神层次乃是第十到第十二转。 三界中的真神,施展这门神通,神体就能媲美盘古层次。 奈何预想虽然美,可是耗费无尽心力时光,却创到第九转便已是极致,再也无法创出更高。 于是,这门神通便只有九转。 看着这上面讲述内容,济宁为之惊叹。 原来这玄弓还有这番来历,竟然是佛门道门的领袖们共同创造。 盘古,开天地的盘古们。济宁感叹,要神体施展神通能达到盘古层次,太疯狂了。 便是三界众多最顶尖存在最终也只是创出这九转而已,的确称得上是真神以下三界第一神通。 济宁暗暗点头。 真神以下三界第一神通。 实至名归。 看了一番后济宁发现这玄弓和自己的摘星手很像。 摘星手第二转,就媲美仙阶法宝。 第三转,就能媲美纯阳法宝。 第四转,就能媲美纯阳极致,先天中品。 第五转,就能媲美先天极致。 第六转,那一双手就真的能够轻易的摘星尘了。 就能真正的只手灭掉一个世界的,对三界大能者而言。 那三兽道人正式将他的摘星手创出了第六转才有了那般威名,才能在那场大浩劫中斩杀数名神魔道祖层次存在。 我的摘星手。 仅仅是修炼的一双手,而这玄弓却是修炼的全身每一处。 济宁明白这就是区别。 因为玄弓仅仅只有天神层次,所以只能号称真神以下三界第一。 而摘星手因为有真神层次,才被称为三界无数神通排名前十。 济宁看完这本玄弓后就放在了一旁,又翻看其他的书籍。 行天灭是斧。 也是三界中的一名大能者行天所创的斧法,不过也算在神通一类,因为这斧法和后翼剑术一样也有大量的神力运用奥妙。 必须复杂的神力运用奥妙配合上斧法,才能真正有行天灭世的威能。 这一门神通,乃是三界中排在前一百的神通。 毗卢尸身 这是佛门的领袖佛祖的法身神通,威能极大,修炼到真神阶段也比玄弓稍稍厉害些,不过玄弓需要大量的宝物,从古至今,将玄弓修炼到第九转的少之又少。 而这毗卢尸身同层次的威能虽然差些,却对宝物并没有什么可求,只需要潜心修炼即可。 雷神眼 这一门神通,也吸引了济宁的目光。 因为济宁之前修炼过雷神之眼,那雷神之眼只能算是雷神眼基础罢了,这雷神眼一旦修炼成了,一旦施展开神眼。 的确可以观看神鬼幽冥,一切在这神眼面前都无所遁形,并且修炼到极致更可以发出紫霄神雷,便是金刚不坏之身也不敢被这九霄神雷劈中。 当然和众多顶尖神通一样,想要修炼之极致,能释放出紫霄神雷,也是难上加难。 掌中佛国 这也是佛门的一门真正的大神通,也可修炼到真神层次,如果修炼大成,手掌之中便直接存在一个大世界。 一掌拍出,便有一个大世界之威。 如果敌人落在手中当中,便是飞而飞,也难以飞出这手掌心。 因为这手掌足有一个大世界之大雅。 当然和摘星手一笔就差点了。摘星手修炼到极致,是轻易就能灭掉一个大世界的。 露天剑阵 这是一门真正的法宝剑阵之术。 像小千剑阵就算施法宝剑阵,不过和这露天剑阵一比就差远了,露天剑阵繁复异常,需要炼制出一露天剑图配合足足九九八十一柄仙剑,威能之大。 在三界中也是最顶尖的,不过要弄出那等剑图,必须得有道祖的实力才行。 这一切看得尽宁是眼光缭乱。 神通有玄公后裔剑术行天灭师傅披露尸身雷神眼掌中佛国烛龙之眼等等共九种。其他的秘术,阵法等等共十种。 咦?竟然没有单纯的剑术,刀术,剑术,斧法等书籍。 晋宁发现了这一点,像后裔剑术那并非是单纯的剑术,其中还有复杂的神力运转奥妙,所以后裔剑术算是神通。 行天灭师傅也算是神通。 如果将其中的神力运转奥妙剥离开去。 后裔剑术,行天灭师傅恐怕也就放在神仙宫第九层罢了。 几颠在一旁笑咪咪看着,他看得出来,纪宁完全被这些法门给吸引住了。 像掌中佛国,雷神眼,玄公,后裔剑术,烛龙之眼。 这五种纪宁都想要。 一个手掌当中能够内涵一个大世界,这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大世界,纪宁能不想吗? 雷神眼,自己早就有雷神之眼基础了。 玄公,更是的玄。 毕竟修炼之路很难。 能够修炼到天神层次,那已经能够媲美吕洞宾等很多存在。 算是三界中的强者了。 想要更进一步成为真神达道三寿道人那种大能者层次实在太难了。 所以真神以下三界第一的玄公是必须选的。 师弟! 几颠开口! 二师兄! 晋宁转头看去。 你可知道,这三界宫中的法门并非是任你想要多少有多少,每个同门都是在这选了仅仅竖门罢了。 几颠道。 我知道。 晋宁点头,银月,将军两位师兄都和我说过。 三界宫中的神通秘书,一般学上个两三样,菩提老祖就会禁止再学。 嗯,贪多,不惊。 几颠点头,这里任何一门神通修炼道极致都能纵横三界,便是那看似不起眼的雷神眼修炼道极致,都能操控紫霄神雷。 所以贪多的话,每一门都修炼不到极致,也只是庸人一个。 而专经一门,修炼道极致便足以纵横三界。 晋宁点头,他明白这个道理。 晋宁仔细想了想。 三界宫中我第一个选他。 晋宁当即拿起了一本简本,正是玄弓。 真神以下三界第一,晋宁必定要选。 几颠笑着点头,好,你看看考验吧。 嗯? 晋宁当即翻开玄弓的简本第一页,仔细看考验的内容,一看晋宁眉头一皱,这可比学竹龙之眼要难上不知道多少了,竹龙之眼毕竟只是打扫下山路罢了。 第370章 反须 考验仅仅两行字,下界收一名大功德在身的弟子,至少功德升金光,金光百丈。 杀十名大罪孽缠身的地仙散仙,至少罪孽升血光,血光百丈。 这,晋宁皱眉。 让自己收徒。 何杀人? 至少功德升金光且金光百丈,这太罕见了。 一般大功德者的运气都会很好,所以一般会早早败入一些宗门,而且还会是大宗门,毕竟功德金光再深,且金光至少百丈。 这种大功德加深的弟子,越是大宗门大部族就越是渴望,这可是能镇压气韵的。 自己难道要去抢弟子? 至于杀人,须知的仙散仙们的三灾九劫是很可怕的,罪孽越大,三灾九劫威能也会更大。 所以大多数的仙散仙都会克制,并不敢做出太大的罪孽,甚至经常为善。 只有真正的大魔头,真正道心了德,实力滔天的魔头才敢肆意杀戮,无尽罪孽缠身。 这种地仙散仙绝对是不好惹的。 杀一个还不成,要杀十个。 收徒和杀人,二师兄,尽宁看向一旁的几颠。 收大功德者为徒,教导他,也是功德善事。 杀大罪孽者,也是大功德。 对你都是好事。 几颠点头,虽然要耗费些时间,可你也无需着急,下界慢慢寻找就是了,一年没做成,便是十年也够了。 纪宁点头,这下界收徒杀人是去哪里? 难道去三千大世界亿万小世界? 你未曾出师,不可离开这洞府世界。 几颠道,所谓下界,便是去这一方洞府世界。 这可丝毫不亚于一方大世界。 让你慢慢逛,便是万年百万年都逛不完。 是。 纪宁当即道。 谢二师兄指点,那师弟便走了。 去吧。 几颠挥挥扇子。 纪宁没急着下界,而是先回到了自己的仙府内。 水府的静视当中。 轰门关闭。 纪宁正盘膝坐在幽冥水域床上,心很快就静了下来,之前在三界宫中看到那么多法门神通引起的激动澎湃也完全平息了。 当完全冷静后,纪宁开始仔细反思。 神通秘术虽然多,不过的确该专精,学的再多,如果都不专精也是无用。 纪宁冷静的思索着那一本本神通,秘术。 那疲努师身学了图浪费时间。 对我帮助甚微。 那掌中佛国虽然威能了德,可我有债兴手,修炼那门神通对我也没实力增加。 纪宁迅速的淘汰掉一本本神通,一切从专精和对实力增加最大化考虑。 有两门必选。 第一门玄弓,我一旦练成。 金刚不坏,身体就仿佛法宝。 根本都不需要消耗神力,一般的神通施展起来是要消耗神力的,像摘星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消耗神力也惊人。 可这玄弓,令身体九转金刚不坏,这不消耗神力却是极大的优势。 我站在那,别人都奈何我不得。 第二门后翼剑术。 这却是三界中赫赫有名的远弓神通,即便隔着万里十万里,一剑便能射杀对手,我在后翼剑术上即便达不到上古后翼的层次。 可能够达到奇异成,这也能成为我纵横三界的依仗了。 纪宁将三界宫中其他法门进阶抛弃。 玄弓,主防御。 金刚不坏,又不消耗神力。 后翼剑术。 主远弓。 乃是三界排名前十的神通。 摘星手,乃进身战。 同样是三界前十的神通。 防御。 远弓,进身战,够了。 晋宁轻轻点头,如果师父允许,我再将那烛龙之眼选上吧。 烛龙之眼,非防御非远弓非进身战,而是属于极为厉害的一种辅助手段。 选他一是能够辅助,更重要的是这一门神通的考验非常容易,仅仅是打扫下山路而已。 不过现在纪宁不敢选,谁也不知道菩提老祖允许自己在三界宫中选几门。 假如自己选了玄弓和烛龙之眼后,菩提老祖就不准自己选,那才冤。 先选玄弓,再选后翼剑术,最后戴上烛龙之眼。 只是这三界宫中为何没有飞盾神通? 纪宁就没疑惑,封义盾法只是神通加罗罗之意的一个简化基础,在方寸山三十年下来,以自己现在的眼光来看,封义盾法就太弱了,根本不够自己用。 自己现在就已经将封义盾法修炼到大成了,主要是太低端了。 等我下次去见师父时,请师父指点,教我一门盾树神通。 纪宁按道,实在不行,就去神仙宫找一门盾树神通。 神仙宫中也是有许多神通的。 纪宁之前一心学剑术,神仙宫中其他书籍都没选,本一心想要在三界宫中选的,可谁想三界宫中没有盾树神通? 先去求师父,师父那求不到,再在神仙宫中找一门盾树神通吧,虽然在三界中算是一般,却也比封义盾法好上百倍千倍了。 呼! 坐在幽明水域床上的纪宁,身旁出现了雾气,雾气凝聚成一道身影,正是黑色盗袍纪宁,乃是第二元神。 我第二元神,也该踏入返须的仙境界了。 上方寸山三十一年,纪宁第二元神却一直停滞在元神圆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父菩提老祖和纪宁说过,纪宁,我知你在仙缘大会上得了一千万金元叶,不过你这第二元神不可急着突破,你这第二元神乃是一气元水珠,天生对水行感悟极佳。 即便同样是元神阶段,你的本尊和第二元神对道的感应都是不同的。所以你这第二元神在元神阶段至少停留十年。 是。 纪宁当时恭敬应道。 不过的确如师父所说,第二元神对水行感悟的确高。 现如今纪宁除了剑道外,就是在水行上成就最高,远高于火行,最后才是风暑,乾坤大道。 因为看到了好处,加上在方寸山上根本没有任何生死厮杀。 所以纪宁一直没急着突破,而是尽量让第二元神在元神阶段停留的更久,师父让至少十年,纪宁这一停留就超过了三十年,现在要下山去杀敌了。 要杀的不是一般的散仙帝仙,可都是大罪孽缠身,血光百丈的可怕大魔头。 纪宁自然要准备充分,让第二元神达到反须阶段。 其实这三十一年,第二元神也一直在修炼北明经。 只是北明经乃是大罗道祖所创法门,第二元神苦修三十一年,依旧是在元神圆满,未曾达到极限。 如果是之前黑白学公公法水圆柱,达到元神圆满后,再修炼个三十年也差不多能突破到反须的先了。 可济宁现在修炼的是更高深的北明经,按照预估,慢慢修炼不用任何灵丹,元业,最起码要十年才能达到反须前期。 搜! 一玉瓶飞出,落在了前方的地面上,瓶塞自动拔开。 幸好我有一千万金元业。 黑色道袍寂宁心意移动,滑汹涌的元业浪潮直接从玉瓶飞出。 刚飞出时紧紧手指粗细,可飞到半空却已经足有十丈粗细,可飞到黑色道袍寂宁身前时,周围出现了无形的漩涡。 这些元业浪潮飞入漩涡中,便消失不见了。 在黑色道袍寂宁体内的仪器源水珠内,便是茫茫的子斧虚空,在虚空中的元丽海洋中正有着一巨大的龟蛇,这龟蛇的背部上有着火焰灼烧。 这火焰正是元火。 轰隆隆。 子斧海洋波涛汹涌,元丽金华飞向高空。 高空中的无数星辰则是朝下方设下一道道光华。 光华进阶汇聚在龟蛇之上,一时间龟蛇背上的元火顿时大涨。 痴痴痴元火汹涌,龟蛇甚至都发出了丝鸣。 元业十万斤,二十万斤,三十万斤,不断的被炼化,境界高了,这炼化速度也快多了。 元火越来越汹涌。 许久。 华。 就仿佛种子破土发芽,在龟蛇的背上,那冲天的炽热火焰中却有着一朵摇曳着的纤细的金莲从龟壳上生长而出。 龟壳就仿佛土壤。 元火就仿佛阳光水分。 金莲摇曳,缓缓生长。 这一株金莲无比的渺小,和滔天的圆火和巨大的龟蛇相比简直不起眼,可是金莲上那环绕的原力,却无比的精纯,远远超越之前的原力。 同时整个巨大龟蛇也开始变得暗淡,大量精华不断汇聚传递到金莲上,令这一株金莲摇曳着不断生长,越来越大,龟蛇的龟壳上也渐渐变得暗淡,没有了过去的光泽。 反须前击了。 纪宁的第二元神的神魂也从龟蛇元神进入了金莲当中。 不管是帝仙,还是散仙,他们的元神都是金莲元神。 玉城逍遥自在先,必须火中中金莲。 继续。 黑色稻袍纪宁周围简直是个无底洞,有多少元叶,被吞多少元叶。 许久,停歇。 黑色稻袍纪宁遥遥一指,地面上的玉瓶顿时被塞子塞住。 修炼北明经,消耗元叶果真惊人。 不过我这元力却比一般的先精纯了一两个层次。 纪宁也不心疼,从元神圆满到反须后期,共消耗了五百余万斤元叶。 我这瓶子内还剩下四百多万斤,嗯,应当为白书,小青准备些。 之所以修炼到反须后期就停下,是因为一旦达到反须圆满,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天节就到来了。 该下界了。 轰敬使师门开启,纪宁本尊走了出去。 第371章下界 纪宁站在仙府门外。 白书,小青。 纪宁直接心灵传音,片刻白书和小青都赶到了,他们俩之前都在神仙宫外和其他方寸山一脉弟子们论道。 论道是方寸山一脉普通弟子们经常做的事,这对大家的境界提升都有帮助。 主人,喊我们什么事,刚才论道正兴奋着呢? 小青不满道。 白水则看着纪宁,等着纪宁开口。 我要下界,去下方洞府世界一趟。 纪宁道,短则一年,长则十年。 啊,下界。 小青兴奋激动,好啊好啊,方寸山虽然好,又能听祖师讲道,又能有大量神通秘书。 可实在太悠闲了,悠闲得都无聊了。 纪宁却是摇头,此次我下界是要办正事,你和白书还是抓住难得的机遇在这方寸山上好好修炼,毕竟我们将来回大厦,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了,这样的机会,可是求都求不到了。 去了大厦世界后想要再回来可不容易,这不是自己定的,必须师父允许。 师父若是不允许,谁也找不到这一方洞府世界。 哦。 小青也懂事,点头。 宁儿,这下界可得小心,和洞府世界可丝毫不亚于大厦世界,下方也是强者如云,天仙怕都有不少。 白水则主托道。 放心。 纪宁点头。 主人你下界干嘛,办什么正事。 哦,如果很重要不能说就算了。 小青嘴上这般说,可眼睛亮亮的,显然期待的很。 纪宁一笑,这是师父给我的考验,下界收徒以及杀人。 收徒? 杀人? 小青,白书都是起了波澜。 这两玉瓶内都有一百五十万斤原液。 纪宁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两碧绿玉瓶,白书,小青你们这些年也修炼到了元神圆满。 不过元神圆满到反须,需要继续很久的瞬间。 而且你们修炼的法门,也是方寸山上的炼气法门,怕是至少数十年才能有所成。 有这元叶,白书,小青,你们就能突破到反须前期,且能够巩固。 白水则迟疑了下。 小青去世连接过兴奋道,谢谢主人,主人。 你太好了,我早就想要踏入反须城的先了。 白书,拿去吧。 纪宁道。 也就是在方寸山没法赚取元叶,否则以自己陷入金实力,弄一些宝物多弄一些元叶并不难。 将来自己的本尊,白书,小青都要提升到反须后期。 至于反须圆满。 纪宁并不急。 因为经常听菩提老祖讲道,也知晓这天结是因人而异的,越是妖孽者一般天结也会更加夸张离谱。 像自己这种修炼有摘星手等多门神通的大气运者,天结威能也会大的惊人。 必须准备充分。 自己的境界得提升的更高,玄弓,后翼剑术,摘星手都得达到天仙之下圆满,还有法宝奇物也得准备好。 自己的道心还得更强,总之面对天结,怎么准备充足都不过分。 毕竟谁都不愿失败。 一旦失败,生死自然无需多说,即便成了散仙,那也是在无尽的三灾九结中迎接死亡。 天结。 就是真正的生与死的大结。 修仙路上最大的一个结。 成功则一飞冲天真正跳出三界外。 逍遥长生且再也没有三灾九结。 失败,则完了。 方寸山山路上。 白水泽和小青一直送着纪宁,纪宁没有和师兄们告别,毕竟此次仅仅只是考验。 不会太久,对于活了亿万年的师兄们而言的确很短暂。 不必送了。 纪宁一笑。 当即化作流光。 直接飞出了这悬浮着的方寸山,朝下方无尽的大地飞了过去。 宁儿,小心。 主人,小心。 白水泽和小青目送着纪宁飞离,直至看不见。 纪宁俯看着下方无尽的诚意大地,在离开方寸山的时候,小青专门去和他结识的一位好友,也是方寸山一脉的普通弟子,一名反虚境界的大妖。 小青从这名大妖朋友那得到了整个邪悦大世界的较为详细的地图。 邪悦大世界,广阔不亚于大夏世界。 在无尽的海洋上,共有三块巨大的陆地。 这三块陆地,都比大夏陆地小一些。 三块陆地加起来或许和大夏的无尽大地相当。 纪宁思索了下,闻,去兴州。 邪悦大世界,分为三州,分别是云州、延州、兴州。 在悬浮的方寸山正下方的乃是云州,云州的秩序也是最好的一个,而延州、兴州却是混乱无比,大量的小国,还有一些大妖、部族、宗派,处于绝对的混乱当中。 混乱中,这大罪孽者也多。 或许也能找到漏网的大功德者。 纪宁暗暗想道。 哗! 周围荡起了涟漪,纪宁直接消失在了半空当中。 邪悦大世界,兴州。 半空中正有着一艘长缩在高速飞行,长缩内正有着一群修仙者,为首的是一男两女,其他六人进阶都是仆从护卫。 我齐国都让给这些妖魔了,这些妖魔为何还是不放过我们? 其中一名紫衣少女眼中有着怒涩,躲在山野之地还是被这些妖魔找到,一路追杀,我们齐国皇族到如今,已经弱小无比,根本威胁不到他们,他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 小妹! 旁边的黑衣少女摇头,那仗我齐国的妖王都已经直接下令,说要将我们齐国皇族进阶斩杀,一个不留。 那妖王麾下的无数妖魔们自然拼了命的追杀我们,杀了我们,他们才能立功,才能得到那妖王的赏识。 那我们就一直逃,一直逃。 紫衣少女咬牙切齿,这种逃亡的日子我都受够了。 我还没成年就开始逃,都逃了几十年了,一直在逃,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 和这些妖魔拼了吧? 大哥二姐,和他们拼了吧? 闭嘴! 站在那的高大男子低沉道:"我皇族传承数万年,现如今皇族嫡系只剩下我们三个。 连叔叔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去抵挡那些妖魔也已经生死。 我们的命,是无数手下族人换来的。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死。 那能怎么办? 那妖王势力那般大。 我们怎么逃? 能逃到哪里? 紫衣少女愤怒道:" 高大男子低沉道:"是到如今,没有别的地方了,只有去,恶龙江。 顿时一片寂静。 他身边的两个妹妹,还有那些护卫仆从进阶安静了下来,各个眼中都有着惊骇之色。 恶龙江。 兴州。 无尽好广,至少对这三名皇族和仆从护卫们而言根本飞不出兴州广阔的大地。 而兴州当中,恶龙江却是排在前列的名气极大的大江河。 恶龙江,几乎贯穿了大半个兴州。 他,宽广无比,狭窄处也有八百里,宽阔处更是过千里。 至于他的长度,能够贯穿大半个兴州。 且蜿蜒流淌,其长度根本难以计算。 传说中这一条江河,乃是一条古老的恶龙被斩杀最后化为的这么一条江河。 当然这个传说太夸张,真假也难辨。 可是这恶龙江的确很是神异。 只要靠近这恶龙江千里内,根本无法飞行,也无法施展五行盾数。 据说即便是天仙老祖一旦靠近这恶龙江,也一样无法飞行无法盾逃。 可见恶龙江之神异。 且恶龙江中也有一些危险之地。 便是修仙者也不敢擅闯。 在恶龙江,无法飞行。 无法施展顿数。 那些妖魔们便很难追到我们。 高大男子低沉道,相信他们也心有忌惮,不敢在恶龙江中追杀我们。 可那是恶龙江。 黑衣少女连道。 我们是死中求生,哪还顾得了恶龙江多危险,而且恶龙江大得很,贯穿大半个星洲。 其实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只是少数地方危险。 我们只要运气好,完全能找到一安全的小岛,到时候便生活在岛上,积蓄实力,待得将来,斩杀那妖王夺回奇果。 高大男子道:"二妹,小妹,我们现在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 两个女孩也咬牙点头。 是生是死,就拼这一遭。 黑衣少女道。 嗯,拼了。 紫衣少女也咬牙。 轰隆隆。 恶龙江,江水奔腾,险恶异常。 恶龙江。 大哥,前面就是恶龙江。 到了。 这一男二女率领着六名护卫仆很快来到了恶龙江江畔,他们看着汹涌的江水,已经无形的莫名的波动,那是整个恶龙江散发开的一种波动。 这让他们不由心中发慌,毕竟恶龙江的名声太大了。 咦,大哥二姐,你们快看。 紫衣少女指着那广阔的恶龙江上,只见恶龙江江面上正有着一条木船在随波逐流,木船上正躺着一名兽皮少年,那兽皮少年正拿着一竹叶在嘴边吹着。 这些人可都是修仙者,势力惊人,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少年竟然敢在恶龙江上坐船,还悠闲得吹叶子。 黑衣少女也惊诧万分。 如果是修仙者,即便是再厉害的修仙者,也会谨慎异常。 高大男子皱眉,难道是个凡人? 恶龙江虽然危险,却也只是部分地方。 经常会有些傻大胆的凡人为了彰显勇气,或者为了疯狂一把,架船在恶龙江上。 的确有凡人运气好,能够驾船在恶龙江上数月,且活着回来的。 大哥,那个少年过来了。 紫衣少女惊呼。 只见原本顺水而流的木船上的兽皮少年竟然开始摇动船桨,两侧的船桨一次次拍打着水流,朝江畔岸边靠了过来。 纪宁双手摇动着船桨,笑眯眯看着远处江畔的那一行人,神识早就释放开笼罩了那一片区域,只见那一群人中有一名女仆在神识的观察下正散发着金光,功德金光足足笼罩了三百丈的范围,害人无比。 我运气竟然这么好,这么快就发现了一大功德者。 纪宁喜悦无比。 第372章 齐国余孽 降临星周后,纪宁在恶龙江上顺流直下一路上也是神识探查,之前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月了,却一个大罪孽者,大功德者都没发现。 今天悠闲起来躺在木船上吹着竹叶,谁想竟然发现了大功德者。 华摇动着船桨,木船靠岸了。 纪宁从甲板跳上岸。 远处走来的齐国皇族等一群人见晋宁如此拙劣的上岸,不由玉家肯定这是个凡人。 他们中最弱的都是子府修士,哪会将凡人放在眼里,可是这个凡人竟然朝他们走了过来。 大哥,他朝我们走过来了。 黑衣少女传音道。 一个小小凡人,如果是当年在皇宫中,敢冲撞我,早就杀了。 紫衣少女眼中却有着戾气,逃亡这么多年,她内心终满是怨恨戾气。 别节外生枝。 为首的高大青年却是直接释放出了气息威压,他是这支队伍中实力最强的,达到了万象真人层次。 无形的威压,碾压而来。 若是凡人,会被这万象真人的气息压迫的颤抖恐惧无比。 我们走。 释放出气息威压,这皇子却是带着两个妹妹和一群仆从护卫朝恶龙江走了过去,逃亡期间,他们也懒得对付一个凡人。 哈哈,忽然笑声响起。 皇子,两个公主以及一众属下都惊恶看去,只见他们认为是凡人的那穿着兽皮的土著少年站在那笑着。 这逃亡的齐国皇族一群人当然立即就明白了,眼前这土著少年绝对不是凡人,凡人早就该颤抖瘫软在地了。 轰一股无形强大的威压从纪宁身上释放开,就仿佛汹涌的涛浪直接笼罩向这群齐国皇族。 齐国皇族等人各个色变。 这土著少年,哪里是凡人,根本是一个势力远超他们的存在。 在下时封,这些都是晚辈家眷。 敢问前辈是。 那高大青年皇子连恭敬道,同时他手指上凭空出现了水珠,他直接装作擦拭下眼睛,实际上手指上的水珠却涂抹在了眼睛上。 嗡。 这皇子抬头看去,便看到了眼前这土著少年身上散发开的波动,当即传音给一旁的两个妹妹,如玉,如会,这个土著少年看其波动应该是元神圆满层次。 而且看起来没有恶意。 我们不可利敌,我们随身带的宝物用一件少一件。 明白,大哥。 黑衣少女传音回道。 一个元神道人而已,如果父皇他们还在,哪容得这元神道人在我们面前嚣张? 紫衣少女却心中一松。 不再害怕。 他们毕竟是皇族,虽然亡国了,可他们也带了不少宝物。 这数十年一直被追杀,却能一直活着,也能证明他们的逃命能力。 显然一个独行员神道人,耗费些宝物,他们有把握逃走。 我乃北冥。 相遇便是有缘。 纪宁释放开威压后,道:"上我这木船,喝几杯水酒吧。 纪宁看得出来。 眼前这群人朝恶龙江走来,显然是要乘船。 不过。 恶龙江名声在外,眼前这九人,仅仅一个是万象真人。 其他八个都是子府修士。 怎么敢来恶龙江乘船的? 别人怕这恶龙江,既宁可是菩提老祖的弟子。 平常和师兄们闲聊,也知道邪悦大世界的一些隐秘,自然不怕恶龙江。 既然北冥前辈邀请,我等自当遵从。 皇子当即应道,他本就要乘船,既然有一名元神圆满道人同行,恐怕还能帮帮忙。 哗! 纪宁摇摇一指。 顿时原本在江畔的木船立即变大,变成了一百丈的大船, 一行人当即都上了大船。 甲板上也出现了条岸,美酒,灵果。 坐! 纪宁直接坐在了主位。 皇子,两公主也都分而走下,其他手下都站着。 时风! 纪宁目光却是落在了那名有着功德金光的少女仆丛身上,功德金光,且金光仿佛汹涌浪涛浩瀚无比,足足三百丈啊。 如果是在地球上,一些江河也就这么宽。 可以想象这少女的功德金光和等惊人。 这是你家女仆。 纪宁指着紫衣少女身后的站着的少女仆从。 皇子一笑,正是。 她叫何明,什么来历,和我说说。 纪宁直接道,在纪宁眼中,从这些人身边带走这少女不难,不过这毕竟是自己第一次收徒。 纪宁当然得考察一下这女仆的心性,这功德金光也可能是上一世的,这女仆心性如何还很难说。 如果心性不好,纪宁宁可再去找其他大功德者。 她叫齐小雨,本是一土著。 皇子笑道,还是我家长辈发现了她的资质不错,在其还同时便收了她为徒,且教导她修炼法门,家里长辈很是宠爱她,虽然是女仆,实际上却算是我的师妹。 齐小雨,纪宁眉毛一动。 纪宁看过去,那齐小雨容貌也算漂亮,虽然不如余威,却也是个小美人了,并且眼神坚定,显然道心也是不错。 齐小雨,过来,坐在这。 纪宁一挥手,在旁边侧边又出现了条案,美酒,灵果。 齐小雨站在那,有些迟疑,看向皇子公主。 皇子却是吩咐道,北明前辈吩咐,还不过去。 是。 齐小雨当即乖乖坐在了那条岸前,却根本没喝酒,吃灵果。 纪宁看着这齐小雨,却感觉到这少女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让人情不自禁想要亲近,这就是大功德加深吗?我第一次见她都情不自禁生出好感。 小雨。 纪宁开口道。 北明前辈。 齐小雨恭敬万分。 和我说说你过去的事,从小到大的事。 纪宁道。 齐小雨看向皇子,公主。 其实纪宁这要求有些过分了,不过皇子公主也不愿得罪纪宁,这就是实力强的好处,纪宁只要不是太过分,那么皇子公主都不会太计较的。 皇子轻轻点头。 齐小雨当即道:"丙前辈,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着数万人的青崖部落,部落族长是我的太爷爷,我小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很快乐。 说着说着,齐小雨脸上都露出了幸福之色。 只是后来部族遭到大妖袭击,部落族人不得不溃败逃亡,我的亲人也已死去,在仓皇逃亡时我遇到了师父。 纪宁在那默默听着。 到了纪宁这一层次,这齐小雨的神魂,纪宁都清晰感应。 齐小雨是否撒谎,纪宁都能判定。 当纪宁展露实力硬是邀请这齐国皇族上船,询问齐小雨过往时。 在距离此处万里外的虚空中,正有着一艘黑色大船,黑色大船上更是站着十二名黑甲身影。 黑色大船上,插着战旗,战旗上有着一对火焰羽翼图案。 如果是本土的妖怪,修仙者们会立即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让无数势力恐惧的火翼卫。 火翼卫,乃是火翼妖王的最强卫队,火翼卫中即便最弱的都是万象层次。 队长,这齐国皇族余孽还真是能逃啊,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有死绝。我们火翼卫可是一直在追杀呀。 一鸣脸上有着鳞片的瘦男子感慨道。 是能逃,这齐国仅仅数万年就能打下百万里的地盘,连很多的仙散仙的大妖都被齐国灭杀,他们的宝物能不多。 而且齐国崛起如此迅猛,外面早就有传说,齐国开国皇帝是得到了一个大的宝藏。 不管有没有宝藏,这些逃亡的齐国皇族肯定将很多宝物带在身上,一次次追杀,他们总是能逃掉。 虎背熊腰的黑甲汉子道。 旁边的妖娆女子头上还有着羽毛,魅笑道:"队长不管怎样,那齐国皇族被我火翼卫一次次追杀,死的人越来越多,上次追杀,齐国皇族仅剩的一名元神道人也被我们斩杀。 现在齐国皇族只剩下那个大皇子和两个公主了。 他们现在连元神道人都没了,离灭亡也快了。 我们若是能杀了那大皇子和两个公主,可就立了大功了。 虽然齐国余孽实力很弱。 可毕竟是齐国皇族残存,像一些宝物,乃至齐国的大量道藏说不定就在那大皇子身上。 嗯? 忽然那名虎背熊腰的黑甲汉子一惊,一翻手,掌心出现了一伙红色的虫子,这虫子正骚动着。 我们距离那齐国皇族余孽在万里之内了。 黑甲汉子露出喜色。 哈哈哈哈,这次我们定要抓住这些齐国余孽。 立下大功。 他们可是一个元神道人都没有。 万象真人。 杀之如切菜。 火翼为众多军士各个激动兴奋。 外界早就有传说,那齐国崛起那般快,是因为得到一个大的宝藏。 甚至令火翼妖王眼馋,率领妖族大军直接灭了整个齐国。 将齐国最重要的宝藏夺到了手,至于剩下的残余皇族,那火翼妖王也懒得亲自追杀,只是吩咐手下追杀罢了。 我们若是杀了那些余孽,重要的宝物献给妖王,其他的,这火翼为十二名军士彼此笑着,眼中闪烁着贪婪和凶光,妖王暴虐,这麾下军士同样暴虐得很。 第三百七十三张火翼卫。 恶龙江浩浩荡荡,浪潮犹如万马奔腾。 那大船之上,晋宁询问交谈一番后心中也有底了,这个叫齐小语的小女娃的确精力不多,纯洁的就仿佛一张白纸。 并且明显对三名公子小姐非常的恭敬,总是看那名公子脸色形式。 按照他所说,他才修炼二十年,这大功德者,资质的确很好。 而且也不是个恶人。 晋宁轻轻点头。 他不求自己徒弟多么完美,但至少不是个恶人,以他陷入金境界来仔细审视一名子府修士自然是简单的很。 我对小语很是喜爱。 晋宁开口道,既然小语之前的师父已经生死,不知石封你是否愿意割爱,将这小语让与我做徒弟。 恶龙江浪涛汹涌,轰隆声不尽,可船上却一下子安静下来。 齐小语这小姑娘惊恶万分,随即连摇头,同时看向自家的皇子公主。 皇子公主三人也是面色一变。 这个北明还真是不自量力。 紫衣女子传音怒道,竟然要收小语为弟子,小语可是大功德加身,可证我皇族气韵,怎能给她一个元神道人。 哼,即便是帝仙散仙要收小语,都不能轻易点头。 更何况这个北明。 大哥。 黑衣女子也传音道,怎么办? 小语是绝对不能轻易让出去的,可现在这个北明却要收徒,我们该如何是好? 皇子也皱眉。 他们皇族底蕴深厚,之前也是有元神道人的。 神识一扫,自然知晓齐小语的功德何等惊人,所以当初才耗费心力将齐小语收入门下,并且还赐予国性其,无比的宠爱。 让齐小语无比的感恩。 小语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这个北明一个元神道人,绝对不能给他。 皇子传音道。 当齐国皇族的皇子公主们彼此传音时,那齐小语也连道,北明前辈,我受师父大恩,不能背叛。 晋宁确实道,只要你等愿意将这小语让与我做徒弟,我便以法宝答谢。 说着周围便出现了足足石柄散发着一阵阵水性波动的天阶飞剑,波动隐隐,让在场的一群人都感到了压迫。 实践天阶上品飞剑,如何? 晋宁道。 这看起来仿佛土著的北明道人,还真有祸。 紫衣少女传音道。 天阶法宝对元神道人也很重要。 拿出石剑来也不容易了,看来他是真的很想收小语为徒。 可惜,对我齐国皇族而言,石剑天阶上品飞剑又算得了什么? 皇子传音道。 三名皇子公主虽然表面装作惊诧,可内心都还很平静。 晋宁剑撞眉头微皱。 道,百剑天阶上品飞剑如何? 顿时大船上空悬浮着密密麻麻上百剑天阶飞剑,每一柄天阶飞剑的波动都让这群由一名万象真人,八名子府修士构成的队伍感觉到一种巨大压力。 这,这…… 齐小语完全猛了,上百剑天阶上品飞剑。 为了收他为徒竟然愿意拿出这么多法宝,虽说他不愿被判离去,可是这个叫北明的少年模样的前辈还是让他感觉到了内心的一丝喜悦,至少这个北明前辈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显然很重视他。 百剑! 皇子公主三人也眼馋了。 他们身上虽然带不少宝物,可毕竟当初被灭国,而后被追杀数十年,他们皇族很多高手都身死。 宝物都被夺取。 他这皇子携带的宝物也就那么多罢了。 一百剑天阶上品飞剑,价值百万金元叶雅。 这个元神道人竟能拿出这么多天阶飞剑。 紫衣少女眼睛发热,大哥。 三位。 纪宁操控着上方悬浮着的上百剑天阶飞剑,就没喝道。 差不多了,别太过分了。 皇子当然眼馋。 可是他很清楚。 即便得了这上百剑天阶飞剑对他皇族逃命根本没什么帮助,即便跑去一个城义换了原液购买宝物又能如何? 一些逃命宝物他本就有,最多再买几件罢了。 北冥前辈。 皇子恭敬道,上百剑天阶上品飞剑,让小宇给前辈当徒弟当然行。 只是,不是我等不愿,而是因为小宇他成了子府修士后,早就立下天道誓言,必须要终成我之家族。 你让他离开,就是让他违背天道誓言,他会立即生死的。 既您眉头一皱,仆丛发出天道誓言,主人一般可以赠送仆丛的吧。 大部族送死是送仆丛太常见了。 所以仆丛们发出天道誓言,一般会说尊家族族长之令。 是可以赠送。 只是这需要我实事不足的族长点头才行,我说可没用。 这皇子道。 济宁脸色阴沉了下来。 齐国皇族等人顿时心中一紧。 济宁一挥手,天空中的上百剑天阶上品飞剑进阶消失,济宁冰冷看了一眼皇子,冷然道:"你在撒谎?" 撒谎。 皇子惊愕,我根本没撒。 你说你是石丛。 这就是在撒谎。 你说这小雨让给我为徒,你说话没用,需要你族长点头。 这句话也是在撒谎。 济宁冷然道。 皇子一惊。 那两名公主也是大吃一惊。 的确,皇子自然不是叫石丰,而是叫齐如风。 姓齐。 现在的齐国皇族只剩下他们三个,这皇子齐如风就是现在的组长,他只要点头,完全可以将这齐小雨让给济宁。 我没撒谎。 皇子还嘴硬。 你可敢发出天道誓言说你没撒谎。 只要你敢发出天道誓言,百剑天阶上品飞剑我便赠给你,我现在就走。 济宁脸色一沉。 齐如风和他两个妹妹都感到了压力。 这个北冥软得不行,来硬的了。 如果是在十年前,老奴还在,早就杀了他了。 紫衣少女传音不甘心道。 就在这时。 闻。 济宁忽然转头看去。 闻。 齐国皇族等人也转头看去。 只见远处一群身影出现在了恶龙江岸上。 一共足足十二道身影,进阶穿着黑色夹铠,看向这里。 他们的手臂护甲上还有着火翼图案。 这十二名军士摇摇看着,为首的队长,那虎背熊腰的黑甲汉子手中正有着一火一虫,这令队长露出冷笑,摇指远处,齐国余孽就在那船上,动手。 杀! 杀! 一个个散发着无尽凶利气息。 只见十二名军士瞬间变幻,有的化为了巨大的独角似牛。 有的化为三尾狐狸,有的化为蜿蜒大蛇,有的化为白毛大熊,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各个身上有着黑色夹铠,只见以那独角似牛为中心。 其他军事服散开,很快原力透过道兵甲铠弥漫开,连为一体。轰半空中出现了一巨大的有着火焰羽翼的毒虫。 火翼虫就仿佛有着翅膀的蜀,身体蜿蜒,眼睛泛着绿光,一看就是一毒虫。 火翼卫,最出名的就是道兵大阵,形成一头火翼虫。 是火翼卫。 齐国皇族等一群人各个脸色大变。 这数十年来他们被火翼卫追杀得太惨了,火翼卫就仿佛一个噩梦,一个他们一直无法摆脱的噩梦。 部族当中的散仙帝仙们死去,连元神道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他们了。 还挡得住这火翼卫吗? 虽说来的仅仅只是一个小队,可他们清楚,这火翼卫一个小队是由一名元神大妖和十一名万象大妖组成道兵大阵。 形成大阵后,便是元神圆满道人恐怕都难以奈何得了这些大妖。 怎么办? 黑衣少女传音急切道。 恶龙江这里无法施展顿术,也无法飞行。 只能靠船了。 皇子也急了。 让这个北冥去当,他是元神圆满。 肯定能拖延一段时间。 紫衣少女传音道。 就在这时候,只见那展开火焰双翼的蜈蚣般的毒虫瞬间便冲入了恶龙江,直接在恶龙江的江面上飞扑过来,快如闪电,很快便到了。 快快受死。 巨大的火翼虫还发出了怒吼声。 这是我的船。 晋宁站在了船弦旁,看着远处在江面上飞扑而来的巨大火翼虫,速速滚开。 旁边的皇子公主等人却顿时大喜。 好,这个北冥主动上了。 让他帮我们先挡住。 这北冥和那些火翼卫同归于尽最好,我们再得到那北冥的宝物。 火翼卫的凶威早就传开了,如果是本土修仙者,妖怪们早就退避三射了。 他们没想到今天会碰到一个不怕他们的。 他们背后可是火翼妖王,他们却是不知,晋宁的背后可是菩提老祖。 既然敢阻我火翼卫,一并死了吧。 巨大的火翼虫的泛着绿光的眼睛满是胸利,同时发出了尖声的怒喝。 哗! 火翼虫直接飞扑而来,周围甚至出现了萌萌的绿色雾气,让那些皇子公主们各个挡寒,立即连连后退,还在周围布置下一阵法抵挡。 而那火翼虫的丑陋的毒虫头颅则是高高的抬起冲出,直接扑向大船的甲板上杀向纪宁。 纪宁摇头,真是自己找死。 轰! 原本站在甲板上普普通通的晋宁,忽然爆发出无比可怕的威压,天地一下子就静了,原本波涛汹涌的恶龙江浪涛也瞬间停止了,那些浪水甚至在半空中的水珠都停在那一动不动了。 原本飞扑过来的巨大火翼虫,也定格在飞扑的那一姿势。 躲在后面阵法内的齐国皇族等人也个个定格了,有的是震惊之色,有的嘴巴还长着,有的正脉步,进阶停着。 周围一切都静了。 风停,水停,人停,妖停,一切禁止。 那无尽可怕的威压让所有人感到了挡寒,那皇子公主等人虽然连表情都无法动,可眼中却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一方天地中,只有晋宁一如既往,他站在船弦旁看着眼前的巨大火翼虫,摇头探道,找死,怪得了谁。 第374章 逼迫 不道兵大阵形成巨大火翼虫的十二名大妖,各个恐惧万分。 他们是由一名元神大妖,十一名万象大妖组成,透过道兵大阵,他们联合起来的威能是极强的,敌人除非有散先的先实力,否则奈何不了他们。 他们也没有将船弦上的那个兽皮小子放在眼里,可是现在这兽皮少年甚至紧紧站在那都没动,可引动的道德威压,就令他们进阶无法动弹了。 哪里来的高手? 怎,怎么这么可怕? 他道的境界得有多高? 这群妖怪们都猛了。 他们之前还不将这兽皮少年放在眼里,欲要顺手斩杀的,谁想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铁板。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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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凭空出现一道道流光,瞬间贯穿了这巨大的火翼虫,贯穿了十二名大妖,不管是元神大妖,还是万象大妖,进阶瞬间被杀。 纪宁站在船弦上看着那身死的十二名大妖,却摇头笑了起来。 杀这十二名大妖仅仅是顺手为之,这些大妖既然二话不说对自己下杀手,自己自然无需手下留情。 纪宁此刻笑起来。 却是想到当初在玉山大荒则遇到那头古老神魔,当年我遇到那头古老神魔,那古老神魔凭借道玉直接令一切静止,令我动弹不得,而现如今,我竟然也用了同样的招数,杀了更厉害的元神大妖小队。 道玉,是指透过对道的领悟,利用天敌之力形成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 像道之玉境,道之天地,大道玉境,虽然微能不一,可实际上都算是道玉,本质上原理是一样的。 当初纪宁悟出雨水见玉,就是道之玉境。 更高一层的。 就是掌握一条完整的道了,此刻对天地之力控制更加强大,被称之为道之天地。 当然这是小道。 还有大道玉境,这大道玉境毕竟是大道,比道之天地其实还要更强些。 更高一层就是大道天地。 是指掌握完整的大道后,那时候可以掌握比纪宁此刻更加庞大的多的天地之力。 在这种天地之力下,恐怕就是散仙的仙动弹不得。 道玉,和感悟有关。 感悟越高,能够引动的天地之力就越多。 大道玉境随着感悟提升,微能会不断增加,直至达到大道天地层次。 现如今纪宁在剑道的感悟,已经是北形仙人层次。 比织玉山大荒泽那头古老神魔还要更强,所以紧紧引动道玉。 就压迫的十二名大妖结成的道兵大阵都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一切恢复了正常,恶龙江的江水又汹涌的滚滚向前,大船依旧向前前进。 大船甲板上的齐国的皇子公主们却惊恐不定的看着纪宁。 齐国余孽。 纪宁悠闲坐下,慢悠悠道:"到了这时候,还需要隐瞒吗? 还说你叫石丰。 皇子齐如风和两名公主彼此相似,身后的蒲丛护卫看向纪宁的目光也满是惊恐不安。 特别是齐小宇眼神更是复杂,眼前这个北明道人一心要收他为徒,而刚才这北明道人展露出的实力简直不可思议。 大哥,怎么办? 那些火翼未动手的时候。 说出了我们的身份。 这个北明也知道我们是齐国皇族了。 黑衣少女传音急切道:"我们齐国覆灭,事情早就传开,这个北明现在肯定清楚了,知道我们是幸存的齐国皇族。 说不定会对我们下手夺我们宝物。 紫衣少女却是焦急传音,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 用掉宝物,将之击杀。 愚蠢,我齐国皇族残余的宝物虽然在我手,可是我根本没有一点把握对付这个北明。 皇子齐如风传音怒道:"他单单凭借道玉引动天地之力,就能令一只火翼为小队动弹不得。 他道的感悟,便是一般顶尖的地仙散仙都不及他。 虽然从他的波动来看,他应该还是元神圆满,可他的实力绝对是地仙散仙层次的。 加上之前轻易能够拿出百剑天阶上品飞剑,他也肯定有厉害宝物,恐怕有着顶尖的仙散仙的实力。 一个统领百万里方圆的国度,这最后幸存的皇子殿下也是有着不少厉害宝物的。 那我们怎么办? 紫衣少女慌了。 我大挪移道夫仅仅只有两枚,最多逃走两人。 皇子道:"现在这北明道人没动杀鸡,我们还可以和他谈。 对,和他谈。 紫衣少女连道:"没别的选择了。 黑衣少女也传音道。 纪宁目光审视下,那皇子公主三人显然在彼此悄然议论。 之前刚上船的时候他们面对晋宁时还有着心理优势。 认为晋宁虽然是元神道人,可他们仗着皇族宝物一样能够对付晋宁,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想法了。 前辈。 皇子齐如风恭敬道:"相信前辈听那些火异卫所说也知道了,对,我们的确是齐国皇族。 齐国被灭的是,流传太广了。 只要是周围百万里范围内的厉害点的修仙者,一般都知晓了。 晋宁虽然来到星州也有近半个月,可实际上还真的不知道这事。 晋宁却淡然端着酒杯在那饮酒。 齐如风惶恐继续道:"自从我齐国被那火异妖王覆灭后,我齐国皇族一直在逃,那火异卫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的追杀。 所以我不得不谨慎,不得不说出一个假名时风来,我真正的名字叫齐如风。 齐国的一名皇子。 皇子。 晋宁轻声念叨了下,却又继续看着齐如风。 齐如风连继续道:"这是我的妹妹齐如玉,这是我的小妹齐如慧。 晋宁目光一瞥,黑衣少女叫齐如玉,紫衣少女叫齐如慧。 你还算明智,没有继续撒谎。 晋宁坐在那,如果再撒谎,恐怕我也没闲情和你多说,直接斩杀你,夺你齐国皇族的宝物了。 皇子,公主三人都是心颤。 晋宁淡然道:"我欲要收齐小羽为徒,应该你点头就可以了吧。 不要在我面前撒谎,只要你撒谎,我就能知晓。 二者实力差距太大,加上神魂方面晋宁又非常强,晋宁才有把握。 如果是神魂更强些的,晋宁恐怕就难以判定了。 是,只要我点头,的确可以将齐小羽让于前辈。 皇子恭敬道:"还不快点?"晋宁轻声喝道。 皇子齐如风却是摇头。 要一百剑天阶上品飞剑。 晋宁看着他,淡然道:"可以给你。 不过你也别过分了,我娶你等性命一如反掌。 我不要飞剑。 皇子齐如风看着晋宁,我要前辈庇护我们皇族百年。 只要前辈答应,庇护百年,我立即让齐小羽拜前辈为师,并且,过了百年之后,我绝对不会阻碍前辈丝毫。 前辈想走就走。 晋宁脸色一沉,眼中有着寒光,找死。 哈哈哈哈。 齐如风却哈哈笑了起来,笑得癫狂,找死。 对,我是找死,前辈,你根本不知道我和两位妹妹何等可怜,自从齐国覆灭,这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被追杀。 我们终日惶惶,无法心安,一位为族人生死,一位为长辈生死,一位为兄弟姐妹生死,当初逃出来的皇族有很多很多,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 我甚至是我们皇族仅剩的男人。 哈哈。 够了,真的够了。 像小妹都已经受不了压迫,甚至想要和那些火意味同归于尽。 像如玉虽然一直没说,可我也知道,她也累了。 其实,我更累。 齐如风看着晋宁,眼中有着泪花,我是唯一的男丁,皇族现在就剩下我们三个,而我还是其中实力最强的唯一一名万象真人。 一切重担都需要我一人来抗,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复国报仇,一切重担都压在我一人身上,我早就够了,够了。 你说我找死也罢,疯狂也罢。 我的条件就是这个,你要庇护我们百年,我就将这仆从齐小雨赠予前辈为土。 齐小雨乃是大功德加身,功德金光族族三百丈之广,我族内长辈发现时惊喜无比,认为这齐小雨可振我皇族气韵。 我不会轻易让齐小雨的。 要么,就死在前辈之手,让我们兄妹三人和父亲母亲,和诸多同族去团聚。 要么,前辈就庇护我们百年。 齐如风眼中泪花闪烁,声音却无比坚决。 他堵上了。 将生命都堵上了,他也累了,他不想这么苍茫逃下去。 他看出晋宁的实力,有晋宁这一尊保护神。 那么他们保命的希望可就大多了。 大哥。黑衣少女也是满脸泪水。 大哥,不要求他,大不了死了算了。 紫衣少女咬牙道,眼中满是疯狂。 济宁皱眉。 难办了。 没想到这齐国皇族残余分子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绝望之地了,本以为稍微逼迫下就行了。 现在对方却赌上了。 百年。 怎么可能,自己在方寸山才三十余年,而且自己和余威有过约定,还想要早点回大厦世界呢。 哪会在这拖延个上百年。 我们现在就在这拖延全家规模。 我现在就在这拖延全家规模。 齐人有个约定的答案。